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金氏依妃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一十三集 回归神位之后 一分为久的神魂重新融合 历劫转世之前的记忆也回来了 他这才想起 自己是诡计之主的事 阿九 你到底还有多少个身份啊 雪凡心对夜酒商不时冒出一个身份这样的事情 已经震惊到麻木 直觉告诉他 阿九绝对还有别的身份 星界那边还有一个身份 到时候再跟你说吧 你没事 搞那么多身份做什么 不累吗 历劫转世之前就一堆的身份 历劫转世之后还是一堆身份 先是通玄大陆 南陵国 天圣国的九王爷 然后是九霄宫 紫霄楼的主人 接着又是九游圣地的幽王 还是神域的神主 现在又成了鬼阶的主人 星界那边的身份还未知 想来肯定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这么多的身份 每一个身份对应着一个强大势力 想要创建出这样的势力可不是简单的事 真不知道 阿九哪来那么多的精力 弄出一堆的身份和势力 说起这些身份的事 夜酒商身上突然冒出一种极其孤寂的气息 脸上露出很冷的笑意 那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冷 是一种孤独寂寞的冷 以前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 所以闲来无事 就随便找点事做 什么叫 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 雪凡心听到夜酒商说出那么孤寂 且毫无生存意念的话 心里很是着急 夜酒商稍微调整了一下心态 重新改变了身体散发出来的气息 从刚刚的孤寂冷漠 变成了柔情似水 活太久了 实力也够强了 不知道继续活下去有什么意义 所以那个时候 我对生与死没有任何的感觉 生也好 死也罢都无所谓 为了不让自己那么无聊 也为了不让自己那么厌世 所以我决定找点事情来做 一个不小心就弄出了一堆的身份和势力 什么叫一个不小心啊 就是一个不小心 雪凡心无语至极 你一个不小心就弄出那么多强大的身份和势力 别人穷其一生都搞不出一个 难怪阿九没把星神殿放在眼里 感情他的底牌很强大 阿九 如果让你现在跟星神殿火拼 你有多少成的把握将星神殿灭掉 十成 夜九商毫不犹豫地说道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口吻带着一丝轻蔑 还有一丝的无所谓 由此可见 他并没有将星神殿放在眼里 雪凡心有些不太相信 真的假的 夜九商冷卸笑道 如若我真的想掌控整个星界 星神殿早就消失了 哼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所以 你不必惧怕星神殿 等你去了星界 我帮你将星神殿给灭了 看情况再说吧 雪凡心很想有骨气地说一句 我要凭着自己的实力灭了星神殿 不过 他也只是想想而已 因为实力的问题 他很有自知之明 如果 他想单纯地靠自己的力量 灭到星神殿 先不说时间要多久 没个几百上千年 肯定不行 而且成功率还不高 他可不想将太多时间 浪费在对付星神殿的事上 有那个闲功夫 他还不如美美地过自己幸福的日子 所以骨气什么的 先一边去 有强大的男票可以用 他干嘛放着不用呢 不知道星渊帝神知道他这样的想法 会不会抽他一顿 星神殿的事 你就不用烦恼了 顺其自然就好 夜九伤摸了摸雪凡心的脑袋 就在这时 一阵巨大的钟声 突然从天际传来 听到钟声 雪凡心吓了一大跳 急急忙忙想从灵池里爬上来 但是却被夜九伤阻止了 没什么大事 你继续在灵池里泡着 至少要泡上两个时辰 这样你的伤才能好得更快 雪凡心本来也舍不得离开御魂灵池 见夜九伤阻止 继续回去泡着 阿九 那钟声是什么意思啊 那是紧急集合令 不过是对一般人而言 你我无需理会 紧急集合令 因为什么事情紧急集合啊 雪凡心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立即想到 刚刚遇到的一男一女 该不会 是因为阿九打伤了 那个女子的事情吧 就算是也无所谓 反正阿九是鬼阶之主 天塌了也没事 正如雪凡心猜测那样 那紧急的集合令 的确是因为 孙琦被人打伤的事情才想起 孙琦在鬼府里 身份不算高 但也不算很低 上头有一个很疼爱她的长辈 那人是鬼府的一位长老 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被一位长老这么一闹 事情就越闹越大 他们首先是调查了 此次招入鬼府的新人 但是并没有找到 想要找的人 然后派人在整个鬼府搜查 也没找到人 一个能够随意进出 鬼府内府的陌生人 在内府里出手伤人 还没了踪迹 这还得了 为了尽快找出那两个人 鬼府的主侍者决定 敲响紧急集合的钟声 并开启鬼府的各种阵法 先把那两个人困在鬼府之中 然后再慢慢找 孙长老 既然孙琦和段承轩 见过那两个人 不如让他们 将那两人的画像画下来 这样更方便找人 邦长老说得不错 先将那两个人的画像画下来 因为孙琦受了重伤 所以画像的事情 只能交给段承轩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 段承轩也不再有所隐瞒 将雪凡心和夜酒上的画像 画出来交上 鬼府那些掌权者 一一看过画像 对画像里的人都很陌生 从未见过 就因为没见过 所以他们才觉得 事情更加大条 鬼府的防御很强大 就算是星界那些强者来了 连门都找不到 更别说是混进鬼府之内伤人 这两个人能够随意进出鬼府 至今还没有踪影 由此可见 他们的实力很强大 面对这样的敌人 他们不能掉以轻心 看来这件事 有必要通知寻公子 寻公子在闭关 随意打扰他 怕是不太好吧 已经有敌人 悄无声息地混入鬼府 如此严重之事 岂能不上报呢 不管那么多了 立即去通知寻公子 是 就在众人商议决定之后 准备去禀报 那个寻公子时 一个身穿蓝色悬浮的 俊逸男子 从天上飘然而下 宛如仙人下凡一般的出场 瞬间迷倒现场的 无数少女 当男子飘然落地的时候 众人便向他行礼 见过寻公子 不必多礼了 刚刚听你们说 有什么事要向本公子禀报 现在可以说了 寻蓝名随意摆了摆手 没兴趣理会其他人 直接开门见山问正事 此时画像正好在孙长老的手里 孙长老便亲自交给寻蓝名 还狠狠地告上一桩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 画中近是说 画像中那两个人对鬼府的危害 希望能够尽早将人找出来 并除掉 改伤他的宝贝孙女 不管这两个人是谁 他都会往死里弄 孙长老在那里一个劲地说呀说 不知道添了多少油 加了多少醋 完全没有注意到 寻蓝名的脸色 已经发生了变化 寻公子 这两个人此时 定还在鬼府中 我们必须要将他们揪出来 否则后果不宽设想 鬼府里有着太多的秘密 绝不能让这两个人 泄密出去 其他人倒是没多说什么 只是静静地待着 等寻蓝名做决定 毕竟鬼府的一切事宜 都是由这位寻公子来做主 寻蓝名在看到 手中的画像时 早已震惊不已 死死地盯着夜酒上的画像 有种天快要塌下来的感觉 心里不断地呐喊 完了完了 鬼主回来了 这下苦逼的日子又要来了 鬼主已经将近三百年 没有任何消息 更不与他联系 他也打听不到 鬼主发生了什么事 谁知道 鬼主不声不响就回来 最近鬼街 有不少事没办好 要是鬼主追问起来 他可就要倒大霉了 孙长老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狠狠地说了一遍 重点话语强调说了好几次 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让他有些不太高兴 感觉寻蓝鸣没把他放在眼里 可是再不高兴 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毕竟寻蓝鸣 是现在鬼府最大的掌权者 也是实力最强的人 凡是都由他来决定 也只有他 才能与鬼主联系上 至于鬼主是谁 整个鬼府 没有几个人知道 除了寻蓝鸣之外 还有几个长年不出的老家伙 那些老家伙 除非鬼府遭到毁灭性的灾难 否则他们不会现身的 如此一来 鬼府的大权就落在了寻蓝鸣的身上 对于最高的掌权者 他就算有再大的不满 也得忍着 又过了一段时间 孙长老还是没有等到答案 不得不开口问一问 寻公子 你觉得此事该如何处理为好啊 不用处理 阵法撤了 大家散了 该干嘛干嘛去 寻蓝鸣总算是回过神来 因为他现在心情也不爽 所以说话很随意 看上去态度有些不好 这样的态度 让鬼府里的诸位长老 都有些不满 纷纷做点表示 寻公子 这两个人还没找到 为何要撤了阵法 若是这阵法撤了 万一他们逃走了 可怎么办呀 寻公子 阵法不能撤呀 寻公子 寻蓝鸣听着这些类似的话 感到很心烦 气愤好道 你们想死 别拉着本公子陪你们一起死 你们也不想想 成千上万年来 鬼府有什么人 能够随意擅闯进来过 能够随意进出鬼府的人 那必定是鬼府高层人物 你们这些人真是 没常识 真可怕 这 这什么这 还不赶紧散了 在这里等死吗 寻蓝鸣可没心思 再跟这些人浪费时间 赶紧办正事去 鬼主回来了 有些事 他必须得去做 不然会很惨 弟啊娘啊 赶紧保佑他吧 寻蓝鸣真的就这样走了 完全不打算对付画像上那个人 让这里集合的众人一头雾水 不过 寻蓝鸣走之前说的话 却让大家陷入沉思之中 能够随意进出鬼府的人 必定是鬼府的高级人物 难道画像上这两个人 是鬼府的高层人物哦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有些人 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孙长老死死地盯着画像 心里别提有多郁闷 可他就是不相信 这两个人的身份有多厉害 鬼府的高层人物他都见过 还有一些时常来鬼府的强大人物 他也认得 但画像上这两个人 他却从未见过 所以他们 未必是什么鬼府的高层人物 说不定 是寻蓝鸣想要包庇这两个人 孙奇得知 寻蓝鸣不打算对付这两个人 连抓捕的命令都没下达 气得火冒三丈 混蛋 混蛋 信玄的怎么可以这样糊涂 我都已经被人伤成这样 他既然不追究 他怎么可以不追究 这件事情 必须得追究才对 那两个伤我的人必须得死 你小点声 万一这话让人听去了 我也保误住你的小命 孙长老提醒他 不想孙奇祸从口出 毕竟寻蓝鸣的身份 摆在那里 孙奇也知道 寻蓝鸣的身份很高 不是他能够随意乱说的 可是他的心里就是气不过 爷爷 我不是故意要说寻公子的 我只是气不过 你看看我身上的伤 五脏六腹都中刷衰竭 体内灵力在涣散 丹田也快要碎裂 这么严重的伤 要是没个说法 你叫我如何能忍下这口气 好了好了 你先别气了 爷爷这里有些天极的负伤丹 治好你的伤不是什么大问题 孙长老依依不舍地拿出一颗 天极的负伤丹给孙奇 孙奇一得到丹药立即吞了 一副生怕自己爷爷反悔的样子 天极的负伤丹 在鬼街并不算太稀有 但也不容易获得 每一颗天极的丹药都很昂贵 等他伤好了 再去找那两个人报仇 明的不行就来按的 以他在鬼府的人脉和力量 想要灭两个人不是男士 对于孙奇走在作死路上的事情 雪凡心全然不知 此时还泡在玉魂灵池里 可能是因为重伤的缘故 身体本来就不太好 所以泡着泡着 就趴在池边睡着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414集 夜酒商一直都在陪着雪凡心 寸步不离地守着他 看到他睡着了并没有打扰 而是静静地待着 时不时查看他体内伤势恢复情况 每每看到这些伤 他就自责又气恼 看来他对星儿的保护还是不够 得来点实际的才行 星儿 我绝不会让你 再受到任何的伤害 夜酒商话一说完 手掌便放在雪凡心的肩膀上 往他体内注入一股力量 并将这股力量封印住 好好睡吧 醒来的时候 一切都好吧 夜酒商看时间差不多了 于是将雪凡心 从御魂灵池里抱出来 为他将衣服穿上 然后抱着他离开 一个转身 便有传送阵使用 瞬间来到他想去的地方 一个精致壮观 高雅滑贵的宫殿 寻蓝明此时正在宫殿外等候 一见到夜酒商 就立即上前去行礼 属下 然而 他的话还没说完 眼前的人就不见了 夜酒商没有理会 寻蓝明 抱着雪凡心 闪身进入宫殿之中 还刻意在宫殿外设下结界 不让寻蓝明进来 寻蓝明原本想跟着进去 只可惜 却被宫殿外的结界给阻挡 他很清楚 那结界是谁设下的 所以没有乱闯 在外面耐心等着 脑海里竟是夜酒商 抱着女人的画面 鬼主从来不碰女人的 连女人靠近都不喜欢 怎么会抱着一个女人呢 刚才那个 是鬼主吗 好像是吧 他没认错 应该是没错 除了鬼主之外 谁能随意进出这座宫殿 这可是鬼主的寝宫 除了他 其他人没有得到鬼主的允许 连靠近都不行 难不成 鬼主消失的这几百年 是去泡妞了 这妞长得不赖 鬼主有眼光 寻蓝明在宫殿外 一个劲地自己脑补 一点都不觉得无聊 时不时会傻笑一番 夜酒商则是在宫殿内 陪着熟睡的雪范心 久久都舍不得离开 直到坐了大半天 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而在门外等待的寻蓝明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打起盹来了 没注意到夜酒商的到来 看着在睡懒觉的寻蓝明 夜酒商很是无语 所以挥一挥衣袖 弄出一阵风来 直接把睡懒觉的人吹飞 寻蓝明睡着正香 还做着美梦 突然被一阵风吹起来 让他从梦中惊醒 这一醒来就直接从半空中 重重地摔在地上 脸朝地 整个人成一个歪歪的大子 那画面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 只可惜了某位翩翩公子 这画风变得面目全非了 本公子的腰啊 寻蓝明捂着自己摔疼的腰 老半天还没有缓过来 正想发一通火 谁知抬头就看到一个熟悉的影子 吓得什么火气都没有了 哪怕腰再疼 也得赶紧爬起来 顶着一张摔肿的脸说话 主子 您什么时候出来的 睡醒了 夜酒商冷漠问道 别看他的语气和态度冷到极点 但是他的内心 却还是挺在乎寻蓝明的 只是不会表现出来而已 对于自己的人 尤其是忠诚于他 又信任他的人 他都会在乎 睡醒了 睡醒了 寻蓝明赶紧傻笑几下 缓解自己的尴尬 主子 您这几百年都去哪了呀 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历劫 啥历劫 历什么劫呀 你不需要知道这个 是是是 寻蓝明可不敢再多问 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难道直接说 最近鬼街有几件事没办好 如果说这个 他真的会很惨的 夜酒商一眼就瞧出了寻蓝明的心虚 直言道 新神殿的势力 是不是已经开始渗入鬼街了 听到这声 寻蓝明立即紧张起来 担心跪下请罪 主子 是属下的尸职 一时不查 让新神殿的势力渗入了鬼街 不过 他们并没有接触到 和心的人和事 用不了多久 属下就可以 将新神殿 渗入的势力 全部拔除 主子 主子 你可千万别发火呀 夜酒商看了一眼紧张 着急 又小心翼翼的寻蓝明 心中暗暗笑了笑 哼 这个臭小子 性子还是那么的不着调 新神殿想要渗入鬼街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早在万年前 就已经有这个打算 直到万年后的今天 才稍微有点成就 可见新神殿这万年来 在渗入鬼街这件事上 付出了多大努力 只可惜啊 再大的努力 都是白费 可查出 哪些是新神殿的产业了 寻蓝明还以为 夜酒商会生气 最起码 也会有些不满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主子只是很随意地问了一句 语气虽然很冷 但并没有什么怒意 看来 主子并没有因为 新神殿渗入鬼街的事情生气 没生气就好 没生气就万事大吉 寻蓝明送了一口气之后 就站起身来 好好回答夜酒商的问题 目前为止 已经查到 星际街中的万福门 金富楼 千宝阁 是新神殿的产业 这三个地方已经完全 由新神殿的人掌控 但不管怎么说 鬼街都是我们的地盘 所以 只要我们小 随时都可以 将新神殿这些势力拔除 不用 暂时留着这几个地方 主子 这是为什么 如果继续让新神殿的人渗入 鬼街一些机密之事 有可能泄密 即便已经过了上万年 新神殿一直都没有放弃 侵吞鬼街的宏伟大计 如今有了些小成就 他们更不会放弃 所以我们绝不能 任由新神殿的势力 再继续渗入鬼街 几个跳梁小丑罢了 你以为本主会在意 好好盯着新神殿那些人 顺便悄悄放出一则消息 奉心在鬼街 为什么呀 要是放出这样的消息 新神殿肯定会疯狂地 往鬼街里拥挤 到时候 麻烦肯定大了 这些都不重要 所以起码半年之内 本王不希望新神殿的注意力 在别的地方 半年之内 新儿应该就可以获得神格 晋升神境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 他绝对不会让新神殿来坏事 等新儿晋升了神境 等他们大婚之后 再去好好收拾新神殿那些家伙 为什么要半年之内啊 寻蓝明已经能够预见得到 半年之内他会有多忙 各种苦涩从心里冒出来 让他欲哭无泪 要是新神殿的人知道 奉心在鬼街 势必出动大量的人力物力到鬼街来闹 作为鬼街的代理者 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应付那些人和事 想想就觉得恐怖 总之未来半年 甚至是更久的时间内 他会忙得像陀螺一样 这样的日子 光是想想就觉得苦苦苦啊 瞧你那副苦药 至于吗 夜酒商从空间戒指里 拿出几张符纸丢给寻蓝明 遇到解决不了的事 联系本主 看到手里的几张高级传讯符 寻蓝明立即从苦脸变成笑脸 主子真是太好了 主子放心 属下一定会好好拖住 新神殿那些人 保证他们半年之内 不会去打扰主子 主子给他传讯符的意思 就是不会让他独自应对这件事情 意味着他不是单打独斗 有主子在背后顶着 他还怕个毛线呢 新神殿这次来多少人 他就弄死多少人 就算弄不死也要弄残 夜酒商看着寻蓝明 那个大咧咧的样子 很是无语 若不是深深地了解这个人 他怎么可能将鬼街 交由寻蓝明全权掌管 这家伙表面上看着不靠谱 人又跳脱 其实心思很细腻 做事有勇有谋 擅长管理和揣摩人心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如此人才 即便是星界 也找不出几个 主子 关于孙琴那件事 主子打算还要继续处理吗 寻蓝明将到手的传讯符 收好之后 就开始说别的事 虽然孙琴那点小事 不足以拿到台面上来说 但主子一回来 就被他给碰上惹上 不好好处理的话 最后倒霉的会是他自己 别人倒霉 总比自己倒霉要好 本主不在的这几百年 鬼府的管理松下了不少 该是时候 好好整顿一番了 你应该清楚 什么人该留 什么人不该留 虽然夜酒商没有直接把话说清楚 但是寻蓝明已经知道他的意思 接下任务和命令之后 就开始去忙活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他不仅要应对星神殿的事 还要整顿鬼府 这整顿可不是什么好事 也罢 反正那些人也该好好收拾了 免得他们以为 凭他们那点能耐 真的可以在鬼街为所欲为 夜酒商并不管寻蓝明 怎么处理这些事 他只是交代下去 交代完毕 就回宫殿里陪着雪凡心 一坐就是一整天 雪凡心这次伤得太重 若不是夜酒商及时赶到 事已治疗 他的小命能不能保得住 还很难说 好在泡了两个时辰的御魂凌迟 他体内的伤势 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 只不过消耗太大 所以睡了整整两天才醒过来 睁开眼睛 就看到自己所爱的人 感觉真的很好 很幸福 阿九 醒了 夜酒商轻扶着雪凡心 还略微有些苍白的脸 在摸了摸他的发丝 眼中尽是柔情和宠溺 嗯 一觉醒来 感觉好多了 雪凡心坐起身 好好地伸了个懒腰 忽然想到那个什么紧急集合令的事 于是问一问 阿九 那个紧急集合令 没什么事吧 无事 你不用理会 更不用操心 我只是想更加地了解鬼节的人和事 毕竟这里 也是你的地盘嘛 你若想了解 稍后我便带你四处逛逛 好好啊 不过 我现在好饿呀 雪凡心摸着饿得发扁的肚子 这个时候 真的很想大吃一顿 等着 我马上让人送饭菜来 夜酒商再次摸了摸雪凡心的脑袋 然后传音给徐兰明 至于他本人 则是一刻都不离开 徐兰明正忙活着别的事 忽然接到夜酒商的传音命令 哪怕只是让他准备饭菜这样的小事 他也得赶紧把手里的事情放下 先去完成主子交代的事 天大地大 主子最大 这件事先放着 本公子现在有急事要办 回头再说 徐公子 徐公子 一群长老直视 在议事厅里 你看我 我看你 完全不知道什么状况 徐兰明接到夜酒商的传音命令 立即往厨房里跑 把鬼府最好的灵彩师揪出来 让他赶紧将自己所有的拿手好菜 全部做出来 然后亲自将饭菜送去 主子 饭菜来了 进到宫殿里 徐兰明就看到了坐在桌边的雪凡心 更看到夜酒商那副柔情似水的样子 这让他看得惊呆了 这让他看得惊呆了 主子温柔起来 真的好迷人啊 夜酒商收起看着雪凡心那温柔的目光 转而冷漠无情地看向 正在傻愣的徐兰明 没好气的 愣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将饭菜摆上来 是是是 属下这就摆 徐兰明一听到夜酒商 冷如万年冰山的声音 赶紧收回神来 将装在空间戒指里的饭菜拿出来 整整齐齐地往桌子上摆好 哇 好香啊 雪凡心看着桌上 那色香味俱全的各种美味佳肴 立即食指大动 拿起筷子开吃 嗯 味道还真是不错呢 慢点吃 没人跟你巧 夜酒商将一碗汤 送到雪凡心的面前 见他吃得那么着急 宠溺地提醒一声 免得他呛到 雪凡心嘴里塞满了食物 边吃边说 阿九 你知不知道 火落到黑玉死街的时候 有多惨 好几天都没有吃到什么味道的食物 本来想竞争吃顿好的 结果在城门口 就被黑泽瑞给带走了 接下来连口水都没得喝 还差点死翘翘了 一说到这件事 夜酒商就直冒怒火 杀起外泄 浑身散发着极其可怕的气息 寻蓝鸣正在欣赏雪凡心的吃相 顺便好好打量打量他这个人 结果 突然被夜酒商的怒火和杀气 吓得倒抽一口气 一开始他还以为 是自己惹到某位爷了 后来发现不是 这才放心不少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九皇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叫得无邪 第四百一十五集 主子生气 那可是比毁天灭地还要恐怖的事 雪凡心也感觉到了夜酒商身上恐怖的气息 知道 他在因为黑所成那些人的事而愤怒 为了避免某位爷的怒火太盛 赶紧说些好听的给他压压火 哎 阿脚 你先别生气嘛 反正那些伤害我的人 都已经到地府去报道了 我现在要好好的 所以 不气 不气 这次的事 是我的疏忽 也是我的错 若不是我轻敌 你也不至于落到黑于死界中 夜酒商身上的怒意 稍稍减少了几分 但却开始自责起来 他本以为灭杀魔君复言 不是什么难事 其料魔君复言身上 有魔神的传承 偏偏这个时候 魔神的传承觉醒了 这样的意外 导致他差点失去心儿 所以同样的事 他都不允许再发生 即便魔君复言 真的得到了魔神的传承 他也要将对方搓骨扬灰 阿脚 这些都不是你的错 你不要老是自责 就当是一种历练好了 顺风顺水的修行之路 未必是件好事 对不对 雪凡心在夜酒商面前 撒撒娇 努力逗他开心 夜酒商本来很生气 可是看到雪凡心 可爱诱人的小模样 怎么都气不起来了 用手轻轻地 捏了捏他的鼻子 你啊你 一起吃吧 这里很多菜呢 好 雪凡心夹了不少菜 到夜酒商的碗里 这个时候才注意到 寻蓝名此人 那是俊男一枚 不用问他也知道 此人是类似于出歌目语的人物 是夜酒商身边 值得信赖的伙伴 虽然这些人 都跟阿九以主仆相称 但是他知道 这些人在阿九的心里 其实挺重要的 是朋友 是兄弟 阿九的兄弟朋友 自然也就是他的兄弟朋友 这位公子 一起坐下来吃吧 啊 寻蓝名见雪凡心 跟他说话 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愣了愣才说道 不用不用不用 你们吃 你们吃就好 跟主子坐在一起吃饭 那是一件压力 非常大的事情 他才不要 虽然主子 不会把它怎么样 可是那种用餐的气氛 真的让人受不了 有时候 会冷得连筷子都拿不了 瞧你那么紧张的样子 我也不勉强了 不知这位公子 如何称呼呢 哦 属下寻蓝名 鬼府的整事 负责管理鬼阶 和鬼府的一切事宜 主子 主母 若没什么事的话 属下先告退了 寻蓝名话一说完 就恭恭敬敬地退下 到了宫殿外面 赶紧溜之大吉 刚刚主母 和她说话的时候 主子的气息 明显变得很冷 而且还是针对她的冷 她要是再跟主母 多说几句话 肯定会被冻成冰棍 所以还是走为上级 不过 从这件事 可以看得出来 主子是非常非常地 在乎主母 不然醋劲不会这么大 连她的醋都吃 拜托 她根本就不敢打 主母的主意好吧 见寻蓝名 惊慌着急地离开 雪凡心有些莫名其妙 阿九 我是不是把她吓着了 应该没有吧 我刚刚说话很温柔 很客气 很礼貌的 怎么会把她吓着了呢 不用理她 夜九伤其实并不是真的在吃寻蓝名的醋 而是看到雪凡心和别的男子说话 让她忍不住想起明天思那个家伙 那个明天思还真是个难对付的 如果星儿真的恢复了前世的记忆 想起前世的种种 她就算不会对明天思动心 也会因为过去的情感 有所反应 偏偏那家伙是明玉的神 对付起来很是麻烦 但是不管再麻烦 她都不会让明天思抢走星儿 明天思知道 夜九伤将雪凡心带去鬼街 不过 她并没有急着去找 而是先回明玉 处理一些事件 首先 就是将黑锁城城主府的人 全都抓了处置 就连已经死去的城主和黑泽锐 他们的神魂也被揪到她的面前 黑锁城的城主 虽然被明天思杀了 但是并没有灰飞烟灭 所以她的肉体死亡之后 神魂便来到了明城 原本她还想着 到明神面前告状 求明神做主 可当她看到明神的真实面目时 顿时吓得什么话都不敢说了 黑泽锐同样也没有灰飞烟灭 此刻神魂也被压到 明天思面前 她的反应和黑锁城的城主一样 见到明天思的那一刻 立即绝望到极点 他们这次是真的踢到铁板了 而且是大铁板 多余的话本身就不说了 你们敢伤月儿 那就别想轮回转世 明天思随手握了一下拳头 只见跪在地上的黑锁城城主 和黑锁锐的神魂便消失不见 灰飞烟灭之时 发出一个痛叫声 黑锁城的城主和黑泽锐的神魂 亲自被明天思灭杀 其他黑锁城城主府的人 则是交由明玉的明官负责 因为是明神下令要严惩 所以明官不敢有丝毫放水 按照这些人所犯下的罪行定罪 重则灰飞烟灭 轻则落入十八层地狱 对于黑锁城那些人的处置下场 明天思并没有多大兴趣 亲自处理黑锁城的城主和黑泽锐之后 就离开了 把明城的事丢给某人 他找了那么久 等了那么久 总算是有结果了 不管怎么样 他都要陪在玉月儿身边 这一次 无论发生什么事 他都不会再离开 更不会犹豫 雪凡心可不知道 明天思那边是什么情况 饱餐一顿之后 精神好了不少 精力十足 于是拉着夜酒商 陪他逛鬼街 虽然鬼街这个名称偏向黑暗化 但鬼府里的环境 却是阳光又美丽 如同仙界一般 个别地方 因为灵气太过浓郁 而形成肉眼可见的白色雾气 看着就像是仙气萦绕 这里随处都有传送阵 平时都是隐藏不见的 只要意念一动 脚下就会出现光圈阵法 将你传送到想要去的地方 雪凡心玩传送阵玩上眼了 利用传送阵把鬼府转了个遍 将鬼府的环境大致看了看 越看越觉得 这个地方美到不行 阿九 这鬼府你是怎么建造出来的 太神奇了 若你去到星界 就不会觉得这样的府邸 有多么神奇了 当然 星界那里的建筑 自然是比不上鬼府 像鬼府这样的地方 在星界 也找不出一两个 能够与之相媲美的 叶九生陪着雪凡心瞎逛 一路都在为他解惑 即便是很无聊的问题 他也有耐心一一回答 星界 雪凡心一听到星界这个地方 就想起很多事 除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的事 还有星渊地神和星神殿的事 外加明天司的事 以前他从来就没有想过 自己的前世如何如何 可是自从在黑玉死界 见到明天司之后 他总会时不时地想起这件事情 有时候 脑海里还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画面 只不过很是模糊 所以他没怎么放在心上 他不知道 自己的前世 到底发生了什么 想来应该不会简单 否则明天司 不会一直寄到今天 在想什么呢 叶九生见雪凡心陷入沉思 即便他已经看出他的所想 但还是问一问 以询问的方式 打断他的思路 不让他再去多想 他知道 星儿迟早会想起前世的事 不过他并不希望 星儿那么快想起 能拖多久 是多久 雪凡心一般都不会隐瞒夜九生 哪怕是自己的心事 所以直言清楚 阿九 你历劫之前 至少活了上万年吧 那么应该知道 那个什么星庭 唯一的公主的事 也就是 我的前世 夜九生眉头稍稍皱了皱 真的不想说这个 可是看到雪凡心的求知欲 他也不忍心再瞒着 与其等明天私来告诉他 不如他亲口来说 关于万年前 星庭那位公主的事 我的确知道一些 即便以前不知道 最近调查了不少相关的消息 所以知道的也不少 那你可以跟我说说吗 我保证 就算真的恢复前世的记忆 我也依然会选择你的 对于我来说 你很重要很重要的 如果可以选择 我真的不想说 更不想让你恢复记忆 阿九 傻丫头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凡事顺其自然就好 你迟早会恢复前世的记忆 所以跟你说说前世的事 也无妨 那你说 叶九生先做了个深呼吸 然后才无奈到来 万年前 星庭唯一的公主 与星庭的少店主相恋 那心思单纯的公主 却不知道 星庭的少店主 从一开始 就在欺骗她的感情 利用她的身份 最后盗取了星庭的质保 星辰之源 雪凡心很认真地听着叶九生说话 脑海里时不时会浮现出一些奇怪的画面 那画面之中有一些人影 只是她看不清楚那些人的样貌 即便她看不清楚那些人的样貌 但她能感觉得到 那些画面 画面里的人都很真实 叶九生知道 雪凡心已经触及到一些前世的记忆 心中暗暗感叹着 继续说道 星辰之源被盗取之后 星庭便追究那位公主的责任 那位天真的公主还以为 星神殿的少店主一定会来救她 所以她一直都等待着 结果等来的却是 星神殿少主大婚的消息 星神殿的少主索取之人 竟然是那位公主的一位好姐妹 好狗血啊 雪凡心看多了闺蜜和男友计谋陷害的记码 所以觉得这事真的很狗血 如此狗血的事竟然发生在她的前世 可见她前世有多么的蠢 是啊 的确是挺狗血的 夜酒商去过地球 自然知道狗血的意思 那后来呢 后来那位公主无比的气愤 贵了七天七夜 诚恳地认错 最终才赢得星皇的原料 饶恕她的罪责 但也撤了她公主的身份 将她贬为庶民 那位公主离开星庭之后 就直接去报仇 她做好了同归于尽的打算 只可惜最后她失败了 若不是星皇耗尽 自己所吸收的那点星辰之源的力量 她必定灰飞烟灭 可即便如此 她也只是留下了一道微弱的残魂 那残魂微弱的几乎不存在 那个星皇 雪凡心听到这里 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位 穿着金色悬浮的男子 他是那么的英俊 那么的不凡 那个星皇是星月的哥哥 同父同母的哥哥 哥哥 傻丫头 那都已经是前世的事了 别想那么多 阿九 我对那个前世的哥哥 是不是亏欠很多啊 雪凡心嘴上虽然在问 但是心里 却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对于前世那位哥哥 他一定亏欠了很多很多 夜九商摸着雪凡心的头 心疼说道 哥哥疼爱妹妹 这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你不用去胡思乱想 雪凡心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思绪 不去乱想 所以没有给夜九商答案 继续问道 那后来呢 后来乌宇国的王携带一群高手 杀到新神殿总殿 想要为那位公主报仇 结果失败了 乌宇国因此被新神殿治罪 若不是新皇出面极力维护 乌宇国的人全都没有活路 但即便有新皇的维护 新神殿依然要严惩乌宇国 乌宇国 你想得不错 黑玉死家的乌宇城 生活的基本都是乌宇国的子民 不过 他们已经被困在这里 长达万年之久 不少乌宇国的臣民 都已经在当年死去 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 并有子孙后代留存至今 原来如此 难怪他在听到乌宇国的时候 总有种熟悉的感觉 也难怪明天司那么维护乌宇城 明天司爱慕星月公主 所以才会这样护着乌宇城的人吧 好了 你前世的故事 大概就是这样 至于一些细节 暂时没必要知道 知道了不是件好事 夜酒商现在的心情有些沉重 一想到明天司那个情敌 他就觉得烦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一十六集 关于星儿的前世 他查到的基本就是这些信息 还有一些更为详细的 也跟明天司无关 真不知道 明天司前世 是如何跟星儿有纠葛的 你放心 我不是那种伤春悲秋的人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而且还是前世的事 我不会浪费精力去烦恼 走吧 咱们继续去逛鬼府 那边还没去过 去瞧瞧吧 雪凡心主动拉起夜酒商的手 往前走去 哪怕有再多的烦恼 他也会努力让自己开心 勇敢地去面对任何的人和事 不管前世还是今生 如果真遇上了 亏欠的 他会好好补偿 欠他的 他会狠狠讨算 夜酒商能感觉得到 雪凡心的情绪变化 知道他的情绪不算差 还是那个乐观向上的可爱姑娘 心里也就放心了 阿脚 我们逛了那么多地方 怎么都没见一个人呢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啊 雪凡心刚从一个传送阵出来 嘴里才说完没见到什么人 眼前立刻见到人了 之前我们去的地方 都是鬼府的重要之地 一般人是没有资格随意进出的 从这里开始 才是鬼府那些护卫 仆人 婢女的活动之地 也是那些什么长老执事 常住的地方 长老执事 都没有资格随意进出那些重要之地吗 没有资格 那谁才有资格 我 寻来明 还有几个 常年闭关的老家伙 再有就是 几个身份较为特殊的人 以后再介绍给你认识 哦 雪凡心并没有多问什么 看了看前面 打算去逛街 谁知 才刚走几步 就被人堵住了去路 堵路的不是别人 正是昨天 被夜酒伤废了的孙琪 孙琪服下一颗天极富商单后 伤势有所好转 于是出来透透气 结果却碰到了 昨日伤她的人 她当然不会放过 直接上前堵路 哼 你们这对狗男女 竟然还敢在鬼府 大摇大摆地出现 看本小姐怎么收拾你们 孙琪堵住雪凡心 和夜酒商的去路 还拉大嗓门说话 故意引起周围众人的注意力 所以很快 这里就来了不少人围观 对于雪凡心和夜酒商 大家伙并不觉得陌生 因为他们都见过 这两人的画像 只不过 寻公子 说不追究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 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看看热闹 不过这件事 已经有人向上禀报 还有人专门去通知孙长老 毕竟这件事情 牵扯到孙琪 孙琪现在可不管那么多 见到打伤自己的仇人 她的愤怒和恨意 可想而知有多强烈 恨不得直接 将这两个人给撕碎 哼 你们就算是今天插上翅膀 也别想飞出 本小姐的手掌信 本小姐势必让你们 死得淒淒惨惨 唉 为什么我遇到的人 都那么贱呢 雪凡心一看孙琪就知道 她是个被宠害的大小姐 那种嚣张跋扈 唯我独尊的性子 着实让人讨厌 为啥她就不能多遇到 几个性子好的姑娘 其实 她真的很缺同性朋友 你骂谁是贱人 孙琪当然知道 雪凡心是在骂她 火气更大 要不是因为身上的伤还没好 她早就动手了 谁硬就是谁了 你才是贱人 你知不知道 上一个骂我的人 是什么下场 哼 那你又知不知道 上一个得罪我的人 是什么下场 唉 我真是为你感到悲哀啊 先让我为你默哀一分钟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孙琪见雪凡心 一点都不惧怕自己 直到现在 还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这让她觉得很是气愤 快要控制不住 想动手杀人了 我的意思是 你在作死 要是继续作下去 会死得很惨 雪凡心已经能感觉到 夜酒商身上传来的冷意 所以某个蠢货的下场 已经可以确定了 今年找死的人 真是够多的 你们还真是大言不惭 也不看看 这里是谁的地盘 哟 瞧你那架势 该不会是觉得 这里是你的地盘吧 哼 你说的没错 这里就是本小姐的地盘 本小姐的爷爷 是鬼府的长老 所以你们今天 别想要活路 来人 将他们抓起来 他们若是反抗 可杀勿论 孙琪因为受伤的缘故 没有亲自动手 所以下令 让自己的随从 或者护卫动手 因为孙琪下了命令 他那些随从和护卫 都出手了 不过 结果很惨 才刚刚照面 孙琪的那些随从和护卫 就已经全部倒地 而且死了 你 你们 孙琪看着平日里 经常保护 他的随从和护卫 全都死了 心里无比的惊慌 着急 因为他根本没看到 他们是怎么被杀死的 然而就在这时 孙长老得到消息赶来 一来就看到 自己孙女的护卫和随从 全部被杀死 这让他很是气恼 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在鬼府随意杀人 现在不管你是谁 那都是死路一条 就让老夫来送你们上路吧 孙长老不仅看到了地上的死人 还看到了夜酒伤和雪凡心的面目 一看就知道 是画上的那两个人 是伤他孙女的人 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动手把人给杀了 反正这两人已经犯下鬼府大忌 后面的处罚 就算不死也残 他现在动手杀了这两个人 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孙长老的想法 其实是很正确的 只可惜他算错了很多事 结果注定是个悲剧 他才刚刚要动手 人已经被一道雷电击倒在地 身上不停有雷电在闪动 整个人都在抽筋着 没人发现 他体内已经筋脉寸断 丹田破碎 完全已经是个废人 现在只剩下一口气了 随时都有可能死去 爷爷 孙琪看到 自己的爷爷被弹飞倒地 情况就跟他当时一样 甚至还要严重 他心里就慌得厉害 因为爷爷身上 还有雷电在闪动 他不敢随意触碰 只是干着急地看着 还带着巨蚁 质问雪凡心和夜酒伤 你 你们敢伤我爷爷 这是没把鬼府放在眼里 你们等着吧 鬼府 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这时 鬼府不少重要的人物 已经赶到现场 长老执事之类的 该到也全都到了 一来就看见 重伤倒躺在地上的孙长老 众人立即开口 讨伐雪凡心和夜酒伤 两个人 你们到底是谁 为何在鬼府闹事 敢在鬼府杀人 你们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别跟他们废话 一起出手 先宰了他们再说 几个长老和执事 达成共事之后就出手 期间根本就不给雪凡心 和夜酒伤说话的机会 不过他们两人也懒得说 直接动手解决更好 反正这些人都不重要 鬼府那些长老和执事以为 他们联手 定能将眼前这两个人拿下 谁知 他们还没靠近 就已经全部倒下 结果和孙长老一样 全身都是紫色雷电 筋脉寸断 丹田破碎 伤势极其严重 全都只剩下了一口气 你 见到这样的场面 孙琦彻底吓傻了 心里忽然冒出莫名的恐慌 无比恐惧地看着夜酒伤 就在这时 寻蓝鸣才迟迟赶到现场 看他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显然刚忙完就往这边赶 但还是迟了 孙琦见到寻蓝鸣 仿佛看到救命稻草 立即向他求助 寻公子 你终于来了 你要是再不来的话 我们这些人 就有可能被他们俩全都杀死 寻公子 您可要为我做主啊 他 没等孙琦把话说完 寻蓝鸣已经将他踹开 暂时懒得理他 先去跟夜酒商行礼 主子 属下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所以 那些人随主子处置 主子 什么主子 孙琦傻愣愣地问道 心里的恐慌越来越强烈 感觉天快要塌下来了 那些只剩下一口气的长老直视 这个时候 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紧接着 是恐惧和绝望 能让寻公子成为主子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鬼斧之主 鬼间那位高深莫测的主人 这下 他们可真是惹上大麻烦了 先不说在鬼斧的地方 能不能保住小命 还很难说 夜酒商懒得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上浪费时间 寻兰明来了之后 他只是不冷不热地交代一句 就走人了 至于招惹他那些人的死活 他一点都不在乎 反正话已经交代下去 寻兰明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结果 看着夜酒商满是柔情和宠溺地 将雪凡新带走 孙奇心里有说不出的嫉妒 但他这个时候更加害怕 嫉妒加害怕 把他弄得快疯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戴着紫色面具的男人 竟然是鬼斧的主人 那位强大的高深莫测的鬼阶创始者 惹到这样的人物 他除了死路一条 再无他路可走 而且 他想求饶的机会都没有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那位鬼斧的主人就已经离开了 怎么会这样 不 不是这样的 不仅孙奇绝望地哀嚎着 那些躺在地上 已经成为废人的长老 执事也是一样绝望 你们这些人 平时在鬼斧里要舞阳威观啊 还真以为自己算蛮菜 实话告诉你们吧 虽然你们长老执事的身份 听着威风 实际上在鬼斧只不过是 芝麻绿豆点大的小官 根本就上不了台面 你们平日里 除了管管鬼阶各处的生意 维护鬼阶基本的秩序 其他的事压根就接触不到 回复鬼阶真正的核心 你们还没有资格触碰 亏你们还有脸在那里白斧 这不提到铁板了吧 薰兰明使劲地嘲讽这些长老 指示然后开始处置他们 反正只是一些小人物 弄死了再换别的就是了 薰公子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主子下了命令 要严惩你们这些人 所以我爱莫能助啊 只能奉命行事 不过 看在你们这些人 曾经为鬼阶 做出过那么一点奉献的份上 本公子愿意 给你们一个痛快 不 由不得你说不 循蓝明的目光 突然变得无比犀利 就连身上所散发的气息也变了 仿佛是一个极其可怕的魔鬼 此刻正准备要大开杀戒 孙琪感觉到危险 即便知道 自己没有那个能力逃脱 但他还是要逃 因为他不想死 可是他才刚转身 就受到了攻击 紧接着倒在地上 很是不甘地闭上了眼睛 没了气息 其他人也相继被循蓝明杀死 只要是招惹了雪凡心和夜酒伤的人 今天没有一个人能活 段承轩站在人群中 将整个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 当他得知雪凡心和夜酒伤的身份时 和其他人一样无比吃惊 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心里暗暗庆幸 还好 他当时没有帮着孙琪得罪那两个人 否则今天他也在劫难逃 虽然他没有见过鬼斧的主人 但相关的一些信息还是知道的 据说这位主子比星界那些大人物还要神秘 雪凡心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孙琪等人的下场 不过却可以猜出结果 但是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跟着夜酒伤来到鬼街外面溜达 出了鬼斧之后 外面的世界完全大变样 虽然还是各种高楼建筑 但整体的风格却是完全不一样 没有了一些玄妙之类的东西 多了几分世俗气息 对于鬼街 雪凡心还是觉得陌生的 即便他来过一次 也没逛多少地方 阿九 鬼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鬼街是一个独立于各界的空间 通过特殊的方式与各界相连 整个鬼街成一个圆形 中心之地是鬼斧 从鬼斧的四面八方修建有无数条街道 每一条街道对应一个界位 比如五周十域三营六地 对应有一两个街道 星界那边也对应着一两个街道 除此之外 还有神域 明域 魔域 也都有对应的街道 即便是黑与死界也不例外 还有一些说不出名字的 小地方大地方 大一点的地方会对应几条街道 小一点的地方则只对应一条街道 每一条街道都有完善的货币兑换体系 不管是哪个地方的钱 进入鬼斧之后都会成为我的钱 雪凡心听了这些之后 惊讶地瞳孔放大 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人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赴黑九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一十七集 这鬼阶的强大 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 他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了 叶九商只是将鬼阶的基本情况 简单地阐述 具体的细节没有办法说清楚 因为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将鬼阶弄出来之后 就交给手底下的人打理 自己只是偶尔来看看 时不时地加强这里的阵法和结界 至于其他的就不管了 阿九 你到底有多少钱啊 雪凡仙两眼冒金光地问 五周十余那边的紫霄楼 已经够赚钱了 还有一个这么强大的鬼阶 神域和星界那边 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 感觉他家阿九 把全世界的钱都赚完了 不知道 叶九商无所谓地回答 不过他说的是事实 他的确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 你搞那么大 那我的商业帝国 还有什么用啊 你要是喜欢这些 我全送给你 哎 别 我可没那么大能力 反正你的也是我的 对 我的全都是你的 叶九商一把将雪凡心搂到怀里 越看越想吃 他娶气洞房 咋就那么难呢 哎 大街上 人来人往的 你别这样 怪丢人的 雪凡心被叶九商 抱到怀里的时候 立即感受到 周围各种异样的目光 瞬间脸红地不敢抬起头来 谁敢说咱们丢人 是是是 没人敢说 阿九 我肚子饿了 我要吃饭 雪凡心很是 无奈且无语地选择妥协 因为她知道 这个问题争执下去 吃亏的只会是她 生理上暂时不能满足 其他方面 多多少少得满足一下 不然她家阿九会哭死 走吧 去金服楼吃饭 为什么一定要去金服楼 因为有事情要做 什么事情 吃饱再说 雪凡心一阵无语 叶九商却拉着她 往一家酒楼走去 金服楼在这一条街 是有名的酒楼 这里的酒菜不是一般的贵 普通人连金服楼的大门 都不敢进 叶九商将雪凡心 带到金服楼的大门时 还没进门 就已经被门口的 看守拦住 两位 本店客满了 还请两位去别的地方吧 客满 雪凡心从门外往里面描 看到里面人并不多 哪里像是客满的样子 那根本就是随意找借口赶人 开门做生意 哪有赶走客人的道理 难道是他们看上去很穷 吃不起这里的菜吗 没有吧 他们穿得挺好的 而且看上去是很有身份的人物 怎么可能吃不起这里的饭菜呢 那么 他们被赶 又是什么原因呢 还没等雪凡心问个究竟 那个看守 就继续嫌恶地说道 赶紧走赶紧走 这金服楼 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 都能来得起的 我也不怕告诉你们 今天金服楼 有人包场了 所以 你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包场了 对 今天已经有人将金服楼给包了 所以啊 你们赶紧走吧 别在门口挡到 免得冲撞了贵人 雪凡心本来还想着 既然这里已经有人提前包场 那他就换个地方吃饭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可是看那个看守的态度 实在是太差了 这让他实在不爽 正想说几句 给自己出出气 谁知 这个时候 前面却来了不少人 一辆豪华的车子 由一只雪白的独角兽拉着 车子四周 都有服装统一的护卫 还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婢女 瞧着阵仗 车里的人身份定是不凡 金服楼的开手 这个时候 哪里还有心思理会雪凡心 马车还没有停稳 他就已经跑上去迎接了 白公子 你来了呀 包间已经为你准备好 您要的菜也在准备中了 很快就好了 嗯 马车里传来一道慵懒的声音 带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这时 婢女从马车后面 拿了一张白色的精致木凳子 放在马车旁 马车里的人过了一会儿 才慢悠悠地从里面出来 一袭白衣出尘不染 宛如天生的星辰 洁白明亮又遥不可及 男子一出场 立即成为焦点 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 一个个无比崇拜仰慕 那些妙龄少女早就看吃了 哇 是白公子呀 是新神殿的白公子 哇 白公子真的好帅啊 要是能嫁给白公子就好了 别说是做妾 就算是做个婢女也好呀 做什么白日梦呢 白公子那样高贵的人物 就连婢女都是一等人 你还想嫁给白公子 别痴心妄想了 我就是想想而已 雪凡心也看了 那个什么白公子一眼 完全没有感觉 周围这些人 到底是什么审美观啊 没发现他们家的阿九 比那个什么白公子 优秀百倍吗 夜酒商看到雪凡心 一脸不爽的样子 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摸着他的脑袋 宠你说道 傻丫头 你以为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你家男人的真实面目 他们连我的身影都看不清楚 不仅是我的 你的身影 他们也看不清楚 除了他家星儿之外 不是他在乎的人 连他的身影都看不清楚 更何况是他的面容 而且他脸上还戴着面具 所以只要他不愿意 没人能看清楚 他的面貌和身影 看不清楚 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崇拜和爱慕 这样 也少了一些粉色麻烦 哦 难怪金服龙那个看守 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不过这样也好 省得你被别的女人惦记着 雪凡心越想越觉得满意 继继续看热闹去 他刚刚可是听周围的人说了 那个什么白公子 是星辰殿的人 对于星辰殿 他了解的不多 也没见过星辰殿的人 是什么样子 今天正好可以瞧瞧 白玉飞下了马车之后 虽然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但是很享受这种 万众瞩目的感觉 不过 他刚才听到了 金服龙的看守 和人起了些争执 因为距离还有些远 所以他听得不是很清楚 即便他听得不是很清楚 大致也猜得出事情的经过 更知道事情的起因 所以将目光朝旁边的 一男一女看去 奇怪 他怎么看不清楚 这两人的面貌和身影呢 觉得他们长得好看 又觉得不好看 原本他并不想理会 这两个无关紧要的人 但因为看不清楚 他们的面容身影 让他起了兴趣 于是故意问了一句看守 方才发生什么事了 金服龙的看守还以为 白玉飞在追究刚才的事 于是添油加醋说上一番 白公子 刚才有两个不知好歹的人 想要硬闯金服龙 小的已经跟他们说了 金服龙今天被白公子泥给包了 可他们还想要硬闯 小的正打算跟他们纠缠呢 却不想白公子正好来了 那个看守 故意将嗓门拉大 让周围的人都听得见他说的话 于是乎 一群人立即朝雪凡心和夜酒商这边看来 大家之所以都看过来这边 那是因为 看守的目光就在那两人身上 雪凡心并不想那么高调 想着就算不能在金服楼吃东西 他还可以去别家吃 可是现在 他想不高调都难 不过 还没等那些人找麻烦 夜酒商却已经开口说话 不过 只是在雪凡心耳边低声说道 一会儿 努力把事情闹大 打起来的时候 别的灵术和灵爵都不要用 将你体内的本命守护神兽 召唤出来 让他来打 啊 为什么 雪凡心很是不解 因为要隐藏凤星的身份 所以自从本命守护神兽觉醒之后 他就从来没有召唤出来过 将凤星在鬼界出现的消息传出去 为什么要这样做 之前不是说要暂时瞒着 绝对不能轻易暴露吗 新神殿那边 已经查到一些蛛丝马迹 最近对五周十日的关注太高 因为九幼王妃这个身份的缘故 你现在已经是 五周十日的风云人物 新神殿的人注意到你了 要是情况一直这样下去 你是奉心这个秘密 很快就不再是秘密 你是想将新神殿的注意力 转移到鬼界来 以鬼界的能力 对上新神殿绝对不会吃亏 所以这个计谋不错 夜九商没再跟雪凡心多做解释 也不需要再解释 此时白玉飞已经朝这边走过来 前面的人纷纷让出一条道来 即使已经站得很近 白玉飞还是没能看清楚 眼前这两个人的面容 就连身影也是模模糊糊的 总觉得自己眼花了似的 无论怎么看都看不清楚 就因为看不清楚 所以他才愿意浪费一点时间 跟着两个人模模 想弄清楚这些情况 为此他不惜主动开口说话 二位 你们若是想进金妇楼用餐 只要你们保证不打扰到本公子 本公子允许你们进去用餐 白玉飞说话的态度还是挺好的 虽然有些高傲 带着一点盛气凌人 但以他的身份 自然是有资格高傲和盛气凌人的 他能把态度放得这么好 已经是非常不错 这简直就是极高的待遇 换做是一般情况 雪凡心当然不会得理不饶人 可谁让这个白玉飞是星神殿的人 谁让他们的计谋就是要闹大呢 哼 跟你这种人在同一个地方用餐 我会倒胃口 所以还是换个地方为好 只是一句话 白玉飞的脸色立即变了 不过还没等他发飙 周围的群众已经替他出头 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 白公子包下了整个金妇楼 人家出了钱的 有资格不让任何人进去用餐 现在白公子不计点这些 让你进去用餐 你居然还如此地侮辱白公子 真是太没修养 太没礼貌了 哼 这种不知道 从什么穷乡僻壤之地来的人 能有修养和礼貌才怪 哼 这个贱人 居然敢侮辱白公子 大家一起动手 把他撕了 看着一群人为自己出头 隐隐有暴乱的迹象 白玉飞却一点都不在乎 很享受这样的事 幸灾乐祸地看着群众 对刚才那个对他出言不逊的女子动手 等那女子被教训得差不多了 他再出面处理也不迟 雪凡心要的就是开打 虽然对他出手的只是周围的普通群众 但他的反击却不是这些人 而是那个在一旁幸灾乐祸的白玉飞 雪凡心在众人对他攻击而来的时候 纵身一跳 跃到半空中 然后召唤出本命守护神兽 一只金色的凤凰从他的身体里飞出来 直接朝白玉飞攻击而去 至于其他人 全都已经被金凤的威压震住 白玉飞在见到金凤 从雪凡心体内飞出的那一刻 已经震惊地忘记所有 傻乎乎地站着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人已经被金凤抓伤 紧接着 被金凤的翅膀挥飞 白玉飞连金凤的一击都接不住 被打飞摔在地上 身上的衣物与地面产生强烈的摩擦 已经破损不堪 整个人看起来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因为伤势太重 他连战都站不起来 你 金凤将白玉飞打成重伤之后 就飞回雪凡心的身边 在他的头顶上飞绕几圈 然后变成一只小小的鸟儿 落在他的肩膀上 真乖 雪凡心用手指摸了摸金凤的小脑袋 然后将他召唤回来 看向被金凤打成重伤的白玉飞 讥讽道 心神殿的人也不过如此而已 比废物好不了多少 你 白玉飞被雪凡心这句话 气得火冒三丈 因为太过气恼 导致内伤加重 结果吐了一大口血 白玉飞那些护卫和婢女 此刻都傻愣愣地站着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哼 什么金服楼啊 本姑娘现在不喜欢了 亲爱的 我们换别家吧 雪凡心拉起夜酒商的手要走 夜酒商没有说话 但走的时候 却对着身后的金服楼 随手挥一挥衣袖 轰隆的一声巨响 整个金服楼瞬间移为平地 此时此刻 没人再敢多说一句话 更不敢堵路 全都乖乖地让道 看着那一男一女 手牵手地走人 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 还有很多人没有回过神来 你们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扶本姑娘起来 白玉飞气得快要爆炸了 见自己那些护卫和婢女 迟迟不理她 愤怒吼道 白玉飞这一吼 很多人才回过神来 她那些护卫和婢女 赶紧去将她扶起来 而周围那些 原本对白玉飞崇拜爱慕的人 现在全都没了声音 因为害怕惹上麻烦 所以赶紧走人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依妃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418集 不到一会儿 原本拥挤的大街 一下子就变得冷清起来 公子 您没事吧 白玉飞的婢女 过来小心伺候着 白玉飞现在 的确是在气头上 若是平时 她肯定会发火 处置一些人 但是现在 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立即派人 去好好调查这两个人 务必要将他们的身份 查清楚 她刚才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女子的身体里 飞出了一只金色凤凰 那是凤星的本命守护神兽 她见过画像的 星神殿这段时间 一直在寻找凤星 之前得到一些消息 说凤星出现在五周十遇 但是看来 那个消息是假的 凤星在鬼街 她亲眼所见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她要立即毁星界 将此事上报 哪怕只是带回一个消息 她也算是立了一个大功 星神殿那边 给她的奖励绝对不会少 白玉飞太过着急 想要回星界邀功 所以简单处理一下 身上的伤势就离开 而此时此刻 雪凡星和夜酒商 正在另外一家酒楼用餐 吃得津津有味 阿角 将凤星在鬼街出现的消息 传出去 鬼街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雪凡星边吃边问 麻烦是有一点 但鬼街有足够的能力应付 这些事你不必操心 先好好养伤 过了爷爷的大寿 你的伤应该也好 到时候就要去往神隐门 如果你想在神隐门获得神格 可是要吃很多苦的 一般而言 都是先晋升神隐 才能更好地获取神格 如果想在晋升神隐之前 获得神格 那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真不知道 星渊帝神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要求 晋升神隐之后 再获取神格 难道不行吗 夜酒商心里 虽然有些不满 但还是按照 星渊帝神的要求去做 雪凡星一直都知道 神隐门是必须要去的 只不过 他现在还不知道 神隐门的任何事 于是好奇地问 阿九 神隐门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神隐门是一个 很神秘的地方 具体怎么个神秘法 一言难尽 等你去的时候 自然就知道了 不过 有一点你需要知道 大多数人只有一次机会 进入神隐门 若是离开了 那么便不能再回来 夜酒商夹了一个鸡腿 到雪凡星的碗里 顺便回答她的问题 那你呢 你也只是有一次机会 进入神隐门吗 不是 那你在神隐门 有什么样的身份 神隐门的门主 是神月的流云上神 我是流云上神的主子 嗯 你牛 雪凡星对夜酒商 那种凌驾于任何人 和世上的身份 已经麻木 有时候 她真的很想问一问 她家阿九 她到底是怎么搞到 这么大成就的 算了 她自己的事情 都没弄清楚 阿九的事 就算知道 也不会太明白 还是不要问的好 雪凡星不再追着 神隐门的话题问 这个时候 吃得差不多饱了 忽然间她发现 竟然可以和 逆龄天伦的空间联系 惊喜不已 哎 阿九阿九 空间可以联系得上了 自从落到黑玉死界 不能使用逆龄天伦的空间之后 她就很久没有联系了 来到鬼街 也没想这事 所以直到现在才发现 已经可以跟空间联系 等你的实力再强一点 即便是在黑玉死界 一样可以使用空间 为什么 黑玉死界的一些静置 是有限制的 只要你的实力够强 就能突破那些静置 哦 雪凡星恍然大悟地点头 说白了 就是实力问题 夜酒商宠爱地 摸摸雪凡星的脑袋 吃饱了吗 吃饱的话 我们就回荒域吧 咱们要是不回去 爷爷恐怕没有心思 准备大寿 嗯 说得也是 那就回去吧 好 雪凡星和夜酒商出了酒楼 然后先回鬼府 再从鬼府离开 直接撕裂空间和结界 去往荒域 就在两个人刚刚离开 明天司就追来了 只可惜 她还是晚了一步 以前她因为晚了一步 失去玉儿一次 现在 她绝对不会再因为晚一步而失去 不管玉儿去了哪里 她都会尽快找去 如今 没有什么事 比玉儿重要 雪凡星并不知道明天司的事 也没兴趣知道 现在只想赶紧回荒域 报个平安 当初 她和阿九一个交代都没有 就出来追魔君赋言 那么久没有回来 爷爷和其他人 肯定会担心和着急 哎 阿九 荒城又热闹了不少 瞧瞧那些店 每天一定能赚不少钱 雪凡星回到荒域之后 一进荒城就感叹这里的繁华 只是离开不到十天 荒城又大变样了 现在的繁华程度 已经能够跟五周那些主城相提并论 因为灵气风暴 汇聚为浓郁纯净灵气的原因 很多修行者 纷纷往荒城涌来 即便是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 也不例外 不过 荒城的管理很严格 这里的产业全都不支卖 只是外租 所以想要留在荒城 每天的花费都很大 一般人根本消费不起 可即便是这样 每天依然有不少的人 从四面八方而来 如今的荒城 所有的客栈 酒楼 茶坊 基本都是人满为患 想要弄一个落脚的地方 要么有足够的钱财 要么有强大的门道 否则很难在这个地方 谋得一席之地 雪凡心走在 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对荒城现在的发展 很是满意 原本他还想着 打造什么商业帝国 可是得知夜酒商 是鬼街的主人之后 他这种想法就淡了 现在五周十余的商业霸主 已经是阿九 他又何必去跟阿九争抢这些 反正结果都一样 阿九 我们先回荒王府 向爷爷报个平安吧 雪凡心简单逛了逛 就拉着夜酒商 往荒王府那边走去 水之 半路上 却看到一道熟悉的人影 那人正好被客栈里的 小二给赶出来 走走走走 没钱付房费 就赶紧走 喂 你们 叶飞红很是狼狈的 被人从客栈里赶出来 想说点什么气话 最后还是没能说出口 谁让他没钱付房费呢 荒城有规定 晚上没地方住的人 就要被赶出去 看来他今天得离开荒城了 唉 就在叶飞红无精打采 想要离开的时候 却听到有人喊他 叶飞红 你怎么在这里 雪凡心认出了叶飞红 于是过去看看 很是好奇 叶飞红这个叶家的敌兔大小姐 为什么会落魄成这个样子 居然连荒城最为低等的客栈都住不起 这不应该啊 叶飞红见到雪凡心 立即激动地扑上去 仿佛看到救星一样 抱着他热络大喊 哎 凡心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啊 太好了太好了 我总算找到你了 哎 你别包这么紧 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雪凡心费了不少劲 才把叶飞红拉开 你来荒城 是为了找我 废话 不来找你我干什么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好凡心 我现在已经走脱无路了 你不能不管我 我的要求不高 只是希望能在荒城 有个地方可以待着 什么叫走投无路了 雪凡心虽然和叶飞红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是在他心里 叶飞红已经是他的好朋友 好朋友走投无路了 他当然要关心地问问 叶飞红瞧了一眼旁边的叶酒商 然后可怜巴巴地说道 还不是因为你 因为我 对 就是因为你 你还记得月长红吧 那个死女人 从那个地方离开 回到月家之后 就大肆散播 你杀害了九游圣地的人 还说 我跟你的关系特别特别好 因为这件事情 叶飞红的老祖宗 把我拉去狠狠地审问了一顿 后来我承认了与你的关系 结果叶飞红就把我给处置了 我不接受他们的处置 于是自请离开家族 虽然叶飞红已经把事情的经过 说得很简单 但是雪凡心知道 这其中必定还有更为复杂的事 否则叶飞红也不可能自请离开家族 不管是什么原因 叶飞红都是他的朋友 他当然会照着 雪凡心可不会只是简单地知道 叶飞红的事情 更何况 这件事似乎跟他有一些牵扯 所以他一定会将叶飞红身上的事 弄个一清二楚 不过 眼下最为重要的是会荒王府 向爷爷报平安 其他的可以晚些再说 荒王府现在是越来越有王府的样子 门口外面的守卫特别精神 一见到雪凡心就激动不已 一个个前来迎接 一个跑去禀报 得知雪凡心回来 整个荒王府的人都兴奋起来 一个个都往门口那边赶 宝贝孙女 你可算是回来了 想死爷爷了 女人女人 小爷爷想死你了 繁星 你回来了 王妃 瞧着一个个都围着雪凡心转悠 那热情简直让人无话可说 夜九山看着这一幕 忽然有些羡慕 明明他的身份比较高 实力比较强 气质也不赖 为何没人来热情迎接他呢 好吧 他还是继续高冷着吧 反正那些热络 跟他的气场不合 爷爷 小雷 海风 紫墨 黑龙 墨宁 太久公 顾锦园 竹日 浮云 柳青 阮娘 大家好 雪凡心将来迎接他的人 一一叫过一遍 把他们脸上真诚的笑容 记在心底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他的这些亲朋好友 丫头 你这段时间跑哪去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怪让人担心的 雪凡天摸着雪凡心的脑袋 眼中尽是对孙女的关心和慈爱 雪凡心挽着雪凡天的手臂撒娇 爷爷 对不起嘛 我这次走得太急了 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声 下次 我一定会事先跟你报备的 你要说话算话 雪凡天像个小孩子一般 心里很是害怕 会失去唯一的宝贝孙女 虽然他知道 宝贝孙女日后 必定不会长期待在荒域 可不管怎么样 就算不能时刻跟宝贝孙女待在一起 他也希望能够知道孙女的消息 是 我一定说话算话 这还差不多 女人女人 你还欠我好多大餐呢 小雷挤到前面来 努力地刷刷存在感 虽然这段时间 他在荒城很努力地修炼 但每天都是修炼 感觉无聊死了 还是以前在通悬大陆的时候 时不时跟主人和女人 出去冒险溜达来得好玩 真想结束这样的日子 不然他会无聊死的 是是是 我还欠着你好多大餐 雪凡心捏了捏小雷那张可爱的小脸蛋 越看越喜欢 不准捏小雷的脸 小雷立即退开 但他并不是排斥雪凡心的触碰 而是生套某位爷发怒 主人说了 不准这个女人触碰任何雄性之物 她可不想被主人责罚 一段时间不见 主人是越来越强了 也越来越恐怖了 惹不起啊 哼 你这小毛头 雪凡心没在逗小雷 而是和大家闲聊一番 顺便简单介绍叶飞红 在闲聊中 他得知了 荒城现在的一些情况 因为各种原因 如今的荒城 已经是五周十遇 很有名气的城市 不计其数的人慕名而来 还有不少人是前来打探情况 但不管是谁 没人敢轻易在荒城闹事 荒王的孙女是九游王妃 有九游圣帝撑腰 谁还敢在荒城闹事 据说那位九游王妃 本身实力也很强 一人独占四个地境巅峰的强者 而且还打赢了 这样的实力 整个五周十遇 都没几个人能敌得过 所以即便是那些痛恨雪凡心的人 到了荒城也不敢乱来 乖乖地待着 这一夜荒王府尤为热闹 大家聚在一起 每餐一顿 载歌载舞 直到半夜才散去 不知不觉中 大家的生活 都以雪凡心和夜酒商为中心 若是这两个人不在 他们的生活会很枯燥 只要这两个人一回来 他们的生活 立即变得精彩起来 夜酒商将喝得小醉的雪凡心 抱回房间 好好将他安抚入睡 直到床上的人儿彻底睡了 他才去办别的事情 化作一道紫光 消失于天际 瞬间来到另外一个地方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419集 神域神功 因为夜酒商的出现 气氛变得格外紧张 因为神主突然召见 各殿上神不管在做什么 都得立即赶来大殿 乖乖地站好 等待新的指示 天陆上神 你先来说说 最近神域 都有些什么大事发生 夜酒商坐在高位上 将站在下面的各殿上神 都扫视一遍 最后目光 落在某位上神身上 冷肃地问上一句 被提到名字的天陆上神 立即站了出来 启禀神主 神域最近 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要说真有什么大事 就是前不久 神域出现了 不少实力强大的人物 他们似乎 并不是神域的人 不过 说了也奇怪 这些强大的人物 大多数都在昨天 突然急忙离开 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只是走了大多数 是的 还有少部分的人 留在神域 他们似乎 在找什么人 派人好好盯着那些人 先不要打草惊蛇 是 新神 五周时域冒出来的 那对甲龙甲蹦 是时候开始处理了 叶九商又点了其他上神的名字 新神站了出来 恭敬说道 是 属下 仅遵神令 通知 刘云上神 本主不日 会去神隐门一趟 是 叶九商又交代了几件事 其他的并不多说 之后便化作紫光 消失不见 当叶九商离开之后 大殿里的众位上神才感觉轻松许多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总觉得 重新回归神位后的神主 比以前更可怕了 即便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动动嘴皮子说几句话 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却能把人吓得心惊胆战 仙音上神也在大殿上 之前一直暗暗地偷看叶九商 甚至还期待着 叶九商在大殿上直接点他的名字 可是等到最后 却什么都没有 别说点他的名字 神主自始至终 都没有看他一眼 他已经调查过那个雪凡心 知道雪凡心 是九幽圣帝那位九幽王的王妃 可是他并没有查到 雪凡心和神主有什么关系 所以一直犹豫着 要不要按照当初听到的 那个声音形式 杀了雪凡心 他就真的能够得到神主吗 仙音上神一直矛盾着 犹豫着 迷迷糊糊地离开大殿 回到自己的宫殿 随着一进门 耳边就传来一道声音 九幽王 就是你们那位神主 所以 你应该知道 该怎么做了吧 你说什么 仙音上神本来就没决定 要不要去对付那个雪凡心 毕竟 雪凡心和他没什么利益冲突 可突然得知 九幽圣地的九幽王 竟然是神主 他立马不淡定了 九幽王是神主 这怎么可能呢 就在仙音上神 还不肯绝对相信的时候 耳边那道不男不女的嘶哑声音 再次响起 九幽王就是神与神主 雪凡心是九幽王妃 你应该清楚 是其中的关系 如今 雪凡心还未晋升神境 更没有获得神格 所以 他还不是你的对手 一旦等他晋升神境 获得神格 届时 你们神主 就会真正的迎娶他 封他为后 你要是想坐上那个位置 最好趁着雪凡心还能任由你拿捏的时候动手 否则 等他强大之后 你想动手 就没那个机会了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跟本神说这些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仙音上神一直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想因为私欲 而让自己做出错误的决定 可是他心里好难受 感觉有什么东西要冲出体外 根本不受他控制 他不想这样 真的不想 可内心有一个魔鬼般的声音 不断在叫嚣着 弄得他无比的难受 仙音上神一口气 问了不少问题 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耳边那道奇怪的声音不再传来 他的情绪也慢慢平静了 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些事情 如果九游王真的是神主 那么雪凡心未来极有可能是神后 若这一切是真的 若他想要坐上神后的位置 那么就必须要在雪凡心强大起来之前出手 刚才神主在大殿上说 最近要去神隐门一趟 说不定就是为了那个雪凡心 为了自己的幸福 不管怎么样 他都要拼上一拼 搏上一搏 雪凡心回到荒王府 和大家好好聚了聚之后 才开始忙活寿宴的事 他即将要去神隐门 要去多久还未可知 走之前 他一定要把爷爷的寿宴办好 算是他对爷爷的一片孝心吧 其实也没什么需要他交代的 一道道命令嘱咐下去 就有人会去执行 他们来黄语没多久 认识的人不多 所以这个寿宴 并没有什么客人要请 索性就弄个全程同庆吧 虽然离寿宴还有几天 但此时 整个荒城的人都知道 三日后 是荒王的大寿 各家各店 都在举办各种活动 用各种方式 为荒王祝寿 原本就极是繁华热闹的荒城 因为荒王寿臣的缘故 更为繁华热闹 场面极其壮观 寿臣当日 城中所有的零花 齐其绽放 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更有零鸟零蝶飞舞 空气中夹杂着淡淡的花香 闻着就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最为重要的是 此刻城中的灵气 比以往要浓郁好几倍 每一家客栈 酒楼 饭馆 茶社 都有免费的美食供应 任何人都可以进去享用 哎呀 这荒王的寿臣 办得可真是热闹 那是啊 其他有头有脸 有身份的人物 办寿宴 就算排场再大 也不过是在自家 勤勤客人 摆摆酒宴 瞧瞧这荒王办寿宴 虽说没请什么大人物 但这排场 绝对比任何人办的寿宴 还要来得壮观 光是城里那些 免费的灵菜茶点 就不是一般人 能搞得起的 你们也不想想 这荒王是什么人物 虽说 他在刚坐上 那荒王的位置不久 但人家有一个 厉害的孙女 还有一个强大的孙女婿 说到荒王那个孙女啊 最近关于他的事迹 传得可是沸沸扬扬 听说他现在 已经有地境巅峰的修为了 哼 地境巅峰的修为算什么呀 据可靠消息 那个雪翻新 单挑南州之王 封家老祖 以及桑家老祖 和血毒老人 一挑四 结果还能占据上风啊 当场就把桑家老祖给杀了 封家老祖自爆了 对了对了 我还听说 南州之王死了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我刚从南州那边过来 这消息绝对可靠 哎呀 看来这个雪翻新 就算没有九月王撑腰 也可以在五周十一 横着走 此时在荒城之中 混着一部分心怀不轨的人物 而凤仙瑶就在其中 每听到外面那些人 称赞雪翻新一句 他的极度怨恨就多一分 这个该死的雪翻新 明明只是一个穷乡僻壤之地 来得吓得人 居然把他所有的光环都抢走了 实在是可恶 他是凤星 这些光环 应该全部属于他才对 师父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我现在就要将雪翻新碎尸万段 凤仙瑶再也无法忍受 心中的嫉妒和愤恨 可他深知 自己没有能力杀雪翻新 所以只能跑来找自己的师父 青石最近一直都在荒域 借助荒域的浓郁灵气修炼 就因为这里的灵气极其浓郁 所以他体内的暗积好了不少 一直停滞不前的修为 有了一点点的提升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他发现 荒城里的灵气 对他的作用已经不大 所以心思不再放在修炼上 而是在想其他事 看到凤仙瑶那副 快要气得入魔的样子 他心里有些不爽 可再不爽 他也得忍着 毕竟这是他的选择 不管凤仙瑶 是不是那个老神棍 让他等的人 他都会将凤仙瑶 培养成自己想要的存在 仙瑶 以我们现在的力量 根本就杀不了雪翻新 即便是为师亲自出马 也办不到 所以 不管你再怎么恨他 也得好好忍着 师父 你一直叫我忍忍忍 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 一个小小的雪翻新 就能让你如此乱了方寸 以后如何成大事 雪翻新就算再厉害 他也只不过是 五周十域里的小角色而已 你若想成为人上人 必须要去神域 那里 才是强者云集之地 神域之外 还有更为厉害的地方 你就不能 把自己的眼界 放宽一点 凤仙瑶听了 自己师父的劝说 情绪总算是 稍稍平静一点 师父 神域之外 是什么地方 等你有资格 踏上神域的土地 为师自然会告诉你 如今你要做的 便是努力 积深于神域 为师这段时间 伤势有所恢复 现在有足够的力量 送你去神域门了 到了那个地方 你好好努力 不达神境 绝不能出来 是 师父 我一定会努力的 神隐门 师父说 要带他去神隐门 也就是说 他不需要走过 五方学院的 什么九十九街登云梯 就可以直接去神隐门了 太好了 学霸天的大寿 虽然没什么大人物 前来祝寿 但自家人 却是给老爷子 热热闹闹地 庆祝一番 各种寿礼送个不停 之前从五方学院 跑到荒域的 唐满和老酒鬼 在雪凡心的安排下 这段时间 跟大家也混得熟了 而且和雪霸天 也很聊得来 几人以平背轮交 丫头 今天怎么没见九幽王啊 老酒鬼弱弱地问了一句 带着些许笑意 像是在斗去 可又不太敢 那可是九幽圣地的九幽王 就算他是有点身份的人物 也不敢随意拿九幽王 开玩笑 只不过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却没有见到九幽王 他心里觉得挺奇怪的 以九幽王对凡心这丫头的在乎宠爱程度 这丫头爷爷的寿宴 九幽王怎么可能不来呢 阿九说 今天有事 所以晚点才来 雪凡心说完之后 抬头望望天空 很想知道 夜酒商此时此刻 在做什么 寿宴都快结束了 阿九还没来 在搞什么呢 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飘起漫天的粉色花瓣 不仅仅是荒王府在飘着花瓣雨 整个荒城都在飘着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花瓣 是极其珍惜的零花花瓣 每一片花瓣的价值都不菲 花瓣就这样从半空中飘落在地 外面的人立即哄抢 就像是在抢钱一样 这是九支蓝的花瓣 一片九支蓝的花瓣 可是上百万金币 哇 既然是喜古花的花瓣 这下发大了 因为花瓣价值太大 刚落地 就已经全部被人解去 有的人还想伸手 去争抢飘在半空中的花瓣 却发现根本抢不了 那些花瓣唯有落地之后 才能任由人拿在手中 否则抓住了 也会消失不见 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没人再出手 争抢飘在半空中的花瓣 而是两眼只盯着 当花瓣落地的时候 才会去抢 正当大家抢花瓣 抢得火热的时候 空中出现了一只七彩凤凰 在七彩凤凰的后面 跟着许多飞行灵兽 那些灵兽的背上 都驮着一个又一个 超级大的箱子 他们整整齐齐地 排成一个队伍 那队伍起码有数里之长 天哪 这是什么情况 快看快看 那些灵兽都往荒王府飞去了 莫不是来给荒王祝寿的 我去 这么多的灵兽 就连七彩凤凰都拿得出手 整个五周十役 除了九佑圣地之外 怕是没人有这样的能耐了 走走走 到荒王府看热闹去 听说今天荒王府对外开放 只要诚心去祝寿的人 都可以进去溜达溜达 真的假的呀 是真是假 去了便知 荒城里的人 都跟着天上的灵兽队伍 往荒王府那边涌去 但他们并不敢随意地 闯进荒王府 只是在外头看着 稍微大胆一点的人 则是跳到围墙 或者屋顶上瞧 天上的灵兽队伍 在七彩凤凰的带领下 每五只从空中降落 将背上的箱子 整齐地放在地上 然后升空飞骑 在空中停留着 一共有五百只灵兽 每一只灵兽 拖着一口大箱子 整整五百个大箱子 摆满了整个院子 当箱子都摆好之后 七彩凤凰才飞下来 在那些箱子上绕飞一圈 箱子随即自动打开 露出里面的各种奇珍异宝 灵气神器 这些东西 每一件拿出去 都能引起一场 血雨腥风的争夺 可见其价值有多高 可是这里不止一件 而是满满的五百大箱子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二十集 如此多的奇珍异宝 和灵气神器 即便是各州各狱 所有的王城宝库 加起来 恐怕也比不上 哇 好壮观呀 这么多的宝贝 我能得到一件都发达了 别说外面那些 近来伟观的人 就连荒亡府里的人 也都惊呆了 完全不知道 这是什么情况 就在众人一头雾水的时候 出歌墓云满秋千石 九幽圣地的四大公子 起起从天而降 落地之后站成一排 异口痛声道 公祝荒亡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见到这四个人 众人都已经明白 搞出这么大阵仗的是谁 一个个从刚才的疑惑震惊 变得眉开眼笑 原来是九幽圣地的四大公子 幸会 幸会 雪霸天对九幽圣地的四大公子 并不是很熟悉 但却知道他们的存在 更知道 他们是那个孙女徐的手下 但即便是手下 这四个人 却比任何世家大族的贵公子 还要来得厉害 就连各州各域的王见了他们 都要给几分薄面 荒王客气了 我等只不过是提前送来贺礼罢了 提前 不知道你们的主子 何时会到啊 幽王随后就来 沐宇的花菜刚落下 一道紫色的身影 便出现在虚空中 夜九伤从虚空中 一步一步走下来 手中捧着一大束玫瑰花 直接走到雪凡心面前 然后单膝下跪 双手将手中的玫瑰送上 心儿 嫁给我可好 九优王是何等尊贵的人物 据说 他见了神域的上神 都不会下跪 可是现在 他竟然为了向一个女人 求婚而下跪 这简直让人无法想象 不可置信 阿九 薛凡心早就知道 夜九伤会在爷爷的寿臣 当日前来提亲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会搞出这么大阵仗 还拿着玫瑰花 跟他下跪求婚 下跪 在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 根本没有多少男人 能够做得到 尤其是那些有身份 有地位 有实力的男人 阿九的身份尊贵 地位够高 实力够强 可是他在向心爱女子求婚时 居然面不改色地下跪求婚 他从来没有想过 阿九会这样做 即便阿九不下跪求婚 即便阿九不求婚 他也愿意嫁给他 阿九 周围的人都在看着这一幕 明明对一个女人下跪 是很耻辱的事 可不知道为什么 众人却不觉得 九优王的下跪是耻辱 哪怕是跪着 九优王给人的感觉 依然是那么地高贵 神秘 强大 雪凡新因为太过震惊 所以没有立即给出回应 叶九伤于是再次把话说了一遍 星儿 嫁给我可好 叶飞红就站在雪凡新身边 手里拿着一堆的美食 惊愣着 回过神来之后 见雪凡新没有动静 于是用自己的身体 轻轻撞一撞他 哎 赶紧答应人家呀 再不答应 这么好的男人 可就要被抢走了 那么多东西 还堵不住你的嘴 雪凡新拿起一块点心 堵住叶飞红的嘴 让他消停一些 而此时 他已经从刚才的各种凌乱中反应过来 羞涩地看着眼前求婚的男人 那个他爱到骨子里的男人 阿九 星儿 嫁给我可好吗 叶九商又说了一句 雪凡新幸福地笑着点头 好 得到满意的答案之后 叶九商才站起身来 将手中的玫瑰花送上去 然后牵着他的手 朝雪霸天走去 爷爷 今日是你的大寿 我先祝你健康成寿 春秋不老 同时 今日我还要提亲 刚刚星儿已经答应我的求婚 那么请爷爷将星儿嫁给我 这些东西全都是我的一点心意 还请爷爷收下 你这小子弄得那么惊天动地 差点把我老头子的心都给惊出来了 不过 看在你那么有诚意的份上 我就勉为其难地把我的宝贝孙女 嫁给你好了 雪霸天早就认可 叶九商这个孙女婿 今天叶九商又做得这么好 这婚事 他自然是答应的 其实早在通悬大陆的南陵国时 叶九商就已经来国公府提过亲了 只不过 五周十遇没人知道这件事情罢了 如今搞出那么大动静 用不了多久 五周十遇 三银六地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最近这段时间 虽然他的宝贝孙女 是九幽王妃的事情 传得沸沸扬扬 就连九幽圣帝也承认了 他宝贝孙女的身份 但这都只是口头上的承认 没有具体的形式 终究是让人觉得 差点什么 不太真实 现在叶九商亲自上门提亲 还搞出这么大阵仗 那么他孙女是九幽王妃这件事情 说服力就更大了 爷爷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馨儿 让他幸福一辈子 好好好 你对我那个宝贝孙女的情谊 我是一清二楚 所以老头子我很放心地 将唯一的宝贝孙女交给你 雪八天虽然很不舍 但他知道 自己的宝贝孙女交给叶九商 孙女是一定会幸福的 叶九商提亲成功之后 众人立即欢呼起来 院子里一片喜气 虽然大家平日里都很惧怕叶九商 但因为雪完新的缘故 大家的胆子慢慢地都变大了 有时候还敢拿自家主子来开玩笑 恭喜主子抱得美人归 哼 主子早就抱得美人归了好吧 黑月 你啥时候让我抱得美人归 滚 院子里的笑声越来越欢快 即便人不多 但是所有人都很开心 在门外或者是围墙屋顶上 看热闹的人 似乎也被里面的气氛渲染 心情感觉特别的好 恨不得也进去跟那些人一起乐 不过那是久悠胜地的人 他们还是不要随意去招惹为好 万一不小心把人家给惹到了 那可就糟糕了 在围观的人群之中 有一个穿着黑色长袍 将自己蒙得奄奄实实的男子 也在激动地看着院子里的一切 黑巾下面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但是他并没有久待 慢慢地从人群中退出去 很快就消失不见 而另一边 凤仙瑶也在看着 荒王府院子里发生了一切 指剑刚刚压制下去的极度 再次冒出来 而且更为强烈 要不是被自己师父拉着 他恐怕会忍不住冲进去大闹 那个该死的雪凡心 凭什么能够得到九游王的喜爱 青石生怕凤仙瑶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而鲁莽行事 于是强行将他带走 直接带他离开荒域 师父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我要疯了 如果你再这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那么 维师只能放弃你 一个没有任何培养价值的废物 维师是不会在他身上浪费时间的 青石很是严肃地警告凤仙瑶 同时凤仙瑶也有那么一点失望 当初在五方学院的时候 唐满和老酒鬼选择了雪凡心 而他则是选择了凤仙瑶 随着雪凡心越来越厉害 他即便是不愿意相信也得承认 他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 老神棍让他们在五方学院等待的人 八成是雪凡心而不是凤仙瑶 可他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这条路就只能走下去 更何况 在他的大力培养之下 凤仙瑶未必会比雪凡心差 然而最近 凤仙瑶因为太过极度雪凡心 好几次差点失控 这让他很是失望 凤仙瑶感觉到了自己师父的不满 这个时候 哪怕再极度雪凡心 也得赶紧压制住 装出很乖巧的样子 师父 徒儿知道错了 以后一定不会再这样了 他能有今天 除了家族的培养之外 师父是最重要的 如果没有师父 即便他是心神认可的凤仙 现在也不会有这样的成就 如果没了师父 别说打败雪凡心 他恐怕连进入神眼门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惹师父生气 只要你乖乖听师父的话 师父一定会助你成为神域的天之娇女 到时候你想怎么弄死那个雪凡心都行 清石即便对凤仙瑶有点失望 但却不愿意放弃 就算他的选择是错的 他也会用自己的实力去改变选择的结果 什么老神棍的预言 只要他的实力足够强大 什么预言都是虚的 师父 我一定乖乖听话 凤仙瑶挽着清石的手臂撒娇 师父 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 直接去神影门吧 趁着雪凡心在谈情说爱的时候 你在神影门好好努力 说不定很快就可以超越他了 是 师父 不要觉得那个什么九幽王有多么优秀 等你去了神域 那里优秀的男人多的是 要是你能把神域的神主拿下 这天下谁还敢欺负你 神主 虽然他知道神域的神主遥不可及 但却还是忍不住去幻想那样的人物 要是他能拿下神主 雪霸天寿陈当日 所有令人震惊的景象 还有九幽王求婚提亲之事 那样的举世无双的场景 即便过了好几日 都还令人津津乐道 而这些事也慢慢地传到五周十域各地 雪凡心的大明又红上一层 红得发紫 对于外面这些事 雪凡心丝毫没放在心上 寿宴过后 他就捣鼓出许多七七八八的东西 全都给大家用上 帮助大家提升实力 就连叶飞红也不例外 只是短短的几天时间 汪王府整体实力又得到一个质的飞升 水冬流身上的伤都已经治好 如今正在慢慢恢复 再过不久 就可以重新修炼了 唐满和老酒鬼身上的伤 也已经好得七七八八 雪凡心这几天 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亲朋好友身上 同时也说了一些关于自己即将去往神隐门的消息 对于神隐门 汪王府那些人之前不知道 但是现在多多少少知道一点 总之是个了不起的地方 五周十玉那些天之骄子 想要获得足够的力量去往神域 那就必须要去神隐门 雪凡心又在汪王府里多陪大家几天 将自己的各种方案和主意全都跟大家说清楚 并交代史诗 之后便与大家道别离开 宝贝孙女 虽然那个神隐门与外界隔绝 但若是有办法的话 写封信回来也行 没有你的日子 爷爷可是很孤单寂寞的 雪霸天知道 雪凡心今天要走 很是依依不舍 像个老小孩一样 拉着雪凡心的手臂半天不放 嘴上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自从来到五周十玉 做了这个什么荒芋之王后 她和宝贝孙女相处的时间就越来越短 好久才能见上一面 她心里那个郁闷啊 可是如果不当这个荒芋之王 恐怕想要见上宝贝孙女一面更加难 她也明白 孙女的未来绝对不会是这里 她不能因为自己的自私而断送孙女的前程 如今她只希望 以后能见宝贝孙女的次数稍微多点就行 其他的便不奢求了 爷爷 你要是真的孤独寂寞 不如找个伴 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 还有外貌 妥妥的一个高福帅 想娶个美娇妻绝对不难 只要你对外吼一声 一群的女人是你挑 去去去去 少打去你爷爷 爷爷 我说的是真的 奶奶已经去世那么多年 你又今非昔比 的确可以找个女人开始新的生活 搞不好 还可以给我生几个叔叔姑姑之类 越说越没变了 赶紧走得走 雪霸天终于放开雪凡心的手臂 但她还是那么的不舍 时时刻刻盼着孙女回来 可分别的时候又那么的难受 人生就是那么的纠结 爷爷 我走了 还有大家 你们多多保重 雪凡心再次向众人道别 然后看向夜九商 夜九商什么话都没有说 直接将雪凡心带走 休了一下 化作一道紫光消失不见 即便紫光已经消失很久 汪王府站在院子里的众人 还是依依不舍地抬头看着天空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九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四百二十一集 此次一别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以前也分别过 但他们若是真想见 不难 但是这次不同 听夜九商说 那个什么神隐门与世隔绝 进去的人 无法与外界联系 什么传训符传送阵 都无法使用 不过 想要离开神隐门不难 只是离开之后 再也不能进去 所以有资格 进入神隐门的人 一般都不会轻易离开 除非晋升神境 有资格去往神域 否则 就算耗上几百上千年 也在所不惜 馨儿此次去神隐门 是为了获取神格 晋升神境 就算再天才的人物 也要花上十年 以馨儿的天赋 至少也要花上几年吧 几年的时间 不能有任何联系 想想就觉得非常可怕 雪凡心又何尝舍得大家 但神隐门 他必须要去 所以就算再舍不得 也要舍得 阿脚 你说 以我的天赋 要多久才能获取神格 晋升神境啊 至少半年 最多一年 夜九山给出了一个时间 你就那么肯定 肯定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要澄清洞房 嗯 这是什么逻辑道理啊 夜九山现在只想早点吃上肉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馨儿获得神格 即便是用上各种特权 他也在所不惜 神隐门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入口位于某个神秘的山崖之下 若想进入神隐门 除了入门令之外 还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 只不过 那些特殊的方式 对一般人而言 比获得入门令还要难 但是对于夜九山来说 进入神隐门 那是轻而易举的小事 不需要什么入门令 到了入口就直接走进去 只见山崖的石壁上 突然出现一道光门 夜九山带着雪凡心 走入那道光门之中 与此同时 附近一棵树上 一只不起眼的小鸟 将雪凡心和夜九山 手牵手进入神隐门的一幕 看得清清楚楚 小鸟的双眼 此刻正连接着 仙音上神的双眼 仙音上神通过那只 小鸟的双眼 将雪凡心和夜九山 看得很清楚 虽然夜九山的面容 有些模糊 但他此时已经可以肯定 夜九山就是神主 哼 原来九游圣地的九游王 真的是神主大人 雪凡心 九游王妃 哼 不可能 门上神是不会让你如愿以偿的 仙音上神绝美的脸孔上 忽然浮现出阴邪的笑意 眼中带有恨意和杀意 雪凡心被夜九山 带入神眼门之后 直接出现在某个大殿上 此时此刻 大殿上一个穿着云袍的男子 正在处理公务 突然感觉到 大厅有能量波动 于是抬头看看 这一看 吓得他赶紧站起身 急急忙忙上前迎接 属下拜见神主大人 我的那个乖乖 之前他虽然得到消息 说神主大人会来神隐门 可具体时间并不知道 谁知道 神主大人这会儿突然就来了 弄他一个措手不及 流云上神 最近还真是够忙的 夜九山牵着雪凡心的手 带他往前走去 直接坐在之前流云上神坐的位置 那是神隐门最高贵的位置 虽然自己的位置被其他人给坐了 但流云上神 却是一点怨念都不敢有 恭恭敬敬地站在下面说话 神隐门最近有几个不安分的人 他们的身份有些特殊 所以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之前他还不知道 该如何处理那些麻烦的人 现在神主来了 事情好办多了 本主知道你的心思 无所谓 反正本主最近都会待在神隐门 要是他们倒霉地撞上来 本主就替你处理吧 是 其他的事先放着 立即给他办好身份令牌 流云上神瞄立眼 和夜九山挤着坐在一张椅子上的雪凡心 已经猜出他的身份 所以不敢有任何怠慢 是 属下立即给这位姑娘 断理紫牌 阿九 什么是紫牌啊 雪凡心疑惑问道 虽然人已经来到神隐门 但对这里的一切 还是一无所知 没办法 谁让阿九一来神隐门 就直接把他带到这个大殿 中途连看风景的时间都没有 还没等夜九山回答 流云上神就已经开口解释道 每一个进入神隐门的弟子 都必须持有身份令牌 没有身份令牌的人 将无法待在神隐门 即便是属下 也必须持有令牌 才能待在这里 神隐门的令牌分为五种 分别是铁牌 铜牌 银牌 金牌 以及紫牌 铁牌是最为低等的身份令牌 每一个出入神隐门的弟子 基本都是持有铁牌 一些特殊的人物 可以拥有铜牌或者银牌 不管是何种令牌 他们都是可以升级的 随着获取的积分而发生变化 积分什么的 雪凡馨大概知道 反正就是跟自己在神隐门的表现 和贡献挂钩 所以这个没什么好问的 只不过 既然出入神隐门的弟子 持有的是铁牌 你一下子就给我紫牌 会不会不太好啊 有神主大人的指示 紫牌真的不算什么 若神主大人没有意见的话 那属下现在就给这位姑娘 办理身份令牌 就按紫牌来办吧 夜酒商冷悠悠地说道 似乎那个什么令牌 对他来说不算个事 雪凡馨接着说道 要不紫牌和铁牌 都给我各来一块 低调的时候用铁牌 装逼的时候用紫牌 随你 刘云上神明白了 是 属下立即去办 当刘云上神离开大殿之后 雪凡馨才开始好好欣赏这个地方 阿角 这个神眼门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为什么五周十玉 只有这里才能晋升神境 获得神格 虽然神眼门并不是五周十玉 唯一绝对能够晋升神境 获取神格的地方 但是却是众所周知 比较容易的地方 所以五周十玉那些天之骄子 都往这里挤 为的就是能够晋升神境 获取神格 去往神域 只不过 真正能够实现梦想的人并不多 这个有些复杂 以后你就会慢慢知道了 那我接下来第一步要做什么 等身份令牌弄好之后 先熟悉一下环境 刘云上神办事的效率很高 不到一刻钟 就把身份令牌给办好了 而且亲自送来 雪凡馨拿到令牌之后 立即开始研究 制作令牌的材质很特殊 令牌上还有灵术 封锁着与自己的气息 以便于辨认身份 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雪凡馨并不是第一次见 所以只是简单研究几下 就不好奇了 好好地收着 如今令牌已经到手 走吧 我带你去熟悉环境 夜九商站起身来 想着亲自带雪凡馨去熟悉环境 雪凡馨拒绝道 我想自己去溜达溜达 要是你带的话太高调了 咱们一开始还是低调点比较好 低调 低调 夜九商眉头稍稍一皱 但是并没有说什么 然而流云上神却已经吓得浑身冷汗 心中暗道 我的乖乖啊 这小姑娘竟然敢拒绝神主 胆可真够大的 惹怒神主那可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 流云上神正在为雪凡馨默挨着 结果却让她大吃一惊 夜九商没有丝毫不悦 用手摸了摸雪凡馨的头 宠溺说道 我对神隐门其实也不是很熟悉 带你的话 未必能有什么好的收获 不如找个人带带你 嘿 这个可以啊 最好找个女的 性格正常一点 那种心高气傲 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货色 就免了吧 流云可听清楚了 夜九商直接给流云上神 丢去一句话 流云上神赶紧回过神来 恭恭敬敬地点头应答 是 属下这就去办 不得不说 流云上神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 不到一刻中 就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人物 一个长得不算美丽 也不算丑的女子 名叫花结雨 名字很是好听 神 流云上神将花结雨带来之后 本想先向夜九商禀报事宜 但话还没说完 就已经被打断 直接办事即可 其他的 无需多说 言外之意 本主的身份保密 流云上神是个聪明人 自然听得出夜九商话中的意思 所以立即改口说道 花结雨 这位是新入门的弟子 雪凡心 你带她去好好熟悉神隐门的环境 并跟她说一说这里的规矩和事宜 弟子遵命 花结雨向流云上神恭敬行礼 接下这个任务 暗暗地瞄了雪凡心一眼 心中有着各种猜想 这个叫雪凡心的少女到底是谁 为何连门主大人都亲自接待 据她所知 即便是神域那些上神的子孙后代 进入神隐门 也没有那个资格 能够让门主大人亲自接待 可见这个叫雪凡心的少女 身份有多么的不凡 身份更为不凡的 是那个穿着紫色悬袍 脸带面具的男子 只不过 她看不清楚那男子的面容 就连身影也是模糊的 但她可以肯定 此人很强 非常的强 她只不过是神隐门 较为普通的弟子 虽然上了百人榜 但却处于中下游 实力不上不下 今天这样的好事 按理说 根本不会落到她头上 应该是百人榜前世 那些天之骄子才是 可是门主大人 为什么要让她来呢 花结语哪里知道 这样的好事 之所以会落到她身上 完全是雪凡心的要求 刘云上神 只不过是硬要求找人罢了 百人榜前世那些骄子 的确比较有身份和实力 但他们大多心高气傲 自以为是 目中无人 按照雪凡心的要求 这些人全都不合适 所以 她就只好找这个花结语 阿脚 那我先出去溜达了 你先随意 雪凡心和夜酒商说了一句 就朝花结语走去 很是礼貌地说道 花事件 有劳了 雪师妹不用客气 只是小事一桩罢了 不知道雪师妹 想从哪个地方开始熟悉 花结语只知道 雪凡心的身份不凡 所以言行举止 都非常客气 客气之中 还带着尊敬 那就从 最普通的地方 开始了解吧 我们边走边说 是 花结语虽然答应了 雪凡心的话 但是却站着不动 因为刘云上神 还没有发话 他不敢走 刘云上神知道 花结语在想什么 给他一句话 去吧 好好带着那位雪师妹 可别出什么岔子 是 花结语再应了一声 才慢慢退出大殿 此时雪凡心 已经走到外面 在门外等着花结语 他看得出 花结语的紧张 所以主动开口说话 花事件 你先跟我说说 神隐门的大致情况吧 花结语感觉到 雪凡心并不是一个 难相处的人 所以神经慢慢地 没崩那么紧 很认真地回答 雪凡心的问题 神隐门 是一个层次分明的地方 分为上中下三门 新来的人 不管是谁 无论拥有什么样的 身份令牌 都会被安排在厦门 然后凭借自己的实力 一步一步往上爬 进入中门 然后是上门 只有进入上门的弟子 才有资格闯落格秘境 那是获取神格的地方 想要进入落格秘境 又必须先上百人榜 百人榜 顾名思义 就是实力排行榜 进入百人榜的人 时刻要做好 被挑战的准备 也可以发起挑战 这些对你来说 还有些远 不如我们说说 最基本的情况 什么是最基本的情况 在神隐门 衣食住行 全都要靠自己 门里不会负责你这些事情 不过 每一个新入门的弟子 一开始都能获得一百积分 那是你一开始就拥有的财富 如果积分花完了 身份令牌就会自动消失 而你 则会失去待在神隐门的资格 一百积分吗 积分在哪里啊 雪凡欣拿出自己的令牌 看了看紫色的令牌 没啥发现 然后又拿出铁牌看看 还是没啥发现 所以等着花结语为他解惑 然而此时此刻 花结语因为看到雪凡欣手中 那块紫色的令牌 而吃惊得忘乎所有 紫牌 那是神隐门弟子最高的身份令牌 整个神隐门弟子中 如今也只有几个人拥有紫牌 那几个最为逆天的人物 可是这个雪凡欣 才刚来神隐门 就获得了紫牌 他的身份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九黄书》 作者 绿衣 眼波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四百二十二集 雪凡欣可不知道花结雨在想些什么 两眼正看着手中的令牌 看着左边这个 又看看右边这个 最后将那块紫色的令牌收起 只是拿着铁牌逛用 虽然用紫牌神器很多 但是太高调了 不太好 做人还是低调点好 花结雨看到雪凡欣将紫牌收起来 心里已经有所猜测 聪明如他 自然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雪师妹 你是想从厦门开始吗 修炼意图 讲的就是脚踏实地 一步登天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所以还是按照神隐门的规矩来吧 心入门的弟子 从厦门开始历练 花石姐 你给我好好说说 厦门的情况 以及该注意的事项 这个没问题 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厦门 一路上 我仔细与你说道说道 神隐门并不是一个门派组织 只是一个提供有天赋之人 修炼的地方 但是这里的管理甚为严格 想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想要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 更加不容易 就拿最基本的事情来说 每天不仅要为衣食住行犯愁 还要为身份令牌上的积分犯愁 厦门的弟子每天 即便什么都不做 都要扣除五个积分 中门的弟子每天要扣除五十个积分 上门的弟子 则是每天要扣除五百个积分 一旦身份令牌上的积分为零 令牌将会消失 失去身份令牌的弟子 则会被弹出神野门 所以进入神野门的弟子 很多时候都在为积分而劳碌 能够获得积分的多少 则跟个人能力有关 雪凡心现在已经知道 如何查看令牌里的积分 只需要输入自己的灵力 即可看到 铁牌上有一百积分 紫牌则有一万积分 每天要扣除五个积分 一百积分就是二十天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至于紫牌上的积分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用 如果他在神野门 连基本的生存都能难倒 那以后还用混吗 花姐宇带着雪凡心 熟悉厦门的基本情况 先从衣食住行开始 然后是获得积分的方法 最后是获取资源的方式 总之一切都说得很详细 雪师妹 厦门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现在你需要找一个住的地方 有一种是不需要花费积分的免费住所 当然那种免费住所条件很差很差 另外一种是花积分换取好一点的住所 使用积分换取的住所又分很多种类 从一积分到十积分 每天花费的积分越多 住所的条件就越好 厦门最高等级的住所是每天十积分 不知雪师妹想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你先跟我说说一积分的住所 和免费积分的住所有什么差别 雪凡星问道 如果换作是别人 绝对不会跟你浪费这么多唇舌 解释这些基本的事宜 脾气好的会跟你说个大概 脾气不好的懒得理你 但是花姐宇知道 雪凡星的身份极为不凡 所以不管雪凡星问什么 她都很认真详细地回答 免费的住所 在厦门的最北面 地处较为荒凉 离厦门中心区域较远 而且住所大多都是最为普通的木屋 没有任何的防御和聚灵作用 就连遮风挡雨都是问题 一积分的住所 位于中心区域的外围 是以普通的陵墓建造 有简单的聚灵阵 不过聚灵的效果不是很大 以此类推 越往上 住所的条件越好 屋里聚灵阵也就越强大 十积分的屋子是什么样的 十积分的屋子 基本位于中心区域 是小型院落 整个院落都处于一个聚灵阵中 院落的防御还算不错 嗯 那就弄个十积分的院落吧 好的 雪师妹 请随我来 花姐雨将雪凡心 带到一个三层楼的华丽大楼中 一进入一楼大厅 这里到处可以感受到灵树的波动 凡心 这里是厦门的中央大厅 无论是接取任务 还是兑换资源 都在这儿 还有一些衣食住行的问题 也可以来这里解决 前面那个穿着灰色衣袍的中年男子 叫钱贵 是负责厦门住所的执事 花姐雨先跟雪凡心 介绍这里的情况 这才带她走到前面去 前指示 这位是新入门的师妹 我带她过来 处理住所的事宜 原来是花丫头啊 好久没见 你的实力又长进了不少啊 钱贵跟花姐雨客套几句 这才把注意力转移到雪凡心身上 打趣道 哟 这新来的弟子 长得可真是水灵 花丫头 你跟她的关系 应该非必寻常吧 要不然 也不会亲自带她来这里 先只是真爱开玩笑 我只是奉命 带这位师妹熟悉一下 神隐门的环境罢了 哼 你可是上了百人榜的大人物 带些人熟悉环境这种小事 哪里需要你亲自出马啊 除非 这丫头跟你的关系 非同一般呢 钱指示 哼 好了好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 看在你的面上 我一定给这丫头 分配好一点的地方 不知道你们打算 住什么样的屋子呀 钱指示一边说 一边拿出一本册子 只见她在册子上 用手随意比划几下 那册子就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雪师妹 把你的身份令牌拿出来 给钱指示 花简语先跟雪凡星说道 然后才对钱指示说 要一个每天十几分的小院落 雪凡星将自己的身份令牌拿出来 放到前面的柜台上 钱指示看了一眼桌面上的令牌 又看看雪凡星 带着一些不愿说道 丫头 新入门的弟子只有一百积分 你确定要住每天十积分的小院落 这身份令牌上的积分 要是没了 你可就不能继续待在神隐萌了 所以要想清楚 在厦门的弟子 因为身份令牌上的积分没了 被弹出神隐门的人不少 尤其是新来的弟子 不懂积分的珍贵 以及赚取积分的困难 一开始就大手大脚地花 结果没几天就滚蛋了 钱指示 谢谢您的关心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积分的事难不倒我 所以麻烦您 帮我办理相关的手续吧 雪凡星听得出 钱指示是在好意提醒 所以客气礼貌地回应 也罢 既然花丫头都说没什么 想来你是有些本事的人 十个积分的院落是吧 我给你找找 呦 你的运气还真是不错呀 十个积分的院落 现在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那就把最后一个院落给我吧 应雪凡星的要求 钱指示将厦门最后一个 十积分的小院落给了他 办通所有的手续之后 才把身份令牌归还 神野门的各种管理 都以灵术来完成 大到修炼场所 小到衣食住行 全都以灵术管理 而每一个区域 都有相应的负责人负责 这样就可以了吗 雪凡星拿着被扣除 十个积分的身份令牌 对神野门那些 奇奇怪怪的灵术 尤为感兴趣 这简直就是 另外一种高科技 雪师妹 从现在开始 你的身份令牌 每天会扣出十个积分 所以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千万不要让 令牌上的积分变成零 不然可就麻烦了 神野门和其他地方不同 这里每个人 只能进来一次 出去了 就不能再进来了 花结语知道 雪凡星 还有一张紫色的身份令牌 积分不是什么 大问题 但她担心 雪凡星大手大脚的花 又不懂得赚取积分 这时候可就麻烦了 花师姐 我知道的 你不用太过担心 那个住的地方在哪啊 不如你带我去看看吧 好 就在花结语 想要带雪凡星离开的时候 却与前面迎来的人发生碰撞 虽然只是小小的碰撞 甚至可以说 只是手臂轻轻碰了一下 按常理来说 这根本不算事 但是对方似乎非常不满 尤其是被撞到的那个人 脸色异常难看 被撞到的人 是一个长得很是英俊的男子 男子一身出尘的白色衣服 气质不凡 一看就是出身高贵的子弟 或许是因为察觉到男子的不愿 身边的人立即站出来为他出头 你们两个 撞了人还不赶你道歉 雪凡星原本觉得 这并不是一件大事 走在大街上 人与人之间 时常会有一些轻微的触碰 是很正常的事情 虽然他撞了人 但也只是轻轻地碰一下 谁知对方却这么地斤斤计较 而且计较态度很恶劣 这让他非常不爽 出来神隐门 他真的不想太过高调 更不想惹什么麻烦 奇料 花杰宇能够看得出 那个身穿白色悬浮的男子 非同一般 为了稀释宁人 甘愿替雪凡星道歉 对不起 我们不是故意的 还请诸位原谅 是他撞的人 让他亲自道歉 这 花杰宇为难了 雪凡星见对方实在太过嚣张 于是挑衅地问一句 如果我不道歉 你能奈我何 如果你不道歉 那么以后 能不能在厦门混得下去 那就很难说了 那就等你让我 混不下去的时候再说吧 花师姐 我们走吧 雪凡星懒得理会这些嚣张跋扈的人 拉着花杰宇直接走人 中央大厅是禁止动物的 所以那些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雪凡星和花杰宇离开 那身穿白色悬浮的男子 看着雪凡星和花杰宇离开的背影 眼睛微微地瞇了一下 脸上露出一丝狠意 冷肃说道 好好查一查 这两个人的来历 尤其是那个穿着紫色衣裙的女子 本公子要知道她的一切 白公子放心 不出一天 我肯定会将这两个女子的身份 查个一清二楚 公子 我们先去办理住所的事吧 嗯 一群男男女女朝着前指使那边走去 其中一个男子将一块身份令排放到柜台上 并说出自己的要求 但得到的答案却让她很是不满 前指使 你没有看错吧 十几分的小院落真的没有了吗 我记得还有一个小院落没有人住 怎么就没有了呢 前指使带着一些不满 抬头看着眼前的人 目光先是落在那白色悬浮男子身上 然后才看向与她说话的人 邱志明 你是说我老糊涂眼花了 还是说我故意刁难你们 刚才发生的事 他看的是一清二楚 一群男人 竟然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为难两个小姑娘 可见这些人的品性真不咋地 这个邱志明 他是知道的 品性的确不怎么样 欺软怕硬 至于那个穿着白色悬浮的男子 应该是新来的人 虽然他不了解此人 但从刚才的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的品性也不咋地 前指使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觉得疑惑吗 邱志明不敢得罪前指使 所以一看苗头不对 赶紧处理 在神隐门 得罪这里的负责人可是很麻烦的 尤其是稍微有点身份地位的负责人 一个不小心就会完蛋 前指使 虽然只是神隐门下门的一个小小之士 但他上头有人 得罪他可是很麻烦的 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 总之 十几分的小院落 已经没有了 前指使美好气道 邱志明不知所措 只好跟那个身穿白色悬浮的男子说道 白公子 前指使的话 您也听到了 十几分的小院落 已经没有了 要不您换别的吧 白玉阳很是不悦地皱了皱眉头 但是想到 自己来这里的便忍了 降低一下要求 那就九几分的 没等邱志明说话 前指使就已经开口说道 九几分的也没了 如今只有八几分以下的了 那就八几分的 白玉阳继续忍 前指使冷笑道 八几分以下 意思是说八几分的也没有 白玉阳脸色更为难看 咬牙切齿道 那就七几分 为了达到目的 他忍 行了 去吧 前指使拿着白玉阳的身份令排化了化 然后就丢给他 之后便不再理会任何人 一个仙人也敢在爷这里熬 也会让你知道 不管是罗是马 来了这里 都得给爷趴着 白玉阳在前指使这里受了点气 心情极度不好 走出中央大厅的大门时 身上的气息变得更为狂似 但是不管再气愤 他都要忍着 他这次来神眼门的目的 是要杀一个人 一开始绝对不能太过高调 所以凡事还是先忍忍 等他找到那个目标 将其击杀之后 什么破神眼门 他才不稀罕 不知道陆姑娘要他杀的人 到底来了神眼门没有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二十三集 雪凡心并不知道 中央大厅发生的事情 也不关心那些 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人和事 在花结雨的带领下 来到属于自己的 那个小院落 一进门就能感觉到 里面的灵气 比外面浓郁不少 环境也不错 像个四合院 有四间屋子 中间是一个小院子 雪师妹 这里便是你的住处 至于其他的生活用品 你还需要自己添置 普通的生活用品 需要一个积分 就可以换到很多 兑换生活用品的地方 刚才我已经带你去过了 就离这里不远 出门左拐 只走不远就可以看到 花石姐 今天真是麻烦你太多了 这里的大致情况 我已经了解了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 就不需要麻烦你了 以后有空的话 我请你吃大餐 那好 那我等着师妹 请我吃大餐 经过一天的相处 花结雨 已经慢慢了解 雪凡心这个人 知道她不会自命清高 所以愿意与她结交 事实上 在神隐门 能够结交到身份高贵的人物 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结交到 实力强大的人 在外面做任务 可就轻松多了 花结雨又跟雪凡心 寒暄几句才离开 等到花结雨离开之后 雪凡心才开始 好好欣赏 自己的小院落 对她而言 整体来说还算不错 其实她一开始 是想住差点的地方 毕竟她有空间可以用 但是想了想 还是选择了最好的地方 即便是有空间 在外面的条件 她也不想亏待自己 唉 生活用品 就不需要积分去换了吧 反正空间里有的是 雪凡心正打算 从空间里 拿出一些生活用品 可此时才发现 空间又不能用了 这让她很郁闷 怎么回事 就在雪凡心疑惑不解的时候 夜酒商凭空出现 只见一道紫光闪现 她就已经站在雪凡心的面前 傻丫头 别试了 没用的 神隐门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个空间就被设下了禁止 酒和黑玉死戒一样 外面的空间储物 在这里无法使用 那我的随身空间 也没有办法用吗 以你现在的实力 的确是没有办法使用 又来了 雪凡心往自己的额头上 拍了一下 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 在黑玉死戒的时候 她尝过那种 无法使用空间的滋味 真的是太难受了 想不到 在神隐门 还要尝试这样的滋味 真想大哭一场 好了 别绷紧着一张苦脸 我帮你解开禁止便是 夜九伤将雪凡心抱到怀里 让她坐在自己腿上 本想好好嗅一嗅 她身上的芳香 谁知却闻到了 一个奇怪的味道 这个味道有点熟悉 雪凡心没有注意到 夜九伤的表情 脑海里全是夜九伤 刚才说的话 激动兴奋地问道 你能解开这里的禁止 怎么解开啊 逆临天龙空间的禁止 我没办法解开 因为这个空间 在你的体内 早已与你融为一体 所以想要解除 这里对逆临天龙空间的禁止 唯有靠你自己 不过 七桥宝拙的空间禁止 我确实可以帮你解开 夜九伤边说 边将雪凡心手上 带着的七桥宝拙 解开禁止 禁止一解开 雪凡心就能联系到 七桥宝拙里的空间情况 看到里面放着不少东西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还好 她没有将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逆临天龙的空间里 要不然这会儿肯定哭死 七桥宝拙的空间里 有不少的神灵水 还有丹药 只不过九转焚羊炉 在逆临天伦的空间里 没有办法拿出来使用 所以七桥宝拙里的丹药 她要省着点话 阿九 我要达到什么样的实力 才能解开空间的禁止啊 以你的情况 晋升神进之后 应该就可以简单地 解开一些禁止了 夜九伤虽然在回答雪凡心的问题 但是一半的心思 都放在别的事情上 努力地琢磨着 雪凡心身上那股奇怪的味道 到底是什么 这个味道她应该见过 只是印象不深刻 记不清楚了 也罢 那味道对星儿没什么影响 暂时想不起来 就想不起来吧 等想起来了再说 晋升神境 这有什么意义啊 我晋升神境之后 大概就要离开这里了 星儿 虽然拥有随身空间 是一个非常好的宝贝 但却不能太过依赖 凡事多多靠自己 五周十域九成九的地方 都没什么空间禁止 所以你的随身空间 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在星界 不少地方都有禁止 有些身份较为高贵的人物 他所住的府邸 都会设下禁止 这么牛 的确如此 就拿那个星神殿来说 进入星神殿 不仅修为实力 会受到限制 空间储物装备 也会被禁止 随身空间 也有可能受到禁止 虽然不是肯定 但你要做好 这个心理准备 嗯 我知道了 别这么回头丧气 你的随身空间 很是特殊 说不定星神殿的禁止 对你没有效果 这种假设 还是算了吧 不管怎么样 他都要把禁止的事情 做个准备 免得像落到黑玉死尖那样 下场那么凄惨 好了 别老是捧着一张脸 笑一笑 夜酒生捏了捏雪凡心的 小脸蛋 逗一逗他 哼 笑不出来怎么办啊 雪凡心调侃道 那就肿着办 什么叫肿着办 夜酒商狠狠地吻上雪凡心的唇 大力地吸晕着 直接将雪凡心的唇 吻肿了 这就叫肿着办 你看看 真的肿了 阿九 你变坏了 雪凡心捂着被蚊肿的唇 带着一点羞涩 死瞪着夜酒商 我从来都不是个好的 何来变坏之说 不错嘛 嘴皮子功夫 是越来越厉害了 这叫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你说我黑 你很白 你说我白痴 你想做白痴的话也行 反正我不嫌弃 雪凡心发现 夜酒商的嘴皮子 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 有的时候连他都逗不过 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好事啊 夜酒商又往雪凡心的额头上 亲了一下 双眼带着浓浓的浴火 说道 赶紧快快获取真格 晋升神静 知道了 就在雪凡心和夜酒商 亲密相拥的时候 门外却传来敲门声 将他们的浓情蜜意给打断了 夜酒商的脸色 立即很不好看 雪凡心听着 越敲越频繁的敲门声 光从这声音就能判断出 敲门者的品性不咋地 这让他很是不爽 所以故意晾着外面的人 久一点才开门 门一开 一张略带熟悉的脸就映入眼目 雪凡心立即露出厌恶的表情 眼前这个人 就是刚不久在中央大厅 吵着嚷着让他亲自道歉的家伙 当门开的时候 邱志明看到雪凡心 也略微有些惊讶 想不到 最后一个使积分的小院落 竟然是被这个臭丫头给弄走了 他的心情原本就不好 见到这个臭丫头 就更加不好了 要不是因为这个臭丫头 他在白公子身边也不会受那么多气 白公子现在还在起头上 臭丫头 竟然是你 一个新来的小丫头 实相的 就乖乖给爷跪下磕头道歉 并且主动将这院子让出来 否则 爷让你在厦门 没法混下去 你应该还不知道爷的来头吧 爷叫陆志明 在厦门 在厦门 可是有名头的人物 想要对付你们这种新来的小人物 一根手指头就可以了 你说了一堆的废话 说完了吗 说完的话 就滚吧 雪凡心很是不耐烦 听了一堆废话 想直接关门 陆志明因为雪凡心恶劣的态度 更为不爽 火气更大 臭丫头 我看你真的是想找死 然后呢 你什么态度 我就是这样的态度 你该死 你神静 你 雪凡心懒得理会陆志明 直接关门 眼不见为静 陆志明在门外气得大骂 因为骂声太难听 引来不少人 众人都知道 陆志明是个不好惹的人 所以没人敢多管闲事 只是看看就离开了 同时也把住在这个小院落里的人 好好记着 被陆志明记恨的人 他们可不敢靠太近 要不然很容易也会被记恨上 十几分的小院落 防御还算不错 所以陆志明没有办法直接闯进去 只能在外面骂 夜酒商索性设下隔音结界 落得个清静 雪凡心回来之后 就大吐苦水 哎 阿九 你说那个叫什么陆志明的 是不是有病啊 不就是跟他的人轻轻撞了一下吗 至于那么小题大做吗 你瞧瞧他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简直就像是把我活撕了 无关紧要之人 无需为他伤神 夜酒商倒了杯茶水 滴给雪凡心 对于陆志明那种小角色 他才懒得理会 之所以还留着 还是留给他的女人练手 毕竟这种人在神隐门的价值 就是别人的磨练石 唉 我也不是为这种 无关紧要的人伤神 只是不太明白 像神隐门这种高大上的地方 为什么会有陆志明 这类型的人渣 按照神隐门 对外招收弟子的标准 能够通过层层考核的人 不管是实力还是品性 都不会太差 可是那个陆志明 明明就是一个垃圾 当初他闯过 九十九阶灯云梯的时候 接受那些考验 如果心性不行 肯定通过不了 而想要获得神隐门的入门令 就必须要闯过 九十九阶灯云梯 所以他真的很不明白 为什么神隐门的人 还有那么多人渣呢 通过灯云梯考核 进入神隐门的人 只是一小半 还有一大半的人 是通过特殊的方式进来的 神隐不少上神 会用特殊的权利 将他们的子孙后代 送到这里 就连星界那边 也偶尔会有人 来这里凑热闹 啊 怎么会这样 他本以为神隐门 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却不想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 不管是什么地方 只要你有足够的力量 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也对 神隐门虽然有很多人渣 但那些都是极好的磨炼石 这神隐门说得好听一点 是个修炼圣地 说得确切一点 则是个地狱 这里几乎每一天 都有人死亡 我知道了 雪凡心其实早就已经 从花结雨那里 了解神隐门的情况 知道这里的生存 和历练方式很残忍 说是魔鬼地狱也不为过 但是为了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 哪怕这里再如何的可怕 也有无数的人争相涌来 不用为那些人烦恼 要是看谁不顺眼 就灭了谁 在神隐门打杀 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像是那种 会让自己吃亏的人吗 雪凡心奸邪地笑着 对于这个神隐门 他已经了解得七七八八 总之就是一个在规则之下 没有规则的地方 凡是靠实力说话 想要活命凭实力 想要过得好凭实力 想要获得力量凭实力 只要你有实力 一切都可以得到 夜九伤并不担心 雪凡心在神隐门会被欺负 那些欺负他的人 若他没能力对付 他便出手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轻易动手 毕竟那些都是很好的磨练石 修炼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修身 还有修心 心性的修炼 大多是通过生活中的各种事宜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摩擦 所以夜九伤从来没有过多地干预那些 和雪凡心起摩擦的人 大多时候都交由雪凡心自己处理 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好好地修心 一个人的实力很重要 但心境也很重要 心境对后期的修炼影响很大 雪凡心可没想那么深层 只是觉得 这些跳梁小丑自己有能力收拾 所以不想劳动夜九伤亲自出马 那些人还不配让夜九伤亲自处理 阿脚 你打算在神眼门 就这样一直跟我待着 差不多吧 但我不会过多插手你的事 一般情况下 我都会暗中瞧着 所以 凡事你都要靠自己 正有此意 今天先好好休息吧 明天你可以去中央大厅看看 试着接一些赚取积分的任务 再好好了解这里的修炼方式 好 雪凡心没有再跟夜九伤闲聊 而是忙活起来 先搞好卫生 再弄些简单的家具 毕竟他接下来要在这个地方住上一段时间 从明天开始他就该好好修炼了 为了获得神格而努力 然后晋升神境 当初新冤帝神留下指示 要他先获取神格再晋升神境 或许晋升神境之后 他会知道一些事情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九皇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424集 雪凡心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夜九伤已经不在 对此雪凡心已经习以为常 没有任何感觉 也不去乱想夜九伤 为什么突然离开 对自己所爱的人 他有着完全的信任 阿九有那么多的身份和势力 就算是做甩手掌柜 也不见得会很闲 他有他的事情要做 而他也有他的事要做 神隐门虽然分为上中下三门 但每一门的人数都不少 单单是下门 就有上百万人之多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江湖永远少不了 尔虞我诈 血雨腥风 雪凡心按照昨天的记忆 找到厦门的中央大厅 专门往发任务的地方走去 在发布任务的地方 有一块大荧幕 荧幕上闪动着密密麻麻的文字 全都清清楚楚地写着 各种任务的信息 不少人站在荧幕前查看 想着该接什么任务好 在神隐门 不管是上门中门下门 所有人都要靠领取任务 赚取积分过日子 积分奖励越高 任务难度越大 也越危险 每天几乎都有人死在任务中 所以大家在领取任务的时候 很慎重 毕竟这事关自己的生命 薛凡心是万万没有想到 他来中央大厅领取任务 竟然会看到凤仙瑶 看凤仙瑶现在被人拥护的样子 一看就知道非常受欢迎 没办法 白莲花到哪里都是比较受欢迎的 谁让世人大多都喜欢这样 不过他真的很好奇 凤仙瑶是怎么来神隐门的 据他所知 凤仙瑶根本就没有闯过 九十九节灯云梯 没有获得神隐门的入门令 看来这神隐门的确没有 传说中那般厉害 要不然怎么随随便便的人 都能进来 薛凡心虽然看凤仙瑶不爽 但这个时候 他并不想理会凤仙瑶 只想着领取任务 好好赚取积分修炼 在神隐门 修炼资源是不少 但需要积分来换取 事实上 做任务也是一种修炼的方式 只是没多少人 能够知道其中的含义 然而 你不想惹别人 别人却是非要来惹你 凤仙瑶知道 雪凡心迟早会来神隐门的 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 毕竟九幽王 才刚刚到荒王府提亲不久 他本以为雪凡心 会和幽王谈情说爱一番 却不料 这么快就来神隐门了 他很清楚 以雪凡心的能力 势必会在这里大放光彩 就跟当初在武方学院一样 如此一来 哪里还有他凤仙瑶表现的地方 可是他真的很不甘心 就算不能把雪凡心杀死 他也不会让雪凡心的日子好过 雪师妹 想不到你也来神隐门了 我们真是有缘分啊 凤仙瑶主动跟雪凡心打招呼 说话很是温柔大方 让人听着感觉极好 因为凤仙瑶的缘故 周围不少人都将目光投过来 第一眼 就被雪凡心的美貌给惊艳到了 大家还想着上前打个招呼什么的 可就在这时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 诶 这不是昨天得罪路言那个女子吗 有人说了这么一句 更多人把注意力转移到雪凡心身上 好像真的是他呀 什么好像啊 明明就是他 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啊 唉 只可惜啊 得罪了路言 作为一个新人 恐怕他在神隐门混不了多久 就要完蛋了呀 得知雪凡心得罪了陆志明 之前那些想上来 跟雪凡心搭讪的人全都缩着 就连多看雪凡心一眼都不敢 生怕因此而得罪路言 凤仙瑶得知此事 心里还是幸灾乐祸 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还是温婉说道 雪师妹 你什么时候得罪了陆爷 若是情况不严重 不如去跟陆爷道个歉 这样 对你的未来会好很多的 凤师姐跟陆爷很熟吗 雪凡心只是不痛不痒地问了一句 态度相对冷傲 在一些人的眼里 这样的态度 简直就是极度恶劣 因为雪凡心得罪了陆志明 所以这个时候 看他不爽的人都对他发难 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呀 凤师妹好心好意地帮你 你那是什么态度呀 难怪他会得罪陆爷 就他那个目中无人的高傲样子 不得罪人才怪呢 陆爷似乎在打探这个人啊 凤师妹 你认识他 对于这种事 凤仙瑶当然是非常乐意做的 他叫雪凡心 是荒芸之王的孙女 闯过九十九节灯云梯 获得神眼门的入门令 天赋实力很是了得 这话听着 像是在简单介绍雪凡心 而且还有一点夸赞 但是听在人的耳朵里 却不怎么舒服 荒芸之王的孙女很了不起吗 天赋实力高很了不起吗 在神眼门 最不缺的 就是身份高贵的人 更不缺天才 雪凡心当然知道 凤仙瑶那些话暗含的公鸡 但是他懒得理会 走到荧幕前 大致扫视了一下 荧幕上列出的任务 然后朝柜台走去 李茂问道 请问 一次性 可以接多少个任务 发布任务的负责人 抬头看了雪凡心一眼 知道他是个新人 于是耐心回答道 一次性接取的任务 没有限制 但有些任务 有时间限制 如果超过时间 没能完成任务 将会受到 扣除积分的惩罚 小姑娘 你要接取什么任务 时间限定为五天 且同在一个区域的任务 全都解 你说什么 此时不仅是 发放任务的负责人惊讶 就连其他人也很吃惊 等着看雪凡心的笑话 时间限定为五天 且在同一个区域的任务 这样的任务还真不少 如果全接的话 即便是在同一个区域 五天时间 也不可能全部完成 任务失败 要扣除十积分的惩罚 这样的惩罚 相对而言 还是较为严重的 而且任务失败的次数太多 会直接影响 积分兑换资源的信誉度 甚至有可能失去兑换的资格 所以大多数人 宁可少接点任务 也不愿意让任务失败 众人听雪凡心 说出这样的话 都露出嘲讽之色 哎哟 这新来的小姑娘 可真是够有气魄的呀 哼 她大概是不知道 任务失败的后果吧 这小丫头才刚来 就敢得罪鹿野 看来是有胆子的主啊 只不过 出生牛犊 不怕虎啊 哼 我看呢 她就是在哗众取宠 我敢保证 她最后 一定不会领取 那么多的任务 凤仙瑶听着一群人 都在对雪凡心 冷嘲热讽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她就是喜欢 看雪凡心丢脸的样子 即便只是暂时的 雪凡心 对于那些 无关紧要的人和事 都不会太过放在心上 不管周围的人怎么说 她连听都懒得听 将自己的身份令牌拿出来 办理好领取任务的手续 就直接走人 当看到雪凡心 真的领取了一大堆的任务时 周围那些冷嘲热讽的声音更多了 凤仙瑶见雪凡心 始终一副 不险山不险水的样子 总觉得不爽 正当她想要说点什么事 却发现雪凡心已经走远 她现在是想说 都没机会说 凤师妹 别理那种心高气傲的人 我们去领取任务吧 好 凤仙瑶努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在人前表现出一副 温柔婉约 落落大方的样子 因为世上大多数的男人 都喜欢这种类型的女人 雪凡心可不管这些 领取了任务之后 就开始去做任务 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修炼上 她来神隐门的目的 是进入落格秘境 获取神格 而进入落格秘境 必须要进入百人榜 但想要有登榜的机会 就得先成为上门弟子 想要成为上门弟子 就要拥有足够的积分 也就是说 她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赚钱赚积分 昨天她已经向花结雨 打听了所有赚钱积分的方式 任务只是其中一种 还有用物品换取积分的 因为逆临天伦的空间 没有办法使用 里面的东西也拿不出来 所以她暂时没有想过 拿物品来换积分 至于其他方式 积分完全没任务来得快 所以她还是乖乖做任务吧 做任务而已 小事一件 浮游山 千斤草石珠 花骨草石珠 血油蓝石珠 五阶磨合十颗 六阶磨合八颗 七阶磨合六颗 八阶磨合四颗 九阶磨合两颗 采集药草的任务还好 这磨合的任务 早知道 她就不把所有的磨合 都放在逆临天伦的空间里了 如今七角宝珠的空间里 没有一颗磨合 她想要完成这些任务 就必须得击杀魔兽 说实在的 她真的一点都不想乱杀魔兽 算了 先把采集草药的任务完成 至于磨合 等遇到魔兽的时候 跟他们商量商量 雪凡心不再去烦恼磨合的问题 进入浮游山之后 就开始采摘草药 好在她来之前 弄了一张浮游山的地图 要不光是问路 就会浪费好多时间 采集草药的任务 她一共接了三十个 初级的灵药 中级的灵草 和高级的灵草都有 初级的灵药还是豪彩 刚进入浮游山 就能看到很多 至于中级的灵药 和高级的灵草 就没那么好找了 来浮游山 做任务的人不少 时不时都能碰上一些人 不过 大家都是各自做各自的任务 一般情况下 都不会理会 不认识的陌生人 天仙子 总算是找到一株 高级灵药了 雪凡心溜达了半天 虽然只是在浮游山的外围 但见到的大多 都是初级灵药 就连中级灵药 都少得可怜 更别说是高级灵药 所以见到一株 高级灵药的时候 她还是挺兴奋的 如果是以前 天仙子在她眼里 只能算是普通灵药 但是现在 管她什么灵药 只要能完成任务就好 就在雪凡心准备 想要去采摘那株天仙子的时候 谁知 却是有人先她一步 把那灵药给采了 一个身穿白色裙衫的女子 无视雪凡心的存在 直接走过来 将那天仙子采走 采了药之后就走人 自始至终 都没有理会雪凡心 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雪凡心很是郁闷 站住 女子听到有人喊她站住 于是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叫喊她的人 高傲问道 你有什么事吗 那株天仙子 是我先发现的 你先发现的 就一定是你的 我 不管谁先发现的 如今药草在我手中 它就是我的 女子不再跟雪凡心废话 岂不走人 你 雪凡心第一次 在口角之上输了阵 虽然心里有些不爽 但对方说的话 有那么一丢丢的道理 她也只能认了 要怪就怪她动作太慢 没有先一步 将天仙子给采摘了 也罢也罢 只不过是一株天仙子而已 没了就没了 她继续找便是 雪凡心没有再计较这件事情 刻意往别的方向走 免得又跟那个女子同路 万一又遇上刚才的事 那可就不好说了 她的运气一向挺好 所以 没过多久 雪凡心又发现一株高级灵药 心里特别兴奋 因为有前车之鉴 所以发现药草之后 她就立即采摘 谁知药草刚到手的时候 还没等她仔细看 前方却传来一道声音 这株高级灵药 是我先发现的 雪凡心抬头看去 眉头一皱 不悦道 哼 怎么又是你 这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刚才抢了她那株天仙子的女子 是我又如何 女子依然是那么的高傲 而且还很霸道 这株高级灵药 是我先发现的 拿来吧 哼 你先发现 就一定是你的吗 不管是谁先发现的 如今这灵药在我手中 它就是我的 这话 怎么听得那么耳熟呢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赴黑九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二十五集 雪凡心将之前女子说的话 全都反过来用在她身上 将那女子气得脸色发青 怒意暴涨 小丫头 你是新来的吧 新来的又怎么样 雪凡心无所畏惧地 面对那女子的怒意 别说是害怕 就连阵势都不削减半分 哼 原来是新来的 难怪敢抢我 许曼莎的东西 小妹妹或许 不知道我是谁 那我就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许曼莎 来自神域许家 地级炼丹师 递进修为 许曼莎 爆出自己的来历 和实力之后 她以为对方 肯定会吓得心惊胆战 跪地求饶 然后乖乖将手里的 高级灵药奉上 可结果 用背景靠山和实力 欺压人吗 这招姑奶奶也会 雪凡心并没有被 许曼莎爆出的来历 和实力吓到 反而挑衅到 我叫雪凡心 来自荒域 神级医师 递进巅峰修为 之所以说 自己是神级医师 没有提炼丹石 乃是因为 没有九转粉样炉的帮助 她根本炼制不出 什么高级丹药 不够无所谓 神级医师 足够碾压 那个什么许曼莎了 至于她是不是神级 其实她也不是很清楚 瞎掰的 神级医师 许曼莎听到这个词 略有惊讶 但是很快 就露出嘲讽之意 哼 就连药神谷的药神 都不敢说 自己是神级医师 你这个小丫头 倒是大言不惭 说这么大的话 也不怕闪了舌头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你 许曼莎可不信 雪凡心是什么神级医师 认为雪凡心只是在吹牛皮 哼 小丫头 我劝你还是乖乖地 将那株高级灵药交出来 不然 我可就不客气了 那你想怎么个不客气法 直接抢吗 就算要直接抢 那你也得有那个本事 能够抢到 找死 许曼莎不再有那个耐性 跟雪凡心废话 直接动手争夺 在神野门 争抢任务是被允许的 哪怕是杀人 也不用受到任何惩罚 被杀者 只能说明她技不如人 然而才刚开始过几招 许曼莎就发现情况不对 无论她的攻势有多强 都会被雪凡心化解掉 渐渐地处于下风 最后直接被雪凡心压着打 你 怎么可能 许曼莎被雪凡心一掌击退 此时手脚疼得厉害 只要是被雪凡心碰过的地方就疼 疼得她差点哭出来 这个新来的小丫头 实力竟然这么强 她竟然不是对手 荒域 那是下界一个很贫瘠的地方 据说经常有什么灵气风暴 不适合生灵居住 所以那里人烟稀少 就连荒域之王那个位置 也是空缺了很久 明明是一个破地方 怎么会冒出一个如此厉害的小丫头 还打不打 不打的话 本姑娘就走人了 雪凡心并没有下狠手 只是将许曼莎击退 见许曼莎不再攻上来 只是站着不动 所以她没有动 许曼莎深知自己不是雪凡心的对手 当然不会再自讨苦吃 只是心中很是不服 你到底是谁 我刚刚已经做过自我介绍了 你不是很清楚吗 你 做人还是讲点道理为好 仗势欺人 迟早是会踢到铁板的 雪凡心最后再说一句 说完就转身走人 许曼莎也没有再说话 站在原地不动 看着雪凡心逐渐离去的背影 心绪烦乱得很 她很不甘心 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丫头击败 但又不得不承认 对方的确比自己强 如果对方全力以赴 她恐怕连三招都接不住 而且下场会很惨 神级医师 递进巅峰的修为 那个叫雪凡心的小丫头 到底是谁 雪凡心见许曼莎 没有再追来纠缠她 心里挺高兴的 毕竟她的时间有限 还有很多任务要做 所以她不想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初级灵要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 中级灵要的任务还有一半 高级灵要的任务一个都没完成 继续做任务 雪凡心抛开一切杂念 专注做任务 先拿出地图看了看 发现自己已经走入浮游山的内围 从这里开始 浮游山会变得很危险 越往深处走去 危险就越大 当然 越是危险的地方 好东西就越多 就在雪凡心往深处走的时候 忽然听见 前方传来吵杂的声音 似乎有一群人正往她这边跑过来 没过一会儿 十多个男男女女映入她的视线之中 那十多个男女正在拼命地奔跑 看样子像是在逃命 雪凡心站在原地不动 很是好奇地看着那十多个男男女女朝自己跑来 然而还没等她弄清楚情况 其中一个女子便突然推她一把 因为事出突然 她又没有任何的防备 所以就被推了出去 紧接着 一群幽冥狼冲了上来 将雪凡心包围住 幽冥狼对着雪凡心发出愤怒的咆哮声 而此时此刻 那十多个男女却已经跑远 因为没有幽冥狼的追击 他们总算是可以停下来歇口气 刘领月 你刚才为什么把那个小姑娘推向狼群 刘师妹 刚才那样的做法 似乎有些不妥 什么妥不妥 你们真那么好心 那现在就回去救那个小姑娘 就是就是 刘师妹也是为了大家好 要不是她将那个小姑娘推向狼群 咱们现在还被狼群给追着呢 那可是幽冥狼群 其中一只还是幽冥狼王呢 真要被那狼群给追上 我们必死无疑啊 我也觉得刘师妹这样做是对的 虽然牺牲了一个无辜的陌生人 但却救了我们大家伙的命 换作是任何人都会这样做的 刘师妹 你别理那个相机 她就喜欢装好人 刘领月虽然很享受大家这样向着她 但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很内疚的样子 向师兄 对不起 我刚才一时情急 所以就把那位姑娘推出去了 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想着救大家 我 对不起 刘领月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惹得众人很是怜爱 更加向着她 向静就算再不满也得忍着 毕竟刘领月那样做 她也是受益者 只是那可怜的小姑娘 刘领月和向静等人 都以为被刘领月推向狼群的小姑娘 必死无疑 如今 极有可能已经被狼群分食 但事实却是 雪凡心和一群狼坐在一块 与幽冥狼王面对面 还把小白虎和小白猫召唤出来 让他们充当翻译 狼王 你的意思是说 那些人抢走了你的东西 还伤了你的狼后 所以 你才对他们穷追不舍的 狼王一听则就来气 可现在人跑远了 他就算是报仇也不行啊 他们是魔兽 如果离开浮游山 势必会被外面的强者灭杀 所以不管他再气愤 也只能这样了 好在他们遇到了一个 拥有受之信仰的人 如果这个人能够帮他们报仇 好像也不错 毕竟刚才那些人坏得很 居然将他推向狼群 换做是一般人 早就被他们狼群给分食啃食了 放心放心 那些人啊 我一定会替你收拾的 单凭他们把我推了当挡线 排这一事 我就饶不了他们 你的狼后受伤了是不是 我这里有一颗天气负伤单 你拿去吧 另外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 这个忙很简单的 我需要一些磨盒 五阶 六阶 七阶 八阶 九阶的都要 你能帮我弄到吗 当然 我不会白拿那些磨盒的 我可以用寿灵单来换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这颗寿灵单给你 幽冥狼王拿了雪凡心的单药 无比兴奋 很是乐意帮雪凡心的忙 于是赶紧去办事 先找找自己的存货 看看磨盒够不够 如果不够 再去找别的魔兽商量 魔兽与魔兽之间经常有争执战斗 死伤在所难免 还有不少魔兽会生老病死 所以一些稍微有点实力的魔兽 多多少少都存有一些磨盒 雪凡心待在原地就当做是休息 生活烤肉 耐心地等待着幽冥狼王回来 然而幽冥狼王没等到 倒是来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家伙 全都围着雪凡心看 确切地说是围着烤架上的烤肉看 好香好香 真的好香啊 如果是其他人 哪怕是再普通的人 不管那人烤的肉再香 也不会有任何的魔兽敢围过来 但雪凡心不同 她身上的兽之信仰 让大大小小的魔兽都很喜欢 一开始或许有些惧怕 不过慢慢地就不怕了 很是大胆地靠近过来 两眼直盯着烤架上的烤肉 口水直流 好想吃啊 大家都别着急 肉还没熟呢 还要等一会儿 对了 我需要不少的灵药 尤其是高级灵药 你们要是有的话 可以拿来跟我换 或者知道 哪里生长有高级灵药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 听了雪凡心的话 不少魔兽离开了 看样子是去找灵药 没过多久 离开的魔兽陆续回来 还带来了不少的灵药 初级 中级 高级都有 雪凡心将那些灵药简单整理 如此一来 收集灵药的任务 已经完成得七七八八了 还差一些较为特殊的高级灵药 这恐怕需要他亲自去采摘 不过 那些特殊高级灵药的生长之地 他已经从魔兽嘴里得知 之后 只需要去采摘就行 来来来 烤肉可以吃了 大家都不要急 也不要急 我保证 每一个人都有份 排好队 一个一个来 魔兽们非常听话 按照雪凡心的要求排队 分得一块烤肉之后 就到旁边 津津有味的开吃 后来幽冥狼王也来了 还带着狼后一起来 将雪凡心所需要的魔盒送上 然后也去享受美味 人类弄的烤肉就是好吃 只可惜 很多人类对魔兽的敌意太强了 而很多魔兽对人类的敌意也强 一见面就开打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所以魔兽很难能吃到人类做的烤肉 雪凡心用十颗寿灵丹 跟幽冥狼王换了那些魔盒 在他看来 十颗寿灵丹是非常的少 可是因为九转肥羊炉 无法拿出来使用的缘故 所以他现在 没有办法炼制出寿灵丹 只能拿以前留下的存货 给幽冥狼王 然而雪凡心不知道的是 在幽冥狼王的眼里 十颗寿灵丹 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 毕竟那些魔盒 他留着也没用 能够换来十颗寿灵丹 那可是赚大发了呢 更何况之前还得了一颗什么天级的负伤单 他的狼后吃了之后 身上的伤很快就好了 还有那美味的烤肉 怎么算都觉得是赚了 魔盒已经收集完毕 还有一些高级的灵药需要去采 所以我得走了 大家再见 雪凡心跟一群大大小小的魔兽道别之后 就前往目的地采摘灵药 所需的灵药 他都已经知道生长在哪 除了血精草 较为难采之外 其他的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拥有受之信仰的缘故 他完全不用担心 浮游山里的魔兽会攻击他 可能是因为 地处浮游山深处的缘故 这里几乎见不到人类活动的痕迹 倒是有不少强大的魔兽横行 只不过 那些魔兽见到雪凡心都没什么反应 有的甚至还很友好 雪凡心见了那些魔兽 还会主动打招呼 有时候还会跟他们问路 你确定 那边真的长着这样的灵药 一只魔兽被雪凡心问路 点头回答了好多次 发现雪凡心不太相信 于是亲自带路 有魔兽带路 雪凡心连地图都不用看了 很快就到达目的地 不过 他才刚刚靠近 就听到前面不远 传来打斗的声音 雪凡心没有鲁莽上前观战 而是小心翼翼地靠近 躲在草丛里看情况 前面不远 两男一女打得火热 旁边还有一只受重伤的魔兽 洛福南 你最好乖乖把那株子单身交出来 要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梁染川 舒远 你们这对狗男女 有本事就来抢了 少在那里叽叽歪歪 既然你敬酒不吃枝法酒 那我们也不必在手下留情 川哥 杀了他 子单身就是我们的 那还用说 洛福南今天必须死 若是让他活着回去 将今日之事告诉洛盛南 那死的肯定是咱们 还是川哥想得周到 那么洛福南今天 无论如何都得死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依妃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二十六集 薛凡心躲在草丛里观战 自始至终 都没有想过要多管闲事 只不过 那株子单身 他很想要 虽然灵药收集的任务里 没有子单身 可是他知道 很多特殊的高级丹药 都需要子单身 其中一种名为 破神丹的丹药 主要材料之一 就是子单身 破神丹 顾名思义 那是一种可以帮助 卡在地境巅峰的修行者 突破晋升神境的丹药 据他所知 别说是五周时域 就连神域都没有 破神丹的宗养 即便是有 那也是价值连成 非一般人能够买得起 然而炼制破神丹 所需要的子单身 年份要求极高 至少要万年以上 而且品质要上上程 一般的子单身 根本无法炼制出破神丹 不管是什么品质的子单身 只要是放在逆临天伦的空间里 种上一段时间 就可以变成品质上乘的子单身 甚至更佳 不过 子单身再怎么珍贵 只要他想要 跟阿九提一声就行 相信以阿九的能力 弄来几株子单身 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他现在犯不着 为了一株子单身冒险 瞧瞧那几个人 每一个实力都很强 虽然没有到达神境 可是他们的战斗力 却比一般人要强得多 各种手段和宝贝层出不穷 拼了大半天也没打完 倒是把周围的花草树木 毁得面目全非 而那只躺在地上 奄奄一息的魔兽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生命力 已经快要流失殆尽 眼里竟是绝望 到了这个时候 他即便是再怕死 也不得不放弃挣扎 接受死亡的事实 雪凡心将一切都看在眼里 原本 他对那株子单身是感兴趣的 可是看到那三人 因为一株子单身 拼得泥死我活 再加上 那并不是自己的东西 所以他就慢慢地 没什么兴趣了 倒是那只快死的魔兽 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只火云豹 八节魔兽 体型比人大好几倍 在火云豹身上 他隐隐约约 闻到了子单身的味道 以他的猜测 那子单身 原本该是火云豹的 后来被这三个人夺走 火云豹更是被他们打成重伤 或许是因为 拥有兽之信仰的缘故 雪凡心和魔兽相处得多了 对魔兽 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哪怕是不认识的魔兽 他见到都不忍心去伤害 除非是魔兽先对他有敌意 就像现在 他很想很想 救那只火云豹 不管了 反正他又不要子单身 只是救火云豹而已 应该惹不到那三个人 雪凡心打定主意 趁着那三个人打得火热的时候 从后方悄悄靠近 慢慢地来到火云豹身边 拿出一颗天极副伤单 为他吃下 再施展治疗术 给他疗伤 火云豹原本以为 自己死定了 谁知 偷然冒出一个人来 不仅给他吃疗伤单药 还耗费自身的灵力 给他治伤 这个人 受之信仰 他感觉到了这个人身上 有受之信仰 乖 没事了 你的伤很快就好 就在雪凡心给火云豹疗伤的时候 那三个打得不可开交的人 便发现了他 三人立即停止战斗 将注意力转移过来 事实上 他们都已经打得精疲力尽 需要休息休息 你是什么人 来这里做什么 那位名叫舒元的女子 率先开口质问 语气和态度极度恶劣 将雪凡心当成敌人看待 眼中还带有怒意和杀意 雪凡心没有理会那个舒元 继续给火云豹智商 舒元因为雪凡心的无视 感到更为恼火 往前站几步 用手里的鞭子 指着雪凡心骂道 臭丫头 本小姐跟你说话呢 你居然敢无视本小姐 想死是不是 梁染川看出了雪凡心在做的事 尤其是雪凡心的治疗术 让他眼前一亮 于是拉住舒元 不让他把雪凡心得罪死 元儿 先别冲动 什么冲动啊 你没看见 他对我那般无理吗 元儿 听话 梁染川一直在给舒元眼神暗示 舒元明白了梁染川的意思 所以就没有再去招惹雪凡心 但心里对这个人 依然是痛恨得很 敢无视他 他定要这个小贱人好看 洛福南也看出了雪凡心 正在治疗那只受伤快要死掉的火云豹 对于这个愿意耗费大量灵力救治魔兽的少女 感到好奇 只不过他并没有打扰对方 只是安静地看着 同时提防梁染川和舒元出手 过了一会儿 雪凡心这才慢慢收回灵力 停止对火云豹的治疗 而得到治疗的火云豹 原本已经快要死了 现在居然宠心站了起来 不断用他的脑袋蹭着雪凡心 以此表示感谢 好了好了 没事了 子单身固然重要 但也没有小命重要是不是 那株子单身就让给他们吧 反正你是没有办法抢回来的 火云豹听得懂雪凡心说的话 虽然心有不甘 但不得不妥协 因为他不想再死一次 即便他没有办法抢回子单身 不过对那三个伤害他的人 他依然非常痛恨 看到火云豹那愤怒的样子 梁染川和舒元 还有洛福男都提高警惕 生怕火云豹突然袭击他们 但是火云豹并没有真的攻击他们 只是怒吼几声 便朝树林深处走去 舒元见状突然出手 阻止火云豹离开 哼 想走 没那么容易 火云豹受到舒元的攻击 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不过他并没有鲁莽行事 而是先观察局势 再等待雪凡心的指示 雪凡心见舒元攻击火云豹 不得不出手阻止 你想干什么 舒元对雪凡心本就不爽 现在更加不爽了 哼 这只火云豹 可是八戒魔兽 浑身都是宝 拿回去可以换不少积分 本小姐原本已经将她打得快死了 你却又将她救活 还要放她离开 你当本小姐是摆设吗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非要等我把她治好了再说 哼 本小姐乐意 你管得着吗 当然管得着 她可是我耗费不少灵力救活的 也就是说 她的命现在是我的 没有我的允许 谁都比想杀她 哼 那本小姐就先杀了你 再去杀那只畜生 舒元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虽然之前那一战她耗费不少 但休息了一段时间 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 在她看来 教训一个小丫头绰绰有余 原儿 梁染川已经看出雪凡心的不简单 暂时不想跟她闹翻 可是舒元却没有听她的话 一言不合就动手 如今看来 这个治疗术高超的小丫头 是结交不到了 也罢 一个小丫头而已 价值不会太大 原儿现在的气头很大 要是不让她发泄出来 只怕麻烦会更大 梁染川刚刚整理好思绪 想着让舒元随意行事 要打要杀都随她的便 可是她的思绪刚整理好 谁知却看到舒元被一掌打飞 摔倒在地 滚了好几圈才停下 身上的衣服凌乱不堪 那样子很是狼狈 这样的结果说明 眼前那个看起来娇娇小小 柔柔弱弱的小丫头 实力不小 起码在舒元之上 怎么会这样 舒元被打倒在地 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忍着疼痛爬站起来 嘶吼大骂 贱人贱人 你居然敢伤本小姐 本小姐今日定要将你撕成碎片 将你杀掉 张口贱人 闭口贱人 闭口张口杀人 像你这种心狠手赖 毫无素养 品性恶劣的垃圾 活着就是浪费资源 浪费粮食 浪费空气 死了还浪费土地 你说你 做人就不能有点休养吗 像你这种自以为是 自命倾刀自不量力的垃圾 我其实真的不想理会 因为你根本不值得我浪费时间 可是你偏偏要撞到我的枪口上 你说你是不是很讨厌 贱人 你居然敢骂本小姐 你知道本小姐是谁吗 又想仗着你背后的势力 欺负人吗 像你这种人 我真是见得 刚不久还见到一个 说吧 你又是神域的什么大家族之女 背后又有什么人撑腰 全都说出来 你 你什么你啊 只不过是一个喜欢仗着别人耀武扬威的垃圾罢了 你以为你有多了不起 当然 投胎是个技术活 你投了个好胎 一出生起点就很高 这是很多人都比不上的 可是你要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这世上比你出生高贵的人多得是 所以我劝你还是低调点好 免得不小心踢到铁板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轻则自己小命难保 重则全足全灭 你想想前段时间神宫的大清洗 可是死了不少上神的 你 书元原本想跟雪凡心继续吵 可是一听到雪凡心提起神宫的事 他心里一个咯噔 脸色立即起了变化 对雪凡心有了一些忌惮 神宫大清洗的事情 即便是在神域也没有多少人知道 更何况是神眼门较为闭塞与外事隔绝 外面的消息很难传到这里 这个小贱人是怎么知道的 他到底是谁 因为对雪凡心的身份起了怀疑 书元不敢再像刚才那样嚣张 生怕惹上了不该惹的人 梁染川对雪凡心重新定位 之前还想着让书元随便打杀 但是现在 他能感觉得出来 眼前这个看似娇娇小小 柔柔弱弱的小姑娘 不仅实力非凡 而且来头不小 身份恐怕比书元还要高贵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只要能拉过来好好利用 必定能成为他的一大助力 有了这样的想法 梁染川立即开始行动 这位姑娘 在下梁染川 乃是神域梁家的少主 刚才的事是个误会 还请姑娘多多见谅 然而性子较为时间 她并不是有意冲撞姑娘的 春哥 书元见到梁染川 那么好声好气 且温柔地跟别的女子说话 心里很是不爽 对雪凡心的厌恶和愤恨 又多了几分 这个该死的小贱人 居然敢勾引她的春哥 还没等雪凡心做出回应 在一旁休息的洛福男 突然嘲讽道 梁染川 你又开始卑鄙无耻了 也对 你自始至终 从头到尾 都是个卑鄙无耻的人 看出人家小姑娘来历不凡 于是就打算施展美男计 先赢得美人心 再抱得美人归 然后就利用美人 达到各种目的 洛福男 你我本就不合 这般污蔑我 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但亲者自亲 着者自着 我梁染川 行得端 做得正 不怕你的污蔑 梁染川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 为自己辩解 反倒是洛福男 身上似有似无地带着一股邪意 让人一看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人 两者相对比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相信梁染川 但事实往往让人意想不到 行得端做得正 可你说得出口 梁染川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在想 如果这位小姑娘的身份 比书员还高 你就舍弃书员 而选择她了 洛福男 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有胡说八道吗 书员听了洛福男的话 心里有了怀疑 顺哥 你 还没等书员开口 梁染川已经急着解释 袁染 你别听她胡说八道 她这是在挑拨梨剑 你忘了吗 今日我们一起对她动手 而且要她必死无疑 如果她的梨剑计成功 说不定就能活着离开 到时候她将今日的事 告诉洛盛南 不管是你还是我 下场都不会好 川哥 我相信你 这个洛福男绝对不能留 不如 我们先杀了他 好 先杀了他 洛福男刚才一打二 消耗很大 到现在才恢复一点点 而且还受了不小的伤 如果再打的话 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被梁染川和书员杀死 围巾之计 只能从那个小姑娘突破 小姑娘 我看你是个聪明的人 这两个人渣的品性 你应该看得出来吧 你想说什么 雪凡星问道 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没人看得出 他此时在想些什么 我们作笔交易 什么交易 子丹生给你 你助我逃脱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青世依妃 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四百二十七集 见洛福南想找帮手 梁染川心中按脚不好 于是趁着雪凡星 还没有答应之前赶紧出手 想尽快将洛福南杀死 但结果还是迟了 在梁染川出手的时候 雪凡星身形一闪 瞬间挡在洛福南面前 伸手一推 以灵力凝聚出一张护盾 挡下梁染川所有的攻击 雪凡星凝聚出的护盾防御极强 还带有一些反弹作用 所以梁染川的攻击 被反弹了回去 自己受到了一些攻击 被弹得后退几步 川哥 书源赶紧扶住 险些站不稳的梁染川 然后对雪凡星发飙 竟然 你居然敢对我的川哥出手 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 云儿 梁染川拉住书源 不希望他继续得罪雪凡星 先用眼神将书源安抚住 然后才对雪凡星说道 这位姑娘 你是打算和洛福南 做那笔交易吗 如果你只是为了子单身 那么 我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你不插手 管这件事 回头 我给你一桌子单身 梁染川 你少在这里装君子 像你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 背心弃异 是常有的事 等你杀了我 也必定会杀掉这位姑娘 因为你是绝对不会留着一个握着你把柄的人 万一他将我死亡的真相告诉我哥哥 那个结果你根本就承受不了 所以你肯定会杀人灭口 洛福南 你 这位姑娘 你千万不要相信梁染川那种伪君子 他最擅长的就是欺骗女人 利用女人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如果你亲眼看到他将我杀害 他十有八九 要将你灭口啊 因为 只有死人 才不会泄露秘密 洛福南根本不给梁染川说话的机会 一个劲地把梁染川往死里说 当然 他说的都是事实 姑娘 洛福南与我有过节 他的话做不得数 梁染川虽然还在为自己辩解 但是心底已经有了计算 今天无论如何 洛福南必须得死 如果那个小丫头多管闲事 那他只好多杀一个 总之 他是不会允许任何人 坏了他的好事 雪凡心见过太多的渣男 像梁染川这种人面 瘦心的伪君子 他更是见得多多了 看着梁染川那副人母狗样 他就觉得恶心 冷泄道 哼 你叫梁染川是吧 那么梁大公子 你要当着我的面杀人 还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 不觉得恶心吗 不管这位洛福南公子 跟你有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杀人就是杀人 如果你表现得狠一点 我倒是会欣赏你 可是 小贱人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你要是再敢胡乱 侮辱我川哥 笨小姐定要你好看 还没等雪凡心说完 书员就打断了她的话 为梁染川出头 说大小姐 这个男人不值得你 为其掏亲掏废 不然有你后悔的 雪凡心虽然不待见书员这个人 但还是好心提醒她一句 你闭嘴 不准再说川哥的坏话 不然本小姐割掉你的舌头 既然你不听 那就算了 雪凡心无所谓的 懒得管书员的死活 不过 梁染川却从雪凡心 和书员的对话中 看出了局势 于是做出决定 既然你想跟洛福南一起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此时的梁染川 不再像刚才那样温润如玉 而是一个狠人 眼中流露出阴毒的杀意 他本来还想留着这个小姑娘 将她的价值最大化 谁知 这小姑娘这么不识抬举 偏偏要帮洛福南 那他就只好灭掉 省得留下一个祸患 哼 终于可露出你的真面目了 雪凡心瞧着梁染川 变狠的样子 没有丝毫的畏惧 有的只是讥讽 梁染川对雪凡心的态度 很是不满 我本不想杀你 是你自己找死的 说大话 也不怕傻舌头 你想杀我 就一定能杀得了我吗 能不能 你可以试试 那就尽管放马过来吧 找死 梁染川被雪凡心彻底惹怒 身上的气息一变 变得很是狂越 不太像正常的灵力波动 书员见到梁染川的变化 心里虽然有疑惑 但他选择相信梁染川 相信自己的男人 他的川哥是最好的 你的灵力 有些特别啊 雪凡心一眼就看出了 梁染川的灵力有问题 像血修 但又不是 气息跟五方学院 那个丧长老很相似 如果你现在向我跪地 磕头求饶 以后对我唯命是从 我或许会考虑饶你一命 梁染川身上的气息变了 连说话的口吻也变了 整个人邪力邪气的 这句话我也同样送给你 那么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说的吗 我们之间从来就没什么可说的 看来你真的要找死 有本事就来杀我 别在那里唧唧歪歪的废话 梁染川又一次被雪凡心惹怒 所以不再废话 直接动手 出招极狠 招招致命 可十招下来 他连雪凡心都没能碰到 更别说将对方杀死 这个看起来娇娇弱弱的小姑娘 远比他想象中要厉害 他低估了他 雪凡心一开始并没有主动出击 只是防御 接了梁染川的十招之后 才开始反击 我已经让了你十招了 十招你都没能杀了我 那么接下来 你可就要倒霉了 你 梁染川因为迟迟没能拿下雪凡心 情绪开始变得很烦躁 出招也越来越乱 又被雪凡心的话气到 更是烦到不行 正当他想吼几句发泄发泄的时候 却发现雪凡心的攻击已经袭来 攻势之强 让他突然心生巨异 明明只是一个小丫头 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气势 既然是递进巅峰的修为 还真是小看这个丫头了 只不过 不好 梁染川本来还想分析一下雪凡心的强弱 突然脚下冒出好多藤条 要不是他及时闪避 恐怕就被那些藤条给缠住了 可是那些藤条太过厉害 竟然追着他不放 好强的木铃之力 面对那些藤条 他竟然束手无策 这怎么可能呢 梁染川被雪凡心召唤出来的木藤追击 每次都险些被木藤缠住 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木藤的尖刺弄破 整个人显得有些狼狈 因为处于被动状态 梁染川心里极度烦躁 按照这样的情况下去 这一战他必输无疑 输给一个黄毛丫头 他以后还能如何在神野门混得下去 所以这一战 无论如何他都不能输 不好 梁染川还在想着如何扭转局势 甚至打算使出杀手锏 可是还没等他做好反击的准备 却看到十几只金剑快速强势地朝他飞机而来 吓得他赶紧闪躲 躲避的时候有些慌乱 一个不小心 双脚竟然被木藤给缠住了 梁染川满心的不可置信 金木相克 修炼了木灵爵的人 是绝对不能再修炼金灵爵的 可是眼前那个看似娇娇弱弱的黄毛丫头 竟然同时修炼了木灵爵和金灵爵 这两种相克的灵爵在他身上 竟然没有任何的排斥 这怎么可能呢 这绝不可能 梁染川心惊不已 眼看着自己就要败下阵来 他只好一不做二不休 拿出一颗爆破弹 往地面一扔 砰的一声巨响 随即冒出浓浓的白烟 将所有人的视线都挡住了 待白烟散去之后 梁染川早已不见踪影 川哥 书员追到梁染川刚刚所站的位置 想要寻找他的踪迹 可是什么都没看到 心里顿时慌乱不已 有些紧张害怕 川哥走了 留下他一个人 如果洛福南和那个贱人想要杀他 那他岂不是死定了 书员越想越怕 突然间恐惧不已 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困境 于是趁着洛福南和雪凡心 还没有对他发难的时候赶紧逃离 连川哥都逃了 他岂能不逃 等下次再见到这两个人 他定会让他们好看 喂 怎么全都跑了 本姑娘还没打够呢 雪凡心对着梁染川离去的方向大喊 话语中带着一点挑衅之意 如果他真的想追 梁染川必定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只不过他并不想而已 他和梁染川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就算梁染川再如何的渣 那也不关他的事 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杀梁染川 谁知那个梁染川那么胆小 竟然自己吓得跑了 当梁染川和书员都逃走之后 洛福南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心中无比的庆幸 还好还好 小命总算是保住了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啊 别谢天谢地了 谢我就行 不过也没有必要道谢 毕竟我们之间有一笔交易 你付出酬劳 我出手相救 两清 小兄弟 把那株子丹参给我吧 雪凡心直接伸手 向洛福南讨要子丹参 洛福南虽然很是不舍 但他却言而有信 将手中的子丹参给了雪凡心 给 谢了 这位姑娘 多谢你的出手相救 不知姑娘遵心大名啊 萍水相逢而已 姓名就不必知道了 如若有缘 自会再见 拜拜 雪凡心对洛福南挥挥手 然后潇洒地转身走人 朝一旁站着不动的火云豹走去 摸摸火云豹的脑袋 然后纵身一跃 跳到火云豹的背上 骑着他离开 火云豹心甘情愿 当雪凡心的坐骑 载着他往树林深处跑去 洛福南亲眼看到这一幕 震惊得双眼睁得极大 不是吧 一只八阶魔兽 而且还是非常凶猛的八阶火云豹 竟然那么温顺地当人的坐骑 这简直就是破天荒的奇迹之事啊 即便是神域的御兽世家 想要驯服八阶魔兽 那也是极其困难的事 即便你救了那只魔兽 它也不可能这么快就信服于你 更不会心甘情愿地当你的坐骑 开启灵智的魔兽 尤其是高阶魔兽 性子都非常高傲 如果被人类俘虏 它们宁死也不臣服 可是那只八阶的火云豹 居然无比温顺地给那少女当坐骑 那个少女到底是什么人 莫不是御兽世家的人 莫福南猜不出雪凡心的身份 但可以肯定她的来历绝对不凡 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吧 雪凡心可没想过 跟洛福南再见什么 在她看来 人与人之间讲究的是一个缘分 有缘自然会再见 所以没什么好想的 相比起来 她对眼前的八阶火云豹 更感兴趣 乖 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 就到这里吧 雪凡心从火云豹的背上跳下来 温柔地抚摸她的脑袋 然后用自己的头往她身上蹭了蹭 火云豹也反过来 蹭着雪凡心 对她充满了喜爱 还有不舍 她知道要分开了 可她真的好是舍不得 好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以后我们有缘再见 看在我们这么有缘的份上 我送你一场造化 雪凡心拿出一小杯的神灵水 然后用一根眼针 刺破自己的手指 滴出一滴血 血滴到水中 为火云豹喝下 魔兽对天才地宝的灵敏都很强 即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光是闻着就知道 绝对是宝贝 所以当雪凡心 拿出一小杯的神灵水时 火云豹非常激动 当雪凡心将水杯里的水 往她嘴里倒时 她更是兴奋 差点连水杯都吃掉 好东西啊 乖了 接下来你赶紧找个地方好好闭关吧 至于能有多大成就 那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火云豹已经能感觉到 体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流窜 还有明显的进阶预兆 兴奋的不行 但她并没有急着去找地方闭关 而是咬着雪凡心的袖子 将她往某个地方拉 似乎想带她去什么地方 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吗 雪凡心看懂了火云豹 想要表达的意思 火云豹点头应答 趴在地上 示意着让雪凡心坐到她的背上 雪凡心没有拒绝 再次跳上火云豹的背部 任由火云豹驮着她 往浮游山的深处跑去 火云豹 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啊 火云豹在树林里快速地奔跑 时不时柔柔地叫唤几声 回应雪凡心的提问 只可惜雪凡心没听懂 不管火云豹想要带她去什么地方 到了便知道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428集 魔兽长期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 尤其是高阶魔兽 它们修行了几百上千年 对树林里的环境尤为熟悉 哪里有好东西 它们比谁都清楚 特别是那些珍贵稀有的高级灵药 魔兽即便知道它们生长在哪里 也不会采摘 因为那些灵药对它们而言没啥作用 灵药只有炼成丹药 才能发挥它们最大的作用 很多高级灵药单独啃食 没什么大的作用 所以树林里的魔兽 大多都不喜欢收集灵药 因为魔兽不喜欢收集 所以树林深处里的灵药长得极好 无论是年份还是品质 都非常不错 火云豹将雪凡心 带到浮游山一处较为隐秘的小山谷中 这个小山谷的四周 全都有茂密的树林 还有无数的山石围着 又地处树林深处 至今少有人踏足 所以这里长着不少的高级灵药 哇 竟然是五千年份的子丹身 比我手里这树还要厉害 水灵莲 七彩月蓝 青岩木 玉姬花 好多好多高级灵药啊 雪凡心看着一片又一片的野生灵药田 兴奋得快要飞上天了 胡乱地跑一通之后 她就赶紧拿出工具采集灵药 花了整整一天时间 才将这个小山谷里的灵药采摘完毕 而那些才刚刚长出来的小幼苗 她则是选择放弃一部分 让它们留在山谷里继续生长 说不定几百上千年后 这里又是一片野生的大药田 采了这么多高级灵药 如果能够移植到逆龄天伦的空间里 那么以后这些灵药 就可以完全不缺了 火云豹 谢谢你 雪凡心采好灵药 就过来跟火云豹道谢 摸了摸火云豹的身体 能够感受到 她体内力量在流窜 身体的温度升高很多 显然是要进阶的预兆 你要进阶了是不是 那赶紧去进阶吧 别再压制着 火云豹用脑袋 使劲蹭雪凡心的头 过了好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往树林深处跳去 站在远处又回头看了一眼 最后才消失不见 雪凡心目送火云豹离开 直到火云豹的身影消失 她才收回视线 然后按照原路返回 离开那个小山谷 她进入浮游山 已经有三天的时间 还剩下两天 除掉回去降降任务的时间 她就只剩下一天左右的时间了 这一天左右的时间 能做什么呢 反正她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随便逛逛 采采药什么的 或者跟这里的魔兽溜达溜达 大家好 雪凡心在浮游山里随意乱走 看到合适的灵药就采摘 看到魔兽就打招呼 如今 大半个浮游山的魔兽都知道 山里最近来了一个 拥有兽之信仰的人 非常的友善 那个人似乎很喜欢灵药 于是乎 雪凡心在浮游山里走着 不仅没有任何的危险 还时不时有魔兽 前来给她送灵药 谢谢大家 我要回去了 有时间再来跟大家玩 雪凡心摸了摸一头大狮子 和众多大大小小的魔兽道别 然后往浮游山外走去 这里是浮游山的最深处 平时很少有人踏足 所以没人见到 雪凡心和众多魔兽相处的一幕 不过越往外走 人类活动的痕迹就越多 为了避免魔兽和人类发生冲突 雪凡心早早就让那些 跟着她的魔兽回去 自己一个人往外走 才刚刚出了浮游山深处 雪凡心就遇到了人 而且还是熟人 这让她有些郁闷 凤心摇也来浮游山做任务 她接了好几个收集灵药和魔盒的任务 这几天一直都在努力做任务 如果是凭她一人 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这些任务 好在她身边有不少的护花使者 有那些人帮她做任务 她轻松许多 当看到雪凡心 从浮游山的深处走出来时 凤心摇脸色立即变得不太好 不过 她并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温文柔雅 落落大方地上前打招呼 雪师妹 我们又见面了 你进入浮游山 已经有四天时间 任务完成得如何了 你接了那么多任务 要是没有办法完成 受到的惩罚可是很大的 不如这样 看在我们同事来自五方学院的份上 我帮你完成一些任务 雪凡心见到凤心摇那副白莲花的样子 就觉得恶心 真的很不想理她 可是偏偏有些人非要跟她过不去 凤心摇身边那些护花使者 一见到雪凡心 就对她发难 出言冷嘲热讽 哎哟 这不是前几天在中央大厅 领取了一堆任务的雪师妹吗 限时五天 且同一个区域的任务全接 那可是好几十个任务 其中还有几个高级的任务 凭她一个人 想要在五天的时间之内完成这些任务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我知道有一个收集九尖魔盒的任务 就凭她那个小身板 遇到九尖魔兽 恐怕还没有打 就吓得落荒而逃了吧 那可未必啊 咱们这位雪师妹 胆子可不是一般的大 要不然 怎么敢招惹路也 听着周围那些护花使者 对雪凡心的冷嘲热讽 凤仙瑶心里却不是很美好 因为她知道 雪凡心的实力非凡 别说是九尖魔兽 就连圣兽都不是雪凡心的对手 她不想让那些人太早知道雪凡心的能耐 否则她将会失去很多光环 最起码在雪凡心绽放光芒之前 她一定要找个大腿紧抱着 师父说过 神夜门里有许多来自神域的天之骄子 有一些人的身份 甚至比九幽王还要厉害 如果能攀上那些人 她的未来将不可限量 比如 洛盛南 秦北墨 花斋美 南宫谦 剑星林 这是神夜门的五大公子 百人榜千石 如果能攀上这些人 她在神夜门 不仅可以混得如鱼得水 以后去了神域 也有强大的靠山 可以说 神夜门是她命运的转折点 也是她击败雪凡心的关键所在 所以无论如何 她都要努力抓住机会 哪怕没有机会 她也要创造机会 那个雪凡心 不是喜欢低调吗 那就让她低调个够 在雪凡心低调的时候 她会用尽所有的办法和手段 攀上神夜门的五大公子 戒时 雪凡心可不知道 凤仙瑶那些弯弯绕绕的心思 原本她并不想理会凤仙瑶 以及她那些护花使者 可这些人偏偏跟她过不去 让她着实不爽 既然不爽 那就揍吧 揍到爽为止 不必让自己受那样的闷气 凤仙瑶 不想你这些护花使者 全都变残的话 现在就把他们拉走 否则别怪我心狠手辣 别人不知道我有多狠 与我同样出自五方学院的 你肯定知道 所以千万不要怀疑我说的话 不然下场会很惨的 如果这些人缺胳膊断腿 那么罪魁祸首就是你 谁让你明知道我的真实情况 却不与他们说 非要他们来我这里找死 听了这些话 凤仙瑶的脸色 立即变得相当难看 心中暗角不妙 如果今天真的和雪凡心闹到动手 一旦动手 结果肯定是她这边吃亏 要是她身边这些人全都被雪凡心给废了 她多多少少有些责任 毕竟她清楚地知道雪凡心的实力 也没有告诉大家 让大家糊里糊涂地出手 可若是现在说 她那些计划就很难实施了 身边这些人说不定会马上变成 雪凡心身边的护花使者 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凤仙瑶有些左右为难 但这点小事还难不倒她 心思一转就有了主意 装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 说道 各位师兄 雪师妹是五方学院天赋和实力 都一等一的弟子 还闯过了九十九节登云梯 如今 已经有地境巅峰的修为 实力很强 脾气也有些不好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再为难她了 不然她真的会生气的 她一生气 后果 凤仙瑶这些话看似无害 但却能将人的血气搅动起来 什么狗屁五方学院啊 只不过是五周十域那种小地方的学院罢了 神域随随随便便一个学院都能将它碾压 从五方学院出来的人我们不是没有见过 穿过九十九节登云梯的人也不例外 就拿那个龙成义来说 来神医们混了没多久就滚蛋了 简直就是个闹肿 说起那个龙成义啊 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情 听说那个龙成义是什么龙星啊 就凭龙成义那个捞样也配做龙星啊 只有五周十域那些山疙瘩的地方才那么蠢啊 整个神域的人都知道 龙星在十八岁之前必定会觉醒本命守护神兽 那个龙成义来到神隐门的时候都已经几十岁了 依然没有觉醒本命守护神兽 所以他根本不是龙星 我听说龙成义就是因为知道不是真的龙星 所以才会离开神隐门啊 他要是不走 留下来只会是个笑话 凤仙瑶听着这些人的言论 心里惊涛骇浪 感觉很是不妙 在这之前就有人怀疑他不是真的凤星 也有人跟他说过 真正的凤星在十八岁之前会觉醒本命守护神兽 原本他并不是很相信 心里总是存着一些侥幸 认为自己是凤星 可是现在他不得不相信 自己极有可能是个假凤星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觉醒什么本命守护神兽 在五方学院的时候 雪凡心就曾经跟他说过这件事情 当时他一点都不相信 可是现在 难道雪凡心也知道 真正的凤星在十八岁之前会觉醒本命守护神兽吗 凤仙瑶一想到 雪凡心和九幽王的关系 心里就慌得厉害 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现在什么话都不敢说 生怕会给自己惹来大麻烦 一旦他是假凤星的事情传出去 那么五周十遇三银六地将没有他的立足之地 好在他来到神隐门的时候 并没有说自己是凤星 所以如今他唯一的出路就是神遇 只要他在神遇站住脚 其他的将不再重要 凤仙瑶身边那些护花使者 可没管凤仙瑶在想些什么 不断地对雪凡心冷嘲热讽 出言侮辱 说话越说越难听 雪凡心只是静静地听着那些话 眼神越来越阴沉 当忍无可忍的时候便出手 只是随随便便动动意念 施展木灵爵 召唤出好几条木藤 木藤一出现 就把凤仙瑶那些护花使者全部缠住 将他们举到半空中晃来晃去 只有几个实力较为强大的人 摆脱了束缚 其他人全都被木藤给缠着 还被木藤上的尖刺所伤 好几道惨叫声从半空中传来 凤仙瑶抬头看着那些 被木藤缠住无法脱困的人 灵光一闪又响出一记 大家赶紧跟雪师妹认个错 不然他真的会下狠手的 这些人平日里都是嚣张跋扈的主 有些来历 让他们轻易认错 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凤仙瑶这句话 不但没能让那些人收住气焰 反而让他们更为愤怒 激起了他们针对雪凡心的怨恨 如此一来 就算这些人真的被雪凡心 给弄得缺胳膊断腿 那么与他也没有任何关系 毕竟他已经提醒了这些人 是他们自己不听的 雪凡心岂会不知道凤仙瑶那些小心思 但他偏偏就不让凤仙瑶那么如愿以偿 凤仙瑶 你明知道这些人都是好面子的公子少爷 却非要他们跟我道歉 你这不是在帮他们 而是在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你的目的应该是激怒他们 让他们非要跟我作对不可 到时候 他们就算被我废了 那么得罪他们的 也只有我一个 而你却什么事都没有 你这招玩的可真是漂亮 不仅可以把你这些护花使者当枪使 即便出事了 你也可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被看穿了心思 凤仙瑶有些急了 不再称呼雪凡心为雪师妹 而是怜名待姓 凤仙瑶那些护花使者那么多个 就算十有八九都是猪脑袋 剩下的一两个也稍微有些智商 这会儿多多少少都看出了一些端倪 脑袋在那里飞快地运转 想着一些事没有在胡乱动手 而是听着雪凡心和凤仙瑶的争执之言 哼 我有没有胡说八道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无所谓 我不介意跟这些人动手 即便是把他们全都废了 以我的靠山 也可以摆平后面的麻烦 你们要是想打的话 就尽管放马过来 不过 我得把丑话先说在前头 一旦动手 我绝不留情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青世依妃,腹黑九皇书》 作者 绿衣 眼波 孟凡之音 光角的无邪 第四百二十九集 雪凡心那副阴痕的样子 有点吓人 凤仙瑶那些护华使者 多多少少都吓到了 已经不敢像刚才那样嚣张 他们并不是被雪凡心 那些话给吓到 而是被雪凡心身上 所释放出来的气势和威压吓到 如此强大的气势和威压 没有足够实力的人 是释放不出来的 由此可见 雪凡心这个人 是个有真本事的人 凤仙瑶见他那些护华使者 对雪凡心起了忌惮 心里很是不悦 但又不敢表现出来 为了保住有利于自己的局势 他只好继续装柔弱 扮演善解仁义的女子 各位师兄 雪师妹的实力的确很强 她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大家还是不要与她动手为好 不管雪师妹对我如何作响 为了大家的安全 我真的不希望你们受到伤害 有几个对凤仙瑶 爱慕比较大的护华使者 就是见不得她这般受委屈 即便凤仙瑶已经把话说得清清楚楚 哪怕雪凡心释放出来的气势和威压很强 他们依然要为心仪的女子抢出头 哼 只不过是荒语之王的一个孙女而已 实力再强能够抢到哪里去啊 老子可是来自神域 别说荒语之王一个孙女 就算是荒语之王本人 见到老子都要恭恭敬敬的 宋师妹 这个雪凡心太过嚣张了 今天我们就替你好好教训教训她 那几个心仪凤仙瑶的护华使者 还真的对雪凡心大打出手 可惜结果惨不忍睹 雪凡心凝聚出几只金剑 以强势之力飞射 直接将那几个想要对她出手的人射飞 金剑从那些人的肩胛骨穿过 穿骨之痛让他们难以忍受 痛得快要晕过去了 谁还想找死 尽管放马过来 不过我先声明 下次动手的时候 结果绝对不是这点轻伤 而是致命的重伤 轻则变成废人 重则小命不保 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 我已经给过你们很多机会了 是你们自己不珍惜 怪不得任何人 雪凡心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毕竟这些人跟她没有多大仇恨 如果她真的跟这些人结下不死不休的仇怨 那就正好中了凤仙瑶的下怀 凤仙瑶就等着她跟这些人斗得你死我活呢 这可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雪凡心几支金剑就能打伤那么多人 可见她的实力真的很强 如果真要打起来 他们这些人都不太可能讨得什么好处 不管你之前说的多么天花乱坠 到最后依然是看拳头行事 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 如今雪凡心的拳头比较大 所以大家伙哪怕心里有所不满 也不敢怎么表现出来 凤仙瑶看到这样的结果 气到不行 但又不能发怒 只能忍着 雪师妹 你别这样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代他们向你道歉 还请你不要再跟他们计较了 可好 凤仙瑶 听你说的话 我觉得好恶心 雪凡心懒得跟凤仙瑶浪费唇舌 看向她那些护花使者 嘲讽问道 你们知道 白莲花是什么样子的吗 像你们这种人 出身应该不算太差 从小接触的人不少 见过的女子想必也很多 那些勾心斗角的事 你们也不会太陌生 如果你们连一点看人的眼力都没有 智商又那么捉急 那你们注定是炮灰 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 是别人成功的垫脚石 瞧瞧你们现在这副蠢样 凤仙瑶只是三言两语 就把你们耍得团团转 甘愿给他当枪使 如果你们不信 那我无话可说 你们想如何 那便放马过来 我雪凡心不是个怕事的人 当大家沉默不语的时候 凤仙瑶就在那里着急 努力地想要扭转局势 雪师妹 我知道你对我有偏见 可我从来没有想过对你如何 你又何必这样对我 凤仙瑶 收起你那副抄假的可怜样 你这招 在我这里行不通 雪师妹 行了 我不想听你废话 更不想见到你 如果你能告诉他们 你就是五周十玉 三言六对那位 从小就被星神认可的凤仙 我倒是高看你几眼 你 凤仙大人 本姑娘还有事 恕不奉陪 雪凡心丢下一句话 无视众人震惊至极的反应 直接走人 之前那些人在说 龙成义是假龙星的时候 一个个都无比唾弃嫌恶的样子 如果他们知道 凤仙瑶是假凤星 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呢 他有些期待呢 雪凡心并没有走远 而是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暗中关注着凤仙瑶那边的情况 此时此刻 凤仙瑶那些护花使者 全都用狐疑的目光 看着凤仙瑶 感觉像是被什么人给欺骗了 凤师妹 你就是那位 五周十玉三言六地 传得沸沸扬扬的凤心 凤师妹 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们提过这件事啊 凤师妹 你是真的凤心还是假的凤心啊 你该不会跟龙承义一样 是个假凤心吧 是真是假 只要将本命守护神兽召唤出来看看就行 凤师妹 不如你将自己的本命守护神兽召唤出来 让大家看看吧 凤师妹 我 我 凤心仰瑶被问得无言以对 心里很受慌乱 但她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 所以很快就想出了应对之策 各位师兄 我从未说过自己是凤心 所以何来真假之说呢 想必大家也看到了 我和雪凡心有恩怨 两人极度不和 雪凡心故意这般说话 就是想要害我 在凤心瑶的花言巧语之下 她那些护花使者 总算是没有对她发难 虽然还围在她身边 但是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隔阂 不再像一开始那么单纯 不管怎么样 这个凤心瑶 绝对没有他们看到的那么单纯 想来也是 能够从五周十遇 三银六地那种破地方 来审隐门的人 怎么可能会单纯呢 反而像雪凡心那种有实力 又阴狠的人 能够来到神隐门 才是合情合理的 雪凡心看到这样的结果 并不意外 要是三言两语 就能把凤仙瑶弄得身败名裂 那么这个敌人就弱爆了 从看到凤仙瑶的第一眼 她就知道 这个敌人不好对付 所以她从来没有想过 能够轻易打败凤仙瑶 虽然她可以直接把凤仙瑶给灭杀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 凤仙瑶并没有做出什么触及她底线的事 她要是下手太狠 总有些说不过去 而且一刀子把人解决了 这样会少很多乐趣 留着凤仙瑶这个假凤心慢慢玩 尤其真假凤心揭开那一刻 她真的很想看看凤仙瑶那精彩的反应 雪凡心没有继续逗留 完事之后就离开 往浮游山外走去 路上虽然遇到一些人 但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 所以连招呼都没打 直接离开浮游山 回到神野门建立的那些城市中 先到中央大厅去交任务 当雪凡心来交任务的时候 负责放任务的人完全傻眼了 看着满桌子的任务品 她惊讶得无话可说 好好地给雪凡心计算积分 几十个任务下来 雪凡心一共赚了一千积分 其中大部分的任务 都是几个或者十几个积分的奖励 有些任务是几十积分的奖励 但有几个任务 有着上百积分的奖励 积分奖励越高 任务难度系数越大 越难完成 对于这些事 雪凡心懒得浪费心思去理会 她只知道 此次任务一共得了一千积分 但远远不够 想要去往中门 得花一万积分 从中门去往上门 要十万积分 只有去到上门 杀进百人榜 她才有资格进入落格秘境 虽然她可以使用紫牌 或者靠阿九直接进入落格秘境 但那些都不是自己真实的力量 她想靠自己的本事 获得神格 更何况 经过这次的任务 她发现 做任务其实挺好的 不仅可以历练自己 还能有不少意外的收获 以她的兽之信仰 以后往树林里面钻 肯定不会有什么大危险 反而有很多好东西可以拿 所以她还是好好做任务吧 把神爷们所有的山头和山脉 都走一遍 跟那里的魔兽 好好结识一番 不过 在这之前 她要多准备一些东西 雪凡心出了中央大厅 就直接回自己的小院落 几天没回来 这里依然还是老样子 因为院落有阵法保护 所以外面的人 没有办法胡乱闯进来 里面倒是坐着一个人 对于这个人 雪凡心见了 没有一点吃惊 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一见到人就跑上去撒娇 阿九 你什么时候来的 雪凡心早就已经泡好了花茶 见雪凡心回来 就给她倒上一杯 刚来不久 知道你今天会回来 所以就来这里等着 雪凡心很不客气地 喝下一杯花茶 然后才继续说道 是不是好几天没见我 想我了呀 那你呢 有没有想我 有啊有啊 我天天想你呢 嘴巴这么甜 定然有事啊 说吧 有什么事 夜九商一眼就看出了 雪凡心那点小心思 但却一点不生气 对她除了宠爱之外 还是宠爱 雪凡心坐到夜九商身边 挽着她的手臂 一副讨好的样子 阿九 我这次做任务 得到了好多高级灵药 我想移植到 逆龄天伦的空间里 你可不可以帮我想想办法 神野门对空间有限制 她没有办法使用 逆龄天伦的空间 可眼下 她非要使用不可 如今能够帮她 解决这个问题的 就只有阿九 除了想移植灵药之外 你还想干什么 赶紧如实招来 招来就招来呗 我想让九转肥羊炉 帮我炼制一些丹药 你是知道的 我手里那些丹药 说白了 其实就是九转肥羊炉炼制的 而我的炼丹水平 恐怕连初级丹师都不是 她是不是得花点时间 好好学习炼丹术呢 就在雪凡心想着 要不要学习炼丹术的时候 整个人却被一把抱起 很快就落入了一个怀抱之中 坐在某位爷的大腿上 这些都是小事 至于学习炼丹术 以后再说吧 目前最为重要的是 获得神格 晋升神晋 她可不喜欢这丫头 因为学习炼丹术的事 耽误了修炼 这样一来 她的洞房花烛又得推迟了 前几天 她已经交代神功那些人 准备丰厚大典 预计最多半年之后 她就能够真正地抱得美人归 所以眼下最为重要的 是让丫头晋升神晋 骑她的一边去 至于炼丹 那就丢给九转焚烟炉吧 有这么厉害的炼丹神器 自己何必再浪费精力 去学什么炼丹呢 阿九 我发现 我在你面前真的一点秘密都没有 心里刚想什么 一眼就被你看出来了 雪凡心嘴上在说这件事情 其实一点都不介意 被叶九商看穿心思 她愿意和阿九分享自己所有的一切 包括自己所有的秘密 叶九商用手点着雪凡心的唇 为了很大劲 才控制住体内的浴火 那你能看出我的心思吗 雪凡心一听这话 再看叶九商那一脸欲求不得的样子 顿时脸红至极 阿九 你能不能别老想 不想的话就不会难受了 对不对 咱们来说点正事 对于我来说 把你吃掉就是正事 而且是最重要的正事 那个 不是说 要等我今生神经吗 是这样的 眼下还没有今生神经啊 所以你淡定点 淡定不了怎么办 凉拌 雪凡心直接被叶九商 稳住双唇 过了久久才获得自由 叶九商没有办法吃肉 但尝点肉味还是可以的 尝够之后才放开那张 被他稳得有些红肿的双唇 然后把怀里的人横抱起 突然被人抱起 雪凡心有些惊讶 哎 阿九 你干嘛呢 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里呀 去干什么 你不是说 想使用逆龄天轮空间吗 去了那个地方 你就可以使用了 好好啊 那赶紧出发 雪凡心稳稳当当地 窝在叶九商的怀里 丝毫不觉得 这样的亲密举动 有什么不妥 在他看来 他和叶九商之间 除了最后一层 其他的和正常夫妻 没什么区别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赴黑九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三十集 雪凡心不知道 叶九商将带他去什么地方 只觉得眼前一黑 身体一悬 没一会儿 就身处另外一个地方 这里山清水秀 一座纸通云霄的高雅顶端 建着一个宏伟壮观 精致美轮的庄园 那里灵气浓郁 百花盛开 哇 这里好漂亮 雪凡心见过太多太多 美得无法用言词 来形容的地方 比如 九游圣地 鬼府 如今见了这里 感觉并不是很大 他的感觉是不大 但并不说明 这个地方就不够美 事实上 这里真的很美 这里是通天雅 是五周十域 最高的山雅 也是五周十域 距离神域最近的地方 而事实上 这里的确有一条 通往神域的通道 只不过 一般人不知道而已 就算知道 也没办法通过这里 去往神域 为什么 这里已经被我 列为私人禁地 没有我的允许 谁都无法靠近一步 更别说通过这里 去往神域了 你为什么要把这里 列为你的私人禁地 因为喜欢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有权有势 果然就是好啊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真是够爽的 夜酒商带着雪凡心 往山庄里走去 整个山庄 长期都无人居住 但是这里却干净地 一尘不染 在我转世历劫之前 曾经在此地 闭关过一段时间 原来是你闭关过的地方啊 阿脚 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 雪凡心已经欣赏完 山庄里的精致 突然想到正事 于是开口问了问 但还没等夜酒商回答 他就发现 自己居然能够 跟逆龄天轮的空间 联系上了 开心喊道 哇 逆龄天轮的空间 可以用了 这里已经不是神隐门 没有了空间的静止 逆龄天轮的空间 自然是可以使用的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足够你医植那些灵药 和炼制丹药了吧 夜酒商 轻轻捏了 捏雪凡心的小脸蛋 想到再过不久 就可以将它吃干抹尽 他心里就兴奋 半年 最多半年 说不定不用半年 三天时间 足够了 雪凡心只说了一句 然后意念一动 整个人便消失不见 转眼间 已经进入空间之中 夜酒商宠逆一笑 随即也进到空间里 一进去就看到 里面的人 已经开始种植灵药 无奈地摇摇头 哪怕只是看着 他也有种幸福的感觉 以前他不知道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总觉得自己的生命 是很无聊的 为了打发时间 不让自己那么无聊 他到处找事情做 于是一个不小心 就弄出各种各样的身份和事理 现在 他已经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 那便是愿得一心人 摆手不相离 他好不容易才盼到这样的幸福 谁要是坏他的幸福 他就要谁灰飞烟灭 雪凡心正忙着在空间里 种植那些从浮游山挖来的灵药 见夜酒商在那里闲坐着 于是催他来做苦力 阿脚 你坐在那里发什么呆呢 赶紧过来帮忙啊 就算是挖土填土也好 来了来了 夜酒商不介意做这点苦力 虽然他可以直接用灵树做事 但他现在更想亲自动手 你来挖坑吧 不用挖那么深 像这样就行 这样的吗 是的 夜酒商还是按照雪丸心说的挖坑 手里拿着一把小铁铲 在那里挖呀挖 挖了上百个小小的坑 雪凡心则是将一株又一株灵药 种到坑里 然后将土埋上 再用神灵水浇灌 种植好灵药之后 雪凡心才将九转肥羊炉叫出来 开始炼丹 最主要的是炼制寿灵丹 一把又一把的灵药 往九转肥羊炉里扔 紧接着将一堆又一堆的丹药 往别的地方装 放到七桥宝镯的空间里 炼丹到后面 因为有些灵药短缺了 所以他就让夜酒商去弄 反正缺的那些灵药 都不算太过珍贵 只要有钱 外面可以买到很多 更何况 阿九有紫霄楼 鬼街 从这两个地方弄灵药 速度够快 灵药的数量也够多 雪凡心除了炼制寿灵丹之外 其他丹药也都炼制 所以需要的灵药非常多 夜酒商知道这些 所以让紫霄楼和鬼街的负责人 给他弄药 越多越好 紫霄楼和鬼街的负责人 接到命令 赶紧办事 不到半天的时间 就已经将灵药都准备好 装在好几个空间戒指 恭恭敬敬地 上交给夜酒商 主子 您要这么多的灵药做啥呢 徐兰明好奇地问了一句 本主的女人药 夜酒商丢下这么一个答案 直接消失不见 徐兰明一脸地无语 想到那些价值连城的灵药 就这么被拿走了 心疼肉更疼 可是再疼也没用 毕竟那是主子要的东西 唉 想不到像主子这种大冰山 竟然也有恋爱的一天 这一爱 就爱得天崩地裂 真是令人唏嘘啊 说来也奇怪 主子既然那么喜欢雪凡心 为什么到现在 还不把人给娶了呢 主子的世界 他不懂啊 夜酒商可不管徐兰明在脑补什么鬼东西 拿到灵药之后 就回了通天涯 进入逆龄天伦的空间 将灵药给雪凡心 雪凡心拿到灵药之后 继续没日没夜地炼丹 整整炼了两天丹药 产量极高 少说也有上万颗丹药 不过 有一大半是寿灵丹 三天的时间一过 雪凡心基本都已经将事情忙完 于是又被夜酒商带回了神隐门 然而他现在还不知道 此时他的名头已经传遍整个厦门 还有不少的人在找他 在小院落外 时常有人在暗中盯着 你已经被人盯上了 需要我出手帮你处理吗 院子外面那些眼线 自然逃不过夜酒商的法眼 不用 留着给我练手吧 反正只是一些挑良小丑 翻不起多大浪花 也好 获取神格需要通过许多的考验 尤其是心性方面的考验 这些人留给你练手也好 这样也可以间接练练你的心性 星儿一路走来 遇到不少招惹他的人 但他很少出手解决 大多都是留给他自己处理 目的就是希望 他能够得到更好的历练 心性的历练 重要是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较量 因为雪凡心的拒绝 所以夜酒商没有出手 将外面那些漂亮小丑留着 还有那些处于暗处的人也留着 以星儿的能力 对付这些人绰绰有余 就算星儿真的应付不来 还有他呢 不过 不是危及生命的关键时刻 他不会轻易出手 这样对星儿 这样对星儿未必是好事 最起码在星儿晋升神境之前 他不能轻易出手 等晋升神境之后 哼 谁敢惹他的女人 他就把谁给废了 外面的人一直盯着雪凡心所住的小院落 只是他们已经盯了好多天 里面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都快把他们的耐性给磨没了 你说那个雪凡心 到底要在里面窝到什么时候才出来啊 都已经三天了 他就不怕把自己弄发霉了吗 耐心点吧 那小姑娘可不是个简单人物 限时五天 同一个区域的任务全接 他竟然能按时完成所有的任务 而且还是独自完成 这样的人可不是泛泛之辈 公子让我们好好盯着这个雪凡心 一旦发现他的踪迹立即禀报 所以我们打起精神来 已经过去三天了 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出来 我们再耐心等几天 几天的时间 对于神隐门的弟子来说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厦门的普通弟子 他们天天都要为积分而发愁 担心积分不够被弹出神隐门 不过白公子说了 只要他们帮忙盯着雪凡心 事后会有大酬劳 雪凡心知道 外面有人在盯着他 但是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这三天的时间 他都忙着移植灵药和炼丹 都没能和阿九好好相处 于是特地找出一点时间 做了一顿丰盛的烛光晚餐 和阿九好好享受享受 晚上一起坐在院子里 看星星 看月亮 谈谈理想 谈谈未来 然后合奏一曲 他已经很久没有跟阿九合奏了 感觉还真是不错呢 阿九的酒商琴 他的雪油笛合奏出来的曲子 很是美妙动听 仿佛是天底下最美的音乐 阿九 咱们认识那么久 我都不知道哪天是你的生辰 雪凡心靠在夜酒商的怀里 看星星 时不时问他一些问题 想更进一步地了解他 他只知道阿九是个弃鹰 是他师父捡回来养大的 其他的不是很了解 阿九那么强 他难道就没有好好查一查 自己的身世吗 以阿九的能力 想要查出自己的身世 应该不难吧 我从来都不过自己的生辰 就算要过 也只是按照 师父将我捡回来那一日来过 夜酒商说起这件事 话语中隐隐透着一丝寒意 这点寒意被雪凡心捕捉到了 心里有所猜想 阿九 你是不是不太喜欢自己的身世 夜酒商没有隐瞒 轻轻点头 嗯 那能跟我说说吗 我出生之时天降一笑 家族里的人请来一位心捕师 为我补算 那位心捕师说我是煞行 若是留着 势必会害得全族灭亡 族里的人相信了 那位心捕师的补算之言 欲将我除掉 我娘偷听得知此事 便先一步偷偷把我抱走 想将我送到别的地方 但家族里的人 却依然不肯放过我 害人追杀我们母子俩 我娘为了救我 将我放在一个 时常有人来历练的树林里 然后抱着一块木头 将追杀我们的人引走了 雪凡心能感觉得出 夜酒商此时的心情很不好 心中有恨 但又极力地压制这个恨意 阿九 这些事情都过去了 看到阿九提起过去的事情 那么痛苦 他虽然很是心疼 但这些事 他还是想知道 只有知道这些 他才能更好地了解阿九 别担心 我没事 正如你所说的 这一切都过去了 夜酒商将雪凡心搂紧 然后继续说道 我娘将那些人引开了 后来没多久 我便被师父捡到 把我回去养大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说自己是弃婴呢 你娘是万不得已 才把你放在树林里 她不是故意要丢弃你的 因为我是家族要放弃的人 出生在大家士族的人 他们虽然出身高贵 但自己的人生 却很少能够自由选择 大多情况下 都会被家族的利益牺牲掉 除非个人的天赋极高 背后又有强大的靠山 鲁泽难以成长起来 那后来呢 以你现在的本事 想要对付那个放弃你的家族 应该不难吧 我并没有怎么对付那个家族 只是偶尔给他们弄点麻烦 让他们时刻都没有好日子过 不是内斗就是外斗 让他们自己斗个你死我活 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家族至今还存在 是的 那他们 知不知道你的存在 叶九山冷冷一笑 以前不知道 现在或许已经猜到 只不过不能肯定罢了 雪凡心越听越好奇 那他们是不是打算 将你弄回家族去 让你为家族效力 他们是有这个打算 只可惜 他们没那个能耐 说的也是 阿九是五周十遇的神主 是鬼阶的主人 至于在星界是什么身份 他暂时还不知道 但以他对阿九的了解 在内里 肯定也会弄出一个 很牛掰的身份 只是不知道 抛弃阿九那个家族 到底是什么 无所谓 反正那个家族 留给阿九对付就行 阿九 那你娘呢 雪凡心对抛弃夜酒商 那个家族兴趣不大 倒是阿九的生母 让她很感兴趣 作为一个母亲 她是非常合格的 看得出来 她也非常爱自己的孩子 夜酒商说到 自己的生母时 情绪才稍微好一些 她死了 如今早已重新转世为人 是别人的母亲 她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 阿九 雪凡心紧紧地抱住夜酒商 用自己的怀抱来温暖她 阿九 你别伤心 你还有我呢 是啊 我还有你呢 放心吧 我们以后 肯定会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家庭 等我们成亲之后 我会给你生很多的宝宝 让咱们这个家庭 变得更加的温暖热闹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三十一集 这还没成亲 你就想着为夫君生孩子了 夜酒商听到 雪凡心说 要为自己生很多很多孩子 她心里就乐得不行 刚才所有的伤心难过 全都烟消云散 有的只是对未来憧憬和快乐 你讨厌 我不理你了 雪凡心脸红地把脸转开 但她依然没有舍得 离开夜酒商的怀抱 夜酒商将雪凡心抱得更紧 深情款款地说道 星儿 我们的未来 一定会很幸福的 任何破坏我们幸福的人 我都不会放过 任何破坏我们幸福的人 我也不会放过 那么 我们一起守护 我们的幸福 那当然了 两个人的幸福 需要两个人来守护 一个人守护会很累的 而且永远都是一个人付出 一个人在享受 这样的感情 很容易出现偏差 我希望我们一起守护 属于我们的幸福 一起为我们的爱付出 好 雪凡心一整夜都跟夜酒商 在院子里看星星 看月亮 后来直接在院子里睡着了 什么时候被人抱进屋子里 都不知道 一觉醒来的时候 发现夜酒商已经不在 不用想 也不用问 阿九肯定又要去处理 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 无所谓 反正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忙 而且想见阿九并不难 所以那些什么 依依不舍之类的东西 他并没有 唉 休息了那么多天 也该去做任务了 早点弄到足够的积分 早点能够进入落格秘境 雪凡心简简单单地洗漱 再弄了一些东西来吃 然后出门去 但他才刚刚出门 在外面盯着他的人 立即行动起来 以最快的速度 将他的行踪 禀报给一些人 白玉阳一直都在派人打听 雪凡心这个人 得知雪凡心 就是当日在中央大厅 不小心撞到他的那个女子 他心里暗暗发笑 然后派人好好盯着雪凡心 一有他的消息 就立刻来禀报他 等了那么多天 他总算是等到消息了 雪凡心 本公子倒要看看 你有多大的能耐 明明只是一个小地方的蝼蚁 竟然能让陆姑娘亲自出面 要求除掉 本公子还真想知道 你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他来神隐门的任务 就是除掉雪凡心 将他的人头带回去 本以为要花上一段时间 才能查到此人 想不到这么快就遇上了 这只能说 那个雪凡心倒霉吧 他现在对那个雪凡心 更加好奇了 真的很想知道 雪凡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竟然能让陆姑娘 那么大费周章地 想要除掉他 大公子 听说那个雪凡心 和凤仙瑶有过节 两人前几天在浮游山 发生一些不愉快 雪凡心还出手了 陆志明将调查到的消息 全都告诉白玉阳 凤仙瑶吗 对 就是凤仙瑶 那个凤仙瑶和雪凡心一样 都是从五方学院那边来的 两人在五方学院的时候 就已经有过节 很好 或许那个凤仙瑶 可以利用一番 派人继续盯着雪凡心 本公子要知道 他全部的举动 是 雪凡心出了门之后 直接朝中央大厅走去 胡适身后那几个跟踪的人 就算知道也视而不见 一来到中央大厅 就领取了一堆任务 然后做任务去 在后面跟踪雪凡心的人 赶紧打听雪凡心 领取了什么任务 接着去跟白玉阳禀报 去了长岭山脉吗 那本公子 也去接几个 长岭山脉的任务玩玩 白玉阳很快就领取了一些 去往长岭山脉的任务 当然 他此行的目的 并不是做什么任务 而是除掉雪凡心 只要把雪凡心除掉 他就可以离开这个破地方了 什么神隐门 连星界最末流的地方都比不上 也就只有五周十余那些卑微之人 才将这里当成天堂 要不是因为陆姑娘的吩咐 他才懒得跑来这个鬼地方 白玉阳想着 就快可以完成任务 心情就有所好转 领了那些不痛不痒的任务 就往长岭山脉而去 随行的还有陆志明几个狗腿子 那些人在进入山脉的时候 就已经分散开 四处寻找雪凡心的身影 雪凡心对于这种事 从来不怎么放在心上 他一般不会私底下算计人 有仇基本是当场就报 遇到算计和危机之类的 直接化解 这里一些野兽野鸡野兔子之类的居多 几乎没有任何危险 但是想要完成任务 那就必须去往山脉的内围 然而内围有不少的毒蛇猛兽 就连毒草毒虫也多 越往深处危险越大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把小命弄丢 因为长岭山脉 比其他做任务的地方要危险许多 所以一般来这里做任务的人都喜欢结伴而行 除非个人实力特别强悍 雪凡心从来就没想过 跟人结伴同行做任务 结伴对他来说 不仅没有任何帮助 反而是累赘 有外人在 他做什么事都束手束脚 所以不如单独行动 血灵芝 运气还真是不错 冬浅草 水香兰 小家伙 你好啊 雪凡心一路走 一路踩 不管是普通灵药 还是高级灵药 他都没放过 全都踩了 不仅如此 见到那些大大小小的魔兽 他还会跟他们打招呼 起初那些魔兽 对雪凡心还有些忌惮 不敢轻易靠近他 可是后来他们慢慢地发现 雪凡心对他们没有任何恶意 所以他们的胆子就大起来 一只在他身边蹦跶 跟着他走 魔兽们看到雪凡心一路上都在采摘灵药 于是也帮把手 瞧着哪里有灵药就帮忙采过来给他 谢谢 雪凡心收了灵药就跟魔兽们道谢 还拿出自己做的肉干 靠上帮他采灵药的魔兽 其他魔兽见到 有肉干可以吃 也去采几灵药 有的甚至从自己的老窝里 把好东西搬来 喂的就是雪凡心的肉干 那些肉干 可不是普通的肉干 而是先用神灵水蒸煮过 放了不少的调料制作而成 那味道不仅鲜美 而且吃了之后 感觉体内充满力量 有一些魔兽吃了几块肉干之后 居然进阶了 看到这样的好事 魔兽们更加对雪凡心的肉干 趋之若鹜 很是卖力地寻找灵药 然后眼巴巴地跑来 跟雪凡心换肉干 雪凡心在通天涯的时候 就已经把逆临天伦里的肉干 全部转移到七桥宝镯之中 如今镯子里的肉干 少说有上千斤 没办法 之前小雷杀的那些水电锦 卖鱼太多 还有不少魔兽 这些肉大部分 都被它弄成了肉干 打算留着当零食吃 不过现在也好 能够拿来感谢那些魔兽 也不错 肉干是用神灵水蒸煮的 肉里吸收了神灵水的力量 所以这已经不是 普通的肉干了 随着雪凡心 特殊肉干的事传出去 不到一天的时间 整个长岭山脉 大部分的魔兽 都知道这个事 不少魔兽纷纷出动 就连九尖魔兽 也出来溜达 拿着采集而来的灵药 跟雪凡心换肉干 雪凡心又和魔兽们 沟通一番 不仅要灵药 还要魔盒 于是乎 又有一拳的魔兽 拿着魔盒 来跟雪凡心换肉干 如果拿来交换的东西 太过珍贵 雪凡心会酌情处理 按照物品的珍贵程度 给予报酬 如果东西太过珍贵的话 他不仅给肉干 还会给寿灵丹 寿灵丹一出 长岭山脉的魔兽 更加坐不住了 拿来更加珍贵的东西 与雪凡心交换 不管魔兽们 拿了什么东西来换 哪怕是不怎么值钱的 普通灵药 雪凡心也会给他们 几块肉干 不到三天时间 他这次所需要的任务 已经全部收集完毕 接下来 只要回去交任务就行 但他并不打算 这么快就回去交任务 想着继续在山脉里溜达 说不定还会有 更为意外的收获 这个长岭山脉 他也没打算再来第二次 所以尽量在这里寻宝 雪凡心独自在 长岭山脉的深处逛游 期间遇到了不少高阶魔兽 但是他们都相安无事 那些高阶魔兽见了他 不仅没有发动攻击 还会跑到他面前来 卖萌讨好 喂的就是几块肉干 朋友们我要睡觉了 大家晚安 雪凡心随便找了个地方 搭帐篷休息 睡之前和外面那些 大大小小的魔兽打声招呼 魔兽们知道雪凡心要休息了 也回自己的窝去休息 顺便四处逛逛 看有没有好东西 可以拿来跟雪凡心换肉干 有一些小家伙 则是在雪凡心的帐篷附近 找地方休息 他们很喜欢雪凡心的气息 所以才这样一直跟着他 事业 急到人影悄悄地靠近雪凡心的帐篷 几人相互打手势 其中一个人小心翼翼地离开 跑去向白玉阳通风报信 白公子 找到那个雪凡心的踪影了 当有人悄悄靠近帐篷的时候 雪凡心早就已经有所察觉 只不过他并没有理会 按兵不动 倒是在外面的小魔兽 注意到了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立即从梦中醒来 两只眼睛直溜溜地盯着那些人 哼 这些坏人想要害他们的朋友 他们绝不允许 魔兽们之所以把雪凡心当作朋友 那是因为雪凡心把他们当朋友 虽然他们还不太明白 朋友的真正含义 但大致的意思还是懂的 魔兽并没有人类那种弯弯绕绕的心思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他们对于喜欢的人 那是绝对的维护 不掺杂任何的利益 看到那些想对雪凡心不轨的人 他们立即露出自己的獠牙和爪子 在暗中伺机而动 那几个在暗中盯着雪凡心的人 忽然感觉周围有不对劲的气息 还有一股阴风 让他们觉得毛骨悚然 可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必须待着不动 除非雪凡心有所行动 否则他们绝对不能乱动 雪凡心即便不出帐篷也知道 外面是什么情况 脸上浮现出一个很是不屑的冷笑 用灵力凝聚出一只蝴蝶 在蝴蝶的翅膀上 撒下肉眼看不到的粉末 然后将蝴蝶放飞 蝴蝶从帐篷的缝隙飞出来 因为天黑 如果不是近距离 根本就看不到这只蝴蝶 那几个躲在暗处的人 因为担心行踪暴露 所以没敢太过靠近 自然就看不到那只蝴蝶 而蝴蝶从帐篷里飞出来之后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没人知道 沾染在蝴蝶翅膀上的粉末 随着风逐渐飘散到四周 过了大概一刻多钟 白玉阳就带着人往这边而来 不过 他并没有刻意隐藏自己 像是平常一样走路 走路时发出的动静 大老远都能听得见 如此形势 看得出来 白玉阳对自己非常有自信 白玉阳给身边的人打了个手势 那些人立即跑过去 将雪凡心的帐篷团团围住 想来个瓮中捉鳖 然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帐篷里的人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让白玉阳有些不悦 感觉被人无视了 他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即便是普通人都已经能察觉得到 可是帐篷里的人却迟迟不见出来 难不成睡死了 陆志明看出了白玉阳的不悦 于是拉开嗓子 对帐篷里的人叫喊 雪凡心 你以为躲在帐篷里不出来 就向来无视了 实相的话 就乖乖出来受死 这样可以死得痛快一点 否则你想死都不行 你们就那么确定 能杀死我 雪凡心还好好地躺在帐篷里的床上 直到现在也没有打算出去 就在里头舒服地待着 一个荒芸来的黄毛丫头 杀你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如果你聪明的话 那就赶你出来受死 不然结果会更加严重 比如说 你在荒芸那些亲朋好友 陆志明的威胁 让雪凡心彻底怒了 眼中露出冷意 站起身来往帐篷外走去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依妃 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四百三十二集 荒芸那些亲朋好友 是他的底线 谁要是敢踩到这条底线 那么只有死路一条 他绝不允许任何人 伤害他那些亲朋好友 绝不允许 看到雪凡心从帐篷里出来 陆志明更是嚣张 小贱人 你总算是出来了 不过由此可以看出 你对荒芸那些人 非常的在乎啊 小贱人 你等着吧 等你死了 老子就去整一整 荒芸那些人 然后把他们送到地狱去陪你 既然如此 那本姑娘就先把你送到地狱去报到 陆志明再次踩到雪凡心的底线 雪凡心二话不说 身形一闪 瞬间与陆志明擦肩而过 任谁都没能看清楚他的身影 你 当雪凡心停下脚步的时候 众人才发现他动过了 紧接着 看到陆志明双手死死地捂着自己的脖子 那烟红的血液从他手里溢出来 让人看着触目惊心 很显然 陆志明被人抹了脖子 而做这件事的人 就是那个看起来娇娇小小 柔柔弱弱的雪凡心 陆志明在神野门下门 称王称霸了上十年 虽然实力不是下门里最顶尖的 但是绝对不弱 任谁都没有能力一招将他击杀 可是那个雪凡心 一个黄毛丫头 他竟然一招就把陆志明的脖子给抹了 那实力 触及我底线的人 下场从来就只有一个死字 荒芽那些人 是我的底线 所以你慢慢去地狱报道吧 雪凡心转回身来 看着垂死前挣扎的陆志明 送他一句轻飘飘的话 陆志明这个时候才知道恐惧 但已经太迟了 在听到雪凡心最后那一句话的时候 他便没了意识 整个人轰然倒地 彻底死去 那些一直跟着陆志明混的人 看到陆志明死了 心中大乱 不知所措 好在还有一个白玉扬 所以他们的阵脚才没有全乱 当雪凡心出手击杀陆志明的时候 白玉扬并没有出手相救 自始至终都一副极其淡定的样子 但那只是表面的 只有白玉扬自己知道 此时他的心里有多么震惊和紧张 因为雪凡心动手击杀陆志明的时候 他只能勉强看到他手中的匕首 划过陆志明的脖子 其他的什么都看不到 更别说是出手阻止了 其实他是想救陆志明的 可是他没有那个能力 那个雪凡心能够当着他的面杀人 可见实力非同一般 他原本以为雪凡心只不过是小地方来的蝼蚁 除掉他不是什么男士 但是现在 不过那又如何 只要他使出权力付出一点代价 他依然可以将雪凡心杀死 这个雪凡心与他所料的不太一样 为了以防万一 今天他必须将它除掉 雪凡心早就感觉到白玉扬对他的杀意 所以陆志明死了之后 他就把目光转移到白玉扬身上 冷肃问道 你也要杀我吗 是 白玉扬点头应答 一点都不掩饰自己对雪凡心的杀意 为什么 我们之间的过节 似乎还没有到不死不休的地步 我只不过是不小心碰了你一下 难道因为这点小事 你就要置我于死地 直觉告诉他 事情或许没那么简单 白玉扬还是有点耐心 跟雪凡心废话的 在他看来 雪凡心今日必死无疑 所以他很乐意回答雪凡心那些问题 有人要你的命 本公子只不过是受人之托来取你的命 原来如此 不知阁下能够告知 想要取我性命的人是谁 雪凡心还真猜不出白玉扬背后的人是谁 他得罪的人是不少 但是那些人的实力有多少 他还是很清楚的 能够安插人到神野门来取他性命的人 五周十玉还真没几个人有这样的能耐 除非是神域那边的人 可是他并没有去过神域 应该不会得罪神域的人 那到底是谁 有那个能耐追杀他追到神野门来 那人是谁 本公子自然不能告诉你 但本公子却可以告诉你 本公子是谁 本公子姓白 名玉扬 记住了 杀你之人叫白玉扬 白玉扬很大方地将自己的姓名报上 白玉扬 薛凡心听着这个名字 很快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名字 你和白玉扬 是什么关系 当初在鬼街的时候 于金扶楼门前 他当着白玉扬的面召唤金凤 所以对白玉扬这个人 他还是有印象的 据他所知 白玉扬乃是星神殿的人 如果这个白玉扬和白玉扬有关系 那么这个白玉扬 芭城也是星神殿的人 由此可以推断 背后想要取他性命的人 多半来自星界 说不定 还跟星神殿有着很大关系 他没去过星界 在星界 应该没得罪什么人吧 是谁这么大费周章 想要取他性命 莫不是 他奉兴的身份已经暴露 星神殿来杀人灭口了 看样子不太像 你比本公子想象中的 还要厉害不少 不仅是实力 还有见识 想不到 你居然认识本公子的哥哥 看来本公子 不能小事你吗 白玉扬从雪凡心口中 听到白玉扬这个名字时 心里又稍微紧张了一些 一开始 他还以为 鹿姑娘交代她的事 是一件小事 如今看来未必 这个雪凡心 明明只是从荒芽 而来的小蝼蚁 就连神域都没去过 可是他竟然认识 他那位哥哥 说不定 雪凡心的身份 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 不过 这并不重要 不管雪凡心 是什么身份 今天都必死无疑 白玉扬是你哥哥 那么你也是 心神殿的人了 也就是说 想要取我性命的 是心神殿 白玉扬想不到 雪凡心 竟然有这样的猜测 虽然真相 与他猜得有些出入 但他能想到这些 可见非同一般 这个时候 他已经无法将雪凡心 当作是 五周十域那些蝼蚁 来看待 五周十域的蝼蚁 根本不知道 心神殿的存在 不管想要取你性命的人 是谁 你今天都必死无疑 所以 所以如何 乖乖受死吧 白玉扬不再跟雪凡心废话 突然出手 想着以最快的速度 将雪凡心解决掉 所以出手的时候 也用了全力 面对白玉扬的攻击 雪凡心用了八成的功力 才能勉强接下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白玉扬的实力 跟他不相上下 即便他稍微强一点 也强不了多少 一招没能将雪凡心杀死 白玉扬有些气愤 于是再次出招 对雪凡心展开 更为强烈的攻击 心里想着 如果第二击 还没能杀死这个女人 那么事情就棘手了 这两击 他用的是自己最强的杀招 最强的杀招 都杀不死雪凡心 那么接下来 想要杀掉雪凡心的 可能性更小 白玉扬太过 想要将雪凡心杀死 所以第二击的时候 不但使出全力 还使用暗器 为的就是增加胜算 可结果 雪凡心依然躲过了 白玉扬的第二击 即便是白玉扬 使出的那些暗器 也被他躲过了 我已经让了你两招 那么接下来 就该我出招了 第二击 没能杀死雪凡心 白玉扬心中 感觉很是不妙 当听到雪凡心说 要出招的时候 他的心里 突然莫名地恐慌起来 然而 还没等他整理好心绪 脚下突然冒出许多藤条 为了避免被藤条缠住 他不得不及时躲避 可是不管他躲到哪里 都有藤条冒出来 哪怕是跳到半空中 也不例外 那些藤条很是诡异 比毒蛇还要难缠 藤条上长满了尖刺 尖刺上还有剧毒 即便只是被藤条碰到 也会很惨 好强的木铃爵 白玉扬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 才躲过那些藤条的追击 但因为藤条 持续不断地冒出来 无奈之下 他只好出手 召唤出自己的武器 一柄白色长剑 在空中横扫几剑 那些藤条全部被剑气砍断 雪凡心察觉到 白玉扬那柄剑的不凡 所以没再用藤条来对付他 而是召唤出血油剑 与他开战 白玉扬看到雪凡心手中那柄 通体蓝色的透明金剑 眼中竟是贪婪之色 真是一把好剑 比他手中的剑 还要好上几倍 这样的绝世神剑 即便是在星界也难得一剑 想不到雪凡心这个下界的蝼蚁 竟然拥有这么好的剑 不过 这柄剑很快就是他的了 雪凡心 你可真是给了本公子 好多好多的意外和惊喜啊 尤其是这把剑 怎么 看上本姑娘这把剑了 雪凡心一眼就看出了 白玉扬眼中的贪婪 心中满是嘲讽 这可是阿九亲自练尸的剑 普天之下 除了他之外 无人能够使用 不过 这件事情 没有多少人知道 所以那些对雪油剑 起心思的人 注定是个悲剧 你说的没错 本公子看上这把剑了 如果你肯乖乖地 把剑交出来 本公子会让你 死得轻松一点 否则 就算本姑娘把剑给你 也不见得你能驾驭得了 哼 连你都能驾驭得了 本公子自然驾驭得了 是吗 是 那本姑娘就成全你 接着吧 雪凡心还真的把手中的雪油剑 丢给了白玉扬 白玉扬想不到 雪凡心竟然真的把剑给他 很是惊讶地接过丢过来的剑 如今剑已稳稳妥妥地落在他的手里 即便他再不相信也得相信 雪凡心真的把剑给他了 那么好的剑 雪凡心居然就这样轻易给他了 这女人到底在搞什么鬼 不管这些 反正剑已经在他手中 那就是他的了 白玉扬得到雪油剑 简直是爱不释手 越看越喜欢 越看越兴奋 差点已经忘记自己此行的目的 好剑 好剑呀 简直就是一把近乎完美的神剑 从今以后 这把剑就是本公子的了 就在白玉扬欢喜非常的时候 却发现 手中的剑无法掌控 任凭他如何拿都拿不稳 最后那剑竟然强行将他甩开 脱离他的手中 飞回雪凡心的身边 先是绕着雪凡心飞几圈 然后用剑柄蹭了蹭雪凡心的脸 像是在撒娇求抱抱 怎么会这样 那剑难道有剑灵 雪凡心重新持拿雪油剑 看着眼前的人讥讽道 哼 本姑娘说了 就算把剑给你 你也未必驾驭得了 你在耍本公子 白玉扬恼质问 本姑娘只是在说一个事实 如果你觉得说事实是在耍你 那就是吧 你找死 是谁找死还不一定呢 雪凡心意念一动 将手中的雪油剑 幻化成雪油笛 然后放到唇边吹奏 一阵悠扬的底声传来 现场的人一开始听着觉得没什么 可是慢慢感觉不对 他们的意识开始模糊 陆志明那些手下实力不算高 很快就抵不住那个底声 一时被人控制 突然对白玉扬动手 白玉扬的实力较强 所以他暂时还没有被底声控制 发现陆志明那些手下 全都对他发动攻击 为了自保 他只好把那些人全都杀了 阴沙术 你居然懂得阴沙术 而且还是很强大的阴沙术 雪凡心的阴绿之术 恐怕比陆姑娘的还要强 该死的 这个雪凡心到底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那么强 五周十玉这种小地方 怎么可能冒出这么强的人 白玉扬一直在抵抗雪凡心的阴沙术 可那阴沙术真的太强太强 任凭他意志力再坚定 还是抵抗不了 意识慢慢变得模糊 最后脑子一片空白 雪凡心以阴绿之术 控制了白玉扬的意识之后 就停止吹奏雪游笛 然后对着像傀儡一样的白玉扬下命令 蹲下 白玉扬听到命令 还真的乖乖蹲下 趴下 跳三下 转三圈 雪狗叫 雪凡心下达了好几十个命令 确定白玉扬已经被他完完全全控制 他才放心 然后开始审问 是谁派你来杀我的 鹿姑娘 鹿姑娘是谁 鹿明山姑娘 原来是鹿明山 鹿一白的那个妹妹 想不到 这个鹿明山为了杀她 竟然大费周章地派人到神眼门来 可真是看得起她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三十三集 不过 这也间接地说明 鹿明山比他想象中的 还又难对付 正所谓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 看来 他有必要好好查一查 那个鹿明山 虽然这件事 牵扯到阿九的大师兄 但是那个鹿明山 已经对他发难 他没有必要再坐以待毙 雪凡先理了李思路 最后给白玉阳 下达一个命令 你现在就回星界 向鹿明山赴命 就说任务失败 接下来你要做的 就是暗中盯着鹿明山 将他所有的一切 都调查得清清楚楚 随时等候我的召唤 是 白玉阳现在 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思维 对雪凡先下达的命令 只管听令 没有任何抵抗 那你现在就回去吧 千万不要露出什么马脚 不然 我可是会不高兴的 是 去吧 是 白玉阳机械地回答了 很多个是 然后才离开 雪凡先虽然控制了 白玉阳的意识 但这是他第一次 使用这种 鹰绿之术控制人 所以他没抱多大希望 即便白玉阳 最后摆脱了他的控制 那他这边 也没有多大损失 白玉阳离开之后 雪凡先将现场 那些人的尸体扫射一遍 拿出一瓶化湿水 把所有的尸体都化掉 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人 往长岭山脉深处走去 与此同时 远在星界的某个密室里 一个长得极其美丽的女子 正捣鼓奇奇怪怪的毒物 密室之中 有不少的小笼子 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毒虫 蜘蛛 武功 蝎子 比比皆是 真心真意水 就快炼制成功了 只要叶哥哥喝了真心真意水 就会对我真心真意 叶哥哥 你一定是我的 而且也只能是我的 陆明山一想到 就快可以得到夜酒伤了 情绪就特别激动 可情绪一激动 双手就稍微抖了一下 原本还差一点点 就可以炎制成功的东西 瞬间毁得面目全非 不 我的真心真意水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所谓的真心真意水 其实就是一种 可以控制人的 七情六欲的东西 尤其是控制一个人的心 可以让那人 对自己全心全意 因为这东西 是给叶哥哥用的 所以他才取名 真心真意水 这真心真意水 耗了他几十年时间 才炼制而成 不少的材料极其珍贵 想要再找出一份 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恐怕根本找不到 如今 这真心真意水毁了 想要再弄出一份很困难 就算能弄出来 也要花费不少时间 他已经没有那么大耐性 再等下去 也没有时间再等 可恶 可恶 陆明山越想越烦躁 一气之下 把桌上的东西全都打翻 脸上的表情 猙獰的可怕 很是吓人 就在这时 一个婢女走入密室之中 小心翼翼地说道 小姐 白二公子回来了 陆明山原本很生气 一听到婢女禀报的事情 就没那么生气了 赶紧问道 白月阳把事情办好了没有 白二公子带着伤回来 看样子似乎伤得不轻 但他并没有说 事情有没有办好 只是说 要见小姐一面 哼 看样子多半是没把事情办好 废物 连一个下界的蝼蚁都没能杀掉 简直就是个废物 陆明山虽然嘴上骂得厉害 但还是不得不出去见白玉阳 白玉阳是白玉飞的亲弟弟 还是心神殿的人 能不得罪 还是不要得罪为好 不然他的麻烦不会少 尤其是近段时间 哥哥似乎对他冷漠了不少 雪凡心在长岭山脉继续溜达 无意中感觉到 白玉阳那边有点情绪波动 似乎有人在试图破解他的阴控树 不过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对那阴控树 抱有任何的指望 毕竟 这是他第一次施展阴控树 威力如何还不知道 更何况 星界那边高手如云 陆明山更不是简单人物 他那个阴沙树 说不定一眼就被人砍穿了 哎 奇怪 这是怎么回事 雪凡心刚刚感觉到 他施放在白玉阳体内的阴控树 有所松动的时候 还以为那阴控树就要被人解除了 谁知没过一会儿 那阴控树竟然更为牢固地扎根 白玉阳的体内 而那阴控树仿佛有了一点自己的灵质 居然懂得隐藏 想要解除 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的阴沙树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牛叉了 管他呢 反正白玉阳体内那个阴控树 很幸运地没被解除就是了 而他 可以利用白玉阳 好好了解陆明山这个人 等去往星界的时候 可以更好地算账 解决了白玉阳之后 雪凡心就继续在长岭山脉里溜达 踩踩药 痘痘瘦 虽然只是一个人 但是却很逍遥自在 快乐无边 只不过 长岭山脉时常有人来做任务 碰到陌生人的时候 他总是得小心点 不然又是麻烦 就在雪凡心胡乱溜达的时候 前方突然传来说话的声音 原本在这种地方 听到有人说话 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但是那个声音 他怎么听着有些耳熟呢 好像就是之前在浮游山 将他推进狼群之人的声音 向师兄 你最近为什么对我那么冷漠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惹得你不高兴了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 希望向师兄 能够直接指出来 我一定改过自信 向师兄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就是不要不理我 向师兄 刘灵月 你有完没完 向静实在受不了 刘灵月那张唧唧喳喳不停的嘴 终于吼了一声 眼中对刘灵月流露出来的厌恶 越来越浓烈 自从刘灵月在浮游山 将一个无辜少女 推向狼群之时 她对刘灵月 就有了说不出的厌恶 虽然她知道 刘灵月那样做 是为了自保 同时让她躲过一劫 但她终究不赞同 刘灵月的这种做法 只不过 她在这件事中受益了 所以没有资格说什么 可她就是忍不住 对刘灵月 有着很强烈的厌恶和排斥 不愿意再与她 有任何的接触 她不想再看到 同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以她对刘灵月的了解 在危难时刻 别说是陌生人 就连同伴都可以牺牲 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她不愿意结交 更何况 刘灵月对她有别的心思 她更不想跟刘灵月接触 刘灵月或多或少 猜得出向静 是因为浮游山那件事恼怒她 可是她依然不愿意放弃 楚楚可怜地说道 向师兄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在浮游山时 将那个女子推向狼群 没有 向静有些口是心非地说 脸上明明写着怨念 嘴上却不敢承认 既然向静不承认 刘灵月也不说破 继续追问 既然向师兄没有怪我 为什么自那件事之后 就对我如此冷漠 刘灵月 麻烦你搞清楚 我和你之间 没有多大关系 也不算太熟 崇启亮就是普通的朋友 我对你的态度 没必要太过热情吧 如果你对我的态度 存这么大的意见的话 那么我们就此别过 以后桥归桥 路归路 互不相干 向师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 也不在乎你是什么意思 就此别过吧 向静想走 但是却被刘灵月 给抓住手臂 死死地缠着 向师兄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做那种坏事了 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 好不好 周围的人见刘灵月 那么苦苦哀求 还哭得楚楚可怜 个个都心生怜悯 对向静的意见越来越大 向静 刘师妹当初也是为了大家 才将那个陌生少女 推下狼群 虽然这样做 有些不厚道 但你也是受益者之一 你没有资格怪罪刘师妹 向静 你这个王八蛋 为了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 这样对待刘师妹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我们大家都认识好几年了 有必要为了一个陌生人闹掰吗 再说了 这十英门哪天不死人呀 要怪就怪那个女人倒霉 偏偏那个时候撞上来 不就死了一个女人吗 你们至于吵成这样 向静听着这些人的言辞 话语中没有丝毫的内疚 第一次感觉 这些年来所结交的朋友 是那么的狼心狗肺 虽然这次死的是一个 与他们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但是有点良知的人 都会产生一些愧疚和歉意 可是他们 如此没心没肺的人 若是长期与他们为伍 下场不会好到哪去 这些人重力 自私自利 没事的时候 可以跟你称兄道弟 有事的时候 绝对会将你推出去 话不投机半句多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们就此别过 向静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用力甩开刘灵月的手 头也不回地走了 向师兄 向师兄 刘灵月追了好几步 哭着喊着 但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向静离开 然而 她的眼中 却流露出愤怒和不甘 还有一丝恶毒 该死的向静 居然因为一个陌生的女人 而这样对她 简直是不知好歹 向静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 这样轻易离开我的 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乖乖回到我的身边 向静虽然走了 但是刘灵月身边 还有不少的护花使者 和爱慕者 他们都纷纷过来 安慰刘灵月 有的还暗暗幸灾乐祸 雪凡心躲在暗处 将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更是看到了 刘灵月抓住 向静手臂之时 动的小手脚 还看到刘灵月眼中的烟毒 她真是不明白 为什么这世上的白莲花 都那么恶毒呢 那个刘灵月 竟然敢把她推向狼群 虽然她没死 但是这笔账 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地算了 雪凡心并没有马上 就找刘灵月算账 而是随意在半空中 撒了一些东西 再留下一只灵蝶 跟踪并牵使这些人 然后暗中追着那个向静而去 如果她没猜错的话 刘灵月应该是在向静身上动了手脚 不是下毒就是暗数 那个向静还算是有点良知 又是刘灵月想要的人 那她就偏不让刘灵月如愿 雪凡心正想着去找那个向静 可是走到半路 石海中又有一些异样的感觉 好像是白玉阳体内的阴控树 又有了动静 奇怪 刚才那阴控树 不是都已经隐藏起来了吗 不对 似乎有人想要通过这个阴控树 追踪她 因为事出紧急 雪凡心不得不先放下向静的事情 先找个隐秘的地方 好好处理那个阴控树 她对阴绿之术不太擅长 虽然领悟了天地之音 但却还是一知半解 而且她并不常使用阴沙术 如今对方想通过她施下的阴沙术 追踪她 她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要不撤回白玉阳体内的阴控树 就在雪凡心有这样的打算时 夜九伤却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只是简单往她美心上 谈了一道紫光 阿九 先别说话 静气宁神 夜九伤说了一句 然后将食指抵在雪凡心的额头上 通过她操控白玉阳体内那道阴数 与此同时 远在星界的白玉阳 正被陆明山的琴声 折磨得要死要活 陆明山正在弹琴 而她的牵牵食指之下 一把紫色的琴横在那里 那把琴居然跟夜九伤的九伤琴 几乎一模一样 即便一样 终究不是九伤琴 没有九伤琴的灵韵 更没有九伤琴的威力 不过 这把琴也不简单 堪比神器 陆姑娘 求救你 饶过我吧 陆姑娘 饶命啊 白玉阳被陆明山的琴声折磨着 痛苦不已 不断求饶 但是陆明山却迟迟不停下抚琴 一直在弹奏 她精通阴绿之术 在看到白玉阳的第一时间 就察觉到她不对劲 于是立即查看白玉阳的情况 一开始 她隐隐约约查到一点阴控之术 但很快就察觉不到了 后来怎么找都没有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所以她现在也无法确定 白玉阳体内到底是不是有阴控术 为了确定真相 她只好用最为霸道的方式来检查 如果白玉阳体内真的被人下了阴控术 那么在另外一种阴绿的攻击之下 迟早会原形毕露 两股力量相碰撞 只要她加大阴数的攻击 不管白玉阳体内的阴控术藏得多隐秘 都会被化解掉 只不过这样做 白玉阳要受很大的罪 搞不好还会变成废人 甚至是小命不保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434集 但这些并不是她在乎的 她只想知道白玉阳体内到底有没有被扔下了阴控术 如果有的话 那么她不仅要解掉那阴控术 还会追踪失下这道阴控术的人 让其受到反噬 陆明山对自己的阴绿之术相当有自信 因为她不在乎白玉阳的死活 所以出手毫不留情 无视白玉阳的痛苦叫喊 手指在琴弦上一直波动不停 可是谈了大半天的琴却是一点结果都没有 难道 白玉阳体内真的没有阴控术 一开始就是她弄错了 陆明山 你这个狠毒的女人 往我以前这么仰慕你 原来 你竟然如此的心狠手辣 白玉阳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简直就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圈 全身的骨头仿佛全被拆了 抽筋扒皮的痛苦 也不过如此 要不是她意志力够强 这会儿早就死了 想不到 她辛辛苦苦为陆明山做事 陆明山居然如此待她 真是够狠毒的 陆明山 你给本公子等着 陆明山现在已经停止弹奏 看到白玉阳正在用怨毒的目光看着她 冷泻嘲讽道 哼 你一个废物 你玩出什么浪花 虽然你在星界是个废物 也不见得会信你 陆明山 原来这才是你的真实面目 白玉阳恶狠狠地蹬着陆明山 心里忽然有一个声音传来 似乎叫她好好调查陆明山 等待时机 如果你管不好你的嘴巴 那么你很快就会死去 想活命的话 那就安分点 当然 我也不怕你出去胡说什么 毕竟没有人会相信你 你 滚吧 陆明山谈了一下琴弦 那琴弦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将白玉阳击飞出门外 白玉阳被打飞出来 摔在地上 吐了好多血 他本来就受了很重的伤 小命都去了一半 被陆明山这样一摔 伤势加重的厉害 险些死去 不过 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只要命还在才能报复 当白玉阳被陆明山打飞出来的时候 叶九伤才收回自己的手指 完事之后 才带着宠溺 训斥眼前的人 你啊你啊你 不清楚对手的实力 就贸然出手 这是很危险的 陆明山精通音律之术 而且造诣很高 以你目前的音律之术 远不如他 一旦被他找到 你释放在白玉阳体内的音控术 你会受到很大的反噬 要不是他及时赶到 这丫头肯定吃大亏了 那个陆明山 这么厉害啊 雪凡心惊讶到 他本以为 给白玉阳弄个音控术 捂伤大雅 就算被发现也没什么 谁知道 陆明山的实力 在星界不算弱 尤其是音律之术 能敌得过他的 寥寥无几 你就算要对付他 也不该用音律之术 我知道了 下次一定不会了 放心 一切由我 若不是有大师凶护着了 若不是有大师凶护着 陆明山岂能活到现在 不过 从现在开始 就算陆明山有大师凶护着 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女人 感动他的心儿 任凭你是天皇老子都得死 雪凡心并不知道 夜酒商做了什么 但他能感觉得出来 他失在白玉阳体内的那道音控术 已经稳妥的扎根 这下子 不管陆明山怎么搞 都发现不了 而且他能感觉到 白玉阳还活着 既然活着 那就可以帮他办事了 结果还算是不错的 当然 这得多亏阿九 有个得力的男票 果然是件非常美好的事 阿九 你是怎么知道 陆明山那边情况的 雪凡心带着一丝好奇询问 好奇之中 带着点点酸味 阿九该不会时刻 关注陆明山吧 虽然他相信 阿九不会对陆明山 有任何的意思 但只要一想到 自己的男人 太过关注别的女人 他心里就不是滋味 夜酒商用手指 敲了敲雪凡心的脑袋 我思乱想什么呢 我在你身上 下了某种灵术 只要你的生命 受到威胁 立即会感应到 靠近之后 便立刻知道你的情况 就因为知道 所以他及时出手 这才没让星儿 受到反噬 不然他的洞房花烛 又得延后了 这段时间是关键时期 他绝不允许 星儿受到任何伤害 力量可以 受伤不行 我只是随便想想 薛凡心可怜巴巴地反驳 随便想想也不行 除了你之外 我不会对任何一个女人 产生兴趣 尤其是那个陆明山 他巴不得将陆明山千刀万剐 又怎么可能对他有兴趣呢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生气就不帅了 你啊你 夜酒商无理吐槽 这世上除了这个小丫头 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在他面前 如此轻松惬意地说话 哪怕是他的大师兄 与他说话之时 也是很严谨的 更别说 是惹到他一心半点 这次陆明山 竟然派人到神眼门 来杀星儿 那么这笔账 他势必会好好算一算 就算因为大师兄的关系 不能杀掉那个女人 他也要让那个女人 没有好日子过 以他在星界的身份 地位和实力 只需要一句话 陆明山就会如同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星儿 我是绝不允许任何人 在伤害你分好的 谁若敢伤你 我势必会将他 错顾扬晖 阿九 你怎么还生气啊 不气不气 为了不值得的人生气 你瞧瞧 气得没头都皱起来了 雪凡心急便不问也知道 夜酒商在为陆明山的事情生气 感觉心里暖暖的 同时也觉得不值得 他可不想阿九 为了陆明山那个女人浪费心思 哪怕是生气怨恨也不行 气一个人 恨一个人 也会分走不少注意力 他才不乐意呢 好好好 我不气了 你好好历练 我那边的事还没有处理完 所以先行离开了 好 好好照顾自己 是 不要让自己受伤 知道了 夜酒商走之前 一连再三地叮嘱 那副依依不舍的样子 瞧着都是罪人 平时少言寡语的人 现在更是唠叨个不停 恋爱 真的可以让一个人完全改变 雪凡心费了不少劲 才把夜酒商送走 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本来想着好好休息一番 但他总觉得 似乎忘记了什么 对了 那个叫向静的人 他怎么给忘了呢 也不知道 刘灵月出手了没有 雪凡心并不是 多么地在乎向静的死祸 毕竟是一个 与自己无关紧要的人 如果那个人 真的着了刘灵月的道 那也是他倒霉 是他的命 不过他并不想让刘灵月如愿以偿 所以还是费点劲 去找一找这个人吧 找人对于雪凡心来说并不难 长岭山脉的魔兽 都可以成为他的帮手 而且他留了灵蝶 监视刘灵月 所以很快就有了向静的踪迹 只是他没想到 向静竟然和刘灵月一起 雪凡心得知向静的踪迹之后就寻去 在暗中悄悄地盯着 先看看情况 再决定如何行事 反正他是不会让刘灵月好过的 此时此刻 刘灵月一行人 正往长岭山脉 某个山谷走去 而来这个山谷的人不少 那么多人往这个山谷挤 想来山谷里面 应该有什么好东西 雪凡心躲在暗处继续观察 原本他只是想着 整治刘灵月 但是现在改变主意了 注意力放在那个山谷上 如果有好东西 那他可不会便宜了外人 当然 要是不能让他心动的东西 他才懒得浪费精力去抢 毕竟来这个山谷的人 真的是不少 其中有好几个还是熟人 梁染川和书源 也来了这个山谷 就连那个洛福南也在 只不过 他们现在已经不是一路人 洛福南有了新的队友 除了这几个认识的人 雪凡心还看到了楚云涵 当初在五方学院的成林秘境 与他有一战的天才 还有顾清宁 顾家那个什么第一天才 不过 他跟顾清宁并不熟 在五方学院的时候 连话都没说上 算不上是认识 奇怪 楚云涵和顾清宁 不是没有闯过九十九阶灯云梯吗 为什么他们会在神隐门呢 这个什么神隐门 说什么难以进入 看来也不过如此 楚云涵和顾清宁两人 都来到了神隐门 大概是同来于五方学院 所以他们平时都一起出任务 这样也好有个照应 只不过看楚云涵现在的样子 似乎不太喜欢顾清宁 全程都冷着脸 即便是顾清宁跟他说话 他也没什么反应 随意敷衍了事 对于楚云涵和顾清宁 其他人倒是没怎么在乎 当他们是普通人 眼中偶尔会对他们流露出不屑 从五方学院来的人 出身都会比神域的低一节 所以哪怕你再有天赋 背后没有一棵大树 是不会有人瞧得起你的 除非你的实力很强 然而 楚云涵和顾清宁的实力 在众人当中是垫底的存在 所以他们才会被人这般瞧不起 甚至没什么人愿意与他们组队 楚师兄 这是我烤好的肉 你尝尝吧 顾清宁将自己的烤肉 拿来给楚云涵 楚云涵只是看了一眼 然后闭目养神 冷漠说道 我不饿 顾清宁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待遇 所以早就习以为常 只不过他心里真的很不舒服 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让楚云涵喜欢上他 对于楚云涵和顾清宁的事 雪凡心是一点兴趣没有 倒是梁染川那边的事 让他觉得有点意思 他真的很好奇 那个梁染川到底有什么能耐 竟然可以让那么多的女人 为他死心塌地 如今除了夏园之外 梁染川的身边又多了两位美女 从弃者来看 出身应该不简单 来历可能比舒远还要厉害 然而 这样的天之娇女 对梁染川却是爱慕得紧 瞧他们争风吃醋的样子 恨不得立即开丝 他真是不明白 像梁染川这样的渣男 到底哪里值得女人爱慕 那个梁染川 就是长得俊俏点 看着像个暖男 但只要稍微有点眼力的人 都能看出她的虚伪 舒远和那两个女人 看着不像是白痴蠢货 怎么就喜欢上梁染川 这样的人渣呢 想不通啊 不过 想不通就不想了 反正又不是他在意的人 他们喜欢渣男 与他没啥关系 梁染川 你可真是厌服不浅啊 还没几天 又骗着两个小姑娘 为你着迷 舒远 梁染川如今有了新欢 而且这两个新欢的来头 比你还大 你很快就会被抛弃了 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啊 洛福男早就已经 跟梁染川撕破脸 如果没有撞到一块还好 如今撞到一块 他是绝对不会让梁染川 有平静日子可过的 就算说 也要把人说残了 更何况 他身边有新的伙伴和队友 还有哥哥给的保护底牌 他现在一点都不怕梁染川 不过 哥哥再三叮嘱他 不到万不得已 暂时不要跟梁染川死拼 暂时不能跟梁染川死拼 那么他就打嘴仗 哪怕是骂 都要骂梁染川骂个半死 梁染川知道 洛福男对自己的仇怨有多大 此时局势对自己不太有利 所以很多时候 他只能忍 要不就是让身边的人 稍微对付一点洛福男 但洛福男那张嘴实在是太厉害 简直就像是泼妇骂街 哪怕是跟女人骂 他也没有一点害臊 越骂越欢 到最后都没人敢跟他对骂了 任由他自己骂去 夏任敏 求双双 你们虽然不是出自神域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但也是有些冥望的家族 而且还是嫡出 家族辛辛苦苦把你们弄到神隐门 为的是让你们好好修炼变强 好为家族争光 可不是让你们来这里争风吃醋的 以梁染川的身份 你们的家族绝对不会允许你们和他在一起 除非你们愿意为了这个男人脱离自己的家族 如果你们不愿意付出那样的代价 现在最好离那个男人远一点 别等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哭起来 小爷跟梁染川认识很多年了 十年前 他就曾经心狠手辣 无情无义的 将一个爱他爱到骨子里的女人 推出地送死 看在与你们相识异常的份上 我奉劝你们 不想被这种小人利用得很惨的话 早点抽身 唉 瞧你们那副死心塌地的样子 恐怕是听不进小爷说的话了 无所谓啊 反正被利用的人又不是小爷 其实啊 小爷也被这个人渣利用过 不过运气好 没被他灭口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赴黑九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随着洛福南爆发出的信息量越来越大 周围的人看梁染川的目光越来越怪异 虽然他们并不全都相信洛福南说的话 但无风不起浪 而梁染川身边也的确围绕着不少莺莺艳艳艳 这就值得人深思了 不过 这些都与他们无关 全当看热闹就好 梁染川的做法很聪明 这个时候 他非常有风度地不跟洛福南计较 任由洛福南在那里自说自话 即便周围的人看他的目光有益 他也不做任何的辩解 与其像洛福南那般疯狗乱叫 倒不如沉默是金 洛福南说得越多 大家就越当他是疯子 而他说的话 自然也就没什么信服力 他来这里的目的 是山谷里的东西 至于洛福南 以后有机会再收拾 川哥哥 你就任由那个洛福南 胡说八道吗 川哥哥 你放心 不管洛福南说什么 我都相信你 夏任敏 邱双双 你们两个别那么不要脸 川哥哥是我的 舒元无比极恨地 看着跟他抢男人的两个女人 可是这两个人 无论身份还是实力 都比他高一等 他就算再极恨也不能怎么样 川哥哥说了 他只爱他一个 这两个不要脸的女人 这般纠缠他的川哥哥 实在是讨厌 舒元只看到夏任敏和邱双双 纠缠着梁染川 却看不到梁染川深沉的心思 更不知道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雪凡心躲在暗处看戏 先把现场的人大概认识一下 就算不知道他们是谁 认认脸也是不错的 然而正当他闲着看热闹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身影却出现在他的视线中 真是够讨厌的 到哪里都能碰到这个白莲花 说他们有缘呢 还是有缘呢 凤仙瑶带着他那一群护花使者 来到了这个山谷 虽然他只是一个刚入门的新人 因为出众的样貌和气质 那副自然而然惹人怜爱的可人样 所以走到哪里 都能引起众人的注意 尤其是男子 大多见了他都会心生怜爱 欲保护之 楚云涵和顾亲宁来自五方学院 对凤仙瑶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更知道他是心神认可的凤仁 当然 他们也知道一些小道消息 据说凤仙瑶的凤仙身份是假的 而且 他这个人也没有表面上那么温柔善良 凤仙瑶也看到了楚云涵和顾亲宁 心里却不太欢喜 但即便再不欢喜 他也没有表现出来 而且还主动去打招呼 原来是中州楚家的楚公子 和圣玉顾家的顾二小姐 幸会幸会 这样的打招呼 把人家牢底都揭穿了 看似无害 实在让人反感 神爷们有不少人是来自神域 从五周十域来的人倒是不多 那些来自神域的人多多少少 带着一点地域偏见 凤仙瑶这样揭穿楚云涵和顾亲宁的来历 无疑是落他们的脸 任谁都会觉得反感 顾亲宁虽然生气 但并不敢多说什么 毕竟凤仙瑶的来历很不一般 楚云涵可就没顾及那么多了 凤仙瑶接她老底 她则是用同样的招数反击 哦 原来是五周十域三营六地的凤心 凤仙瑶姑娘 还真是幸会 幸会啊 凤心这个词一出 立即引起众人的注意 所有人都将目光转移到凤仙瑶身上 凤心 这个词如今在神域可是很敏感的 正好最近神域有不少人来了神隐门 所以神域那边的一些消息传到了神隐门 尤其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凤心事件 据说几十年前 被星神认可的凤心和龙心是假的 不过 这也只是传闻而已 至于真假 那就不得而知了 毕竟是星神认可的凤心龙心 要是假的话 那这对假龙假凤还真有本事 竟然能够骗得过星神 虽然还没有官方放出来的确切消息 但是当年被星神认可的龙心凤心 至今都还没有决心本命守护神兽 真假可想而知 只不过大家心里明白 没有多说什么 也就是说 这个凤仙遥就是当年心神认可的凤心 凤仙遥只是担心楚云寒和顾清宁 会将他在五周十遇的一些事传出去 所以他才变相地想要警告这两个人 谁知 他们竟然没听懂他话中的真正寒意 尤其是楚云寒 竟然还反咬他一口 直接将他是凤心的事给抖了出来 把他气得 不过他此时的脑袋更为清醒了 懊恼自己为什么那么冲动 也没有深思就直接对楚云寒和顾清宁出招 以至于 现在想这些都已经没什么用 还是赶紧应付眼前的麻烦事吧 凤师妹 你真的是外面传的那个凤心 凤师妹 你决心本命守护神兽了吗 凤师妹 你是真的凤心还是假的凤心啊 类似的问题不断在凤仙瑶的耳边响起 凤仙瑶虽然有些紧张和恐慌 但她似乎早有准备 很镇定地回答 各位师兄师姐 我的确是外面所传的凤心 但我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凤心 一开始我的确因为凤心的身份而高兴 毕竟是得到星神认可的凤心 可是后来 当我年过十八 却未能迟迟觉醒本命神兽时 我便知道 自己这个凤心 有可能是星神弄错了 对 就是星神弄错了 谁让她这个凤心 是得到星神认可的 如今出了差错 这责任当然是星神来背 凤仙瑶的话 有那么几分道理 毕竟当年的确是 星神认可了凤仙瑶凤心的身份 如今身份弄错了 这责任大部分归咎于星神 看到凤仙瑶三言两语 就扭转了局势 楚云涵眉头稍稍皱了皱 但终究还是不再多说话 顾清宁则是更不说话 一直安静地待着 这里不是五周食欲 他们的实力很低 一旦与人起争执 吃亏的会是自己 反正和凤仙瑶辩论 这个没什么意义 何必冒这个险 毕竟凤仙瑶身边 还有不少的护花使者 即便是得罪一两个 也够他们喝一壶的 因为楚云涵和顾清宁 没有在说话 局势就这么被凤仙瑶 给转过去了 凤仙瑶那些护花使者 依然对他呵护备质 雪凡心在暗中看着 先数了数 他想要对付的人 首先是那个琉璃月 其次是梁染川 然后还有凤仙瑶 人数有点多 从哪个先开始呢 就在雪凡心琢磨着 先整谁的时候 天上的明月 突然被乌云遮盖 使得大地一片漆黑 与此同时 前方的山谷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山谷里 居然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宫殿 原本空旷无物的山谷 竟然出现一个 雄伟壮观 精美绝伦的大宫殿 简直就像是 某个王国的王宫 对于宫殿的出现 现场众人 除了激动兴奋之外 再无其他 显然他们都知道 这座宫殿的存在 唯独雪凡心感到很惊讶 因为那座宫殿 出现得很诡异 表面上光鲜亮丽 实际上阴森幽暗 一看就知道 里面有什么 不干净的东西 或许一般人 看不出那座宫殿的诡异 但他却能清楚地感觉到 这宫殿里面 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就在雪凡心 琢磨着这些问题的时候 那些在山谷周围等待的人 已经往宫殿的山谷而去 而且一个速度比一个快 争着抢着 想要先进入宫殿中 雪凡心在所有人 都走了之后才现身 然后慢悠悠地朝宫殿而去 一路上 对那些奇花异草 没多少兴趣 再进入宫殿大门的一刹那 他就感觉 有一股阴风迎面而来 接着浑身一冷 好在他修为够高 实力够强 所以那些阴气 对他没多大影响 只不过 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之前进来那么多的人 难道他们 都没有察觉到这里的阴气 阴气一旦入体 立即会侵蚀人的五脏六腑 造成各种病痛 严重的可能连小命都难保 当然 这里大多数人的修为都不低 即便是阴气入体 影响也不会太大 只是看刚才那些人的样子 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察觉到 这里的阴气 就这么明晃晃地闯进去了 反正那些人的死活他不在乎 才懒得管这些 雪凡心将火灵爵运转了几个周期 在身体的周围 弄出一个隐藏的防护盾 防止那些阴气 进入自己的身体 然后才往宫殿深处走去 虽然这个宫殿阴森诡异得很 但里面却极其明亮 宫殿到处都有明灯 有的地方甚至以夜明珠照明 在宫殿的某些园子里 种着不少的灵药 品级都不低 有人因为争抢灵药而大打出手 雪凡心无视那些争抢灵药的人 对于所见到的好东西也没兴趣 只顾着查探这个宫殿的环境 越走越往深处去 可能那些进入宫殿的人 是为了寻找好东西 所以路上只要见到有宝物就出手 甚至是争抢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那些宝物上 大家伙才没有注意到往深处而去的雪凡心 楚云寒正在试图采摘一株生长在某处院子里的灵药 但是好几次都没能采摘成功 因为有些累了 所以停下来休息一下 无意间往某个方向瞧了一眼 似乎看到一个熟悉的影子闪过 他本想看个清楚 但是那边已经没有任何影子 于是他才放弃 他刚刚似乎看到雪凡心了 自从在五峰学院的成林秘境 与雪凡心一站之后 还有看到雪凡心穿过九十九街灯云梯 那么倩影便在他的脑海中扎根 挥之不去 夜下无人时 他会时不时地想起这个人 一个让他心中有异样感觉的人 他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心动的感觉 他承认 自己对雪凡心有了情愫 但他清楚地知道 他与雪凡心这辈子都没有可能 除非他有资格与幽王一战 然而即便知道不可能 可他还是在努力 如果他变得足够强大 应该就有资格去跟九幽王争夺雪凡心了吧 楚师兄 你在想什么 顾清宁又来到楚云涵的身边 他的心思全都写在脸上 即使不说 任谁都能清楚地看出来 他喜欢楚云涵 楚云涵对顾清宁没有任何感觉 甚至是觉得烦躁 因为顾清宁最近纠缠他太多 顾师妹 这宫殿遍地是宝 你不去寻宝来这里做事 难不成想跟我抢那株灵药 楚师兄 你别误会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你抢东西 只是过来看看 你需不需要帮助 不需要 楚云涵冷漠和排斥的态度 让顾清宁心里很是难受 但他却没有想过要放弃 依然跟着楚云涵 对于楚云涵和顾清宁的事 雪凡心不知道 继续往宫殿的深处走去 越往深处走 这里的阴气越重 还夹杂着很浓烈的怨气 明明是个阴气很重的地方 怎么可能长出那么多高级灵药 而且其中还有不少是阳性的灵药 由此可见 这宫殿里生长的灵药有问题 既然灵药有问题 那么那些随处可见的宝贝 自然也是有问题的 天才地宝要是那么好拿 早就成了大白菜了 雪凡心猜得出 一路上所见的那些天才地宝都有问题 所以他连看都不看 一路往宫殿里 因其最浓郁的地方而去 最后 一个看起来有些荒凉的院子 引起了他的注意 宫殿里其他院子 都是生机勃勃 开满花草 但这一个院子 却到处都是枯萎的花草 就连房屋都有些破败 与其他光鲜亮丽 美轮美奂的院子截然不同 世出反常必有妖 这院子或许有什么玄机 雪凡心推开古旧的院门 走进荒凉的院子中 随意看了看 然后朝前面的屋子走去 才刚进屋子的门 一阵阴风便迎面吹来 同时还有一股强烈的阴气袭来 若不是他周身 有火灵觉凝聚而出的防护盾 只怕那阴气 已经侵入他的体内 对他多多少少 会造成一些伤害 除此之外 屋里还有很强的怨气 我并没有恶意 只是进来随便看看 想来你对我也没有恶意 虽然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但只要别来招惹我 其他的你随意 他能感觉得出来 刚才那一股阴气的袭击 只是为了吓唬他 想要将他吓走 并没有伤他之意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四百三十六集 既然对方没有伤害他的意思 那么他也没有必要与对方为难 即便对方只是 就在雪凡心打算离开的时候 一抹红色的透明影子渐渐出现 接着 一个身穿红色长裙的女子 便出现在屋内 那女子披头散发 脸色苍白如纸 再结合周围阴森诡异的环境 看着着实吓人 你是怨灵 红衣女子发现 雪凡心明明看出了她是怨灵 却丝毫不畏惧 眼里闪过一抹惊讶 你不怕 虽然这个世界强者为尊 但是还有很多人 惧怕那些看不见的冷东西 怨灵还好 毕竟只是人死后的神魂 因为怨气太大 而凝聚出的一股力量 只不过 这股力量有点诡异 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巨异 当然 那些巅峰强者 是不会害怕这些看不见的冷东西 除非对方比他们强 你并不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怨灵 有些东西见得多了 自然不觉得害怕 再说了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就算再怨再恨 也不会怨我恨我 而且你很清楚 你杀不了我 一个对他造不出任何威胁的怨灵 他会怕才怪 更何况 这个怨灵对他没有多少恶意 一开始还想着将他吓走 换作是那种恶灵 哪里管你是谁 见着了直接动手 恶灵是可以痛苦杀人 获取怨气 从而提高自身的实力 从这些微小的细节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红衣女子 虽然成为了怨灵 但却还心存善念 单从这一点 雪凡心就想着帮对方一把 就算不能让他重新入轮回 也打算帮他报仇 每一个死后变成怨灵的人 死前都有极强的怨恨 或者执念 红衣女子当然看得出雪凡心的实力非凡 而且 她还能感觉得到 雪凡心身上有克制她的法器 所以她根本就不敢靠近 还想着将雪凡心吓走 若换作是其他人 她可没那么好说话 毕竟 她为了这一天 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这位姑娘 正如你所说 我并不想伤你 更不想害你 所以 也请你高抬贵手放过我 我只是想为自己报仇而已 我的仇人并不是你 所以我不会伤害你 只希望 你别插手多管我的事就行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说说你的故事 如果能够打动我的话 说不定我会帮你哦 就算不能打动我 只要与我无关 我也不会多管闲事 希望你言而有信 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说一不二 说说看吧 你的故事是什么 雪凡心将身上的气息稍稍收敛一些 然后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停 红衣女子对雪凡心的话半信半疑 但她现在没有选择 因为对方太强了 现在只希望 自己的事和对方没有任何关系 要不然她想报仇可就难了 我要杀的人 是梁染川 不知姑娘与此人是否有关系 雪凡心一听到梁染川这个名字 就来了兴致 我跟那个梁染川倒是认识 不过跟她有点过节 红衣女子听到雪凡心说 跟梁染川有过节 心里总算是放松了不少 不像刚才那样紧张 想起自己与梁染川的恩怨 她身上的怨气便暴涨起来 气氛说道 我叫谢芷柔 神域谢家 唯一敌出的千金小姐 谢家在神域 是一等一的家族 谢家的老祖 也就是我的爷爷 更是神域一位颇高的上神 十多年前 我认识了梁染川 被她的假情假意所骗 甘愿放弃谢家 给我的一切优越资源 追着梁染川 跑到神域门来 我本以为 梁染川对我是真情真义 然而当她发现 在我身上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 便不想再与我纠缠 可她又害怕得罪谢家 尤其是当时 她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所以 所以 你就被那个梁染川给害死了 薛凡心已经猜到结果 她知道梁染川是个渣男 却不知道 既然渣成这样 简直就是刷新她的下线 谢芷柔此时的怨恨越来越强烈 说起来恨意更是滔滔不绝 我放弃谢家 锦衣玉食的生活 放弃一切唾手可得的 优等修炼资源 几乎连谢家千金小姐的身份都放弃了 只为追随这个男人 可是她呢 她竟然将我当作顶路 潜移默化地吸走我的修为 还骗走了我身上各种灵器法器 更是从我口中 套取了不少谢家功法和秘密 说过梁染川仅仅是如此 那我也认了 毕竟是我愚蠢 犯下的错误 怪不得任何人 可是那个梁染川 她不是人 连畜生都不如 在我对她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之后 她竟然秘密地将我杀死 她为了别的女人 竟然杀了我 我恨 我恨 哪怕是化作厉鬼 我也要将梁染川碎尸万段 因为谢芷柔的怨气很大 所以她幻化出来的宫殿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宫殿里很多东西突然消失不见 有的地方变得很诡异 好在谢芷柔及时控制住自己的怨气 那宫殿的变化才停止 很快又变回原来的样子 此时在宫殿里寻宝的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刚才发生的事情他们都认为是错觉 诱惑者是谁在搞鬼 不管是错觉还是有人搞鬼 只要不打扰到他们寻宝就行 雪凡心见谢芷柔能这么快控制住自己怨气 对她还是挺欣赏的 毕竟怨灵对怨气的掌控向来很差 尤其在气头上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去掌控 而是任由自己的怨气越来越强烈 对于怨灵来说 怨气越强 实力越强 谢芷柔能够这么好地控制自己的怨气 这也是为什么她变成怨灵之后 还能心存善念的原因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无论她生前有多么的善良 死后变成怨灵 也一定会变得心狠手辣 你以自己的怨灵之力 幻化作这么一座宫殿 为的就是将梁染川引过来杀掉 雪凡心的话刚说完 谢芷柔就无比震惊地看着她 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 你看得出 这座宫殿是幻化出来的 这可是她用一件神器幻化出来的宫殿 哪怕是神经的强者 也难以看得出来 就因为看不出来 所以才那么多人往这里跑 可是现在 她制造出来的幻境被人识破了 而且还是被一个 只有地境巅峰修为的小姑娘给识破的 这让她如何不震惊 幻炎帘 那是谢家至宝 一把神器 在神器排行榜中榜上有名 谢家也是因为有这一件神器 才明阳神域 谁知 这样一件神器 居然被一个小姑娘给识破了 雪凡心现在已经大概知道谢芷柔的事情 详细的细节她不感兴趣 只是不知道 该说这个女人蠢 还是说她倒霉 竟然会看上梁染川那样一个人渣 不过 那个梁染川对付女人的确有一套 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女人被她迷得团团转 而且都是身份来历不简单的女人 当然 被梁染川迷得团团转的女人 下场应该都不会太好 比如眼前这个 直觉告诉她 被梁染川祸害的女人绝对不止眼前这一个 这种渣男早就已经死不足惜 更何况之前这个渣男还想杀她 简直不可饶恕 雪凡心没有回答谢芷柔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你打算怎么弄死梁染川 啊 谢芷柔还在想着幻颜莲为何被看破的事情 却听到雪凡心询问另外一个问题 这让她有些转不过弯来 思考了片刻才回答道 当然是要她 死得淒淒惨惨 其实 她也没有想过要怎么弄死梁染川 只是打算将对方杀死就好 而且要用最为残忍的方式将对方杀死 但是这只是想想而已 能不能做到还不一定 毕竟梁染川的实力不弱 手里还不知道有多少保命的好东西 所以想要杀她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梁染川的实力不怎么样 但是为人狡猾 逃命的本事更是一流 她能在我手底下轻而易举地逃走 就凭你那点怨灵之力 根本奈何不了她 雪凡心很直白地将事情说出来 这些话让谢芝柔的怨恨又冒涨出来 就算杀不死 我也要梁染川付出一些代价 要是再让她继续逍遥快活下去 我一定会疯掉 她的理智正在一点点消失 怨气越来越强大 用不了多久 她就会变成失去理智的恶灵 届时会无差别的对待 可以说是贱人就杀 她不希望自己变成那样的魔鬼 所以才想着 在自己还有一点理智之前报仇 哪怕不能杀死梁染川 也要让她付出一些代价 如果是单凭你这次的计划 以及你的能耐 肯定是杀不死梁染川的 说不定连她一根头发都伤不到 但是现在 谢芝柔看着雪凡心 那么神秘阴森的笑意 感觉有戏 现在如何 如果有我的帮助 保证梁染川死的不能再死 就算不能让她灰飞烟灭 也绝对不能正常地活着 你要帮我 帮牛何妨 反正本姑娘 也看那个梁染川不顺眼 雪凡心话还没说完 谢芝柔立即跪在地上磕头 这位姑娘 只要你帮我报仇血恨 无论你要我怎么做都行 虽然我是个怨灵 实力不高 但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 为奴为婢 这求你帮我报仇 我知道 自己的能力 没有办法杀死梁染川 可是我不甘心 我真的不甘心 不甘心看着梁染川逍遥快活 就算要我魂飞魄散 也要梁染川付出一些代价 否则 我怎么甘心呢 当一个怨灵的怨气 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怨灵就会发生异变 变成实实在在的怨恶之灵 届时 他们可以吸取万物生灵的怨气来修炼 很多恶灵为了获得修炼的怨气 不惜制造各种杀戮 这也是人类为什么会天生惧怕怨灵的原因之一 谢芷柔真的不想因为梁染川变成恶灵 变成恶灵 那就真的没有轮回的可能了 如果只是怨灵 在没有犯下杀戒之前 最起码没有残害无辜生灵之前 只要有人愿意为他超度 他还是可以重入轮回的 然而变成恶灵 那将会彻底失去轮回的资格 变成彻彻底底的孤魂野鬼 当怨气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会被天道规则所灭 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你先起来 雪凡心没有去触碰谢芷柔 只是叫他起来 毕竟他身上有很强大的浩然正气 怨灵别说伤害他 即便是靠近他都很难 一旦靠近 必定会被他身上的浩然正气所伤 至于他身上的浩然正气 不用说也知道 是阿九给的 他家的阿九就是好啊 谢芷柔的确不敢靠近雪凡心 站起之后就小心翼翼地待着 越看越觉得眼前的人深不可测 尤其是那一身强大的浩然正气 如此强大的浩然正气 即使在神域也极少有人有 除非是神宫里那几个 姑娘 你是否愿意帮我 谢芷柔还不能确定雪凡心的意愿 所以弱弱地再问一次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而且我跟梁染川也有一些过节 就当是为我自己出口恶气吧 不过在弄死他之前 先让他身败名裂 岂不是更好 那姑娘 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这个幻境 是不是可以由你全部控制 是 那好 你现在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就在雪凡心跟谢芷柔商谋策略的时候 宫殿外的一群人正热火朝天的寻宝 因为宫殿里到处是宝 而且都是难得一见的极品宝贝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忙着抢夺宝贝 根本没有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 即便他们仔细观察 以他们的实力也很难发现这里的不对劲 梁染川带着三个大美女 往一处院落走去 在里面发现了许多珍稀的高级灵药 以及紫玄精 四个人疯狂地抢夺 看到其他三个女人 拿了那么多好东西 梁染川心里顿时不太爽 在他看来 这里的东西都应该属于他的才对 既然已经是他的女人 连人都已经是他的 更何况是这些东西 夏任敏和邱双双 这两个后来者还好 毕竟他们俩 没有经过他严格的培训 但书远怎么跟这两个人一样 竟然没将拿到的东西上交给他呢 元二 梁染川等了许久 依然不见书远 有任何让他满意的举动 不得不开口提醒他 虽然梁染川没有直接说明 但书远却知道他想说什么 带着一丝不满说道 川哥 我的修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长进了 我想用这些东西提高自己的修为 所以不能给川哥了 他的修为岂止是没有长进 简直就是在后退 具体原因他一点都找不出来 或许是这段时间 他什么都为川哥着想 什么好东西都给川哥 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想过 也不曾修炼 但是现在他不得不为自己想一想了 一旦他变得弱小 那么夏任敏和邱双双 便有可能趁虚而入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三十七集 梁染川听了书源的说辞 心中更为不满 但他又不能表现出来 哪怕再不满 他也得忍着 装出一副重情正义的好男人样子 袁儿 最近这段时间有些委屈你了 都是我不好 是我太没用了 不过你放心 等我获取神格 晋升神尽 我一定会好好地补偿你 让你做这个世上 最幸福的女人 听着梁染川这些甜言蜜语 书源原本心里那一点点的不爽 和怀疑 瞬间烟消云散 有的只是一个少女情窦初开 对暗恋的沉沦 傻乎乎地将先前收走的东西 都拿出来 川哥 我相信你 这些灵药和晶石 我全都不要了 全都给你 不用 这些你拿着吧 好好修炼 努力变强 梁染川并没有拿走书源给他的东西 而是无比柔情似水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如果他拿走书源这些东西 势必会有人怀疑他对书源是假情假意 还会怀疑他刚才的柔情密意都是别有用心 为的就是书源手里那些东西 虽然他的确想要 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拿 什么时候不该拿 因小失大的事 他是不会做的 反正书源的价值已经不大 近段时间就找个机会让他消失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夏任敏和秋双双身上 相比而言 夏任敏和秋双双在神域的背景势力 身份地位要比书源高很多 身上肯定有不少好东西 修为也不差 不过 这样的人依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 他的目标是神城几大世家的千金小姐 甚至是神宫里的女上神 他要在神域闯出自己的一席之地 他要成为神域神城 甚至是神宫高高在上的人物 他要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 在他面前卑微地磕头求饶 没人知道梁染川的心理所想 因为他的外表实在是太过温润如玉 他的声音听着让人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所以极少人能够看得出梁染川的真实面目 尤其是那些涉事不深的小辈 梁染川擅长揣测人心 特别是那些情窦初开的少女 对于这类女人 她是相当了解 所以她知道 即便她现在对书源无比的深情款款 夏任米和秋双双也不会因此厌恶她 反而更加喜欢她 他们此刻必定是对书源羡慕极度恨着 想要从书源的手中将她夺走 而这些正好是她想要的 既然书源的价值已经所剩无几 夏任米和秋双双正好出现 由他们两人来清理掉书源 那简直就是再完美不过了 正如梁染川所想的那样 夏任米和秋双双此时并没有厌恶梁染川 而是对书源各种羡慕极度恨 恨不得马上将这个人除掉 只有除掉书源他们才有机会争抢梁染川这样的好男人 书源此时正沉浸在梁染川的浓情蜜意之中 根本不知道他已经被那个他深爱的男人算起走在死路上 就在这一男三女各怀心思的时候 原本光彩明亮的宫殿瞬间陷入黑暗之中 四周黑的出奇伸手不见五指 怎么回事 好黑呀 染川哥哥我好害怕 川哥哥我怕 三个女人都想从梁染川那里得到梦想中的保护 一个个都往他身边靠近 书源更是紧紧地抱着梁染川的手臂不放 在黑暗中双眼死瞪着夏任敏和秋双双 这两个该死的贱人竟然想跟他抢川哥 真是太可恶了 他们凭什么 就算他们的背景势力比他强一些 那又怎么样 他和川哥认识已经不是一两天 两人之间的感情可不是这两个新来的女人可比的 就算他们比他优秀 他也不用担心川哥会变心 除非这两个女人用墙 书源就是那么的自信 对梁染川更是信任 所以他的结局注定很悲惨 你们别怕 一切有我呢 梁染川安抚着围在他身边的三个女人 但没人看见 他脸上浮现出一丝厌恶和不耐烦之色 还有一点点的阴森脚侠 像这种老想着依靠男人的女人 遇到一丁点事就扎扎呼呼 哪里配得上他 若不是他们还有点价值 他才懒得在这些雍之俗粉身上浪费精力 到目前为止 也就只有一个女人能勉强入他的眼 就是前几日在浮幽山那个救治魔兽的女孩 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天他总是会时不时地想起那个女孩 越想越强烈 恨不得将那女孩占为己有 他应该是喜欢上她了 或者说是被那女孩吸引住了 直觉告诉他 那个女孩绝对不简单 比他身边这三个要厉害得多 不管那个女孩是谁 他都势必会让她成为他的女人 如果那丫头不识趣 那么他就直接毁了 他得不到的东西就算毁灭 他也不会让别人得到 在不久之后 梁染川才知道 他此时此刻所想的那些 是多么的可笑 多么的不自量力 多么的异想天开 只可惜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才这般地自以为是 宫殿陷入黑暗之后 那些在寻宝的人也跟着紧张起来 一个个都提高警惕 小心翼翼地在黑暗中摸索方向 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走 最后都会回到原点 绕来绕去 把方向都绕糊涂了 分不清东南西北 对他们而言 现在这座宫殿不再是遍地珍宝 而是一个诡异的迷宫 一个黑暗的迷宫 迷宫是谢志柔用神器换化出来的 所以整个迷宫都在他的掌控中 他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迷宫里的任何一个人的动向 雪姑娘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 将凉染穿一行人 引到特定的幻境当中 在这之前 雪凡心已经做了一些自我介绍 所以谢志柔知道雪凡心的名字 但也仅仅是知道名字而已 其他的还一无所知 即便是一无所知 谢志柔还是能感觉得出来 雪凡心不是一般人 而且雪凡心身上 有一股让他觉得很舒服的气息 如果再也无法轮回 选择追随雪凡心也不错 不错不错 走吧 我们看戏去 看戏 雪凡心笑道 一场撕逼大戏 因为宫殿变得极其黑暗 即便是拿出各种照明的东西 效果也不大 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点东西 光线很暗 暗得只能看见几米外的东西 而且还很模糊 梁染川手里拿着一颗 会发光的夜明珠 带着身边的三个女人 慢慢前行 走着走着 无意中走进了一间很大的屋子 屋里有不少会发光的奇珍异宝 所以比外面明亮很多 虽然不是特别光亮 但起码可以看清楚屋里的一切 哇 好大一块玄璃暖玉啊 这 这是紫玄金 好多好大的紫玄金啊 极品神器 一男三女进入屋内之后 就被里面的各种奇珍异宝 给深深地吸引了 就算是平日里伪装树其高的凉染川 这个时候 也露出了强烈的贪婪之色 快速将屋里扫射一遍 然后出手 将好东西都缩挂入自己的空间戒指中 当然 被那三个女人拿走的东西 她是不会去抢的 毕竟这几个女人还有价值 等她们一文不值的时候 不仅是她们现在拿走的东西 就连她们之前拥有的也都是她的 被她两染川看重的女人 人和物全都是属于她的 所以她一点都不介意 那三个女人拿屋里的东西 无论她们现在拿多少 以后全都给她吐出来 四个人被屋里的各种质宝 迷得金光闪烁 忙着争抢至宝 然而她们却没有发现 她们已经分散开来 随后被困在独立的幻境当中 最后 梁染川和夏任民走到了一块 共同被困在一个幻境当中 此时屋里的好东西 基本都被搜刮得差不多了 所以众人都已经没有一开始 那样的激动和兴奋 情绪早已经平静下来 恢复本来的样子 梁染川看到夏任民 主动过去打招呼 夏姑娘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秋姑娘呢 我也不知道啊 刚才只顾着寻宝 结果和秋妹妹分散了 梁公子 我们一起去寻秋妹妹可好 既然遇到了 那就一起吧 这个地方诡异得很 说不定也是个迷宫 大家还是一块为好 若是遇到什么危险 也好应付 梁染川嘴上这样说 心里却不是这样想 如果遇上危险 他还可以拿着几个女人 当作挡箭牌 然后讨之夭夭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梁公子 那我们一起走吧 这个屋子很大 里面有很多厢房 各个厢房是连着的 只要仔细找 应该可以找到秋妹妹 那我们从这个方向开始吧 好 夏任敏不愿在这个时候提起疏远 因为他很不喜欢疏远 梁染川也很识趣的没有提起疏远 仿佛将这个人彻底忘了 然而梁染川和夏任敏却不知道 此时此刻在某个地方 有一个小荧幕正播放着他们的画面 他们所做的事 所说的话 都通过荧幕传递到另外一个地方 书员被困在一个小厢房里 用尽了全部都没有办法离开 后来厢房里突然出现一个荧幕 他在荧幕中看到了梁染川和夏任敏 心里好是火大 他不在川哥身边 夏任敏这个贱人一定会勾引川哥 夏任敏 你这个贱人 不准靠我的川哥那么近 你居然敢拉我川哥的手 贱人贱人 不知廉耻 贱人 不准勾引我的川哥 书员简直快要气疯了 气得出手攻击半空中的荧幕 却发现 荧幕没有办法破坏 于是想办法离开 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小厢房四周 有着很强大的结界 他出不去 因为出不去 他只能通过荧幕 眼睁睁地看着夏任敏 勾引梁染川 在书员看来 是夏任敏在勾引梁染川 但他却不知道 如果梁染川不愿意的话 夏任敏又如何能勾引得了他 明明就是郎有情 妾有义 何来勾引之说 梁染川以为四周没人 所以跟夏任敏的举动 就稍微亲密了一些 任由夏任敏拉着自己的手 他本就已经打算放弃疏远 从夏任敏和邱双双两人之中选一个 而且不管是选了谁 另外一个都会被他秘密杀死 既然夏任敏先出手了 那他就不再纠结选谁 只不过夏任敏比邱双双聪明 太聪明的女人可不好控制 不过无所谓 他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榨干夏任敏的价值 然后再去寻找夏家 夏任敏并不知道 他已经被梁染川算计得多么凄惨 此时只想着将梁染川勾引到手 以为走了半天都没能碰到任何人 所以他胆子越来越大 索性主动拉起梁染川的手 见梁染川并不排斥他的牵手 于是鼓起勇气 大胆表白 梁公子 你是何等的聪明 想来应该看得出 我对你的心意 我喜欢你 再看到你的第一眼起 就喜欢上你了 梁公子如此优秀 日后必定是人中之龙 舒元那种上不了台面的女人 根本就配不上你 我是夏家的嫡出千金 夏家在神域中的地位 你应该很清楚 所以我比舒元 更加适合你 夏姑娘 你别这样说 毕竟舒元跟了我那么久 就算我对她 已经没有多少感情了 但也不能忘了 她这些年对我的付出 梁染川一副无奈的样子 让人一看就知道 她对舒元 已经没什么感情了 之所以还跟舒元在一起 只不过是念旧罢了 梁公子 难道你真的打算娶舒元吗 她对你的那些付出 根本就是无足轻重 只不过是陪着你的时间 稍微长一点而已 咱们不说这个了 好吗 不好 梁公子 我夏任敏 是一个直爽的人 认定的事情 就是认定了 如果你今天 不给我满意的答案 那么我们便是陌路 我绝对不会 要一个在乎别的女人的男人 所以我现在 给你一个选择 是选择我 还是选择舒元 夏任敏明显是在逼迫梁染川做选择 他是个聪明人 看得出一点端倪 知道梁染川 并非表面上那么好 但没办法 谁让他喜欢呢 这个男人 无论是外表 还是性子 以及天赋 他都很喜欢 虽然身份背景差了点 但这些都不重要 如果这个男人 敢不选择他 那么 哼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依妃 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438集 梁染川 受到夏任敏的威胁 心里着实有些不爽 因为他很厌恶被人威胁 可是他现在 还不能跟夏任敏撕破脸 否则结果很麻烦 搞不好会彻底得罪夏家 惹来灭顶之灾 以他现在的能力 对上夏家 那绝对是死路一条 恐怕就连整个梁家 也会覆灭 所以 他不能跟夏任敏撕破脸 最起码 现在不能 不能撕破脸 那就意味着妥协 夏姑娘 虽然我挺喜欢你的 但若是现在选择了你 对书员太不公平了 即便我对她 没有什么情义了 可是她对我的付出太多 我不能不顾她的感受 成大使者不拘小节 神不畏己天诛地灭 说过你老是顾忌那个书员 做事这般瞻前顾后 束手束脚 那么你此生注定 没什么成就 最多也就比现在好一点而已 以你的见识广闻 应该清楚 夏家在神域有多大影响力 成为夏家的女婿 你将可以一飞冲天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性 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 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从此以后 我们桥归桥 路归路 毫不相干 夏任敏 夏任敏依然用犀利的言辞 威逼梁染川 虽然她说得潇洒 但是心里可不是这样想 如果梁染川今天 不做出一个令她满意的选择 她也不会轻易放弃 哪怕是不择手段 她也要得到这个男人 她夏任敏看上的男人 除非毁灭 那就只能是她的 性格和形式作风方面 夏任敏和梁染川 其实很相似 两人可以说是同一类人 得不到的宁可毁灭 梁染川擅长揣测人心 自然知道夏任敏心里所想 这个时候 她突然有些后悔 太过着急惹上这个女人 以至于让事情变得这么棘手 不过无所谓 反正书员差不多也该丢弃了 就算现在选择夏任敏 她也不会有太大损失 经过一番计较 梁染川终于做出了选择 一把将夏任敏搂入怀中 深情款款地说道 不要 不要这样对我 你知道我是喜欢你的 只是不忍心伤害 一直以来陪伴我的疏远 如果真要我 从你们两个之中选一个 那么 我只能放弃疏远选择你 因为 你才是我爱的人 夏任敏被梁染川这么温柔地搂着 听着那让人最新的甜言蜜语 哪怕知道 这个男人选择他另有心思 他也控制不了沦陷其中 因为这种被人爱的感觉 真的很美妙 让他舍不得放弃 川哥哥 我并不是有意要逼你的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你 每次看到你对舒原好 我就羡慕极度到不行 所以请你原谅我刚才的鲁莽 因为我只是太喜欢你了 我知道 我不怪你 川哥哥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还要继续跟舒原纠缠下去吗 就算你对舒原没有男女之情 可他却是有的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保证 很快会将此事处理好 虽然我还是不太高兴 但是为了你 我愿意再委屈一段时间 你千万不要让我 委屈太久啊 不会让你委屈太久的 接下来 便是梁染川 深深亲吻夏任敏的画面 两人差点就直接翻云覆雨了 舒原通过荧幕 将所有的一切 都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当看到梁染川 做出的选择时 他整个人都懵了 傻愣愣地盯着屏幕里那对 亲得难分难舍的画面 一时间 真的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 原来川哥已经不喜欢他了 当初明明说好的 离开神隐门之后 他们就成亲 一辈子相依相守 不离不弃 可是现在 川哥竟然说 他不喜欢他 他喜欢的是夏任敏 还说什么要放弃他 川哥怎么可以这样 他为他付出那么多 不仅是自己的清白之躯 还有属于自己的修炼资源 任何好东西 全都给了他 可他竟然不要他了 他该怎么办 书员无力地坐在地上 抱着膝盖 无助地痛哭 根本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然而就在这时 荧幕上的画面 发生了变化 让他停止了 伤心难过 抬头继续看荧幕 梁染川和夏任敏 亲热相吻的时候 突然一阵天摇地动 整个屋子仿佛要倒转过来 致使他们晃来晃去 东倒西歪 连站都站不稳 摔在地上之后 好不容易爬起来 结果又马上倒下去 因为场面太过混乱 所以梁染川和夏任敏 都没有注意到 他们有意无意地 被强行分开 分别在房间的两端 随后不知道 哪里来的一股诡异力量 房间里莫名地 冒出一堵墙来 把房间分成两个 将里面的两个人 彻底分开 准哥哥 当房间里 冒出墙来的时候 夏任敏想跑到梁染川那边 不愿意与他分开 可是结果失败了 他刚想跑过去 突然被晃了一下 而且晃得很厉害 整个人摔倒在地 等他爬起来的时候 那堵墙已经把房间分开 另一边 梁染川独立隔绝在一个房间 但他并没有觉得 跟夏任敏分开 是多么着急的事情 一个人反倒是让他觉得 轻松自在许多 当房间停止晃动的时候 他就开始寻找别的出路 这个房间太过诡异 刚才的晃动 应该是重新布局吧 梁染川一边猜想一边走 无意中走进一个房间中 谁知却遇上了邱双双 川哥哥 邱双双一见到梁染川就扑上去 紧紧地抱着他 川哥哥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知不知道 刚才我一个人的时候 好害怕好害怕 我害怕 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不是没事了吗 梁染川任由邱双双抱着 还温柔地安抚他 但他却不知道 此时此刻 有人正通过银幕 将这里一切都看在眼里 除了书员之外 夏任敏也被困在了一个 有结界隔绝的小房间里 房间的上空出现了一个银幕 银幕里放着梁染川和邱双双相拥的画面 看到这样的画面 夏任敏有些怒了 但他还是安静地看着 看看梁染川接下来会怎么做 这个男人刚刚才说要跟他在一起 如果 雪凡心和谢芷柔也通过银幕 看着梁染川的一举一动 看着那个渣男是如何玩弄和欺骗女人 唉 我真是不明白 这种一眼就能看出是伪君子的人渣 你们怎么一个个都当成宝 难道神域好男人稀缺 稀缺到连这种货色都争着抢着药 这种垃圾 简直比我家阿九差远了 远得没边了 雪凡心有一下没一下地啃着肉干 看着荧幕里播放的画面 就当作是看电视 而且还是看渣男见女的故事情节 虽然他没有去过神域 但想来那个地方应该是强者如云 俊男美女遍地都是 梁染川这种货色 在神域应该没啥稀奇的吧 为什么这些女人都这么喜欢呢 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啊 谢芷柔一双满是怨恨的眼睛 死死盯着荧幕里的梁染川 要不是因为雪凡心 他早就冲出去跟梁染川同归于尽了 想他堂堂谢家嫡出的千金小姐 竟然会看上这种男人 简直就是瞎了双眼 雪姑娘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急什么呀 好戏才刚刚开始 耐心看着 像这种弱鸡的渣男 杀他还不容易 但杀了他又能如何呢 让他死得太痛快 岂不是太便宜他了 我当然相信你有能力杀他 但是梁染川这个人 臣服很深 而且做事都非常谨慎 尤其是保密的方法 多得让你想不到 即便你的实力比他高出百倍 他也有办法逃出你的手掌心 所以 谢芷柔并不认为 雪凡心今天能够将梁染川彻底杀死 而且他从来就没想过 要将梁染川彻底杀死 不是不想 而是没有那个实力 以他对梁染川的了解 此人就像蟑螂一般 生命力极其顽强 逃得了初一 逃不了十五 就算他今天能从我的手中逃脱 必定也要付出极惨重的代价 事后我只需要稍稍动点心思 就能让他永无翻身之地 如果他真的把我惹毛了 我就直接让我家阿九出手 保证他分分钟死得不能再死 谢芷柔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雪凡心提起 我家阿九这个人 虽然他不知道是谁 但能够猜得出 他应该是雪凡心的相好 而且实力很强 雪凡心的实力已经够强了 实力比他还强的人 那该有多强 恐怕是上神吧 谢芷柔想到这些 心里稍微平静了点 继续看着荧幕中的梁染川 卖弄他的人渣伎俩 梁染川此时跟邱双双 被困在一个精美的房间 房中所有的设施应用俱全 尤其是那种铺着红色被褥的大床 看着很像是新房 让人心里砰砰乱跳 双哥哥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邱双双虽然没再抱着梁染川 但是却一直拉着他的手 眼中尽是对他的爱慕 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所以小心一些 遇到危险的时候 岂得躲到我身后去 梁染川没有排斥邱双双的牵手 还很温柔地呵护他 与夏任敏的强势霸道相比 邱双双则是小家碧玉 小鸟依人 虽然有时候刁蛮任性 但是在他面前 却是个听话的女子 什么都依着他 这让他非常满意 说真的 如果让他在夏任敏 和邱双双之间选一个 他宁愿选邱双双 反正这两人的身份背景差不多 邱双双抱着梁染川的手臂 满脸幸福地 将脑袋靠在梁染川的肩膀上 川哥哥 你真好 你也是个好姑娘 川哥哥真的这样认为 当然 既然川哥哥 觉得我是个好姑娘 为什么不甩了那个书园 选择我呢 川哥哥 我会比书园更加爱你的 书家在神域 只不过是三流氏家 邱家可以甩书家好几条大街 书园能给你的 我都能给你 甚至可以给你更多 所以 你甩了书园 跟我好不好 邱双双大胆地将自己的心意说出来 虽然有些难为情 但是为了自己的幸福着想 他不得不脸皮厚一点 不管怎么样 川哥哥都是他的 梁染川早就知道 邱双双对自己有益 所以遇到表白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更是忘记了 就在刚不久 夏任敏对自己也同样表白了 他现在只想着 该怎么忽悠眼前这个天真的 有些白痴的少女 邱姑娘 虽然我对书园 已经没有多少感情了 但是 她毕竟为我付出太多 所以我无法做到 说抛弃就抛弃 在观看荧幕的人 听到梁染川这句话 恶心地差点要把隔夜饭给吐出来了 这男人真够无耻的 同样的话 竟然能说那么多次 他就不怕听到这些话的女人撞到一起 识破他的真面目吗 夏任敏有些看人的眼力 所以他知道 梁染川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而且他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想着以后再好好调教这个男人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男人前一刻还跟他浓情蜜意 下一刻就对别的女人甜言蜜语 用的还是相同的招数 都说旁观者轻 之前他是当局者 如今作为旁观者 他看得清清楚楚 便认清了梁染川这个人 这种男人绝对靠不住 所以千万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梁染川 你敢欺骗玩弄我的感情 那就等着被我收拾吧 梁染川还不知道 他已经被夏任敏拉到黑名单 这个时候还继续跟秋双双 谈情说爱 秋姑娘 你是个非常优秀 且合适做妻子的女人 如果我们早一些认识的话 我定然会选择你 可是现在 秋双双一把抱住梁染川的腰 埋头在他胸口上 川哥哥 我们现在认识也不晚 难道你真的打算娶淑媛吗 不行 我不会让你娶她的 你要是敢娶她 我就杀了她 只要淑媛死了 你就会跟我在一起了 是不是 秋姑娘 你 不要叫我秋姑娘 叫我双双 或者双尔 川哥哥 我认定你了 如果因为淑媛的缘故 让你不能和我在一起 那我就把她杀了 川哥哥 你放心 杀淑媛对我来说 是一件小事 双尔 梁染川没有正面回答这件事情 直接吻上秋双双的唇 以实际行动来告诉她 她的选择 如果秋双双出手杀书元 那就再好不过了 反正这件事情 跟她没多大关系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依妃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439集 在邱双双说 要出手杀书元的时候 梁染川就主动亲吻邱双双 结果显而易见 梁染川赞同了邱双双的做法 书元本以为 梁染川只是选择放弃她而已 可是她没想到 梁染川竟然会赞同邱双双将她杀死 他们要在一起就在一起吧 她最多是痛恨然后离开 反正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可是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放过她 川哥 原来你的心竟然是那么的狠 原来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原来 什么相依相守 山盟海事 全都是假的 骗人的 说远从原先的愤怒 怨恨 到后来的失望 绝望 现在更是心寒悲凉 而另一边 夏任敏则是对梁染川 产生了强烈的杀意 看着荧幕里那对正在亲密的男女 其中一个是她看上的男人 另外一个是她的好姐妹 她真是恨不得现在就把他们全都撕成碎片 可是她知道 邱双双只是被梁染川给欺骗了 再加上邱双双的身份与她不相上下 所以很难杀死 她也没想过要杀邱双双 毕竟邱双双跟她一样 至于梁染川 她可就没那么好的气度了 梁染川和邱双双正准备要翻云覆雨时 房间又出现了强烈的震动 就和刚才一样 晃动得厉害 人都站不稳 当两人被分开的时候 房间里就突然间冒出一堵墙 将他们隔绝开 再次遇到这样的事 梁染川已经不再奇怪 即便被困在独立的房间中 她也能安静下来想事情 为什么每次在她和女人亲热的时候 房间就会莫名地震动 难道这里不能跟女人亲热 不得不说 梁染川的脑洞真的很大 只是她猜想的东西 跟真相差得十万八千里 就因为猜不到真相 所以她注定是个悲剧 又一次强烈地晃动之后 房间的格局重新分布 这次邱双双则是被单独困着 在小屋子里看荧幕 而被困了许久的疏远 终于得到了自由 可即便小屋子的周围结界已经撤去 但她并没有离开 而是依然坐在地上悲伤 之前她已经痛哭过 哭到现在连眼泪都没有了 自从得知 梁染川连她的生死都不在乎 她的心已经寒透 回想一切过往 这才发现自己多么的愚蠢 她为了梁染川放弃了太多太多 若不是如此 她现在说不定已经突破晋升神境了 晋升神境之后 她就有资格去往神域 然后有机会获得神格 未来可以说是一片光明 可是现在 自从跟了梁染川之后 她的修为不仅没有任何进步 反而退步了不少 尤其是近段时间 她发现自己的修为居然在下降 之前已经是初级地境 现在修为已经跌出地境 只有圣境巅峰了 如果她再不找到修为下降的原因 再不好好努力修炼 她的修为一定会继续下降 那样的结果光是想就觉得可怕 在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 没有了实力就等于什么都没有了 她可以肯定 一旦她变成废物 梁染川绝对不会娶她 书员越想越发慌 越想越觉得梁染川是个恐怖的人 越想越急着逃离 然而就在她极度紧张慌乱的时候 她不想见的人却偏偏出现在她面前 梁染川又随意乱走 结果进了一个小房间 看到书员坐在地上抱着膝盖发愣 她的眼睛红肿着 显然是哭过了 而且哭得非常厉害 圆儿 你怎么在这里 发生什么事了 你为何把眼睛哭得肿成这样 是不是刚刚遇到什么危险了 别怕 别怕 一切有我呢 若在以前 梁染川这些甜言蜜语下去 书员一定心欢怒放 直接扑到她的怀里去 但是这一次 书员却是一动不动 过了许久 才木讷地抬起头来 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越看 越觉得看不懂 她一直以为 她很了解这个男人 可是现在才知道 她对这个男人的了解 其实很少很少 确切地说 是从未了解过 这个男人刚刚才跟别的两个女人 甜言蜜语完 现在竟然可以脸不红 漆不喘地 出来对她深情款款地说话 显而易见 她的温柔和深情 并不只是对她一个人 而是可以对很多人 书员不傻 看到梁染川那些行为之后 自己又仔细想了一番 心里早就已经理出了很清晰的思路 所以她竭力压制住内心的愤恨 很认真地问道 川哥 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你喜欢的是夏任敏或者秋双双 对不对 梁染川露出一个很温暖的笑容 给书员一个摸头纱 胡思乱想什么呢你 我不喜欢你还能喜欢谁 你对我付出了那么多 又陪伴了我那么久 而且已经是我的人 我这辈子只会喜欢你 所以你不要再胡思乱想啊 刚才你一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吧 对不起 那个时候我没能在你身边 从现在开始 我一定会好好地保护你 那你对夏任敏和秋双双 是什么感觉 书员自然不会再相信梁染川的花言巧语 但她还是忍着不发飙继续问 她之前看到梁染川和夏任敏 以及秋双双相处的画面 那么夏任敏和秋双双 现在是不是也看着她和梁染川相处的画面 如果是的话 那么再好不过了 梁染川想左右逢源 利用那些女人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她就偏偏不让她如愿以偿 你怎么还在胡思乱想 梁染川又给书员一个摸头沙 继续哄她 我和夏任敏和秋双双 才认识几天 最多只会当她们是朋友 而且是最普通的朋友 能够有什么感觉 你是不是担心 我会喜欢上她们两个 你想太多了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喜欢上 两个嚣张跋扈 刁蛮任性的千金大小姐 夏任敏和秋双双听到梁染川这些话 脑子轰隆隆地作响 愤怒无比 但她们更多的是陷入深思 她们之前竟然想着 为这个渣男如何如何 真是太好笑了 梁染川应该不知道荧幕的事吧 那么事情可就有趣了 之前夏任敏和秋双双都想着除掉书员 可是现在 她们最痛恨的人却是梁染川 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 雪凡心看着荧幕 啃完最后一块肉干 很霸气地说道 大戏马上上场 谢志柔按照雪凡心说的 又弄出一些动静 让梁染川在三个女人之间忙个不停 梁染川此时正在费心费力地 安抚情绪不对劲的疏远 然而事情还没完 屋里又发生了强烈震动 各种墙壁莫名其妙地冒出来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所以这会儿没有任何的感觉 只是任由那股震动之力将自己震走 然后与书员分开 以她的经验来看 这次分开之后 她可能又遇到这三个女人的其中一个 接下来又要费力气安抚她们 短短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里 她就在这三个女人之间不停周旋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什么不可收拾的事 但是她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一旦这三个女人聚在一起 不小心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那可不就麻烦了 不过这并不是什么大事 大不了她在这三个女人之中选择一个 另外两个则是放弃掉 结果对她而言不会有什么太大损失 真到那个地步 书员肯定是要放弃的 所以确切地说 她只要在夏任敏和秋双双之间做个选择就好 如果可以的话 她愿意选择秋双双 毕竟夏任敏太过强势 不好掌控 梁染川还做着各种春秋大梦 殊不知她的美梦已经快要到尽头了 此时此刻 在一个较为大的秘密房间里 一群进入宫殿寻宝的人全都被困在其中 看着半空中那张大荧幕 看着梁染川游走在三个女人之间 看着她那种三心二意的行为 一个个都鄙视万分 哼 想不到 梁染川竟然是这种无耻的小人 我还以为她是个君子呢 我勒个去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也不相信梁染川会是这种人 她看上去太过正义凛然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我记得十年前梁染川身边 曾经有一个叫谢芷柔的女孩 那女孩就跟现在的书员一样 对她爱的是死去活来 什么好东西全都给了她 后来听说那个女孩死了 谢芷柔死的时候 梁染川可是很伤心很伤心的 差点要殉情啊 殉情 别那么搞笑了 就梁染川那种无耻的小人 她会殉情才怪呢 搞不好那个叫谢芷柔的女孩 就是因为没有利用价值了 被梁染川暗中处理掉 她刚刚不是默许了 邱双双除掉书员的举止吗 梁染川并不知道 在某个大房间里 一群人正在对她平头论足 此时的她 继续宛如迷宫一般的房间里乱走 当走进某个房间的时候 却看到夏任敏坐在里面 正用凌厉的目光看着她 让她觉得心里有些发麻 真是倒霉 她现在最不想见的就是夏任敏 哼 哟 好戏来了 雪凡心拿出一堆的零食 边吃边看大戏 看得是津津有味 一点都不着急处理梁染川 谢志柔一开始的时候 还很愤恨 恨不得立刻去跟梁染川拼命 可是现在 看到梁染川在三个女人之中 各种忙碌的时候 她已经淡定了许多 她现在可以非常的肯定 按照这样的局势发展下去 梁染川的下场 绝对会惨得不能再惨 她之前怎么就没想到这样的法子去对付梁染川呢 梁染川一见到夏任敏就有些惊慌 但常年在女人堆中游走的她 能够很快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将自己内心的紧张和惊慌全都很好地隐藏起来 用最完美的一面对上夏任敏 明儿 你怎么了 脸色如此难看 莫不是刚才又遇到什么危险的事了 夏任敏看着温润如玉 深情款款地凉染川 若不是之前在荧幕中 看到她对别的女人如此温柔深情 她定然会沦陷其中 还好 她早些看清楚了这个男人的真面目 不然可就惨了 恐怕就像那个书员一样 人才两空不说 最后只怕连小命都难保 这一刻 她对自己有些庆幸 对书员则是有些同情 梁染川 你当真一位 天底下的女人 都能被你玩弄于鼓掌之中吗 夏任敏的一句质问 让梁染川心中暗娇不好 一丝紧张和恐慌 没能掩饰得住流露了出来 不过 她此时已经管不了太多 忙着为自己辩解 敏儿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刚刚我们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我愿意放弃书员 选择和你在一起 是不是谁在你面前 胡说八道了 我们之间 没有任何误会 也没有人在我面前胡说八道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亲眼所见 梁染川 不是所有的女人 都跟书员一样 蠢得连一点脑子都没有 你大概是在女人身上 太过无往不利 所以认为所有的女人 都是好糊弄的 梁染川 我夏任敏不是蠢货 你想欺骗我的感情利用我 没那么容易 敏儿 你在胡说什么呢 我是真的喜欢你 怎么会欺骗你的感情利用你 别叫我敏儿 听着恶心 敏儿 夏任敏不再想听梁染川的废话 直接动手 强势攻击梁染川 梁染川为人谨慎 虽然他没料到 夏任敏会对他动手 但本能的 却将自己保护得很好 轻巧地避开了夏任敏的攻击 不过这个时候 他还是不愿意放弃 敏儿 快出手 有什么事 我们好好说 动手的话 很容易造成误伤 敏儿 快停手 敏儿 闭嘴 你太烦了 夏任敏完全不听梁染川的废话 出手越来越狠 不过梁染川也不是吃素的 即便他没有反击 在夏任敏的攻击中 也没有吃什么亏 因为夏任敏出招越来越狠 所以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反击 以他的实力 击败夏任敏不是问题 结果很显然 夏任敏输了 被梁染川的掌力击退 然而与此同时 秋双双却来到了现场 正好看到夏任敏被梁染川击退 因为对梁染川有着极大的厌恶和愤怒 所以他二话不说 直接大打出手 梁染川想不到 秋双双会在这个时候冒出来 事情越来越脱离他的掌控 而他此时的情绪有些烦躁 不再低声下气地去讨好这两个女人 所以出手的时候很重 没过几招就将秋双双又给打飞了 双双 夏任敏接住被打飞的秋双双 怒视着梁染川 恶狠狠地瞪着他 正当夏任敏想开口大骂的时候 书缘却冒了出来 三个女人在这一刻聚集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依妃 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四百四十集 书缘来了之后 并没有站到梁染川身边 而是和夏任敏秋双双站在一起 表明她的立场 从站位可以看出 这三个女人选择统一战线 只是一个统一战线 这三个女人已经明白其中的缘由 想来 他们彼此之间都看到了那个荧幕 从荧幕中看到了梁染川的真实面目 梁染川本以为 书缘会站到自己身边 谁知 她却跟另外两个女人一起 而这三个女人站在一起 让她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一旦这三个女人将她的名声弄臭 以后 只怕没有多少女人 愿意再相信她了 尤其是那些 有身份 有来历的女人 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为了以防万一 她只好来一招杀人灭口 书缘跟在梁染川身边许多年 即便对梁染川的了解不多 但是多多少少 还是有点了解的 她知道 梁染川露出那种阴森的表情时 就是动了杀念 而且是绝对的杀念 梁染川这是打算 将他们全部灭口 你们小心了 要是不想被她灭口的话 就拿出你们的看家本事 否则 我们全都会死在她的手里 书缘已经拿出武器 准备跟梁染川来一场大战 但她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实力有多少 所以想要活命的话 就只能好好利用夏任敏和秋双双 他们三人联手 就算不能杀了梁染川 最起码也有一些抵抗能力 不至于被杀死 夏任敏和秋双双早已知道 梁染川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他们对书缘的话 没有任何的怀疑 同样亮出武器 准备战斗 梁染川不知道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现在也没兴趣知道原因了 只要杀掉这三个女人就好 因为有了杀人灭口的念头 所以梁染川出手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留情 而且各种阴毒的招数都用 昔日的温润如玉 柔情似水全无 有的只是冷血无情 阴狠毒辣 夏任敏和秋双双 以及修为大将的疏缘 即便是联手 也不敌梁染川 没多久 三人全都被打飞了 一个个倒飞倒地吐血 想不到梁染川 居然强到这种地步 说远忽然想起了几日前 在浮游山的时候 那个能将梁染川 打得落荒而逃的少女 原来 那个少女竟然如此之强 或许就是因为她够强 所以梁染川这种 道貌岸然的小人 才没能入她的眼吧 既然你们三个找死 那本公子就成全你们 如果可以的话 本公子真不想 就让你们这么浪费了 你们的修为不差 天赋一等 与你们交合之后 本公子必定能从你们身上 吸取到很庞大的能量 梁染川无比邪恶地 看着夏任敏和秋双双 哪怕再想拿着两个女人 做顶炉 她现在也不能做 这个地方很诡异 万一事情做到一半 被人撞破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此次进入宫殿寻宝的人不少 她还是小心为妙 就在梁染川 想要动手将眼前三个女人 全部斩杀的时候 房间又忽然震动起来 而且这一次的震动 比以前要强烈许多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房间已经发生变化 原本是好几十个 上百个小房间 如今变成了一个大房间 而之前进入宫殿寻宝的人 此时全都在房间里 所有人都用奇怪的目光 看着梁染川 进入宫殿寻宝的人 之前大多数都被分散 困在一些小房间里 通过荧幕观看梁染川 与三个女人的爱恨纠缠的故事 最后还看到了梁染川 想要杀人灭口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 房间里出现了震动 之后 他们就全部来到了 这个大房间里 一开始他们都还没反应过来 一个个都有些呆愣 但是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梁染川 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都跟荧幕看到的一模一样 梁染川正准备要将那三个女人 全部灭口的时候 谁知道 房间里突然爆出来那么多人 一个个都用鄙夷 不屑 讥讽 嫌恶 怨恨的目光看着她 这让她的心里更慌了 她可以将书园 夏任敏 邱双双三个女人灭口 以此来守住自己的好名声 可是现在 屋里那么多人 所有人都在看着她 她根本没有办法杀人灭口 如果不灭了这三个女人 她未来将会举步维艰 说不定还会有灭顶之灾 可恶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和梁染川有仇怨的洛福男 率先开口说话 大声嘲讽道 梁染川 如今有那么多人 知道你的真实面目 我看你以后还怎么骗人 老子当初真是瞎了眼 也够蠢 居然跟你这种无耻小人 称兄道弟 差点连小命都丢了 哼 那些不相信老子的人 现在 严重打脸了吧 洛福男在浮游山 搅幸从梁染川手里逃脱之后 一回去逢人就说梁染川如何如何 只可惜没人相信她 后来哥哥跟她说 梁染川无论是形象还是名声 都是一等一的 仅凭一人的片面之词 根本无法影响到她 听了哥哥的话 她才没有继续跟人说 梁染川的不是 但她一直都防着梁染川 如今梁染川的真实面目被那么多人知道 还得罪了夏任敏和秋双双 神域的夏家还有秋家 再加上她洛家 除非梁染川还能找到更强的靠山 否则神域将没有她的容身之地 先不说神域 单单是神隐门 梁染川就混不下去了 梁染川 你居然敢杀我 我夏任敏再次宣布 夏家与你梁染川 梁染川 势不两立 我秋双双也宣布 秋家与你梁染川 梁染川 势不两立 梁染川 从此以后 我与你恩断一绝 夏元不像夏任敏和秋双双那样 有强大的背景势力 她没能力找梁染川报仇 只能和她恩断一绝 不过 以夏任敏和秋双双的能耐 绝对能让梁染川凄惨无比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全部去死吧 梁染川实在想不到 事情会糟糕成这样 此时她的心里乱成一团 根本想不出什么好的对策 唯一想到的 就是将这些人全部灭掉 虽然有点难 但并不是不可能 梁染川 你疯了吗 你一个人想对付我们那么多人 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是不是白日做梦 你们很快就知道了 梁染川身上的气息 忽然发生了改变 就连面目都变了 原先是一位温润如玉的公子 此刻则像是地狱魔鬼一般 浑身都是邪恶的气息 薛凡心通过荧幕 看到梁染川的变化 很是惊讶 梁染川是个邪修 我去 她竟然没能第一时间就看出 梁染川是个邪修 还以为 她只是一个心绪不正的伪君子而已 不得不说 梁染川隐藏气息的功夫 真的很厉害 连她都没能看得出来 要不是梁染川主动暴露 她恐怕一直都看不出来 不过 她怎么觉得 梁染川身上那股邪恶的气息 有点熟悉呢 好像在哪里见过 谢芷柔虽然已经化作怨灵 但一看到梁染川身上的气息 发生变化 她立刻就知道 梁染川是邪修的事 想不到 她竟然是个邪修 一个禁忌的所在 竟然能在五周十遇 混得那么顺风顺水 邪修在五周十遇 是不被允许的 一旦被发现 不仅世人所不容 神域神城神宫那边 会立即派人来处理 梁染川身上的气息 怎么跟修罗殿那些人 有些相似呢 雪凡心一直在琢磨着 梁染川身上那熟悉的气息 已经想起了这种熟悉感 来自哪里 当初在国公府的时候 一个修罗殿的人 想要从他身上 获取三本白色的书 结果被他设计炸死 那个被他炸死的人 他身上的气息 和梁染川极其相似 由此可见 两人修炼的功法 应该出自童原 大同小异 如果梁染川是修罗殿的人 那么 不好 雪凡心没再闲着 吃肉干看热闹 将手里的肉干一丢 火速赶往现场 而此时 梁染川暴露出 血修的身份之后 不等现场众人反应过来 他已经出手 以阴毒的血弓 将现场一干人等的 功力和精血吸走 他要吸走我们的 功力和精血 我的身体 根本不受自己控制 无法反抗 大家快想想办法 只要一个人能够反抗 就可以扭转局势了 话虽如此 但想要抵抗住梁染川的血弓 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何况 梁染川的血弓很是厉害 一旦被他控制 浑身的功力和精血 就不断地往外冒 收都收不住 一旦功力和精血 开始往外冒 人的机能就会大大下降 更加没有反抗力 最后只能任由体内的功力和精血 被不断地吸走 不要 不要 顾清宁感觉到 自己的功力和精血 正在不断地被吸走 心里恐慌不已 在这种时候 他只能向楚云寒求助 云寒 救我 救我 楚云寒现在是自身难保 哪里管得了顾清宁呢 原本他以为自己有能力挣脱 后来才发现 梁染川的血弓 比他想象中还要厉害 当初在武方学院的时候 桑长老也显露出了血修的身份 当时他就在现场 所以他并不认为血弓有多厉害 最起码 桑长老的血弓就奈何不了他 但是梁染川的血弓 比桑长老强好几倍 他根本就抵抗不了 如果抵抗不了梁染川的血弓 他一身的功力和精血 就会被吸干 最后死去 他是中州的第一天才 若是这般死去 他真的不甘心 因为梁染川的血弓 实在是太过厉害 现场无人有反抗之力 百余人就这样被逐渐地 吸走一身的功力和精血 任凭你再不甘心 再不愿意 也无可奈何 梁染川 你居然敢吸走 本小姐的功力和精血 本小姐一定不会放过你 梁染川 你这个王八蛋 我诅咒你不得好死 一群人在无力反抗的情况下 只能破口大骂 部分实力不够的人 如今已经趴倒在地 只剩下一口气了 即便能侥幸活下来 日后也会成为废人 就在众人水生火热 生死一刻的时候 一道紫色的倩影突然袭来 以更强的力量将梁染川的邪弓击破 当邪弓被击破的时候 梁染川被强力震退十数步 差点就摔在地上 而且还受到了自己邪功的反噬 体内气息乱起来 到处乱窜 五脏六腑伤得不轻 要不是他功力深厚 这会儿早已经吐血了 梁染川用手捂着略有些难受的心口 怒视着突然出现坏他好事的人 气怒骂道 又是你这个贱人 上一次在佛幽山 就是因为这个贱人的缘故 没能杀死骆福南 如今又是因为这个贱人的出现 而坏他的好事 他邪修的身份已经暴露 眼下只能杀掉现场所有的人 否则他的处境就会变得很糟糕 整个五周十域三银六地 都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神域那边还会派出高手 时刻追杀他 据说神功那位神主 近段时间已经归位 还大刀阔斧地整顿神功 杀了无数的上神 此时已经开始整顿神城 接下来就是神域 在这种关键时期 他的血修身份一旦曝光 那绝对是没有活路的 所以他现在唯一的活路 就是把现场所有人都杀掉 以保住他血修的秘密 这样才能万事大吉 可是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丫头 不好对付 梁渣男 梁邪修 梁小人 你知不知道 上一个骂我见人的人 下场是什么 雪凡心霸气侧漏地质问梁染川一句 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强大气势 碾压全场 就连梁染川也觉得很有压力 梁染川越看雪凡心 越觉得高深莫测 心里那种不好的预感 越来越强烈 让他有种想逃命的冲动 可无论如何又不能逃 现场人中有那么几个认识雪凡心 尤其是楚云涵 因为太过激动兴奋 忍不住喊了一句 雪姑娘 顾清宁发现 楚云涵看着雪凡心的目光 有着隐藏不住的爱慕 心中有些气闷 于是用一种间接的方式 提醒楚云涵 对着雪凡心说道 多谢九游王妃的救命之恩 楚云涵 不管你再怎么喜欢雪凡心 你永远都得不到她 因为她是九游王妃 是九游王的女人 凤仙瑶混在人群中休息 冷怒地瞪着雪凡心 心里满是羡慕极度恨 她现在可以预料得到 只要这些人活着出去 雪凡心的大名 会立即传遍整个神门厦门 风头一定会盖过她 她真是不明白 雪凡心这个从穷乡僻壤之地 而来的下等人 凭什么能够得到九游王的青睐 凭什么能这般的光芒万丈 这些应该是属于她的才对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赴黑九黄书》 作者 第四百四十一集 此时现场一百多人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 在乎顾清宁和凤仙瑶的想法和感受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雪凡心 因为不仅她的实力 还有她的身份都让人吃惊 九游王非是谁 他们不是很清楚 但九游王 他们却是如雷贯耳 即便没有见过九游王 他们也知道 此人的厉害与可怕 虽然九游王不在神域 只是五周十域圣域之主 可是他的威名在神域 却不输任何一位上神 在神域的身份地位 堪比神宫那些上神 而且他还是神主 亲定的圣域之王 与神主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猜测的关系 所以别说是五周十域 就算是整个神域 都没人敢轻易得罪九游王 根据他们所知 九游王不喜欢女人 任何靠近他的女人 下场都不会太好 可是这个九游王非是什么情况 神眼门与外面的世界隔绝 很难获得外面的消息 所以自然不知道五周十域最近发生的事 什么九游王非 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世人谁人不知 九游王不喜欢女人 整个九游圣地 两个母的都找不到 怎么可能有什么九游王非 倩人 你一次次坏我的好事 哪怕今日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也要将你随时万断 梁染川根本不相信雪凡心 是什么九游王非 现在只想着杀杀杀 杀掉所有的人 保住她的秘密 我是不是九游王非 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打得过我吗 雪凡心依然还是那么的霸气 自始至终都没有把梁染川放在眼里 然而雪凡心这种样子 让梁染川很不爽 不再浪费唇舌废话 直接动手 那你就去死吧 雪凡心轻而易举地 接下梁染川的攻击 但她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笑得更神秘 哼 原来你是修罗殿的人 真是让人意外又惊喜啊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梁染川一听到 雪凡心说出 她是修罗殿的人身份就慌了 之前她还有七八成的把握 能以最大的代价 将现场所有人都杀死 但是现在 她觉得更加捉摸不透雪凡心的底 感觉胜算更低了 修罗殿 并不是普通人能够知道的存在 即便知道 也无法分辨出 谁是修罗殿的人 可眼前这个小姑娘 一个黄毛丫头 却能看出她的来历 我是谁 其实现在对你来说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现在该想想 要怎么样才能活命 我和修罗殿 可是有不少的恩怨纠葛 所以基本来说 我们算是敌人 敌人遇见敌人 自然是要你死我活的 对不对 敢跟修罗殿作对 你的下场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 我遇见的第一个修罗殿人 被活活炸死 第二个 则是被我杀死的 死得还挺惨的呢 至于第三个嘛 第三个 死的人会是你 梁冉川不放弃 继续攻击雪凡心 但是他的攻击 似乎一点作用都没有 根本打不到雪凡心 连他一根毫发都伤不到 该死的 这个敌人的实力 竟然强到这种地步 雪凡心一直都在耍着梁冉川 等玩够之后 才一掌将人打倒在地 然后施展木灵爵 用藤条把人给绑住 梁冉川使劲挣扎 但是无论如何 都挣脱不了身上的藤条 这些藤条的厉害 在浮游山的时候 他已经见识过了 而且现在的藤条更为厉害 看得出召唤出藤条的人 用了不少的力量 怎么会这样 他竟然拿这些藤条 无可奈何 这岂不是意味着 任人宰割 这个女人居然这么强 简直比神域那些 神境修为的人还要强 以她的能耐 哪里还需要来 什么神隐门呢 虽然我不知道 修罗殿到底想干什么 但是我可以肯定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更何况你一开始就想杀我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把你杀了比较好 不过 在你死之前 我得让一个人先报仇 毕竟我答应人家了 梁染川看到雪凡心 阎森的邪笑 心里就发毛 现在他后悔的 想要去撞墙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他绝对不会去 招惹这个女人 你 你什么意思 谢芷柔这个人 你应该认识吧 你 别那么惊讶 反正都是老熟人 见一见呗 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也来耸听 谢芷柔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所以你少在这里吓唬我 我 我 梁染川正硬着头皮 说大话的时候 突然一阵阴风吹来 让他觉得毛骨悚然 紧接着 一道红影瞬间闪现 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 突然就出现在他面前 脸色惨白 长发飘散 面目猙獰 将他吓了一跳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不可能 这不可能的 大概是因为心虚 梁染川一见到谢芷柔 就吓得不轻 而且他身上还被雪凡新的藤条给捆着 根本没有办法逃离 只能和谢芷柔近距离的面对面 他以为谢芷柔在十年前就已经魂飞魄散 消散一阵天地之间 想不到竟然还活着 即便是怨灵 但他活着却是事实 这怎么可能呢 当初为了让谢芷柔魂飞魄散 他可是动用了神器 在那种情况下 谢芷柔的神魂不可能还能存在 可是他清楚地看到 感觉到 眼前的怨灵 就是谢芷柔的神魂所花 梁染川 你是不是很惊讶 我为什么没有彻底魂飞魄散 你都还没死 我又怎么会死呢 这些年我苦苦挣扎 哪怕再困难也要活着 为的就是亲手将你尖刀万挂 梁染川 你这个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有今天 这十年来 我是日夜夜 时时刻刻都想喝你的血 吃你的肉 把你的皮 梁染川这个时候已经缓过来 没再像一开始那样害怕 更认不清事实 居然还向谢芷柔求助 柔儿 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快 快救救我 把我身上的藤条弄开 听到这么无耻的话 不仅是谢芷柔 现场众人都无语至极 一个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真是刷新他们的三观下线 谢芷柔知道 梁染川是个厚颜无耻的卑鄙小人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人居然可以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 简直是让人无法想象 竟然对一个他亲手残忍杀害的人求助 真是够可笑的 救你 我为什么要救你 梁染川 难道你忘了 曾经对我做过的事了吗 曾经的事 梁染川当然记得 他对谢芷柔做过的事 更记得 他是如何将谢芷柔杀死的 即便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十年 他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可是那又怎么样 当年谢芷柔那么爱他 还说可以为他去死 就算他杀了他 他也不应该怨恨才对 毕竟那是他自己说的 这个女人说爱他 爱他 自然要为他付出一切 包括生命 所以他没有错 即便是杀了他也没有错 因为那是他爱的付出与代价 柔儿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你说你爱我 可以为我付出一切 包括你的生命 难道你所说的都是骗我的 爱我 难道不是要将你的一切给我 原来爱你的代价 是要付出所有的一切 包括生命 梁染川 你的自私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爱 也不配得到爱 当初我真是瞎了眼 竟然会看上你这种卑鄙无耻 自私自利的伪君子 我活该有这样的下场 我爱错了 既然错了 那就改过 我现在已经不爱你了 已经不爱 干嘛还要在乎你的死活 不 你不能杀我 你不能 柔儿 救救我 救我 这个女人心思歹毒 你可别相信她 梁染川 你还真是够不要脸的 让我越来越恶心 谢芷柔真的无法再忍受梁染川那种 不要脸的言行举止 拿出一把匕首 狠狠地刺到梁染川的肩膀上 梁染川痛声惨叫 还没等她缓过来 谢芷柔就把匕首给拔了出来 再一次刺到她的肩膀上 一刀又一刀 每一刀都发泄自己的怨恨 直到把梁染川的一边肩膀给废了才停下 梁染川早已经痛得连喊痛的力气都没有 看着自己左边的肩膀变得血肉模糊 心里更是恐慌 对谢芷柔的恨意和厌恶越来越强烈 可她能够看得出来 谢芷柔眼中对她有着强烈的恨意 没有丝毫的爱意 这个女人根本不可能救她 梁染川 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你是怎么杀死我的 你与我日日欢好 叫无声息地吸走我的功力 以至于我的修为大将 当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你就吸干我的惊血 然后用灭魂灵将我杀死 让我魂飞魄散 这些你都忘了吗 谢芷柔细数着梁染川的一条条罪行 每说一条罪行 她就会在梁染川身上刺一刀 发泄心中的怨恨 书原听着谢芷柔细数的那些罪责 终于明白 自己的修为为何会逐渐下降 原来是被梁染川给吸走了 如果她继续跟梁染川在一起 结果恐怕比谢芷柔还要惨 好可怕 好狠毒的男人 谢芷柔虽然只是简单说出 自己被梁染川杀害的事 但现场所有人都能想象得到 她当时有多么的凄惨和悲愤 还猜得出梁染川是多么的狠毒禽兽 简直就是人渣中的极品 让人无法想象 梁染川能感觉到 现场众人对她投来异样的目光 可她现在根本管不了这些 被废掉的半边肩膀 疼得她快要晕过去了 然而 哪怕再疼她也得忍着 更让她气愤的是 身上的藤条怎么都挣不开 在这种情况下 她只能任人宰割 难道 她就要这样死掉吗 梁染川 我知道你不服 此时此刻一定在想办法逃命 或者保命 但是 蝎指柔用匕首挑断了梁染川的一边手巾 接着继续 把梁染川的手巾脚巾全都挑断 边挑边怒吼 就算今天不能让你魂飞魄散 我也要你变成一个废物 狠狠地折磨你 不 梁染川亲眼看到 自己的手巾脚巾被挑断 撕心裂肺地痛喊 整个人极度愤怒 可是因为被藤条捆绑着 她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恶狠狠地瞪着谢指柔 然后又瞪着雪凡心 虽然是谢指柔挑断了她的手巾脚巾 但相比而言 她更痛恨雪凡心 如果不是雪凡心用藤条捆着她 谢指柔这个变成怨灵的臭女人 又如何能对她动手 所以一切的一切 都怪这个什么狗屁九幽王妃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修罗殿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梁染川现在无可奈何 只能拿修罗殿的名头吓唬人 我已经是个怨灵了 难道还怕什么修罗殿 大不了魂飞魄散 反正早在十年前 我就已经该魂飞魄散了 如今能拉射你一起 简直就是赚大发了 谢指柔继续折磨梁染川 将她的手巾脚巾挑断之后 就开始一片片割她的肉 手一直都没停 而且下手速度越来越快 废话已经没有那么多 她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 为自己报仇 绝对要好好把握才行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她还是趁早尽快动手为好 谢指柔知道 梁染川的保命手段很多 所以当心中的怨恨 发泄得差不多的时候 她直接一匕首 刺进梁染川的心脏中 还狠狠地摧毁她的心脉 和五脏六腑 贱人 你这个该死的贱人 你们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等着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梁染川已经彻底失控 疯狂怒吼 可是她体内生机 已经所剩无几 最后 很不甘心地吼一声 就没了气息 然而没人看见 有一团似有似无的黑气 从梁染川的身体里冒出来 快速地飞走 但与此同时 雪凡心 却用意念与夜酒伤 沟通了一番 阿九 看看梁染川的神魂 消失干净了没有 也不知道 阿九能不能听见 她的意念传音 在一处不远之地的上空 夜酒伤随手一扫 一团黑影 便被她给困住了 什么人 放开我 放开我 梁染川分裂神魂的方式逃脱 却不料中途被人给抓了 这让她非常的着急 如果这点神魂再被灭 她就真的要魂飞魄散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依妃 腹黑九皇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四百四十二集 薛凡心并不知道 梁染川逃走的神魂 被夜酒伤给抓到了 就算梁染川的神魂 真的逃走了 她也不担心 反正逃得了初一 逃不了十五 不过 梁染川的肉体 却还在现场 只不过迈向很惨 惨不忍睹 即便梁染川已经死了 谢芷柔还没有停手 几乎要将梁染川的尸体 大谢八块 梁染川 你不是很得意吗 你现在倒是得意给我看呢 像你这种狼心狗肺的 无痴小人 就应该死得七七惨惨 你应该到死都想不到 自己会死在我的手上吧 梁染川 哪怕你死了 我也要将你碎尸万段 薛凡心没有阻止谢芷柔 任由他发泄心中的怨恨 其他人更没有出手 阻止谢芷柔 一来 他们不在乎梁染川的死活 二来 他们惧怕此时宛如鬼一般的谢芷柔 更让他们忌惮的是 那位实力高深莫测的九幽王妃 凤仙瑶在人群中恶狠狠地瞪着雪凡心 极度地快要发狂了 可再极度也没用 他根本没有勇气站出来挑战雪凡心 即便站出来挑战了 他也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敌不过雪凡心 所以哪怕再极度 再不甘 他也只能忍着 他不会就这么甘心被打败的 总有一天 他会将雪凡心踩在脚下 沈野门那么多人 还分为上中下三门 他的目标是上门 攀上百人榜前五的那几个人 他就不信 沈野门那些有身份有地位 有实力的天之骄子 全都会向着雪凡心 凤仙瑶努力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为了更好控制自己心中的嫉妒和怨恨 他不得不悄然离去 为了更好的未来 在没有获得足够的实力 没有爬到足够的高度 没有拥有足够的身份之前 他要尽量避开雪凡心 否则若是与雪凡心对上 他一定会一败涂地 雪凡心没有留意凤仙瑶 所以并不知道人已经离开了 就算知道也不会在乎 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打算 直接灭掉凤仙瑶 他倒要看看 这个凤仙瑶能够蹦打多久 没了凤仙瑶这个身份 凤仙瑶到底能混出什么名堂来 凤仙瑶离开没多久 谢芷柔就发泄完毕 停手的时候已经累得筋疲力竭 不过 凉染川的尸体早已被大蟹八块 面目全非 没过一会儿 周围的房屋建筑开始变得模糊 最后消失不见 周围一眼望去 全都是杂草树木 而之前很多人采摘的真奇灵药 全都变成了杂草 怎么回事啊 我采的那些灵药呢 我的吃盐果呢 怎么全都变成杂草了 宫殿消失了 里面的东西是不是也会跟着消失啊 这座宫殿只是晃晃出来的 里面的东西自然也全都是假的 这种破地方 能出一两株高等灵药 就已经是奇迹了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高级灵药 你们还是勇敢地接受现实吧 雪凡心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将一切都点破 如果是以前 在大家没有知道雪凡心的身份 以及实力之前 如果听到她说这样的话 定有不少人反对她 但是现在 谁敢惹她 因为没有人敢招惹雪凡心 更何况她说的都是事实 所以大家伙只能自认倒霉 不过仔细想想也没什么 毕竟他们损失不大 除了个别人刚才被梁染川 吸走太多功力和精血 其他人只要回去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就能恢复得七七八八 而且 若不是雪凡心 他们恐怕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 他们都不敢对雪凡心怎么样 雪姑娘 这一次真是多谢你出手相救了 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还真是有缘啊 楚云涵本来就是个少言寡语的人 可是见到雪凡心 她真的很想跟她多说几句话 哪怕是废话 她也愿意说 换作是其他人 别说是废话 就连正事 她都懒得多说一个字 如果雪凡心不是酒油王妃 那该多好 虽然她没跟酒油王争过 但她清楚地知道结果 她是争不过酒油王的 先不说 自己与酒油王的差距有多大 就以雪凡心的心意而言 她就没有任何的机会 难得遇见一个 能够让她心动的女子 然而还没开始 就要结束了 顾清宁就在楚云涵身边 她能够看得出 楚云涵的眼里对雪凡心的爱慕 要不是知道 楚云涵和雪凡心 没有任何的可能 她这会儿 恐怕会把雪凡心恨死 她不得不承认 雪凡心各个方面都比她优秀 无论是实力还是天赋 唯一不足的就是出身 但是这个影响不大 毕竟现在 雪凡心已经是荒域之王的孙女 这样的身份 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 男人都喜欢优秀的女人 这一点她能够理解 所以她不会乱吃什么醋 更何况 楚云涵自始至终 都不曾对她有过任何的表示 哪怕楚云涵真的喜欢上别的女人 她也没有吃醋的权利 道理她懂 可是她的心里 就是有点不舒服 雪凡心对顾清宁这个人不熟 两人之间虽然知道彼此的存在 但却从未正式见过面 就连一句话都没有说上 算不得认识 既然是不认识的人 她就没有必要花心思去理会 哪怕是对楚云涵 她也只是用生疏的口吻敷衍了事 楚公子不必如此 我也只是顺手而已 这里的事已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楚云涵想不到 只是说了一句雪凡心就要走 很是不舍得想将她挽留 可她又不知道 该以什么借口挽留 只能闷着不说话 所有的不舍都藏在肚子里 好在有人开口了 雪姑娘 蝎芷柔刚刚都一直在休息 笑话心中慢慢淡去的怨恨 听到雪凡心疏要告辞 立即跪下来说道 雪姑娘 我说过 只要你帮我报仇 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 为怒为病 不必如此 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更何况 我和梁染川也有过节 雪凡心拒绝道 她可不想带着一个怨灵 但是谢芷柔 却不给雪凡心拒绝的机会 化作一道红光 钻入幻炎莲中 然后操控幻炎莲 飞到了雪凡心的面前 显而易见 她愿意将幻炎莲送给雪凡心 现场一干人等见到幻炎莲 一个个都露出贪婪之色 幻炎莲上品神器 神域谢家的镇家之宝 所有人都以为 这样的质宝 会被谢家完美地保护着 却不想 会在谢芷柔身上 而且谢芷柔已经死去 化作怨灵 此时是争夺幻炎莲最佳的时期 可是 因为有雪凡心在场 而且谢芷柔的怨灵 附在幻炎莲上 所以那些对幻炎莲 有心思的人 都不敢乱动 乖乖待着 雪凡心身上宝物很多 一件上品神器 她还不放在眼里 就拿她身上的羽灵神衣 和七桥宝拙来说 两件神器 比幻炎莲高级 不知道多少倍 更何况 她的逆龄天伦空间里 还有不少的神器 所以一个幻炎莲 她还真的看不上 不过嘛 好东西 谁会嫌多呢 反正要带上一个怨灵 但她对那个谢芷柔 还是挺欣赏的 反正她身上 还带着落花影的残魂 加一个谢芷柔也没什么 雪凡心想了想 最后还是伸手 拿住了朝她飞来的幻炎莲 并对附在幻炎莲里的谢芷柔说道 我就先暂时收着你吧 但你若是做出什么 让我无法接受 或者忍受的事 那就别怪我将你扔掉 一个上品神器 我还不放在眼里 姑娘放心 从今往后 你便是我的主人 我一定听从主人的 任何命令行事 谢芷柔通过幻炎莲说话 她有一种预感 只要跟着雪凡心 日后想要重入轮回 不是一件难事 说不定还有更大的收获 雪凡心岂会不知道谢芷柔的心思 但是这样的心思 她并不介意 所以将幻炎莲收着 软身走人 走的时候 没跟任何人打招呼 就连楚云寒也不例外 对于陌生人 她是不会浪费那么多精力的 就连口水也懒得浪费 雪 楚云寒想喊住雪凡心 但最后还是没能把话说出口 顾卿宁知道楚云寒的心思 于是间接地提醒她 她是九游王妃 你是争不过九游王的 简单的一句话 让楚云寒不得不面对现实 只不过 她能很好地掩饰自己情绪 将自己的情意 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没有过多的奢望和幻想 恢复往日里的冰冷 没有理会顾卿宁 独自一人离开 楚云寒 楚云寒 顾卿宁喊了几声 没有得到楚云寒的回应 无奈之下 只好跟着她走 她相信 今成所至 今时为开 只要她不离不弃 总有一天 会得到楚云寒的心 哪怕只是她一点点情意 她也心满意足了 随着雪凡新 楚云寒和顾卿宁的离开 其他人也纷纷散去 因为洛福南和梁染川有过节 所以之前梁染川施展邪功的时候 特别地照顾洛福南 大量吸取她的功力和精血 要不是洛福南修为比较高 此时恐怕已经变成一个废人 即使没成废人 她也受到了重创 这个时候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要不然她早就冲上去 跟雪凡新拉关系了 没关系 只要是神隐门的人 他们很快会相见的 九幽王妃 这个来头可不小 雪凡新离开之后 就继续往长岭山脉的深处走去 显悠悠地逛着 路上踩踩灵药 逗逗魔兽 玩得不亦乐乎 充满危险的长岭山脉 对她来说 简直就是个游玩之地 若是找不着任务品 找几只魔兽来问问就解决了 现实为十天的任务 雪凡新不到五天就已经完成 剩下的时间她全都在玩 在长岭山脉深处 跟魔兽们嬉闹 期间也收获了不少好东西 尤其是高级灵药 一把又一把 还让她发现了一条金矿脉 而且还是蓝金矿脉 一直以来 她对金石都没有多大概念 虽然五周十玉 哪怕是神玉 都以金石为交易货币 说白了 金石就是钱 她一个爱财的小女人 现在居然对钱不感兴趣了 是不是有些不正常呢 可能是因为阿九的缘故 她对钱这个东西 越来越不上心 原本还想着 打造什么商业帝国 但自从知道 紫箱楼和鬼街 都是阿九的产业之后 她对商业帝国也没了兴趣 而且自从认识阿九之后 她啥都不缺 身边的人也都有赚钱的本事 用不着她操心 所以她从来没有想过钱的问题 不过 既然这一条金矿脉 被她给撞上了 等于是白捡到的钱 不要白不要 要了不白要 只是挖矿是个体力活 这几天的时间 肯定是挖不完的 兄弟 你有没有认识 擅长挖矿的朋友 让他们来帮我干活呗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白干的 来帮忙挖矿的兄弟 至少都能拿到一颗寿灵丹 本事强的 挖矿数量多的 可以得到更多的寿灵丹 雪凡心找来几只魔兽 跟他们交流一番 魔兽们听了雪凡心的话 立即兴奋激动地 去找帮手来干活 首选自己的亲朋好友 不到小半天的时间 陆陆续续 有大大小小的魔兽 往矿脉这边赶来 他们先是跟坐在一旁 喝茶的雪凡心抱到 然后就钻到矿脉里去挖坑 挖满一袋子就跑出来交货 接着又继续去挖 为了更好的统计 雪凡心给每一只 来挖坑的魔兽 弄上一个编号 并把编号的牌子 挂在他们的脖子上 然后按照上交的金石 计算功劳 金石挖得越多 报酬和奖励自然就越多 期间前来交货的魔兽 还可以喝到一杯 用神灵水泡的灵茶 有这样的灵茶 哪怕没有寿灵丹的报酬 挖矿这个活也是绝对的大转 得到好处之后 魔兽们更卖力地挖矿 虽然矿脉很长很大 但是架不住 数目庞大的挖矿大军 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的魔兽 从四面八方开始挖矿 不到三天时间 已经把这个矿脉挖得通穿了 谢志柔被雪凡心 叫出来统计账目 一开始 他被眼前的魔兽大军 给惊得目瞪口呆 后来才慢慢适应下来 这让他更加确定自己的选择 这个雪凡心绝对不是一般人 跟随雪凡心 他会有更好的未来 雪凡心一点都不介意 谢志柔那点心思 继续泡自己的茶 每一只来上交货物的灵兽 他都给他们一杯 此时一只魔兽 拖着一大袋金石 到谢志柔那里上交之后 就来雪凡心这里讨茶喝 还手舞足蹈地唧唧喳喳地叫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443集 雪凡心听不懂 小魔兽那叽叽喳喳的语言 更看不懂 他那手舞足蹈的意思 无奈之下 只好将小白虎和小白猫叫来翻译 小白虎和小白猫 也跟着去挖坑 顺便坐那些挖矿大军的首领 指挥他们该如何挖矿 听到雪凡心的叫唤 两只小家伙 急急忙忙从矿洞里出来 跑到主人面前卖蒙求抚摸 求抱抱 求点赞 你们两个给我翻译翻译 他在说什么呢 雪凡心摸了摸小白虎和小白猫的脑袋 让他们干活去 很快 小白虎和小白猫就弄懂了那只小魔兽 所想要表达的意思 转而告诉雪凡心 主人 他说他在挖矿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看起来是个宝贝 只是他没有办法弄到 好多魔兽都试过了 都没有办法把那个宝贝弄出来 主人 他说的很有可能是经脉灵源 通常叫做精源 是一种蕴含着极其精纯灵气的质宝 上万条金矿中 能有一条金矿 孕育出精源 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而只要将精源随意放在一个地方 少则几十年 多则几百年 就能长出一条金矿来 这么说来 这个精源是个宝贝 主人 这绝对是个宝贝 有些精源 经过上千万年的天地孕育 已经有了自己的灵质 据说 还有修炼成人的 开了灵质的精源 尤其是修炼成型的精源 想要收服 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它们就算打不过 也能化作无形之体逃走 躲在天地之间 极难寻找 那东西 还不能确定是不是精源 先看过再说吧 雪凡心打定了主意 于是对那只小魔兽说道 小乖乖 麻烦你带个鹿 带我去看看那个东西 小魔兽点点头 在前面带鹿 将雪凡心带到一处 很深很深的矿洞之中 在矿洞的最里面 一面被挖得凹凸不平的矿壁上 一块宛如拳头大小的蓝色金石 正潜在上面 散发着晶莹的光芒 只是一块小小的金石 竟然将整个偌大的矿洞给照亮了 而且还是蓝色的光 让人有一种很梦幻的感觉 魔兽来到矿洞 用它的爪子指着潜在矿壁上的金石 然后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好像是在说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雪凡心上前走了几步 近距离地看着那块金石 想伸手摸一摸 谁知 他的手才刚刚靠近金石 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弹开 紧接着 那金石上面的光芒更为耀眼 后来变成了刺眼 显然 那金石有着自己的意识 以这种方式来警告靠近他的人 哼 一块有灵质的金石 有意思 雪凡心越看那块蓝色金石越喜欢 先不说这块金石那么的有灵性 单看它那个与雪幽剑相似的颜色 就让它喜爱不已 管你愿不愿意 被本姑娘看上 那你就是本姑娘的 毕竟这是个无主之物 雪凡心没有理会那块金石的反抗 召唤出雪幽剑 隔空地刷刷刷几下 一道又一道剑气打到矿壁上 直接将钳着的那块蓝色金石的矿壁给抠出来 然后在蓝色金石想要逃跑之前 将它收入逆龄天伦的空间之中 到了本姑娘的地盘 那你就是叉翅也难飞了 那块蓝色的金石 被雪凡心收入逆龄天伦的空间之后 一开始慌乱不已 到处乱飞 想要逃离 可是后来他发现 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天堂 一条圆圆不断的神灵水流 各种林花林草林树 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地种植着 还有不少的天才地宝 以及他不认识的东西 先不说其他的 单单是那条神灵水流 就让他兴奋地找不着北 于是决定在这里扎根 一股劲地跳到神灵水流中 在里面舒舒服服地泡着 只是泡了一小会儿 他竟然就有进阶的感觉 下一刻 进阶了 而且一连跳了好几阶 直接画形 画作一个拳头大小的人 背后还长着一双 晶莹剔透的蓝色翅膀 那模样就跟精灵一族有的一拼 晶圆画形之后特别兴奋 从神灵水流里飞出来 在逆临天伦的空间里 到处乱飞 四处乱窜 想着熟悉这里的环境 可谁知 他飞着飞着 突然一张大手朝他拍来 他躲避不及 甚至可以说无力躲避 结果就那么被张大手给抓住了 雪凡心进入逆临天伦的空间里 只需要简单动度意念 就可以控制那只乱飞的画形晶石 然后将它抓到手中 小朋友 这可是我的地盘 所以在这里 一切都得听我的 画形晶石一开始 在雪凡心的手里 极力挣扎 可是慢慢地他发现 他越是挣扎 越是无力 这个地方 似乎很排斥他 正在压制他 他到底跑到什么地方来了 小朋友 你喝了我那么多神灵水 不该表示表示吗 雪凡心见画形晶石 已经放弃挣扎 于是就把它给放了 画形晶石 虽然重新获得了自由 但他很清楚 这个地方的神秘和强大 更知道 这个地方的主人 就是眼前的人类少女 他没接触过多少人类 听说人类都是自私 贪婪 残忍 冷酷 非常的不好 如今 他落到了人类的手里 而且还是一个 很强大的人类 看来他是死定了 给这个人类做牛做马 为奴为必是肯定的 他怎么那么倒霉 好好地在矿脉里修炼 居然被人给抓了 太倒霉了 雪凡心看着画形晶石那一张 小拇指大小的脸 脸上有着各种丰富的表情 着实让他觉得无语 就像是一个小萌物悲伤之后 生无可恋 好可爱啊 瞧你那个绝望的样子 我又没说要杀你 你用得着一副 生无可恋的样子吗 画形晶石抬头看着雪凡心 多嘴反抗 既然已经落到你的手中 要杀要剐 悉听尊便 好像人类有这么一句话吧 啊 喂喂喂 你别搞得好像我欺负你的样子 你也不想想 以你的能耐 就算在矿脉里 再修炼个几千上万年 也不一定能画形 而且这个地方经常有人来历练 搞不好啊 你被其他人发现并抓去了 未必有这样好的待遇 光是你喝的那些神灵水 外面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提供给你 你知不知道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既然你喝了我的神灵水 那就得报答我 画形晶石用自己的小手挠挠脑袋 好像这个人类说的有点道理 雪凡心看着画形晶石那个可爱的模样 心里越发地喜欢 这小东西智商真是不咋地 三两句话就被他给忽悠了 不过他说的全都是事实 毕竟神灵水这样的天才至宝 外面的世界还真没多少 就算是有 也是论低来算 刚才这颗画形晶石 就喝了好几大碗的神灵水 放在外头 这样的手笔 恐怕连阿九都拿不出来 从这方面来说 他可是付出很大代价的 所以绝对不能让这只画形晶石 百吃百喝 吃人嘴软 男人手短 你喝了我那么多神灵水 不做点表示可不行 白吃白喝的事 在我这里 绝对是行不通的 行了 你别一副我要剥削你的样子 我的要求不高 你只需要跟在我身边三个月 三个月后 你想离开的话 随便走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要说话算话 我向来说话算话 要拉勾勾 好 拉勾勾 哪里来的天真小萌物啊 简直可爱极了 不过 说来也奇怪 这只画形晶石 明明不能口吐人言 只是唧唧喳喳乱叫 他竟然能听懂他说的话 要是他能够和魔兽这样交流 那就好了 既然我们已经达成共识 那双方都要遵守约定 我现在放你出去 你可不准飞走 不然的话 放心 我一定会遵守承诺 在你身边待三个月 三个月很短 有时候他睡一觉都好几年 所以很快就可以过去了 遵守承诺就好 你才刚刚话行 应该没名字吧 以后 你就叫小兰就好了 能不能取个威武霸气点的名字 小兰抗议着 对雪凡心给他取的名字 吐槽再吐槽 抗议无效 这么好听又诗情画意的名字 简直美得不要不要的 你难道不觉得吗 不觉得 一点都不觉得 现在不觉得 以后慢慢觉得 走吧 我带你去认识新朋友 再次声明 你要是敢逃走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别以为你是石头 我就奈何不了你 大不了把你的灵气全部吸干 或者用你来炼气 听着雪凡心那些话 小兰绝对不认为 她是在说大话 因为这个人类少女 给她的感觉很危险 所以她还是乖乖听话为好 更何况 她还喝了人家那么多的神灵水 想想就觉得自己挺没理的 的确应该留下来 好好报答人家 雪凡心并不知道 小兰已经成功 被她给忽悠得很彻底 所以将小兰弄出空间的时候 她还是很小心的 并且做好防备 防止小兰逃走 虽然她还不知道 这个晶圆有什么用处 但想来 肯定是好东西 好东西 自然是留着比较好 小兰被雪凡心 带出逆临天伦的空间 一出来就看到 一只魔兽 两只灵兽 那只魔兽可以完全忽略 至于那两只灵兽 一只是玄晶白虎 一只是九命天猫 而且修为还不低 血脉更是精纯 虽然还只是幼崽 但若它们成长起来 必定是强大无比的存在 这个人类少女 到底是什么来头 不仅有那么多的神灵水 还有两只逆天灵兽 人类 好奇怪啊 雪凡心跟小白虎和小白猫 简单介绍了一下小兰 只是简单介绍名字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离开矿洞 到外面继续去给那些辛辛苦苦挖矿的魔兽泡茶 小兰原本还在心疼着自己的金矿 毕竟那些是她的东西 但是后来 她发现了雪凡心泡的灵茶非同一般 注意力立即转移 这个时候 她哪里还会去想那些金矿 想的只有雪凡心泡的茶 想尽办法偷喝 可是她不管怎么偷都偷不到 因为某个人类少女看得很紧 在她准备成功的时候 那杯茶就被人类少女给魔兽喝掉了 如此类似的事情发生了不下十次 这让小兰很是忧伤 最后无力地坐在桌子上 眼巴巴地看着一杯又一杯的灵茶被魔兽喝掉 那么多的灵茶泡了一壶又一壶 这个人类少女就不能给她来一杯吗 那 给你一杯 雪凡心受不了小兰那个忧伤的可怜样 活像是被她欺负得很惨的样子 所以只好给她一杯 其实之前 她又故意考验小兰的意思 想看看这个小家伙会不会真的遵守承诺 结果她还算满意 即便喝不到灵茶 小家伙也没有一气之下逃离 小兰可不知道雪凡心那些弯弯绕绕 坐在桌子上 两只小短手捧着跟她一般大小的杯子喝茶 那画面简直是萌翻天了 别看小兰只有拳头大小 咕噜噜地几下 一杯灵茶就见底了 然后极其满足地躺在桌子上 笑得很是开心 你这小家伙只有那么丁点大小 但却能喝那么多水 真不知道你的肚子是什么做的 雪凡心用手指戳了戳小兰的肚皮 越戳越觉得有趣 结果玩上瘾了 小兰一个不爽 于是翻个身 不让雪凡心戳肚子 可是这样一来 她的背部就遭殃了 没办法 她只好再转过来 很不爽地瞪着雪凡心 人类少女 你能不能别那么无聊 东戳西戳的 就不能让人家好好休息吗 哼 哟哟哟 小兰生气的样子 好像更加可爱呢 雪凡心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就是很喜欢这只 长得像精灵的画形金石 她似乎能感应到 小兰心中的一切想法 感受她的喜怒哀乐 小兰看着雪凡心那张 好看到极致的笑脸 虽然不讨厌 可她就是不明白 这个人类少女 怎么和她所听说的人类 不太一样呢 感觉很奇怪 她似乎并不讨厌 这个人类少女 而且慢慢她还发现 她竟然喜欢上了 这个人类少女的气息 好想时刻待在她身上 算了算了 不管这个人类少女 为什么这么奇怪 反正她都要在她身边 待三个月 只要人类少女不杀她 喜欢戳她肚子 背部就戳吧 其实被她戳肚子和背部 还挺舒服的 小兰自我调整好情绪之后 很快就适应了这种事 结果在莫名其妙的享受中 睡着了 雪凡心无语得很 见小兰睡着了 也不再打扰她 让她在桌子上慢慢睡 她则是继续泡茶 犒劳那些辛辛苦苦挖矿的魔兽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依妃 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四百四十四集 雪凡心泡了一壶又一壶的灵茶 不知道泡了多少壶 总之 只要那些魔兽没挖完金矿 他就会一直泡着 反正他也没事 交任务的时间也没到 在这里泡茶烤肉也是不错 后来 那些挖矿的魔兽 不仅能喝到神灵水泡的灵茶 还能吃到美味的烤肉 完事之后 还能得到寿灵丹 这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 随着消息慢慢传播 越来越多的魔兽知道 这边挖矿的待遇 即便不知道如何挖矿的魔兽 也跑来凑热闹 就算得不到寿灵丹 能够喝到一杯灵茶 吃到一块烤肉也好 于是 几乎整个长岭山脉的魔兽 都往雪凡心这边聚集 就连圣兽也来凑热闹 圣兽一出 随便拍个手掌 就能拍出好多的金矿 只是他们的力量太过强大 金矿被拍出来的时候 好多都碎了 所以雪凡心决定 圣兽只需要帮忙保驾护航就行 要是有人敢靠近这里 就给他拍飞 毕竟他在这里挖矿的动静 实在太大 迟早会引来一些人 而且他还有两天的时间 就要回去交任务了 这两天的时间 他会让更多的魔兽 来帮忙挖矿 即便回去交任务的时候 矿脉没挖完 有圣兽在这里看着 一般人都不敢来打鬼主意 哎呀 有一群可爱的魔兽大军 就是美呀 因为挖矿的魔兽 越来越多 即便是不懂挖矿的魔兽 在简单学习之后也会了 所以一条矿藏极大的矿脉 不到五天时间 已经被挖得干干净净 完事之后 雪凡心依照谢芷柔统计的数据 发放奖励 挖矿最多的魔兽 奖励五颗兽灵丹 挖矿达到一定数量的 就奖励一颗兽灵丹 如果没有达标 则是给他们几滴神灵水 其实神灵水的价值 比兽灵丹还要大 可他想不出 拿什么好东西答谢那些魔兽 所以只好拿神灵水来当酬劳 没办法 谁让他的神灵水多呢 当然 那些得到兽灵丹奖励的魔兽 也会额外得到一些神灵水 发放完奖励之后 雪凡心依依不舍地 跟魔兽们道别 然后回去交任务 谢芷柔重新回到幻颜连里待着 虽然雪凡心自始至终 都没对他说什么 也没有给他任何的承诺 但他还是将雪凡心 当做自己的主人来看待 一个能够统领万寿的主人 无论是实力还是来历 都绝对不凡 他只要忠心于主人 相信总有一天 能够得到主人的重视 他看得出来 主人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但同时也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 除非得到他的认可 否则很难从他身上 逃到什么好处 目前为止 他还没得到主人的认可 所以还得继续努力 雪凡心并不管 谢芷柔在想什么 高高兴兴地离开长岭山脉 回去交任务 可谁知 他才刚到中央大厅 就引来了一群人的围观 但那些围观的人 并不像是来对他冷嘲热讽 一个个都两眼放光 仿佛是在迎接 什么重要的人物 这些人在搞什么呢 雪凡心对那些聚集过来的人 感到莫名其妙 不过 他是个看得很开的人物 从来都不会过多地在意 外人的目光和看法 所以他打算 无视这些人的存在 直接去办自己的事 然而就在这时 洛福南从人群里冲出来 差点因为杀不住脚步 而摔在地上 然后对着雪凡心 傻乎乎地笑 雪师妹 我叫洛福南 想必你应该记得 有事 雪凡心的确隐隐约约 记得洛福南这个人 但印象并不是很深刻 只记得 他和梁染川之间 有很大的过节 至于其他的 他就不知道了 也没兴趣知道 没事没事 我是来感激师妹 两次的救命之恩 在浮游山和长岭山脉 要不是因为你的出手相救 我必定会死在 梁染川那个邪秀的手里 你可是给了我 两次生命的人 这样的大恩大德 我必定要好好报答 并感谢你的呀 不用 雪凡心不想理会洛福南 绕开他往前走 前面的人看到雪凡心走过来 纷纷让道 他们知道 雪凡心只是一个新来者 这几天打听了一下他的事迹才知道 他的实力和来历多么强大 以地境巅峰的修为 一人挑战五周十遇四个老怪物 竟然不落下风 除了实力之外 他的来历也令人责舍 不仅是荒谕之王的孙女 九游圣帝未来的女主人 还是时空大帝和红尘大帝的第一弟子 这样的身份 不管是哪一个 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即便是九游王 荒谕之王 时空大帝和红尘大帝 不是神域那边的人 但这四个人之中的三个人 却在神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尤其是九游王 神宫那些上神都忌惮他三分 至于时空大帝和红尘大帝 虽然只是大帝 没有获得上神的封号 可他们的实力 却比上神要强得多 雪凡心有这样的背景靠山 要是能跟他攀上关系 说不定可以少奋斗几十年 甚至是上百年 只可惜雪凡心有些高冷 似乎不太喜欢大理人 雪师妹 洛福南想追着雪凡心而去 谁知只是几个眨眼的功夫 雪凡心已经不见踪影 他只好往中央大厅跑去 看到雪凡心正在交任务 长岭山脉的县石使天的任务 他竟然真的全都完成了 这实力真是 不仅是洛福南在惊讶 就连负责发放任务的负责人 也在惊讶 在雪凡心接任务的时候 他并不认为雪凡心有能力 一下子完成这么多任务 谁知道 一个新人 才刚进入神眼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那么多任务 简直破了很多人的记录 看来 神眼门又要出一个天才了 雪凡心完成任务之后就走人 依然不理会洛福南 走得速度很快 休得一下就不见人影 洛福南因为太过惊讶 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雪凡心已经消失不见 他想追都追不上 雪师妹 雪凡心回到自己的住处 才刚进门就感觉 有熟悉的气息 很兴奋地往里面跑 阿九 夜酒商在院子里等着雪凡心 一见到家人朝他飞奔而来 就展开双臂 让他扑进自己的怀抱之中 阿九 我想你了 雪凡心一扑到夜酒商的怀里 就紧紧地抱着他 先解决这几天的相思之苦 在长岭山脉的时候 阿九就出现过一次 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 虽然只是几天的时间 但他真的想念得紧 现在终于能够深刻理解 一日不见 如歌三秋这句话 真正的含义了 夜酒商搂着怀里的人 有一下没一下地 轻抚他那柔软的发丝 宠妮说道 傻丫头 我也想你了 既然你也想我 那为什么不来看看我 难道你没有发现 自己身上有什么变化 什么变化 再仔细想想 雪凡心已经很努力地想了 依然没有想出 自己到底有什么变化 没变化呀 逆临天伦的空间 是不是可以用了 夜酒商用手指 弹了弹雪凡心的额头 以示惩戒 啊 雪凡心这才注意到 体内的逆临天伦空间 可以使用了 而且在几天前 他还把小兰 给收进去 那时候 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完全忘记了 在神隐门 不能使用空间的事 后来又忙着挖矿 现在要不是 阿九的提醒 他还没注意到 这个事 空间真的可以使用了 我的空间又回来了 阿九 这到底怎么回事 之前阿九明明说了 在神隐门 不能使用 逆临天伦的空间 可这会儿又能使用了 这其中 必定有他 不知道的事 想必阿九这段时间 又为他 做了很巨大的事 连神隐门的禁制 都给他破了 只不过是 到神隐门的核心之地 跟某个家伙 喝喝茶 聊聊天 顺便弄了点东西 一件小事 你不必放在心上 只需要知道 在神隐门期间 逆临天伦的空间 你可以随意使用 夜九商云淡风轻地说道 并没有把细节说清楚 原本他是想着 逆临天伦的空间 能不能用都无所谓 反正影响不会太大 后来回去仔细想想 神隐门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不可预估的危险 所以他宁愿花点 经历和心思破除禁制 也不愿意心儿 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虽然夜九商 没有说得很详细 但雪凡心却知道 破除禁制这件事不容易 他自然不会跟夜九商 说什么客气的话 只需要在心里 记着他的好就行 以后更加爱他 阿九 还好你解除了 逆临天伦的禁制 不然 我可没那么轻易 就能收复小兰 对了 这就是小兰 雪凡心将小兰 从空间里弄出来 小兰正在空间里睡大觉 突然被人拿出来 感觉迷迷糊糊的 一副没事醒的样子 抬起头来 还没看清楚眼前的画面 就已经被一股 强大的气息吓到 浑身打了个哆嗦 这会睡意全无 脑子清除至极 这个人好强好强 简直是强得可怕 但是气息 就让他恐慌不已 怎么搞的 难道现在的人类 都很强吗 尤其是眼前 这个高深莫测的男人 真的是强得可怕 小兰坐在 雪凡心的手掌心上 浑身缩紧发抖 心惊胆战地 看着眼前的男人 几乎快要下晕过去了 夜酒商一眼就 瞧出了小兰的来历 不温不火说道 一块品质还算不错的 蓝金晶圆 喝了神灵水才化形 天赋一般 看着夜酒商那一脸 嫌弃的样子 小兰深受打击 什么叫 一块品质还算不错的 蓝金晶圆 她只不过修炼的时间短 要是再给她一些时间 不出意外的话 她绝对能修炼成紫金晶圆 她的天赋 可是很不错的 阿九 这晶圆除了能够吸收力量 增助修炼和炼气之外 还有什么用途啊 雪凡心可不管小兰的心情 想弄清楚晶圆的用途 这东西最大的用处 是炼气或者布阵 尤其是用于阵眼 阵法的效果会大大增强 除此之外 它还有一个用处 寻矿 尤其是金矿 晶圆对于金矿 有着得天独厚的熟悉 只要出现金矿的地方 哪怕在地下千尺 他们也能感受得到 哇 寻矿 那岂不是说 以后我缺金石的时候 让这小家伙去找 就能把问题解决了 你想太多了 以这小家伙现在的能耐 最多能感应到 方圆百里的矿脉 矿脉的形成不易 尤其是极品矿脉 即便是金元 也不容易找到 所以这种发财梦就别想了 你要是缺金石 跟我说一声便是 五周食欲乃至神欲 所有的金石 我都可以弄来给你 其实五周食欲乃至神欲 大部分的金石 全都在它的掌控中 而且紫霄楼和鬼街 时时刻刻 都有不少的金石入账 它现在钱多得是 连它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 不过 那些极品金石 它一般都自己收藏 其他的让别人打理 阿九 上次在五方学院的时候 七师兄给了我不少的紫玄精 就因为有那些紫玄精 就因为那些紫玄精 所以我在成林秘境的时候 一下子晋升了两个大境界 直接到达地境巅峰了 这次来神隐门 目的就是为了突破晋升神境 我觉得紫玄精 应该有些用处 不知道你那里 能不能弄来一些紫玄精啊 没有紫玄精 紫玄也行的 上瓶紫玄就不错 薛凡心笑嘻嘻地问 他知道紫玄精很珍贵 别说五周食欲 就算是神域那些上神 也拿不出来多少 别说是紫玄精了 在五周食欲 紫玄就已经够珍贵的 所以他向阿九 索要紫玄的时候 的确有些强人所难 然而叶九商 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随手就从自己的空间里 拿出十颗紫玄精 全都给了雪凡心 我这里只有十颗紫玄精 回头我再帮你找一找 不用不用 十颗就够了 其实也不一定都要紫玄精 紫玄也是可以的 这里有一万颗上瓶紫金 你拿去吧 叶九商拿出上万颗的上瓶紫金 整整齐齐地排放在桌子上 雪凡心一看到紫光闪闪的金石 两眼都看直了 随手将掌心里的小兰丢掉 拿起紫金来看 哇 好多紫金啊 发财了 发财了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四十五集 看着雪凡心那财迷的样子 叶九商觉得可爱极了 不打扰她 让她对着那一堆上瓶紫金 兴奋个够 而她 则是继续看着她可爱的小模样 看个够 倒是可怜的小兰 被雪凡心随手丢掉的时候 重重地掉在地上 摔得屁股发疼 好半天才缓过来 然后可怜巴巴地飞到旁边的座椅上休息 尽量远离那两个人 确切地说 要远离那个可怕的男人 早知道这个人类少女 认识这么可怕的男人 她就不该答应 留在她身边三个月 现在好了 想走都走不了 她真是好伤心啊 唉 认命吧 只要熬过这三个月就好 这三个月的时间 她尽量不去招惹那个强大的男人 也不招惹那个人类少女 反正安安静静待着就行 等三个月一到 她立即离开 到时候 她就自由了 虽然小兰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想着这些 但是雪凡心 能够清楚地感应得到 于是将目光从紫禁上转移 看向在一旁角落里的小兰 美好气的 小兰 如果你只是想简简单单 在我身边待上三个月就离开 那么这三个月的时间里 你别想从我身上得到一点好处 哪怕是一滴神灵水 我都不会给你 小兰一听这话 立即紧张起来 想想雪凡心说的话有点道理 于是硬着头皮飞回去 落在她的肩膀上 一副讨好的样子 雪凡心用手指 轻轻戳了戳小兰的脑袋 笑咪咪道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这三个月的时间里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相反 你要是不听话 那就别想吃香喝辣的 我听话 我一定听话 我乖乖听话 小兰绕着雪凡心飞啊飞转啊转 不断地表达自己的诚意 她经过这个人类少女的随身空间 知道里面有很多好东西 尤其是那条神灵水流 简直让她爱到不行 如果她能每天喝到一滴神灵水 用不了多久 她就可以晋升为紫晶晶圆了 见识说不定可以化作人形 甚至可以修炼成神 这样的好事 光是想着都能令人激动 只要你够听话 我不会亏待你 所以现在安静待着吧 雪凡心并没有将小兰收入空间里 而是让她在外面逛游 随便她去哪里都行 她自己则是继续看水晶 看够之后就收到空间里 不过一半放在逆临天伦的空间里 一半则放在七桥宝珠里 只不过是一些晶石罢了 你要是喜欢 我让下面的人给你收集 夜九商对那些紫晶一点都不心疼 只要能博心爱的人一笑 给多少晶石都值得 阿九 你这个样子 会让我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只是一点晶石罢了 就把你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那接下来的东西 岂不是让你更感动 什么东西啊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宝贝要送给我 赶紧拿出来 让我瞧瞧 赶快 阿九给她的东西 从来都不普通 所以她肯定又有好东西了 此时不仅雪凡心在期待着 夜九商拿出来的宝贝 就连小兰也有些好奇 弱弱地伸出短短小小的脖子往前看 这个男人这么强大 能让他看上眼并拿出手的东西 应该不简单 至少是个宝贝 虽然她只是一个小小的晶圆 但是对于天才地宝 她也是很感兴趣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真的很好奇啊 当雪凡心和小兰都伸着脖子好奇期待时 只见夜九商手里的紫光一闪 一辆迷你型的小汽车 便漂浮在她的手掌心上 车身以她最喜欢的紫色为主 至于制造的材料 根本不像是地球那些铁质或者塑料 车型的设计更是巧妙 每一个细节都精美绝伦 不是吧 阿九真的从关小妍给的那些书上 学到了技术 然后把汽车给造出来了 虽然这汽车看着很小 但她知道 这东西绝对能自由伸缩 变大变小 小兰更为好奇地看着夜九商手掌心悬浮的 那个迷你小汽车 根本不懂那是傻东西 感觉陌生的不能再陌生 以前别说见过 就连听都没听说过 不过 制造这东西使用的材料 她倒是能看出一点苗头 她能感应得到 这东西里头 有另外一块晶圆 而且是品阶比它还高的晶圆 品阶比它高的晶圆 那至少是紫晶晶圆 好可怕 如果被它弄到这个东西里 那真的是要完蛋了 小兰之前对那个迷你小汽车 还挺好奇的 但是她现在可是怕得不得了 生怕那个强大的男人 把她拿去练气了 此时的小兰完全不知道 她所害怕的事根本不会发生 因为某位爷压根瞧不上她 阿九 你居然把汽车给造了出来 好厉害呀 赶紧放出来 让我仔细瞧瞧 看看能不能开出去兜风 雪凡心没有理会小兰 当它不存在 眼睛里只有夜酒商 手掌心上悬浮的迷你小汽车 夜酒商微微一笑 随后简单动了动一年 她手掌心上的迷你小汽车 便飞出了屋外 飞到外面的院子 然后变大 变得跟普通小汽车一般大小 稳稳妥妥地落在地上 车身在阳光的照射下 闪闪发亮 哇 好酷的车呀 开出去绝对很拉风 雪凡心跑到院子里 围着那辆车子转了几圈 手不停地摸 简直爱到不行 虽然她不是爱车一组 但是炫酷拉风什么的 她还是很喜欢的 阿九果然够了解她 知道她喜欢什么风格的东西 这时一个小小的人从车窗里爬出来 先迷迷糊糊地揉揉眼睛 看到雪凡心之后 就跳到她的肩膀上 妈妈 好久不见 好想你呀 哎 小石头 你怎么在车子里啊 雪凡心将小石头拿到自己手中 让她坐在自己的手掌心上 好好地看着她 她已经很久很久没见到小石头了 上一次阿九说 让小石头跟着她 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小石头 看小石头这么疲惫的样子 想来近段时间 肯定一直在做苦力 可怜的小石头啊 小石头坐在雪凡心的手掌心里 用手挠了挠自己的脑袋 然后指向一旁的车子 好像是在说 这车子能制造出来 我的功劳可是很大的 小石头是金石之灵 吞噬各种金属矿石 可以拉出很精纯的提炼物 因为是精纯的提炼物 所以一大块金属矿石吃下去 就能提炼出那么一丁点的精纯物质 制造一辆车子需要的物质可不少 除了外部结构之外 内部结构里的东西也很多 可想而知 小石头最近肯定都是在疯狂地吃东西 为夜酒商提供制造汽车的材料 小石头乖 你最近辛苦了 雪凡心摸了摸小石头的脑袋 跟她道个谢 只是简简单单一句道谢和关心 小石头就非常满足 在手掌心上快乐地蹦跳 雪凡心将小石头重新放回自己的肩膀上 然后继续去欣赏那辆车 光从外面看不出内部结构 所以看完外部的时候 她就开始对内部感兴趣 阿九 这车子里面是什么样子 五周十遇好像没有汽油的 这车没汽油怎么开啊 这个车和地球那里的车不一样 它并不需要靠汽油启动 而是需要精实的力量来启动 车子所有的功能 包括防御和攻击 全部都要靠精实的能量来维持运转 这车子不仅能在地上跑 还可以在天上飞 在水里游 可以防御 可以攻击 夜酒商一边介绍着自己耗费几个月 精心研制出来的汽车 还让汽车不断变形 在地上跑的时候 自然是汽车的样子 在天上飞的时候 则有些像飞机 在水里游的时候 则是呛个潜水艇 但不管是什么样子 外形都非常的炫酷 拉风 雪凡心看着不断发生变化的车子 简直就像是在看变形金刚 炫酷极了 哇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简直太好了 阿九 赶快教我怎么使用 雪凡心已经迫不及待地拉着夜酒商上车 想要尽快学会使用这辆车子 好 这就教你 夜酒商将雪凡心带到车子上 开始教他如何使用 这车子从外面看 和地球上制造的车子没两样 可是进来之后才发现 里面完全是另外一种事件 简直就像是一个大房子 开车的时候只需要到控制室里简单操控 雪凡心学习能力很强 很快就掌控了使用的技巧 将车子转变为飞行状态 升到高空中 先是慢速飞行 等较为熟悉之后就加快速度 哇 好快啊 感觉比飞机还要快 还可以更快 夜酒商简单操作了一下 将速度提升 然后打开外部防御 车子最快的速度 几乎可以同闪电一般 但速度太快的话 势必会与空气造成很强烈的摩擦 所以在快速飞行的时候 最好将防御打开 隔绝外部的强烈摩擦 居然还可以这样玩 太炫酷 太奇妙 太刺激了 雪凡心通过透明的窗口 看着外面的风景 更加的激动兴奋 虽然五周十遇的修行者 达到一定的修为之后 可以预空飞行 但是速度是有限的 绝对不可能达到如闪电般的速度 而且速度太快 还要承受空中的摩擦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 那些大能者都不太喜欢预空飞行 有了这辆强大又炫酷的车子 它这是要逆天的节奏 雪凡心操作车子 在空中快速飞行 看到下面有一条宽宽大大的江河 于是转化为游艇状态 从高空直接冲入江水中 江里有不少的水中魔兽 全都被突然猛烈冲进水里的怪物 给吓得四散 慌张逃走 真是太好玩了 雪凡心坐在操控室里 只是做一些简单操作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闲着 透过窗户欣赏外面的风景 哎 阿九 你快看 那条鱼好漂亮 那颗草灰发光 还有那颗石头 水里的世界原来这么美啊 这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江河 你若是入海 会看到更美的景色 夜九商对江里的那些东西没兴趣 不过 他对陪着媳妇有兴趣 能够让媳妇开心成这样 他这段时间的辛苦没有白费 虽然制造出这个东西 耗费了他许多的精力 还有物质 但是结果却是非常值得 那以后我们去海里玩玩 雪凡心想象着海底的世界 光是想着那画面 就觉得激动人心 迫不及待地 想要上海里溜达一圈 但他知道 现在不是玩的时候 所以差不多就得了 更何况 这东西需要大量的晶石 来维持运转 也不知道 他刚才飞一圈 以及在水里游一圈 用了多少晶石 想到这个问题 雪凡心就忍不住 开口询问 阿九 这东西 是不是很好费晶石啊 就刚才那一会儿 消耗了多少晶石 大概一颗上瓶紫金吧 叶酒商不痛不痒地说 雪凡心却心疼地出血 什么 就这么一小会儿 就要消耗一颗上瓶紫金 这也太多了吧 上瓶紫金价值极大 哪怕是神域那些大家士族 也只能勉强地拿出一两颗 可是就在刚才 他居然一下子就用掉了 一颗上瓶紫金 心疼肉疼啊 这玩意儿消耗这么大 以后可不能乱用 不然他会穷死的 只不过是一颗上瓶紫金罢了 瞧你心疼的 我在里头放了一百颗上瓶紫金 足够你使用一段时间 等没有了我再放进去 对于晶石的问题 某位爷从来不放在心上 真要是没晶石了 他就去打劫 反正神域那些老家伙 肯定有很多存货 真要是不够 他就去打劫二师兄 那个骚包的家伙 那个骚包的家伙 绝对有不少的紫金和紫玄金 想到二师兄 叶酒商就会无意地想起大师兄 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难过和悲伤 罢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数 如果那是大师兄的结 他再多想也无用 雪凡心从不怀疑叶酒商说的话 得知里头放了一百颗上瓶紫金 他就放宽心了 但还是舍不得浪费 所以从水里出来 又飞到天上 直接飞回自己的院子 深夜门不少人都看到 有一个奇怪的东西 从半空中飞过 只不过没人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有人猜测 那是一种飞行魔兽 毕竟有坐骑的人不少 即便没有见过也听过 所以对于半空中 出现的奇怪飞行物 没多少人感到惊讶和疑惑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九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四百四十六集 回到院子之后 雪凡心就下了车 直到现在还兴奋着 爱不释手地摸着 那辆炫酷的车子 阿九 这东西有名字了吗 虽然它的初始状态是汽车 但却又不是真的汽车 说它是全能型的战斗机 都不会过 像这种厉害的东西 一定要给它取个 威武霸气的名字才行 小石头和小兰 还在旁边待着 尤其是小兰 听到雪凡心说 要给那个东西 取什么威武霸气的名字 她立刻想去角落里画圈圈 这个人类少女 威毛给她取名字的时候 不想想威武霸气 给那个破铜烂铁取名字 就想要这威武霸气 太不公平了 小石头很单纯 可以说有些傻 所以她从来就不在乎 自己的名字 威不威武 霸不霸气 只要爸爸妈妈喜欢就行 最近她那么努力 帮爸爸制造那个车子 想来爸爸肯定是很喜欢她的 妈妈也一样 夜酒伤可不管那两个小东西 在想些什么 在她的眼里 就只有雪凡心 将所有的温柔和情意 全都用在了她身上 没有过多地给其他人 这东西 这东西昨天才刚刚造出来 暂时还没有名字 不如你给她取一个吧 反正她以后是你的 就叫她雪叶 怎么样 雪凡心在想名字的时候 第一刻想到的 便是自己和夜酒商 所以干脆却两个人名字中的 各一个字来命名 好 就叫雪叶 嗯 叫雪叶 雪叶以后就是你的了 先滴血认主吧 啊 还要滴血认主啊 这东西说白了 就是一件器物 品皆堪比神器 等于是一件极匹神器 自然是需要认主的 即便你不滴血认主 这世间除了我之外 也就只有你能驾驭得了她 我在上面下了禁止 一般人是没办法驾驭她的 不过为了一方万一 还是滴血认主比较好 因为她随时有可能 衍生出自己的灵智 雪凡心对恋气一窍不通 所以夜酒商说的那些 让她听得一知半解 阿九 你是说 雪叶有可能衍生出自己的灵智 如果雪叶是神器 那她衍生出来的灵智 岂不是跟灵智一样 差不多吧 这东西的品质不错 一旦衍生出自己的灵智 可能会有一股傲气 不肯轻易受人掌控 若是滴血认主了 即便她的灵智再高 傲气再大 也只能认你为主 她在炼制雪叶的时候就知道 她的非同凡响 恐怕她这辈子都不可能 再炼制出第二件这样的神器 先不说 炼制之时 那种要求极为苛刻的天时地利人和 单单是炼制所需要的材料 就极其难寻 有些东西是世间独一无二的 没有材料 就不可能再炼制出来 所以这世间 血液会是唯一 那我还是赶紧滴血认主为好 雪凡心用一根银针 刺破自己的手指 弄出一滴血 将血液滴血认主 毕竟是阿九亲自炼制的神器 所以她想要滴血认主不难 若是换作其他人 恐怕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滴血认主成功之后 雪液就与雪凡心融为一体 可以将它收纳到自己的体内 或者放到空间里 又多了一件神器 感觉棒棒的 得了雪液这样的质保 雪凡心整整乐了好几天 都没有缓过来 这几天 她一直都在跟夜酒商 在小院落里待着 顺便说一说 自己这趟长岭山脉之行的事 阿九 我可以肯定 那个梁染川 就是修罗殿的人 只不过 她好像并不认识我 对了 之前我有一念传音给你 让你注意梁染川的神魂 你有没有说到消息啊 夜酒商将梁染川的神魂 放出来 用一个紫色的光球困着 放到雪凡心面前 你说的是这个 雪凡心一眼就看出了 被困在紫色光球里的 是梁染川的神魂 激动喊道 嘿 对对对 就是这个家伙 我就知道 他没那么容易死 还好被你给抓着了 不然又是一个不小的麻烦 梁染川的神魂 被困住之后 一直处于恐慌状态 他根本不知道 抓他的人是谁 也没有办法反抗逃离 越到后面他越绝望 正在他要彻底绝望的时候 画面突然一转 他所处的环境 竟然发生了改变 抬头一看 他就看到了一张 让他更加感觉绝望的脸 是你 怎么会是你 你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放我出去 快得放我出去 我是修罗殿的人 你们若是敢动我 修罗殿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还有你 梁染川看向夜酒伤的时候 忽然觉得心惊不已 什么底气都没有了 恐慌得厉害 怕得浑身颤抖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话 你 你是什么人 修罗殿最近 是越来越嚣张了 还真以为本主 奈何不了你们 夜酒伤冷肃道 丝毫没把梁染川放在心里 只当他是个跳梁小丑 梁染川听到夜酒伤自称本主 单从这个自称 就能猜测对方的来历 绝对不简单 因此心里更为恐慌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夜酒伤懒得理会梁染川 看向雪凡心 问道 星儿 此人你打算如何处置 你也不用想着 从他嘴里 套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他只不过是修罗殿的 一个虾兵蟹匠 知道的事情 还没我多 既然这个家伙 一点价值都没有 那你就处理了吧 反正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之前在浮游山的时候 他还想杀我来着 只不过 没那个能耐 感动你的人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不 你们要干什么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不 梁染川想要求饶 想要反抗 但是最后 还是被杀死了 夜酒伤 只是轻轻地握个拳头 他就浑飞魄散 彻底死去 死的时候 连杀他的人是谁都不知道 对于梁染川的死 雪凡心一点感觉都没有 满脑子想的都是修罗殿的事 阿九 你说 修罗殿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们一直在找逆龄天伦 既然知道逆龄天伦 跟我有关系 为什么一直都没动静呢 不是他们不想动 而是他们不敢动 毕竟你是我照着的人 更何况 现在的修罗殿 并不太平 暂时没有过多的心思 来找你的麻烦 夜酒伤一想到 修罗殿那些人 眼中满是阴厉之气 从修罗殿的调查可以看出 修罗殿和星神殿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说不定 修罗殿所做的一切 就是星神殿之事的 这事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夜酒伤并不希望雪凡心 现在去烦恼什么修罗殿 和星神殿的事 所以很多事暂时没告诉他 免得他分心 现在最为重要的 是让星儿获得神格 晋升神静 其他的先一边去 等星儿获得神格 晋升神静之后 他们再去收拾修罗殿 和星神殿也不迟 雪凡心也没有过多追问 因为他知道 问了也没有多少用处 反正那边的事 他暂时还插不上手 如今努力获取神格 晋升神静 才是重中之重的钥匙 休息了几天 雪凡心又开始琢磨着 做任务的事了 不过 在这之前他得好好统计统计 看看目前的积分有多少 他虽然只是去中央大厅 领了两次任务 但是每一次任务都很多 而且都能够按时完成 所以现在积分并不少 一共有六千多的积分 还差三千多就能去中门了 雪凡心决定 再去中央大厅领任务 这次他同样去长岭山脉 只不过 领取的任务难度系数很大 在厦门基本没什么人敢领那些任务 任务的难度系数大 同样的 积分奖励也多 只是三个任务 就有整整五千的积分 这还只是基础奖励 据说 一次性完成这三个任务 还有额外的大奖励 三个任务 分别是斩杀长岭山脉听风谷里的一只九阶魔兽 六尔青音符 斩杀牵取洞里的一只圣兽 冰甲蟒 还有获得西侠海里那三头胶的鳞片 这三个任务 无论是哪一个 难度都非常大 即便是难度比较小的九阶魔兽 六尔青音符 也很难完成 更别说是圣兽冰甲蟒和三头胶 如果是一般的魔兽 他绝对不会接下这样的任务 毕竟他和魔兽有着特殊的关系 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会随意斩杀魔兽的 但据他所知 六尔青音符 还有冰甲蟒 以及三头胶 都是极其凶残的凶兽 他们即便已经开了灵制 但生性残暴 喜爱杀戮 不仅杀人 就连同类也杀 不管是人还是魔兽 只要遇上他 那绝对是死路一条 除非你有足够的实力 与他们拼 六尔青音符还好说 毕竟他只是九阶魔兽 但是冰甲蟒和三头胶 已经是圣兽级别 尤其是三头胶 已经快要化龙 实力很强 这三个厉害的凶兽 至今都无人能够降服 即便是上门那些天之胶子 也不敢鲁莽行事 所以这三个任务 在任务牌上挂了几十上百年 直到现在都没人能够完成 当然 也有人领过这三个任务 可惜都是有去无回 久而久之 这三个任务 被人传得极其可怕 因此 才没人敢来领取 百人榜上的天才 也不敢轻易冒这个险 但是现在 这三个任务 被雪凡心一次性全接了 负责任务发放的人震惊不已 她知道 雪凡心有一些能耐 可这三个任务有多么可怕 她觉得 有必要跟这个小姑娘说一说 放心吧 这三个任务 我一定能够完成的 等完成了这三个任务 我就可以去中门了 雪凡心 礼貌地跟任务发放的人说一句 然后拿好自己的身份令牌 就走人了 雪凡心前脚刚走 后脚立马有人将她接取 那三个极其恐怖的任务的事 传出去 随后 也有不少人来接取任务 而且接的 都是长岭山脉的任务 打算去瞧瞧 就连中门上门的人 也来凑热闹 他们倒要看看 这个雪凡心 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完成那三个可怕的任务 原本只是厦门弟子 经常来做任务的长岭山脉 此刻却到处都能看见 中门上门的弟子 就连百人榜前五的五大公子 都来凑热闹 一开始 只是落盛南前来 因为他弟弟落福南的缘故 所以他很好奇 那个叫雪凡心的小姑娘 反正最近他也没事 于是就来凑凑热闹 后来 其他四大公子 得知他要来长岭山脉桥热闹 又知道 有人一次性领取了那三个可怕的任务 弄得他们也很是好奇 所以就一起来了 凤仙瑶本来打算和雪凡心保持距离 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可是当他知道 百人榜的五大公子 全都去了长岭山脉时 彻底按捺不住了 赶紧随便去接个任务 跑到长岭山脉去 百人榜的前五的五大公子 每一个都是人中龙凤 不仅实力了得 身份地位更是非凡 每一个在神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只要他能攀上这五个人中的一个 去往神域绝对不是男士 而且还能轻而易举地将雪凡心踩在脚底下 师父将他带到神隐门的时候 也曾经跟他说过 在神隐门修炼固然重要 但是建立人脉更加重要 所谓的建立人脉 其实就是攀上那些大人物 虽然他只是从五周十遇来的一个小人物 不过能入他的眼的 只有百人榜前五的那几位 其他的他根本不曾想过 无论如何他都要抓住这个机会 凤仙瑶找了几个伴前往长岭山脉 这次他一个护花使者都不带 带的只是与他稍微有点交好的女子 这个时候 进入长岭山脉的人 几乎都在打听雪凡心的行踪 凤仙瑶却在打听百人榜五大公子的行踪 与凤仙瑶同行的几个女子 多多少少看出了点苗头 其中一人还直言提醒他 凤师妹 如果你此行 是为了五大公子 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心机了 别说是你 就连神域那些大家氏族的千金小姐 都不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青睐 更何况 人家来长岭山脉 是为了那个一次性 领取三个恐怖任务的雪凡心 可不是为了你 同时姐 我只是好奇 想认识认识那五位精彩艳艳的人物 没有其他作响 你别误会了 凤仙瑶装得很是单纯又无邪的样子 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他眼中的欲望和心中的诚服 这时又一位女子说道 好了好了 同师妹 五大公子是什么样的人物 大家都清楚 想认识他的人多了去了 就连我们也不例外 你又何必拿凤师妹开玩笑 不过 我奉劝大家 那五位公子看看就行 千万不要有非分之想 否则后果会很惨的 五大公子实在太过优秀 神隐门不少的女子 都对他们有别的心思 一些较为大胆的女子 甚至不惜一切手段 想要得到他们 结果下场都很惨 不管你是谁 一旦招惹到五大公子 轻则变成废人 重则性命不保 就因为五大公子出手太狠 所以现在 没多少人敢再去招惹他们 除非你有足够的实力 有足够的身份地位 否则远远地看着他们就行 千万不要去招惹他们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447集 雪凡心现在还不知道 她一次性领取那三个恐怖任务 引起了很大动静 就算知道 她也不会放在心上 只管做自己的事 阿九陪了她几天 这会儿又不知道去忙什么了 所以她只能独自一人 跑来做任务 说是独自一人也不对 毕竟 她身边有小白虎 小白猫 还有小兰陪着 在幻颜连里 还有一个谢芷柔 此刻除了谢芷柔之外 其他的 全都在外面陪着她 小白虎和小白猫 分别坐在她两边肩膀上 小兰扑动着美丽的翅膀 在她身边飞来飞去 如果飞累了 就到她的头顶上歇歇 看上去是一个头饰 不仔细看的话 还真看不出是个傻东西 主人 听风鼓在哪里呀 小白虎看着雪凡心手中的地图 怎么都看不懂 按照地图所示 听风鼓在南边 具体的位置 还要再往深处走一段 才能确定 没关系 反正我们时间很充裕 实在找不到 就让这里的魔兽帮忙 雪凡心将地图收起来 悠哉地往前走 对周围的一切事物 没有任何警惕 完全不担心 会有毒蛇猛兽攻击她 长岭山脉里的魔兽 对雪凡心并不陌生 一见到她过来 就打招呼 不过来的 基本都是一些 品阶比较低的魔兽 那些品阶高的魔兽 这会儿大多都在闭关 之前他们喝了不少 用神灵水泡的灵茶 还得到了神灵水 以及寿灵丹 不少的魔兽 得到这些东西之后 就都去闭关了 因为不少高阶魔兽 都去闭关了 所以长岭山脉 这个时候的危险不大 只要不算太过倒霉 一般不会遇上高阶魔兽 当然 这也不是绝对的 在长岭山脉 危险的 不仅仅是魔兽 要是遇上毒虫毒草 那也是要人命的 不过 这对雪凡心来说 根本不算是 要是那些毒虫毒草 真被他遇上 绝对会成为 他制毒的材料 雪凡心走了大半天 有些累了 而且天色已经不早 所以他随便 找了个地方休息 生活烤肉 再弄些可口的果汁 小白虎和小白猫 以及小蓝 坐在不大不小的桌子上 一人一杯大大的果汁 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喝着 顺便等着吃烤肉 这样的生活就是美啊 小蓝才跟雪凡心几天 突然间爱上了 这种美妙的生活 时不时会有一种想法 其实跟着这个人类少女 也不错 最起码 可以经常吃到 很美味的好东西 烤肉好了 一人一碟 不准争抢 雪凡心将一大块烤肉 分成三份 分别放在三个大碟子里 给那三个小家伙享用 虽然小蓝 还没得到她的认可 但是这段时间 小蓝还算听话 所以她不打算亏待它 不就是烤肉吗 她多的是 在不远的地方 阵阵烤肉的香味飘来 让人馋得口水直流 好香啊 这是烤肉的味道 我从来都没有闻过 这么香的烤肉啊 香味好像是从那个方向飘来的 不如过去看看 大家嘴上这么说 但没有人实际行动 一个个都往某个方向看去 看着那五个俊意不凡的男子 等着他们的决定 附近的人都被烤肉的香味给吸引过来 当他们来到现场的时候 发现一人三兽围着一张精致的餐桌 享用烤肉 尤其是那三只兽 他们喝果汁吃烤肉的画面 简直萌得不要不要的 一般的兽类喝东西的时候 都会弄得一嘴毛 都脏兮兮或者湿漉漉的 但是这三只兽 他们竟然懂得用管子吸 无论是喝果汁 还是吃烤肉 他们的吃相 竟然可以这么的优雅 关键是 他们竟然全都坐在桌子上吃 这画风不太对啊 不管画风对不对 餐桌的主人 愿意让兽类在桌上吃东西 其他人无权过问 只不过 桌上那些烤肉 真的是太香了 香得令人直流口水 而那个正在吃烤肉的少女 手里拿着一把奇怪的刀子和叉子 一边切着碟子里的烤肉 一边吃 时不时喝一口果汁 那高贵优雅的样子 让人惊叹 恐怕即便是神与那些 世家大族的千金小姐 名门闺秀 也没有这样高贵优雅的气质吧 这个少女到底是什么人 就在众人猜测着雪凡仙的身份时 一个曾经见过雪凡仙的人 开口说道 我知道他是谁 他就是近些日子 传得风风火火的雪凡仙 黄与之王的孙女 九幽王的王妃 以及时空大帝和红尘大帝的弟子 对于雪凡仙 神与门下门的弟子 几乎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就连中门和上门的一些弟子 也对他有所耳闻 不过大多数人 只是听说过雪凡仙的大名 却未曾见过他的真面目 所以很多人 才没能第一眼就认出他来 这时 一个衣着飘飘的贵公子 带着一众跟班来到了这里 看到前面那一幅 一人三寿用餐的画面 觉得很是有趣 于是上前打个招呼 姑娘便是 所以进厦门疯传的 雪凡仙雪姑娘吧 在下南宫谦 见过姑娘 好说好说 听闻南宫公子 乃是百人榜前五的风云人物 小女子 只是神野门厦门的一个无名小卒 岂能受得起公子这样的大礼 南宫谦喜欢玩彬彬有礼的戏码 雪凡仙很乐意奉陪 反正也就是说几句 闻搜搜的话 神野门百人榜前五的人 他倒是听花结语提起过 分别是洛盛南 秦北墨 花斋美 南宫谦 建兴林 五个人中 他居然认识一个 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 想不到 花斋美那个家伙 竟然是神野门的五大公子之一 南宫谦多多少少听过一些 关于雪凡仙这个人的传言 据说他嚣张跋扈 心狠手辣 可他所见到的 是一个娇娇小小 柔柔弱弱的小少女 而且这小少女 也没有传说中那般嚣张跋扈 最起码懂得以礼待人 他有一定的看人眼力 这个叫雪凡仙的少女 绝不是传言中那般不堪 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能够被九幽王看上的女人 岂会是雍之俗反 他现在对这个叫雪凡仙的少女 更加感兴趣了 一路走来 被姑娘的烤肉香味 给深深地吸引了 不知能否有幸品尝一二 雪凡仙见南宫谦 为人处事还算不错 也不想给自己 树立太多敌人 对方既然有心交好 他又何必服了人家面子 南宫公子 请坐 随着雪凡仙的话落下 一张精致的椅子 便凭空出现 落在桌子的一个位置 紧接着 一杯果汁 以及一碟烤肉 自行飞到桌子上 整整齐齐地摆放好 就连刀子 叉子 筷子 都一应俱全 椅子和食物都摆好 南宫谦自然不会客气 悠然自得地坐了下来 看了一遍 放在自己眼前的食物 以及刀子 叉子 筷子 筷子他肯定是知道的 也懂得如何使用 可那刀子 叉子 按理说 他直接使用筷子 是最为合理且容易的 可不知道为何 看着对面那小少女 使用刀叉的画面 他总觉得是那么的高贵优雅 毕竟那么大的一块烤肉 直接用筷子夹着啃 实在是不太美观 不雅的吃相 会严重影响他的形象 毕竟这会儿 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用餐 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南宫谦观察 雪凡心使用刀叉 很快就学会了 于是学以致用 拿起刀叉 开始切肉 吃肉 一开始还不是很熟练 用两下就慢慢会了 原来刀子叉子 还可以这样用来吃烤肉 感觉还不错 一群人就这样站在旁边 看着雪凡心和南宫谦 一只那三只兽类吃烤肉 哪怕再馋再想吃 碍于南宫谦的存在 他们都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只是雪凡心的话 他们还敢上前说个一二 可是对于南宫谦 他们可不敢随便乱来 据说南宫谦有很严重的洁癖 除非他认可的人 其他人一旦靠近 就会被他嫌弃地震飞 情节严重的话 还会被他打残 瞧瞧那些 跟着南宫谦一起来的人 都得跟他保持三不远的距离 更何况是他们 嗯 雪姑娘的手艺真是不凡 只是在下吃过 味道最美的烤肉 还有这刀叉挺有趣的 南宫谦一般不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 就算吃也只是浅尝几口 可眼前的烤肉和果汁实在太过美味 他竟然不知不觉地吃完了 他不得不承认 这烤肉的确是他吃过最美味的 还有那果汁是用五行灵果压榨出来的 不但口味美到不行 价值也很大 一杯五行灵果的果汁 没有几百万的上品蓝精是买不到的 由此可见 他吃的这一餐可是非常丰盛的 就连神域那些大家士族也没办法随便弄出来 可是看雪凡馨的样子 似乎经常这样吃 实在话 即便他背后有南宫一族撑着 也没有办法经常吃这样的大餐 能够让南宫公子喜欢 是我的荣幸 雪凡馨很客气礼貌地回应 在礼数方面做得很周到 让人挑不出一点瑕疵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穿得花枝招展的女子 累死累活地跑了过来 因为太累 她连站都站不稳 直接两手撑在桌子上 然后气喘吁吁地说道 千哥哥 我总算是找到你了 谢家云 你来这里做什么 千哥哥 我来找你呀 谢家云喘着气说了一句 后面实在是没力气再多说 缓了几下之后 发现桌上竟然有三只兽来 而且他们都在喝着果汁 吃着烤肉 这让鸡城碌碌的她有些不爽 看到旁边坐着一个少女 瞧着那少女眼神 于是直接命令道 给本小姐弄一杯果汁 和一盘烤肉来 谢家云对雪凡心下达命令之后 南宫谦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周围的人看着她的目光 也变得很奇怪 似乎在等着看她的笑话 谢家云并没有注意到 周围众人看她的目光变得很怪异 还在喘着气 见雪凡心久久不动 没有拿果汁和烤肉给她 这让她很是不爽 带着一丝怒意说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到本小姐说的话吗 赶紧拿一杯果汁和一盘烤肉来 很抱歉 果汁没有 烤肉也没有 雪凡心很是冰冷地回了一句 语气极其生硬 话里话外都含有轻蔑的味道 很显然 她并没有将这个什么谢家云放在眼里 谢家云对雪凡心的态度非常不满 怒声吼道 没有你不会去弄吗 敢用这种态度跟本小姐说话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雪凡心冷卸反驳 哼 敢用这种态度跟本姑娘说话的人 下场通常也不会太好 啊 你好大胆子 竟然敢这样对待本小姐 看来你是真的活得不耐烦了 信不信本小姐 现在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不信 你 谢家云被雪凡心气得不轻 气得五官都变形了 可她还真的不敢把雪凡心怎么样 因为南宫谦在场 她不敢在南宫谦面前随意动手 否则她极有可能会被南宫谦直接丢得远远的 还会因此 在南宫谦的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 这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贱人 这么的可恶 竟然敢不把她放在眼里 不要在我面前耍什么大小姐的脾气 也不要在我面前摆什么大小姐架子 更不要在我面前仗势欺人 否则我会让你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你姓谢 瞧你一副自以为是 目中无人的傲慢样子 想必应该是神域谢家的人 有谢家给你撑腰 所以你才敢嚣张 如果你不能全权代表谢家 我劝你还是不要拿谢家来胡家虎威为好 免得给自家的家族带来灭顶之灾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居然敢这样大言不惭 连神域谢家都不放在眼里 你知不知道 就凭你刚刚那些话 足以让谢家对你下诛杀令 那你倒是让谢家 给我下一道诛杀令看看呢 你 据我所知 神域谢家 只有一位嫡出的千金小姐 名叫谢芷柔 你倒是说说 你在神域谢家 是什么身份地位 我 听你一直本小姐本小姐的嚷嚷 想来应该是神域谢家的小姐 这谢家只有一位嫡出的千金 那你肯定不是嫡出的 不是嫡出的 就只能是庶出的 说不定还是一个 没有名分的私生女 我很想知道 一个小小的庶出小姐 有什么资格代表神域谢家 在这里要五喝六 你 别你要我的 有话就直说 没话就给我闭嘴 如果你真有那么多闲工夫 不如去打听打听 谢芷柔的消息 我保证 只要你稍微打听 一定会有她的消息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 谢家云被雪凡心说得无言以对 听到谢芷柔的消息时 整个人都觉得不好了 心里感觉很是不妙 谢芷柔是神域谢家 唯一的抵出千金 天赋是一等一的好 要不是因为谢芷柔十年前 跟着一个男人跑了 然后意外死去 她一个小小的庶女 怎么可能入得了谢家 那些老家伙的眼 一旦谢芷柔有什么消息 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四百四十八集 雪凡心提起谢芷柔的时候 现场一些知道谢芷柔消息的人 则是低声窃窃私语 这谢家云的确是谢家的庶女 要不是因为谢芷柔十年前意外失踪 她在谢家根本就上不了什么台面 庶出果然是庶出 即便再怎么培养 骨子里还是那个样子 跟嫡出的小姐完全没得比 前几天那个谢芷柔的怨铃不是冒出来了吗 是没错 既然谢芷柔的怨铃还在 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死去 以谢家的能耐 完全可以给谢芷柔弄来一幅身躯 让她复活 这个谢家云 她还真以为自己是根葱呢 居然敢这样跟雪凡心说话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谢家云隐隐于悦听到 周围那些人的窃窃私语 虽然听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大概的意思 她却是能猜得出来 猜得出刚才不将她放在眼里的女子来历不凡 不过 这些都不是她现在所在乎的 她在乎的是谢芷柔 她刚刚听得很清楚 周围那些人提起过这个人 还说什么怨铃 难道谢芷柔没死 化作怨铃回来报仇了 想到这个可能 谢家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眼中有着莫名的恐慌 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半夜生怕鬼敲门 雪凡心瞧着谢家云那副作贼心绪的样子 随意来了一句 哼 该不会谢芷柔 是被你算计死的吧 一语命中 谢家云吓得更是惊慌失措 明明脸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但她还是死不承认 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 血口喷人 没有证据的事 你最好别乱说 否则笨小姐 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你反应那么大干什么 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有些事啊 越是解释 就越是在掩饰 不知道你是在解释 还是在掩饰 你给我闭嘴 凭什么你要我闭嘴我就闭嘴啊 你有什么资格要我闭嘴 贱人 你找死 谢家云本来不想在南宫谦面前随意动手 毕竟这样做 会在南宫谦的心里落下不好的一面 但现在她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而且事态有些严重 如果她不好好地教训这个胡说八道的贱人 今日之事势必会传出去 哪怕是没有真凭实据 光是谣言就能让她很惨 尤其是谢家那边 结果她真的是无法想象 所以无论如何 她今天必须要狠狠地教训这个贱人 最好是杀掉 谢家云对雪凡心起了杀意 所以一出手就是致命的杀招 只可惜 雪凡心面对谢家云的攻击 面不改色地坐着不动 只是动了动意念 地上就冒出了好几根藤条 一个眨眼的功夫 就把谢家云缠成粽子 放开我 你放开我 谢家云极力挣扎 但根本就挣脱不开 那些藤条太过强韧 以她的能力根本就无法对抗 这是以木灵爵召唤出来的藤条 除非对方的实力比她高出几倍 否则不可能将她捆成这样 一个乳秀未干的黄毛丫头 实力怎么可能比她高出几倍 绝不可能 谢家云被雪凡心弄出的藤条 缠得死死的 弄得筋疲力竭也没能挣脱开 此时她已经意识到 自己招惹到的 可能是一个很强大的人物 心里有些后悔 其实仔细想想就能知道 这个少女的来历不凡 毕竟连男公签都愿意 跟她坐在一块吃东西 一般人可不会有这样的待遇 可是刚才 因为看到男公签和别的女人 坐在一起用餐 又因为这个女人看起来眼生 不是任何一个世家大族出来的人 也不是神隐门那些天之骄子 所以她才没把对方看在眼里 如果她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些细节 不去招惹这个女人 结果就不会陷入这种局面之中 谢家云也知道后悔没用 此刻应该想办法自救 她首先想到的 不是跟雪凡心认错道歉 而是向着男公签求助 亲哥哥 救我 救救我 给我一个出手救你的理由 男公签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很是冷漠无情地说了一句 她本来就不喜欢谢家云这个人 甚至可以说厌恶得很 要不是看在谢家的面上 她早就出手收拾这个女人了 这个女人靠近她的那些目的 她清清楚楚 就是想攀上她往上爬 女人有野心有欲望没错 错就错在 本事和欲望没能成正比 在她看来 有本事的女人 自然有资格有野心和欲望 而没本事的 最好有点自知之明 认清事实 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地做人 谢家云就是那种没有本事 又野心勃勃 欲望太多的女人 有点小心机小手段 心够狠 够毒辣 人也会装 无论是哪一点 全都是她厌恶的 谢家云其实一直都知道 南宫谦不喜欢她 可是她没想到 南宫谦竟然能够对她无情到这种地步 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困 也不出手相助 这让她心里好事难过 她努力了那么久 却没能得到这个男人的一点青睐 真是够悲哀的 可是现在除了南宫谦之外 她也不知道该向谁求助 也不知道谁能救她 所以即便南宫谦冷漠无情 她还是不能轻易放弃 继续求救 剑哥哥 看在我们认识那么多年的份上 你就救救我吧 你错了 我们并不算是认识 冲其量只是你认识我而已 但我不认识你 所以我们之间没有认识的情分 南宫谦又是冷漠无情的一句话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她没有救谢家云的意思 而且眼中还流露出对她的厌恶和嫌弃 千哥哥 谢家云还是不想放弃 可南宫谦的冷漠无情 让她有些绝望 如果千哥哥不愿意出手救她 那她只能认错求饶 一旦认错求饶 她的自尊就会被狠狠地踩在脚下 以后想捡回来都难 可不求饶的话 她会死 谢家云权衡利弊之后 正准备向雪凡馨开口求饶 然而就在这时 两道人影突然出现 风度翩翩 潇潇洒洒地出现 一出场 就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看到来者 谢家云立即放弃 向雪凡馨开口求饶的念头 转而向来者求救 洛公子 花公子 救我 快点救我 又有几个顺着烤肉香味 来到此地的人 其中两人尤为出色 无论是实力还是气质 都是翘楚 放在人群中 必定成为焦点的人中龙凤 这两人分别是 神隐门百人榜前五的 洛盛男和花斋美 花斋美和雪凡馨是认识的 只不过 她暂时不跟雪凡馨打招呼 先看看热闹 等会再打脸 那个谢家云 今天肯定是要倒大霉的 谁让她惹谁不好 偏偏去惹雪凡馨 这丫头是好惹的吗 洛盛男倒是不认识雪凡馨 不过 她的弟弟洛福男 却是认识的 所以一来到现场 就兴奋激动地介绍 哥哥 她就是我跟你提起的雪姑娘 她可是救了我两次性命 直到现在 我都没能好好感激她 谢家云本来还想着 向洛盛男和花斋美求救 可这两人来到现场之后 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就算是看了她一眼 眼中也没有任何在意 和出手相救的意思 只是扫尸而过 这让她心里 非常的郁闷和气恼 同时也更加为自己担心 即便是这样 她还是打算 继续向这两人求救 毕竟 现在只有他们 能够救得了她 可正当她想开口 继续求救时 却听到 洛福男向洛盛男 介绍那个对她出手的贱人 顿时让她感到惊慌 心里有种大大不妙的感觉 这个贱人 竟然是洛福男的救命恩人 如此一来 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虽然洛福男在神隐门 没什么名头和实力 但是人家有一个厉害的哥哥 一个对他爱护有加的哥哥 洛盛男得知 眼前的少女 便是出手救他弟弟两次性命的人 所以不管对方是谁 他都会真诚地向对方道谢 多谢姑娘两次出手 救下设弟的小命 这份恩情 洛母必定会铭记于心 他日姑娘若是有所求 洛母定会全力以赴 洛公子客气了 救下令弟 只是巧合而已 也是顺便所为 所以洛公子 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对他客气的人 雪凡心自然也会对对方客气 百人榜前五的五大公子 他现在已经见到了三个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最起码不是那种 自命清高的人渣 还剩下两个 不出意外的话 品性应该也不会差 救命之恩 岂能不放在心上 姑娘不必推辞 他日若有所求 尽管来找洛母便是 好 以后有事相求 我不会跟洛公子客气 一言为定 见雪凡心和洛盛南 聊得那么好 谢家云无比地羡慕 极度恨 可他没忘记 自己还被藤条捆绑的事 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 他加大声量叫喊 花公子 洛公子 请你们救救我吧 我快要被勒得喘不过气来了 我并不知道 这位姑娘与你们认识 也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刚才不小心冲撞了他 我并不是有意的 真的不是有意的 谢家云故意装出一副 楚楚可怜的模样 为的就是博取大家的 恋爱和同情 那些普通的观众 对他的确有些恋爱和同情 但是花摘美 洛盛南 则是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算是有 也是厌恶和鄙夷 谢家云长得还算不错 天生一副我见游怜的样子 只要他稍加利用这种天生的优势 定能骗得一群人的恋爱和同情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吃他这一套 尤其是那些智商 眼界 实力 身份 地位都不凡的人 比如 百人榜那五大公子 就不吃谢家云这一套 只可惜 谢家云对自己太过自信 总以为 男人都喜欢我见游怜之类的女人 即便一开始不喜欢 后来也肯定会喜欢 因为谢家云装出楚楚可怜的模样 还真有人跳出来为他出头 这位姑娘 谢小姐已经知道错了 她也没对你造成什么伤害 你何不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过他吧 雪凡心对着那个为谢家云出头的人神秘一笑 悠悠说道 哼 想要我饶过他 也可以 你来代替他就行 不管是谁 只要愿意站出来 代替谢家云承受我的怒火 让我狠狠地折磨一顿 或就饶了他 这话一出 那个替谢家云出头的男子 立刻缩回去了 就连刚才那些 对谢家云心生怜悯的人 也纷纷退缩 现在哪里还有心思管别人 就怕自己会受到牵连 那个雪凡心 可不是个好惹的主 关于梁染川的死 即便他们没听见过 也听说过 惹到这个女人 真的会死得很惨 更何况 南宫谦和洛盛南 似乎都是站在他这边 为了自己着想 他们还是不要去管那个谢家云为好 反正只是一个上不了什么台面的庶女 没有必要为了他冒险 谢家云本以为 会有人出面替他 可事实打脸太疼 那些平日里嘴上说 愿意为他赴汤蹈火的人 这会儿全都退避三射 根本没人愿意站出来代替他 这就是人类最为真实的一面 自私自利 永远都只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谢家云 没人愿意代替你 所以你只能继续被我折磨了 现在只是简单地被藤条缠着 一会儿这些藤条会长出毒刺 慢慢刺入你的体内 雪凡先阴邪地笑着 随着他的话落下 那些藤条上面逐渐长出毒刺 不过毒刺还很小 暂时没多大杀伤力 可即便是这样 谢家云也被吓得不轻 差点尿了裤子 哭着喊着向花斋美求救 花公子 求求你救救我 救救我 只要你愿意救我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为奴为兵 做牛做马 他之所以向花斋美求救 那是因为 南宫先和洛乘南的立场已经很明确 不可能帮他对付那个贱人 花斋美一直都没有开口说话 瞧着谢家云那副让人厌恶的愚蠢之样 感觉被他求救是一件很可耻的事 所以忍不住开口说道 本公子为什么要救你 奴婢牛马什么的 本公子不权 你也没那个资格 给本公子为奴为婢 做牛做马 我 谢家云对花斋美 其实不抱多大幻想 可是当事实摆在眼前的时候 他还是很受打击 为什么这几个男人都不愿意救他 他们的心都是石头做的吗 那么的冷漠无情 花斋美无视谢家云怨怒的目光 上前走了几步 将吃饱喝足 躺在桌子上休息的小白猫抱到怀里 温柔地抚摸着他 小白 老朋友见面 你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 亏我养了你这么多年 哼 真是养了个白眼猫 第449集 看到花斋美和雪凡欣的小白猫 那么熟练的样子 一群人都惊愕不已 尤其是刚才嚷着喊着 向花斋美求救的谢家云 这一刻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向南宫谦求救 结果南宫谦冷酷无情地说不认识他 他向洛盛南求救 结果洛盛南要跟那个贱人 报答什么救命之恩 他向花斋美求救 结果 花斋美和那个贱人的小兽竟然认识 既然认识小兽 那肯定认识小兽的主人 也就是说 那个贱人跟花斋美是认识的 怎么会这样 花斋美曾经养过小白猫 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一直都没能得到小白猫的认可 但是多多少少 还是有点感情的 所以小白猫 并不排斥花斋美的拥抱 更何况 他刚刚吃饱喝足 懒得动了 就让这个骚包的家伙抱一下吧 哎哟 才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 你就肥了这么多 看来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呢 花斋美抱着体重增加不少的小白猫 逗趣地说了一句 然后悠然自得地坐了下来 当花斋美走过来 抱小白猫的时候 雪凡心已经弄出一张椅子放好 即使他什么都没说 花斋美也很熟络地坐了下去 随后雪凡心动用灵力 将在空间里榨好的果汁拿出来 直接放到花斋美面前 然后向老朋友一般说话 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前段时间不是在外头吗 据他所知 神眼门严格地限制弟子自由进出 一般人只能进入神眼门一次 若是离开了 以后便不能再回来 花斋美如今 已经是神眼门百人榜前五的风云人物 这样的成绩 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混出来的 所以他应该早就是神眼门的弟子了 可就在大半个月前 他明明在南州见过她 而且还一起被困在五号墓穴 难道 花斋美可以随意进出神眼门 傻丫头 别乱想了 等你冲进百人榜前十 也有这样的特权 花斋美一眼就看得出 雪凡心在想些什么 于是直接给他解惑 闻着空气中残留的烤肉味 馋得不要不要的 丫头 赶紧给哥哥弄些烤肉来 你的烤肉 简直就是天下第一的美味 只要吃过一次 一辈子都忘不了 赶紧的 哥哥饿了 你个大吃货 嘿嘿 没办法呀 谁让你的烤肉这么美味啊 废话少说 赶紧去给哥哥弄烤肉 我说花斋美 你敢自称我的哥哥 阿九同意了吗 你要知道 一旦我承认你是我哥哥 那阿九 就得管你叫大舅子了 一说到夜酒商 花斋美就怂了 算了算了 哥哥哥妹妹什么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赶紧给我弄烤肉啊 瞧你那么清闲 今天一定要多弄点烤肉 我得吃个够 不然下一次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到 你还真是不够客气的 咱俩都这么熟了 还要客气做什么呀 一会儿我还有两个朋友要过来 你顺便也做他们那份吧 本姑娘今天心情好 那就如你所愿吧 雪凡心对朋友一向很大方 尤其是对自己好的人 从来都不会亏待 看着雪凡心和花斋美 那么熟络的交流 现场的人更傻眼了 尤其是谢家云 突然之间觉得 自己是个天大的笑话 同时心里更为恐慌和焦急 这个时候 谁能救得了他 雪凡心无视周围的一干人等 从空间里 拿出新鲜的肉 放在烤架上 还把厨具也拿了出来 开始生火做饭 花斋美一见到雪凡心那套厨具 就激动不已 之前在南州的时候 这套厨具 她可是见过的 而且还见到雪凡心 用这套厨具 做出了无比丰盛的美味佳肴 看来这小丫头 是打算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来接待她 以及她的朋友 真是个有心的小丫头 一群人就这样看着雪凡心 在那里麻利地切切洗洗 准备各种食材 看样子是打算做菜 哪有人出门在外 连厨具都带得这么齐全 不过 看着小丫头动作熟练利索的样子 应该是经常下厨 而且厨艺肯定不差 雪凡心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 随他们看去 见花斋美闲坐着那里发呆 于是很不客气地使唤她来做苦力 花斋美 赶紧过来帮忙 众人听到这句话 心里都在非议 敢叫百人榜前五的花大公子 帮忙做这种下等活 这个雪凡心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她难道不知道 花公子的身份有多么的尊贵吗 就在众人都暗暗嘲笑雪凡心 不知天高地厚时 只见花斋美连个意见都没有 站起身走过去帮忙打下手 她见过雪凡心做菜 所以一些基本的活她还是懂的 比如洗洗菜 生生火什么的 她都能搞定 南宫谦和洛盛南都很好奇地看着雪凡心 然后又看向花斋美 实在是不明白 一向自命不凡 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花大公子 竟然甘愿给一个小丫头 打厨房下手 这个世界好玄幻哪 不过 看他们喜喜切切的样子 似乎挺有趣的 南宫谦突然也站了起来 朝雪凡心走去 带着一丝尴尬 生硬说道 不知可需要在下帮忙 这时洛盛南也来凑热闹 洛母也愿意出一份力 雪姑娘尽管使唤便是 洛福南高高举起右手大喊 还有我还有我 我也愿意帮忙 雪姑娘 我们帮忙了 一会儿可不可以也一起吃啊 你们把桌子收拾干净 随时准备好碟子装菜 雪凡心也不跟大家客气 一视同仁 不管是谁都同等对待 让他们来打下手 换做是别人 哪里敢这样做 早把五大公子当神供着了 南宫谦和洛盛南 压根就不管其他人的看法 很是乐意打下手 虽然他们不太知道 该做些什么 但是按照雪凡心说的 收收桌子 拿挡盘子 还是能够做到的 而且看着一道又一道 美味佳肴出炉 他们的心情是越来越激动 太香了 光是闻着 就能让他们只吞口水 以他们的身份和地位 什么样的山珍海味没吃过 但是眼前这些菜 还真让他们失去了控制力 差点就要不顾形象的大吃特吃了 其他人在旁边看着 也忍不住流口水 但是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毕竟那几个都不是好惹的主 雪凡心和花斋梅等人 就这样热火朝天的做饭做菜 完全无视他人的存在 尤其是那个还被藤条捆着的谢家云 似乎早就已经被人给忘记了 谢家云一开始非常的高傲 盛气凌人 后来跟雪凡心杠上 他是怒到不行 可是现在 他的傲气已经一点一点地被磨灭 此时剩下的只有惊慌和恐惧 因为他越来越意识到 自己这次招惹的人恐怕大有来头 就在刚才 他已经从周围人群的窃窃私语里得知 那个女人叫雪凡心 据说是荒芸之王的孙女 还是时空大帝和红尘大帝的弟子 更是九幽王的王妃 虽说雪凡心和神域那边 没扯上什么关系 但光是时空大帝和红尘大帝 这两个靠山 就已经足够让他名震神域了 更何况还有一个九幽王 他真是倒霉 竟然会惹上这样一个人物 更让他羡慕极度恨的是 这个雪凡心 居然能够得到五大公子 其中之三的青睐 瞧他们一个个都愿意围着雪凡心转 着实让他羡慕极度到不行 可是不管他再怎么羡慕极度都没用 因为他现在还被藤条给缠着 雪凡心还真的将谢家云无视的彻底 任由他被绑着晾在一旁 然后忙着做自己的菜肴 过了没多久 来了两个人 花斋美将他们做了个简单介绍 这两人分别是神隐门 百人绑五大公子中的另外两个 秦北墨和建兴林 至此 神隐门五大公子全都齐聚了 众人同桌而坐 共敬晚餐 秦北墨和建兴林性子较冷 不爱说话 尤其是建兴林 据说是个武痴 除了对修炼和习武感兴趣之外 其他的都兴趣缺缺 甚至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秦北墨则是个寡言少语的人 特别是对不熟悉的陌生人 他一向都不理会 即便是已经得到花斋美介绍的雪凡心 他的态度也很冷淡 不过吃饭的时候 他倒是胃口极好 一碗又一碗的大米饭 筷子往桌上的美味佳肴夹不停 不得不承认 这些菜的味道实在是太美了 就连白米饭也香得出奇 喂 建兴林 你已经吃的够多了 还要抢我的红烧肉 实在是太过分了 花斋美见最后剩下的一块红烧肉 被建兴林给夹走了 顿时暴走 建兴林懒得理会花斋美 继续吃 红烧肉吃完了 他就去吃别的 其他人在品尝过这些菜肴的美味之后 立马将节操丢掉 进入争实的大战中 风卷残垣地将一桌子美味佳肴抢光吃光 那画面 简直就像是世界大战 赫赫有名的神隐门五大公子 任何一个走出去 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可他们却为了吃抢成这样 这种事真要说出去 恐怕没人相信吧 对于这种争神的画面 雪凡心已经见怪不怪 毕竟荒芋那群家伙吃饭的时候 大多都是这种情况 尤其是小雷 想得最为疯狂 想到荒芋那边的亲朋好友 雪凡心还真有些想念 等获得神格晋升神镜之后 他要花点时间 好好陪陪那些人 毕竟以后去了星界 恐怕想要见面 就没那么容易了 尤其是爷爷 爷爷是不可能去得了星界的 起码短期之内不能 不过没关系 他去了星界之后 想办法经常回来 看望他老人家就行 众人吃饱喝足之后 一个个都无比幸福满足的样子 即便是平日里 喜欢绷紧着一张脸的 秦北墨和建兴林 此刻脸上 也挂着淡淡的微笑 原来美食的力量 是如此的强大 他们算是见识了 有的人是吃饱喝足了 有的人 却还饿得肚子咕咕叫 周围的人少说 也有几十个 他们虽然在四周找地方 分散地坐着休息 不过双眼老是 往雪凡心这边描 尤其是看到 那些人吃着美味佳肴时 那副津津有味的样子 让他们馋得难受 可再馋都得忍着 谢家云这会儿 已经没有任何的脾气和力气 五大公子和雪凡心 同桌用餐的画面 让他受到很大打击 而且他已经被藤条捆绑了许久 所有的脸面和自尊 都已经丢尽 他现在已经不敢想起他 只想着能够脱身 那藤条上面的尖刺 虽然还没伤到他 但那是因为 雪凡心刚才忙着做饭 现在雪凡心吃饱喝足了 说不定接下来 就是收拾他 怎么办 怎么办 在谢家云紧张着急的时候 雪凡心则是跟其他人闲聊着 丫头 你胆子也真是够大的 竟然一次性领取 三个那么危险的任务 虽说你的实力不弱 但那三只家伙可不好对付 凭你一人之力 想要全部拿下他们 很难啊 花斋梅此行的目的 和别人不一样 不是为了来看雪凡心 如何对付那三只大家伙 而是为了劝他放弃 实在不行 那就跟着一起保护他 免得他被那三只大怪物给吃了 不过他知道 这些事根本不用他操心 毕竟这丫头的男人可不一般 那男人是不会允许 自己的女人身处险境的 但他还是想来凑一把 能出手就出手 没机会出手就看热闹 顺便吃点美食 南宫签洛盛南两人之前 也只是抱着来看看的心态 但是和雪凡心相处之后 再加上他跟花斋梅关系 非比寻常 所以他们也开始为雪凡心担心了 纷纷出言却说 雪师妹 六二亲应付的阴沙术很强 即便是我们 也只是能够勉强应付 他的阴沙术 兵甲盲的寒冰之力极为恐怖 又已经是胜兽皆别 以你现在的能力 根本对付不了他 至于三头胶 那是快要画龙的胜兽 哪怕是我们五人联手 也难以将他制服 所以这三个任务 你还是放弃为好 雪师妹 如果你非要做这些任务 我建议你放弃 冰甲盲和三头胶 只选择六二亲应付就行 虽然秦北墨和尖兴林没有说话 但他们的意思和其他人一样 即使他们跟雪凡心不熟 可是这个小姑娘让他们有些欣赏 看在花斋美的庙上 他们多多少少都关心他一些 雪凡心看得出 大家是真的关心他 微笑道 谢谢大家关心 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 你们就等着我凯旋归来吧 吃早喝足 宴席也该散了 各位后会有期 拜拜 丫头 你干嘛去 还没等花斋美的话说完 只见周围的东西 瞬间被雪凡心收到空间里 与此同时 雪凡心休的一下 只是半个眨眼的功夫 人已经消失不见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眼波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四百五十集 雪凡心走人的速度太快 即便是五大公子也反应不过来 根本不知道 他是如何离开的 此时他们才意识到 小看这个丫头了 见心灵是五痴 对于强大的功法都有兴趣 因为看不出雪凡心离开的方式 也察觉不到他的气息 这顿时让他来了兴致 一向少言寡语的他 此时正一个劲地说个不停 他是怎么做到的 居然能够在我们面前 无声无息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不是什么高级的功法或者术法 瞧着见心灵一副 非要追根究底的样子 花斋眉很是无语 不过 他也很震惊雪凡心的身法 赞叹道 不愧是时空大帝的弟子 小小年纪就掌握了空间规则的力量 这传送术使得还真是够炉火纯青的 他曾经在一个地方得到红尘大帝的一些传承 算起来也是红尘大帝的半个弟子 雪凡心是红尘大帝的弟子 确切地来说 他和雪凡心还是师兄妹 红尘大帝和时空大帝关系极好 所以他对时空大帝的一些能力有所了解 自然知道时空大帝所掌控的空间规则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 雪凡心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在这么小的年纪就领悟了空间规则 真是让他自愧不如啊 你的意思是说 他使用的不是什么功法或竖法 而是空间规则之力 剑星灵得到答案之后深受打击 如果是功法或者竖法还好 只要得到那种功法和竖法 他就能够修炼 可规则之力那是要靠自己领悟的 这丫头竟然领悟了空间规则 看来他是有些能耐的 此行的那三个任务 说不定他还真能够完成 南宫千见识到雪凡心的能力之后 突然对他多了几分信心 规则之力就连他们都未能领悟出来 由此可见 他们的悟性远不如雪凡心 被九游王看上的女子 果然是不凡 雪凡心走了 走之前还把所有东西全都收紧空间 就连一点垃圾都没剩下 所以此时此刻 众人连坐的椅子都没有 只能干站着 一脸的尴尬和无语 救我 求救你们救救我 救救我 在雪凡心离开之后 谢家云才敢再次开口求救 而他的求救也将众人的注意力拉了过来 只不过大家看着他的目光满是嫌弃和厌恶 谢家云能感受到五大公子对他的厌恶 可是没办法 他需要他们出手相救 而他也期待着五大公子出手相救 不管怎么样 只要他们出手救他 那就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他可以利用这件事做很多文章 比如 就在谢家云算计着一些小心思的时候 他身上的藤条却自己消失了 显然是召唤藤条的主人收回了灵力 如此一来 五大公子根本不需要出手 而他也不能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 那个该死的雪凡心该死的贱人 走了就走了 还要跟他作对 黄羽之王的孙女又如何 九幽王的王妃又如何 当年谢芝柔同样也被他算计得死死的 这个雪凡心也不例外 雪凡心是用空间规则的力量施展传送术 瞬间离那些人远远的 重新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 与此同时 收回藤条上的灵力 放谢家云自由 谢家云只是在口角上 与他起了一些不愉快 并没有对他造成实际性的伤害 所以他不会赶尽杀绝 给点教训就行 被藤条捆着那么久 想来谢家云 也受到应有的教训和惩罚 如果这个谢家的庶出小姐 再来找他麻烦 他绝对不会再手下留情 雪凡心只是想好好休息 为了避免再有人来打扰他 他索性就到逆临天伦的空间里去 原本他还想着 将小白虎和小白猫召唤到灵兽的空间里 后来想了想 干脆把他们一起带到了逆临天伦的空间里 既然小兰可以带到空间里 小白猫和小白虎应该也可以吧 空间里的灵气很是精纯浓郁 总不能只便宜小兰这个半生不熟的家伙吧 雪凡心不知道 能不能把小白虎和小白猫带到空间里 但他还是决定试一试 如果不行再说 但结果 小白猫和小白虎还真被他带到空间里 瞧着两只小家伙一脸懵的样子 可还至极 哇 这里就是主人那个逆临天伦的空间吗 好精纯 好浓郁的灵气 神灵水 好多神灵水啊 好多灵果 两只小家伙 初次来到逆临天伦的空间 兴奋得不要不要的 到处乱窜 但是很多东西 他们只是看看 绝不会搞破坏 没有得到雪凡心的允许 更加不会乱动 这里的空间很大很大 一眼望不到头 还有很多地方空放着 小蓝并不是第一次见到逆临天伦的空间 所以反应还算镇定 一进到空间 就往神灵水那边飞去 想要一头栽进神灵水流中 但是却被雪凡心一手给抓住 这水是拿来喝的 不是给你洗澡的 想要洗澡到下游去 禁止在上游洗澡 雪凡心话一说完 就把小蓝往下游的方向丢去 不管是上游还是下游 只要试神灵水就成 所以小蓝一点都不介意 被雪凡心丢往下游 如果雪凡心不让她喝神灵水 那才是最可怕的 小白猫和小白虎 听了雪凡心跟小蓝说的话 两只小家伙 很有默契地往下游跑去 一头栽进水里 在里面吸水 玩得不亦乐乎 小蓝看着很是羡慕 于是慢慢地 想融入到小白虎和小白猫之中 但因为彼此之间的不熟悉 他们之间总是有种隔阂 让她感觉好伤心 好难过 其实那个人类少女 还挺不错的 最起码对她还算好 没有压榨她什么的 看她对自己的契约寿那么好 想来应该是个好主人 跟着她 或许 不行不行 她不能就这么轻易 把自己给卖了 万一这是假象呢 所以她还是老老实实 待上三个月之后就离开吧 某位蓝小同学还在想着 三个月以后离开的事 却不知 很多事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而且某个人 从来就没打算轻易放她走 血干心在边上 看了几眼在水中 嬉闹的几只小家伙 然后丢下他们随便玩 自己则是去睡大觉 明天就要进入 六尔轻音符的地域范围 说不定会遇到什么危险 所以她要好好休息 这样 明天才有精神 应付无法预料的危险 简单调整了一下心绪 雪凡心 就躺在那张淋浴石床上 美美地睡大觉 然而这一觉 她睡得并不安稳 一直在做梦 梦中 她的闺蜜 她的侍女 她的嫂子 她的朋友 好多好多的人 全都在算计陷害她 最后在一场婚礼上 她提着剑一路杀进去 想要跟那对正在成亲的男女 同归于尽 但是结果 她被那个身穿红色 喜服的男子斩杀了 不要 梦到了这里就断了 雪凡心惊醒过来 一身的冷汗 喘气不停 这时 一道紫光闪现 紧接着化作人形 夜酒商一感应到雪凡心的异样 立即急急忙忙地赶来 看到惊慌恐惧 坐在床上大口喘气的人 急忙过去 关心安抚 怎么了 是不是做噩梦了 没事没事 噩梦而已 有我在 不用怕 阿久 雪凡心扑到夜酒商的怀里 紧紧地抱着她 身体还有些颤动 带着一丝惊慌说道 阿久 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很真实的梦 在梦里 所有人都背叛了我 他们算计陷害我 最后还杀了我 这个梦 就跟你之前与我说的 前世之事相差无几 阿久 你说 梦里的一切 是不是都是我前世所遭遇的事 就算真的是前世的事 那也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的你 已经不是星月公主 而是雪凡心 得你获得神格 晋升神域之后 我们就去往星界 到时候 找那些 前世算计谋害你的人算账 让他们付出 十倍百倍的代价 夜酒商努力安抚着雪凡心的情绪 其实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星儿已经开始梦见前世的事 看来她的记忆就快要恢复了 恢复记忆之后 不知道星儿 还能不能区分前世与今生 如果星儿太过在乎前世 那么就会看淡今生 淡看今生 意味着淡看他们的感情 她真的怕 雪凡心在夜酒商的安抚下 再加上自己的条件 很快就让自己平静下来 将夜酒商抱得更紧 阿九 不管前世怎么样 今生有你便足矣 和前世那些遭遇相比 我更怕失去你 所以 请你不要离开我 更不要放弃我 傻瓜 胡思乱想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放弃你 就算你恢复记忆 但看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也不会放弃你的 大不了 让你重新再爱上我 你说真的 我从来不跟你说假话 这天底下再也找不出 比我更优秀 更爱你的男人 所以我保证 能让你重新爱上我 自恋狂 那叫自信 对对对 你够自信 因为你够优秀 阿九是全天下 最优秀的好男人 雪凡心在夜酒商的怀里 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或许是因为 这个怀抱太过温暖 太过有安全感 让他将自己放松 有阿九 真好 夜酒商抱着熟睡的雪凡心 过了许久 才将他轻轻地放在床上 然后坐在床边 陪了他一段时间才离开 星儿的记忆已经有恢复的迹象 他的时间不多了 之前还打算 至少半年之内 让星儿获得神格 看来 这个时间得缩短一些 最多三个月 他一定要让星儿获得神格 实在不行 他就直接让星儿去落格秘境 神爷们那些什么破规矩 全都一边去 雪凡心一觉睡到大天亮 期间再也没有做过噩梦 即便是在做同样的噩梦 相信他也不会被吓醒 很多事情 遇到多了 自然就习惯麻木了 前世的事 不管怎么样 那都已经是过去事 即便他会回去找前世 算计谋害他的人算账 也不会将重心放在这些事上 一切的一切 都以眼前的人和事为主 他首先要做的是珍惜当下 雪凡心醒来的时候 没看到夜酒商 并不惊讶 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先大大的伸个懒腰 舒展一下筋骨 后来看到床边睡着三只小家伙 一只比一只可爱 那萌萌哒的样子 简直是不要不要的 小白猫和小白虎 挨着睡着 小蓝则是挤在他俩头部的 一点空隙位置 那画面简直是美翻了 之前他一直都把小白虎和小白猫 放在灵兽空间里 所以很少关注他们的生活 只不过是时不时地将他们召唤出来 其他时候都没有在意过 现在仔细想想 他还真是个不称职的蝉使官 好在这两只小家伙很懂事 不然他有的烦了 然而就在这时 逆临天伦上空突然出现一块大萤幕 萤幕显示着外面出现的人和事 一般情况下 在逆临天伦的空间里 若是主人不主动开启萤幕 一旦有人靠近 萤幕也会主动开启 让主人知道外面的情况 通过萤幕 雪凡星看到了凤仙瑶的身影 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年轻女子 看样子是凤仙瑶新认识的朋友 看着那些女人 一个个都满是算计和小心思的嘴脸 雪凡星就知道 这些人全都不是省油的灯 不过无所谓 反正他又不认识这些人 他们省不省油 跟他没关系 外面 凤仙瑶一行人 无意中来到了雪凡星所在的地方 只不过 他们并不知道 雪凡星就在某个空间里 在他们看来 此周除了他们之外 再无其他人 奇怪 之前那个指路的人说过 五大公子是往这个方向来的 我们追了那么久 怎么都没见半个人影呢 这里已经是长岭山脉的深处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高级魔兽 我看大家还是回去吧 怎么能轻易回去呢 五大公子聚集长岭山脉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错过了 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有机会 与五大公子有接触 你们确定要回去 凤仙瑶虽然全程都没说话 但他脸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他是不会轻易回去的 在没有见到五大公子之前 他绝不回去 除非五大公子已经离开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五十一集 雪凡心通过荧幕 将外面那些人的言行举止 看得一清二楚 更听到他们说什么五大公子 心里暗暗嘲讽 一群爱慕五大公子的女人罢了 至于他们是真的爱慕 还是另有目的 那是他们的事 与他无关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只要这些人不来招惹他 随便他们怎么折腾 反正他们也折腾不出个所以然来 如果没见过五大公子 他或许还不能肯定 这件事的结果 就因为他知道 五大公子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他肯定 这些女人 都不可能得到五大公子的青睐 搞不好 还会被严重的厌恶和嫌弃 尤其是那个凤仙瑶 雪凡心瞧着那个凤仙瑶 一脸的算计和小心思 越看越是觉得碍眼 干脆懒得再看 继续洗漱 准备新一天的旅程 接下来的路 恐怕不会那么太平 期间想要好好休息 怕是不太可能 当雪凡心忙着洗漱的时候 凤仙瑶等人已经离开 继续去寻找五大公子的踪迹 然而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此行是多么的凶险 因为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 闯入六尔清音符的地界 对于凤仙瑶那行人 雪凡心早就抛到脑后去了 洗漱完之后 发现外面已经没人 于是从空间里出来 然后往长岭山脉的某个深处走去 他的绞成很快 只是走了一个时辰 就已经来到六尔清音符的活动地界范围 在这里 方圆百里都是六尔清音符的地界 极度危险 六尔清音符是一种体型巨大的篇幅类魔神 有六只耳朵 爪牙极其锋利 擅长音声攻击 修为不够的人 一旦受到六尔清音符的声音攻击 很有可能会陷入癫狂状态 最后失去理智 宛如丧尸一般疯狂破坏一切 见到生物就杀 无论是人或者兽 因为六尔清音符的音声攻击太过霸道和残忍 生性凶残 无论是在人类还是在同类的眼里 他都是个恶魔 人人得而诛之 兽兽得而杀之 所以在六尔清音符的地盘 很少有生物活动 有的只是一些毒物 为了更好地对付六尔清音符 雪凡心特地想了很多办法 先弄了两团棉花塞进耳朵 防止六尔清音符的音声攻击 但这样也严重影响他的听力 周围的声音他几乎听不到 这时离雪凡心不远的一处地方 凤仙瑶一行人正被困在一个复杂且诡异的树林里 树林之中不时会传来很奇怪的声音 那些声音起初听着没什么 只是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他们毕竟都是有修为的人 而且修为都不低 所以一点毛骨悚然什么的 他们还是可以抵抗的 但是后来 随着那些声音的不断扰乱 让他们的心绪变得极为烦躁 一个个脾气变得越来越火爆 一点小事都可以吵翻天 甚至是大打出手 起先还有一两个人保持正常理智 出言劝阻 但是后来 所有人的情绪都变得很爆炸 最后乱成一团 打起裙架来 雪凡新来到现场之后 远远的就看到 一群女人疯狂的自想残杀 打得那叫一个乱子 时不时以灵术拼杀 时不时肉薄 你扯我的头发 我扯你的衣服 无厘头的很 风仙瑶 你这个贱人 居然敢扯我的头发 我撕了你的脸 是你先招惹我的 凤新瑶本是一个忍耐和控制力都非常强的人 可是现在 简直就是一个毫无修养的泼妇 毫不优雅形象可言 而且越打越疯狂 哪里还有往日的温婉柔雅 对于前面的混乱打斗场景 雪凡新选择待在原地 啃着肉干看热闹 任由他们打下去 相互残杀到死最好 反正这些家伙都不是什么好鸟 不过他知道 祸害一千年 这些人应该不会那么快死去 尤其是那个凤先瑶 果不其然 花斋美 南宫谦 秦北墨 洛盛南 剑兴林 五大公子 正巧来到了这个地方 与他们同行的 还有不少的人 零零三三走来 少说也有上百人 这些人都看到了在前面 打成一团的凤先瑶等人 其中还有好几个是凤先瑶的护花使者 可是当他们看到此时宛如泼妇的凤先瑶 个个都大跌双眼 颠覆了以往对凤先瑶的认知 什么温婉荣雅 美丽动人 洛洛大方 修养几家 全都是假的 瞧瞧凤先瑶现在显露出的本性 简直比泼妇还要泼上几分 宋师妹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其他师妹好像也变了个样子 很多人都不太相信 凤先瑶会变成这样 所以心里有点怀疑什么 花摘美倒是冷悠悠地说了一句 在六二七音符的魔音攻击下 一个人最为真实的本性 就会彻底地暴露出来 你们现在所见到的 才是凤先瑶最为真实的面目 好好看看 尤其是那些容易被美色所迷的青春男儿 最好认真地看 不然可是会栽在这些女人手里的勇 花兄此言甚为有理 不仅是男儿 女儿也该好好看看 毕竟像梁战川那样的伪君子 时间还是不少的 南宫谦也站出来 阴嗖嗖地说两句 然后站在原地看热闹 没有出手将就的意思 连花斋美和南宫谦平日里 较为随和的人都只是干看着 洛盛南 秦北墨 剑星林这三个性子 一个比一个冷的人更是旁观 五大公子都不动 其他人哪里敢动 毕竟这里是六二青音符的地盘 谁敢乱来 看到前面那几个 扑腹打架一般的女人没有 要是乱来 说不定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 谢家元也一直跟在五大公子身边 不断地想办法 引起五大公子的注意 不管怎么样 用什么手段 只要能够引起五大公子 其中一位的好感 他就心满意足了 可无论他怎么做 五大公子都没正眼瞧过他一下 都怪那个雪凡星 要不是雪凡星害得 他在五大公子面前颜面尽失 五大公子也不会这样冷落他 一切都是雪凡星害的 总有一天 他会让那个雪凡星付出代价 什么荒域之王 九幽王妃 就算有些来头 在神域也不够看 雪凡星躲在暗处 将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不仅是凤仙瑶那一群人 胡乱撕打的场面 还有谢家元那暗含怨毒的目光 这些跳梁小丑 怎么就没有自知之明呢 老是在那里不自量力 这样真的好吗 不过 这些他都不关心 现在还是做任务要紧 先把这只六耳轻音符给解决了 再去找兵甲蟒 嗯 就这么办 雪凡星的身法极好 隐匿的功夫也好 所以根本没有人发现他 就连五大公子也不例外 可能是因为外面人太多 而且五大公子都不是泛泛之辈 实力不弱 躲在洞里的六耳轻音符有些恐慌了 之前还想着 将胡乱闯入他地盘的那几个女子灭掉 所以发出了一些阴身攻击 扰乱他们的心性 让他们自相残杀 可是现在 因为对方人太多 而且还有不少强者 他有些害怕 于是收回了阴身攻击 躲在自己的洞穴里 尽量降低存在感 他的洞穴这么隐秘 而且布满了毒草 毒藤 外面那些人要是敢闯进来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六耳轻音符 对自己的洞符 还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一点都不担心 外面的人敢闯进来 继续在里头窝着 虽说 他已经收回了阴身攻击 但还是会制造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让人听着心烦意乱 紧张恐慌 但是他却不知道 有一个少女 正悄无声息地 朝他的洞穴走来 雪凡心是个毒树极强的毒师 本身几乎是百毒不侵 所以洞里洞外 那些毒草毒藤毒虫 对于他没有任何威胁 他轻而易举地 就进入了洞内 找到了躲在里头的六耳轻音符 趁着他没注意 一箭劈下去 虽然劈中了 但是那只六耳轻音符 却还有反抗之力 惊慌失措之下 急急忙忙往外逃 很快就逃到了外面 不过雪凡心也及时追上 所以六耳轻音符 才刚飞出洞外没多久 就被他追上 再一箭劈下去 直接把他的头给劈了下来 不远处的众人 全都亲眼看到 六耳轻音符的脑袋 被劈下来那一幕 全都砍呆了 一个个都傻愣愣着不动 就连刚刚在疯狂 撕打的凤仙瑶等人 也停了下来 看着雪凡心 看着那只 没了脑袋的六耳轻音符 一个比一个惊了 一箭就把六耳轻音符 这只九尖魔兽的脑袋给砍了 可想而知 那一箭的威力 到底有多强 简直是强得可怕 而使出这一箭的人 恐怕更强 雪凡心没有理会这些人 将六耳轻音符 斩杀之后 就悠然自得地走过去 把尸体收入空间之中 然后很淡定地 朝某个方向走人 因为他刻意 用了一些身法 所以看似慢悠悠地走 其实速度不慢 没一会儿 人已经消失在 众人的视线中 现场的一干人等 目光随着雪凡心而动 直到人消失了 他们才回过神来 就连五大公子也一样 他就这样走了 哇 他好强啊 这就是九月王妃的实力吗 太强 太可怕了 他们虽然听说 雪凡心的实力很强 之前打败梁染川的时候 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但没有亲眼所见 他们心里总是半信半疑 可是现在 当六尔轻音符停止音声攻击的时候 凤仙瑶已经慢慢恢复理智 心中乱成一团 看着自己无比狼狈的样子 再看到周围的一群人 他快要崩溃了 真想找个洞钻进去 他刚刚如同泼妇一般的样子 尽数落人眼底 形象全无 昔日的温婉柔雅全都不在 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尤其是刚刚雪凡心又以超强的实力 将六尔轻音符斩杀 更是将他衬托得如同尘埃一般 这让他受到的打击 无法言语 根本就是晴天霹雳 之前他还有点信心 同雪凡心争个高下 可是现在 他的信心已经快要被打击没有了 从武方学院初见雪凡心起 他就感觉到雪凡心的与众不同 后来雪凡心各种身份曝光出来 夺走了他所有的光环 成为了五周十遇光芒万丈的人物 就连他这个凤星也没有那般的光芒 更何况 他是假凤星的事已经慢慢被人所知 今后他将更不会有什么光芒 反而会成为一个笑柄 原本他还想着 攀上五大公子之衣翻身 可如今他的形象近毁 他还拿什么来攀高枝 他真的好不甘心 可是不甘心又能如何 凤星瑶看着五大公子 朝雪凡心离开的方向追去 心里越发的不甘和愤怒 怨恨直线上升 以前他还会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演示好自己内心 表现出一副温柔大方的样子 但是现在 他什么都不必隐藏演示了 将内心所有的极度怨恨 全都如数展现出来 既然什么都毁了 那就毁得彻底一点 哪怕成魔 他也要将雪凡心压上一头 雪凡心将六尔清音符 斩杀之后就离开 其他人压根就没理会 也不在乎 感觉到后头有几道气息在追赶 他知道是五大公子追来了 但他并不想跟他们纠缠 于是一个传颂术 瞬间将自己弄到几千里之外 突然没了雪凡心的气息 五大公子不得不停下脚步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该往哪边走了 他的气息消失了 剑星林一直想要追上雪凡心 想知道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想要知道 自己和他之间的差距是多少 可如今没了雪凡心的气息 他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追 心里很是郁闷和失落 他从来没有遇到 一个小小年纪 就有如此实力的人 哪怕是在神域 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即便天赋再好 也没有这样的实力 他只是 不想我们跟着罢了 南宫谦微微苦笑 洛盛南倒是看向花斋美 你和他早就认识 应该知道如何寻他吧 花斋美却是一副 习以为常的样子 说道 九幽王看上的女人 你们真以为他只是不简单而已 这个女人不仅实力强悍 医术 独术 单术 更是一流 还领悟了空间规则 时间规则 以及天地之音 手中握有极品神器 更有强大的守护兽 所以 他要是不想见你们 你们就不可能见到他 不过 不过什么呀 还没等花斋美说 秦北墨倒是先说了 既然他是来做任务的 那么接下来要去的地方 不是兵家莽的地狱 就是三头礁的地狱 他们只需要去这两个地方 候着就行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五十二集 雪凡心不太喜欢 自己做任务的时候 由一群人围观 所以没等五大公子追上来 他直接用传送术 走得远远的 然后拿出地图 琢磨了几下 就往某个方向走去 解决了六二清音符 接下来 就是兵家莽了 兵家莽在长岭山脉的最北边 那是一个常年积雪之地 不是一般的冷 普通人 别说在这里生存 恐怕连靠近 都是一件困难的事 除非你的实力足够强大 否则来这个地方 就是死路一条 更何况 这里是兵家莽的地盘 一只几乎已经可以化形的圣手 那兵家莽生性残暴 无论是谁 尤其是人类 一旦敢踏进他的地盘 他必不放过 有时候无聊了 兵家莽还会跑到外面去杀人 找不到人就杀魔兽 所以不仅是人 就连长岭山脉里的魔兽 也不敢随意踏进兵家莽的地盘 雪繁星按照地图上的指示 来到了最北边的地方 进入了一个宛如冰雪一般的世界 这里无论花草树木 全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 有些地方的雪 还成了厚厚的冰层 这一片冰雪之地 虽然看上去纯净雪白 但却没有多少生机 常年寒冷 但这样的寒冷 对于雪繁星来说 影响不大 一来 她的实力完全能够 抵抗得住这里的寒气 二来 她本身就拥有冰元素的灵力 天生不惧怕寒冷 所以这里再冷 对她都没有多大影响 当雪繁星踏进这一片冰雪之地时 躲在深处的那条冰甲蟒 就已经察觉到 她原本是卷着身体卧在地上 双眼突然睁开 露出激动的光芒 好像是无聊待了许久 总算是等到有趣的事可做了 冰甲蟒因为无聊太久 不想一下子就把 好不容易出现的玩具弄死 所以她没有马上对雪繁星动手 而是在暗地里操控着 那些冰雪整骨她 雪繁星这会儿 正小心翼翼地走在 满是冰雪的树林中 冷不防地 头上突然掉下几个冰锥 要不是她躲得快 恐怕那几个冰锥 就把她的脑袋刺穿了 一个满是冰雪的地方 树上会有冰锥掉下来 也是常识 所以雪繁星没有多想 继续往前走 不过她倒是更小心了 但后来时不时地会遇到雪崩 遇到冰层断裂 最后还遇到雪怪 这让她慢慢意识到 一路走来所有遇到的事情 都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为之 至于是谁在背后搞鬼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那条冰甲蟒 这冰雪之地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要想找出那条冰甲蟒 还真不容易 而且冰甲蟒 拥有的是冰元素力量 可以说是与这个冰雪的世界 融为一体 只要她自己不出来 别人基本没有办法将她找到 既然找不到 那就只能让她自己出来 冰甲蟒喜欢冰雪之地 惧怕炎热 如果这里的冰雪融化了 不知道她待不待得住 雪繁星在遇到几十次 意外的危险之后 不再往前走 而是停下脚步 往四周看了看 然后再往上看 看到一处极高的雪崖 于是跳到上面去 雪繁星看着牙下一大片冰晶雪白的树林 虽然有些不舍 但却不得不这样做 调动体内的火元素灵力 让灵火覆盖整个冰雪世界 这不是一般的火 而是灵火 而且不是一般的灵火 是雪繁星以灵火觉凝聚出来的火元素 威力与它的实力相当 所以火力很猛 没过多久 很多地方的冰雪就开始融化 冰甲猛虽然是圣手 但却是喜寒俱热 外面的温度直线上升 冰雪融化 让它感觉浑身难受 此时哪里还有心情跟雪繁星瞎玩 赶紧出来看看情况 当看到它制造出来的冰雪世界 全都被火烧的样子 它彻底暴怒了 庞大的身体狠狠一震 将地面震得撕裂 整个冰雪世界都地动山摇 不少地方出现了严重的开裂 没有融化的冰雪碎得不成样 很快 冰甲猛找到了雪繁星 也知道 它的冰雪世界是这个人类女孩毁掉的 于是一怒之下 直接对雪繁星展开攻击 雪繁星放火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冰甲猛引出来 如今目的已经达到 现在要做的 就是斩杀冰甲猛 冰甲猛虽然是圣手 以她现在的实力 斩杀圣兽对她来说并不算难事 如果想尽快将冰甲猛斩杀 只需要施展时间规则 趁着冰甲猛无法动弹之事出手 相信这样做的话 只需要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任务 雪繁星没打算在冰甲猛这里耗时耗力 所以用了最为简单有效的方法将她击杀 然后把冰甲猛的尸体一收 转身走人 一刻钟之后 五大公子才赶到冰甲猛所在的地方 但是他们来迟了一步 从现场打斗的痕迹来看 雪繁星已经将冰甲猛击杀并离开 她是怎么做到的 那么短的时间就把冰甲猛杀死并离开 哪怕是神经强者 想要做到这个地步 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看来她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强 她的确很强 即便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 所认为的 也不是最终的答案 所以千万不要招惹她 否则下场会很惨用 走了 如果现在赶路 说不定我们可以在三头礁那里看到她 花斋美亲眼见过雪繁星 独占四个老家伙的场面 所以她知道 雪繁星的实力不凡 但也是仅仅知道不凡而已 至于雪繁星的实力到底如何 她还真没个底 有夜酒商那样一个神秘强大到恐怖境界的男人在 雪繁星只会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神秘和恐怖 雪繁星知道五大公子可能会找来 所以在杀死兵甲蟒之后才直接走人 中途找了个地方休息 为了避免被打扰 她选择进入空间之中 不知道是不是她运气太好 又或者是她跟某个人太有缘分 她才刚进入空间不久 凤仙瑶就出现在外头 与她同行的还有一个女子 不管是凤仙瑶还是另外的一个女子 她们此时都一脸阴霾 眼中竟是阴痕之色 还暗含着杀意 她们都想杀了彼此 而且杀意越来越明显 这是什么情况 雪繁星本来打算休息的 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 半躺在床上 一边吃着美味的肉干和铃果 一边看着荧幕上播放的画面 等着看好戏 凤仙瑶此时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般温柔婉约 宛如黑化的圣女 一脸狠利 另外一个女子也同样如此 她的脾气比凤仙瑶差得多 忍耐力和控制力更是没有 看着凤仙瑶如此狠利地瞪着自己 她立即爆发 凤仙瑶 你是不是想死 竟然敢用这种讨厌的眼神看我 一个假凤仙 而且还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之地的卑微之人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放肆 凤仙瑶 你信不信 只需要一句话 一个命令 就可以让你在神野门混不下去 头暖暖 如果你死了 我想知道 你还怎么说一句话 下一个命令 凤仙瑶身上 散发着极其阴邪的气息 杀意更为强烈 而且还明显地表现出来 对同暖暖的那些警告之言毫不畏惧 虽然她是假的凤仙 但是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凤仙的气韵 否则当年星神就不会将她误认为是凤仙 更何况 她这些年来也有不少的奇遇 别看她平时老是装出一副温柔善良的样子 其实她有一定的实力 谁要是彻底惹怒她 她就会让谁彻底消失 死在她手里的人不少 同暖暖 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同暖暖见凤仙瑶居然敢跟她顶嘴 还一副恶毒要杀她的样子 让她更加不爽 说话更冲更难听 凤仙瑶 你现在是破罐子破摔了是吧 也对 你的真实面目已经被众人皆知 更何况 你还是在五大公子面前露出真面目 所以你豁出去了 不再做任何的伪装 可是那又如何 就你这个卑微的贱人 还没资格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像你这种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女人 我见得多了 你想攀上五大公子飞上枝头变凤凰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不仅我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只是大家不点破而已 虽然神隐们在神域 算不上什么大地方 但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能够进来的 能够来到这里的人 无论是实力还是背景 义或者智商都不会太低 你以为他们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吗 像你这种女人 神域遍地都是 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怎么 想杀我呀 有本事你就动手 看看到底是你杀了我 还是我杀了你 你 对于童暖暖更加犀利的言语欺辱 凤仙瑶并不作声 而是冷冷地看着她 趁着童暖暖没有防备的时候 她突然出手 一把匕首捅进童暖暖的腹部 你 童暖暖并没有马上死去 受到攻击之后立即反击 因为受了伤 她不敢跟凤仙瑶硬拼 而是选择逃离 凤仙瑶并没有阻止童暖暖逃跑 站在原地不动 脸上浮现着阴邪的冷笑 然后自言自语地说道 哼 逃得掉吗 就算逃得掉 那也是死路一条 别人不清楚凤仙瑶话中的意思 雪凡心却是一清二楚 因为她清楚地看到 凤仙瑶在捅童暖暖的时候 往她身上放了蛊虫 不用想也知道 童暖暖就算是逃了 最后也会被蛊虫杀死 接下面具之后的凤仙瑶 更加狠毒了 雪凡心看着在外头 面目猙獰发狠的凤仙瑶 对此没什么感觉 也不在乎那个童暖暖的死活 这两个人爱怎么撕就怎么撕 不管他们怎么撕 都跟她没关系 事不关起 高高挂起 她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就行 更何况 她的事本来就多 哪里有功夫去管别人的事情 就让凤仙瑶跟其他人闹腾去吧 只要不来烦她就行 凤仙瑶并不知道 她刚刚的所作所为 全都落入了雪凡心的眼里 童暖暖逃走之后 过一会儿 她便慢慢跟上 追上的时候 只看到被蛊虫啃得面目全非 且已经断气的童暖暖 于是冷写一笑 站着不动 看着自己的蛊虫 一点一点把童暖暖 当作食物吃掉 等童暖暖紧剩海骨的时候 她一把化骨粉 将童暖暖的尸骨化掉 从此以后 世上再无铜暖暖此人 从现在开始 谁敢欺负我凤仙瑶 我便让她尸骨无存 黑化后的凤仙瑶 整个人显得很冰冷 那是诡异的冰冷 一身的寒气 雪凡心对凤仙瑶的事 暂时不感兴趣 当凤仙瑶离开的时候 她就去睡大觉 养足精神 就往三头胶的地盘而去 三头胶 可不是六耳清音符 冰甲锋 那是一条快要画龙的胶 而且已经能够画形 它时不时会画作人形 上来溜达 不过 画作人形不利于修行 所以三头胶大多时候 都不会画形 而是待在自己的地盘修炼 争取早些画龙 虽然这三头胶 也是凶恶之物 但它也不会太过滥杀无辜 一般情况下 只要你不来招惹它 它就不会对你怎么样 不过 若是遇到它心情不好的时候 一切都很难说 雪凡心可不管三头胶 是什么样的性子 在进入三头胶的地盘时 就释放出寿之信仰 来到一处海边 先摆好一张桌子 在桌子上放一桶神灵水 十颗寿灵丹 然后坐下来 一边泡茶 一边欣赏平静的海面 它还把它那几个小家伙 召唤出来 让它们陪着自己姐妹 主人 你不是要三头胶的鳞片吗 既然已经找到了三头胶的地盘 为什么还不动手 小白虎抱着茶杯喝灵茶 很是萌萌哒地问了一个问题 小白猫也是坐在桌子上抱茶杯 对小白虎翻个白眼 真是够蠢的 这么大一片海 你让主人 怎么去找那只三头胶 小兰也抱着茶杯 很是赞同地点点头 因为她还不等口吐人言 所以没说话 继续喝茶 好茶好茶 灵气十足 精纯无比 她要是每天能喝上一杯 这样的灵茶 用不了百年 就可以修炼成人形 然后脱胎换骨 后面的事 她简直没法想象 她现在是越来越想 跟在这个人类女孩身边了 怎么办才好 雪凡心没理会 小家伙们的闲聊 两只眼睛 一直盯着平静的海面 当海面出现波纹的时候 她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这时 一个长得似龙似蛇的脑袋 从海面浮现出来 那头很是巨大 两只有成人拳头大小的眼睛 一直盯着雪凡心看 确切地说 是盯着雪凡心桌面上 放置的东西看 心里想着 是直接抢 还是杀人在哪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九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四百五十三集 正当三头娇琢磨着 该怎么做的时候 却看到 坐在岸边悠然自得喝茶的人类少女 朝她勾勾手 意思是说 让她过去 这个人类少女 怎么一点都不怕她 还敢朝她勾手 让她过去 难道她就不怕 她一口把她给生吞了 毕竟吃人的事 她不是没干过 更何况 这个人类少女长得细皮嫩肉 一看就知道非常好吃 可这个人类少女身上 有兽之信仰 不管怎么样 她多多少少都得给点面子 如果她真的一口 把这个拥有兽之信仰的人类少女 给吞了 一旦这件事传到兽王的耳朵里 她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三头娇犹豫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没有冲动行事 而是从海水里飞出来 化成一个有点粗糙的男子 朝雪凡心走过去 可能不太经常口吐人言 她说话的时候 有些结巴和僵硬 人类 你 你有什么事 既然这位朋友 这么爽快地开门见山 那我也不歪歪绕绕 直接说明我的来意 我要你的一片鳞片 当然 我会付出相应的报酬 桌上的东西 你可以任选其一 如果这样的报酬 你不满意的话 我们也可以再商量商量 但前提是 你得肯定地告诉我 你愿不愿意 拿出自己的一片鳞片 你没骗人 三头娇想不到 这个人类少女 竟然要跟她做这么划算的买卖 一片鳞片 就可以换到这么好的东西 即便只是选其中一样 也是大大的赚了 神灵水 一桶的神灵水 寿灵丹 十颗寿灵丹 这些好东西 全都是她做梦都得不到的 尤其是神灵水 好想好想要啊 一片鳞片 能换来这么多好东西 傻子才不惯 鳞片的事 好说好说 这里就有我的一片鳞片 不过 桌上这两样东西 我都想要 不如你提个价 你们人类 不是很喜欢做买卖吗 我还有很多好东西 甚至可以让你在海底随便拿 没等三头娇把话说完 雪凡心就来一句 成娇 你确定 真的要把一桶神灵水 和十颗寿灵丹给我 三头娇有些受宠若惊 不太相信 这世上竟然会有这么蠢的人 神灵水这样的好东西 就连整个神域都没多少 可见是多么的珍贵 而这个人类少女 居然给她一桶 简直是蠢得可以 能够得到这一桶的神灵水 别说一片鳞片 就算把整个海底的东西 都给了这个人类少女又何妨 东西你拿去 现在 就带我去海底寻宝吧 雪凡心随意动了动手指 桌面上的神灵水和寿灵丹 就自动跳到三头娇面前 三头娇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心情特别的好 人也特别爽快 好 跟我来吧 海底里的东西 你看上什么 随便拿 随着三头娇的话说完 只见她对海面挥了挥衣袖 海里便出现一条道来 雪凡心自然明白三头娇的意思 很是不客气地站起身 往海里出现了那条道走去 随着她慢慢地深入海里 海盗则是逐渐消失 在海盗完全消失的时候 五大公子正巧赶到现场 但他们只看到海面上 有一点点的波纹 其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因为有三头娇的保驾护航 雪凡心进入海底之后 没有任何的阻碍 而且三头娇还给她身上 弄了一个奇怪的泡泡 处于泡泡之中 她可以在海里自由地呼吸 海底的世界 比她想象中的还要美 因为这里被三头娇 长年霸展 没人敢来 于是处于深海之中 所以这里的好东西随处可见 一颗又一颗的大珍珠 各种名贵的珊瑚 水晶 还有海中盛产的灵药 更让她激动的是 她竟然在海底 发现一条稀有矿脉 那是水银晶晶矿 质地柔软且坚韧非凡 是一种用于炼制防具的极品材料 即便在神域 也是极其珍惜的东西 如今摆在面前的 是一整条矿脉 雪凡心不兴奋激动才怪 之前得了一条蓝金矿 现在又得一条水银金矿脉 她最近的运气 真是好翻天了 只不过在海里挖矿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不过没关系 海里也有不少魔兽 尤其是那只三头娇 只要用点利用 保准能得到三头娇 这个杠杠的矿工 果不其然 雪凡心只用了一点神灵水 就雇来了三头娇这个大矿工 三头娇实力非凡 她只是往矿脉里钻几圈 就把所有的矿都捅上来了 水银金矿和其他矿不同 因为她使用的时候 还需要提炼 所以即便碎成任何样子 都无所谓 所以挖矿的时候 不需要小心翼翼地 担心损坏什么 照她这样的挖矿方法 也是可行的 有三头娇的帮助 海底一整条水晶金矿 全都被挖了出来 虽然弄出很大动静 海里的生物惊慌四窜 但并没有造成什么大的伤亡 倒是在海岸边上的五大公子 以及赶来看热闹的人 见海面翻涌成这样 一致认为是雪凡心在海底 跟三头娇战斗 这三头娇已经是快要化龙的胜手 哪怕是神经的强者 也难以对付得了 那个雪凡心能应付得了吗 没人知道 所有人都绷紧着神经 往海面上看 一直看一直看 就这样看了整整一天 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一天 此时又不少人都认为 雪凡心被三头娇杀死了 就算没有杀死 也会在海里窒息而死 毕竟就算修为再强的人 在海水里待上一天一夜 也因为不能呼吸而死去 就在一部分人认为 雪凡心已经死翘翘的时候 海面突然翻涌得更为厉害 紧接着 一条四龙四胶的三头娇飞出海面 在半空中飞旋几圈 才慢慢降落 当快要触地面的时候 雪凡心就从三头娇的背上 跳下来 海岸边的人不少 当三头娇冲出海面那一刻 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可当他们看到雪凡心 从三头娇的背部跳下来时 更为震惊 一脸地蒙圈 这是怎么回事 雪凡心怎么还没被三头娇吃掉 不仅没被吃掉 还风风火火地被三头娇亲自送回岸上 瞧着三头娇对雪凡心那友好的样子 所有人都快惊讶地下巴要掉下来了 什么时候三头娇变得那么友好了 这不科学呀 雪凡心从三头娇身上下来之后 先不理会周围惊讶的人 而是跟三头娇客套一番 这次真的谢谢你 好好修炼 我们以后有缘再见 记住啊 不要随便杀人 当然 如果有人先惹你 你也不用太委屈自己 总之一句话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知道知道 你这人类丫头 简直比老妈子还要啰嗦 走吧走吧 赶紧地走 省得老子看着心烦 三头娇嘴上这样说 其实心里很不舍 虽然她只跟这个人类少女 相处了一天时间 而且这个人类少女 把她大部分的好东西都捡走了 还把海底搅了个底朝天 可她对这个人类少女 还是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很舍不得她离开 大概是因为 这个人类少女 拥有受之信仰的缘故吧 当然 那些神灵水 受灵丹的功劳 也是挺大的 有了这些东西 用不了多久 她就能够真正画龙 好了 你回去吧 这里的人可不少 雪凡心用手摸了摸三头娇的脑袋 然后有意无意地 将自己的手指头割破 往三头娇的嘴里 滴了一滴自己的血 三头娇刚从海里出来 身上都是海水的腥味 而且她个头很大 所以一滴血进入自己的嘴里 她并没有注意到 只不过 她隐隐地看到 雪凡心的手指头 好像破皮流血了 但只是一点点小伤口 她并没有在意 跟雪凡心再客套几句 就飞升而起 一头扎入海中 雪凡心一开始 没想过把自己的血 给三头娇 只是在后来的相处过程中 她发现 三头娇其实挺好的 别看她老是一副 凶神恶煞的样子 但天真单纯地 让你无法想象 只要你给她一点好处 她就会对你更好 直接把海底 大部分的好东西 都给了她 虽然三头娇 表面上看上去挺心疼的 但是那也只是表面而已 她能感觉得出来 三头娇并不看重那些东西 反倒是更加看重她 这样一只有个性 又重情义的魔兽 还差一点点就能画龙了 她何不帮她一把 画龙的时候 要经历天雷劫 以三头娇现在的修为 并不一定能够扛过天雷 扛不过天雷劫 就会灰飞湮灭 魂飞魄散 她不想看到 三头娇有这样的结局 所以给了她一滴自己的血 她的血中 愿含有涅槃之力 即便三头娇 扛不过天雷劫 多多少少 都能留下一线生机 接下来的事 就只能看三头娇的造化了 雪凡星看着 渐渐恢复平静的海面 收起自己的心绪 然后看向周围众人 尤其是看向五大公子 对他们微微一笑 嗨 大家好 就在这时 剑星林突然对雪凡星 发动攻击 情急之下 雪凡星不得不及时躲避 当她发现 剑星林的攻势 越来越强时 不得不反击 只是一个眨眼的功夫 雪凡星和剑星林 就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了解剑星林的人都知道 她这样做的原因 不了解的人 则是一脸懵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 剑星林是个舞痴 平日除了修炼之外 最大的兴趣 就是挑战强者 百人榜前十的人 全都被她挑战了几遍 尤其是五大公子 其中的四个 时不时就会被她挑战 大家早就已经习以为常 自从知道 雪凡星的实力高深莫测之后 剑星林一直想知道 雪凡星到底有多强 她知道 雪凡星有来无影 去无踪的传送术 因为担心她有突然的离开消失 所以她只能赶紧出手 想要知道 自己和雪凡星之间的差距 到底是多少 她不认为自己是雪凡星的对手 所以早早就做了心理准备 只想知道 自己与她之间的差距 不过这一场战斗 她还是会全力以赴 雪凡星和剑星林打的是莫名其妙 若不是因为感觉不到 剑星林没有杀意和恶意 她早翻脸了 喂 你到底要干什么 剑星林根本不跟雪凡星废话解释 一直出招 使出实诚的功力 拿出所有的本事 只为一个结果 花斋美在一旁看着很是无语 但不得不开口解释一下 丫头 你就好好地跟她切磋一下吧 拿出自己全部的实力 跟她切磋 给她一个结果 雪凡星现在已经明白 剑星林的用意 也知道花斋美化中真正的意思 剑星林只是想跟她好好切磋一番 如果她谦让 那是对剑星林的不尊重 更是瞧不起她 所以她决定拿出权力一战 给剑星林一个答案 因为是权力以赴 所以不到十招 剑星林已经败北 我输了 剑星林有些受打击的 收回手中的武器 但是她没有气馁 挺直腰摆说道 你很强 非常的强 但是 我以后一定会比你强 我很期待 这一天的到来 雪凡星大大方方地说话 一副完全不介意 剑星林超越她的样子 很多天之骄子 都不喜欢别人比她强 也接受不了 一个比她弱的人超越她 因为他们的自尊心太强 心境很脆弱 能够做到坦然 面对一切的人真的很少 剑星林就是极少数人中之一 她的心境很强 周围的一干人等 见识到雪凡星的厉害之后 个个都瞪大着双眼 他们知道雪凡星有点本事 可却万万没想到会那么的强 就连剑星林也只不过能在她手下 走十招而已 换做是他们 岂不是一招就给秒了 这个什么九游王妃 真不是一般的厉害 以她现在的实力 完全可以进入百人榜前五 太可怕了 你这丫头 进步得真快 初次见你的时候 你还那么弱 现在 花斋梅回想着 与雪凡星初见时的场景 感叹连连 进步得快 那是因为我付出了 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好了 你们慢慢玩吧 我先回去交任务了 再见 雪凡星当然看得出 现场那一群人是为什么而来 她才懒得跟这些无关紧要的人浪费时间 所以直接走了 而且还是使用传送术 修了一下人就没影了 她忙得很 没工夫跟这些人闲聊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赴黑九黄书》 作者 绿一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454集 雪凡星离开之后 并没有马上回去交任务 而是在长岭山脉里随意溜达 时而采采药 时而跟魔兽嬉闹游玩 过了几天无忧无虑 快乐悠哉的日子才返回 当雪凡星返回神隐门的时候 她的大名已经在神隐门疯传 整个神隐门 无论是上中下门 都知道雪凡星的大名 更知道她的强大 一个十招之内 就能将剑星灵打败的人 她的强大可想而知 以雪凡星的实力 完全可以进入百人榜前五 这样的实力和天赋 即便在神域也拿不出几个 因为雪凡星这几天太过红火 所以她一回来就惹人注目 走到哪儿都是焦点 回头率百分之百 各种目光都有了 但不管是羡慕嫉妒还是恨 都不敢有人敢来招惹她 雪凡星没有理会这些 直接去交任务 看到身份令牌上的积分已经足够 于是询问了相关事宜 办了一些手续 就准备去往中门 本来她还想着 在中门继续做任务赚积分什么的 谁知 她才刚刚到了住处 夜酒商就出现了 嘿 阿九 你回来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现在进入中门了 用不了多久 我就可以去上门 然后打入百人榜 雪凡星一看到夜酒商就扑上去 一段时间不见 她还真是思念得紧 不过她也知道 阿九有她自己的事要做 她也有事要做 两个人不可能一直腻歪歪的在一起 即便不是时刻腻歪在一起 他们依然爱着彼此 距离没有使他们的感情有任何的冷淡 反倒是越来越炙烈 所谓的真爱 并不是粘在一块 而是心中有着彼此 理解 宽容 体谅彼此 夜酒商抱着扑进她怀里的人 揉着她的发丝说道 我家的小心儿就是厉害 不过 我相信接下来的事情 你能对自己有信心 什么事啊 既然你已经能够打败剑心灵 那么 进入神医门百人榜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就是说 你现在已经有资格 去落格秘境 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所以我打算 让你现在 就去落格秘境 现在 对 就是现在 除了一点小意外 心神殿的人已经知道 奉心不再轨迭 如今又把注意力 放回五周十域 就连神医门 也被盯上了 所以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我们要尽快行事 啊 怎么会这样 是哪里出了状况 白玉阳 夜酒商说到这个 就是眉头照起 眼中暗含着怒意 接着继续说道 你释放在白玉阳体内的 阴控术 已经被陆明山发现 陆明山似乎知道一些 关于我的秘密 所以放出消息 说奉心就在五周十域 还特地暗指神医门 他原本以为 陆明山只是一个跳梁小丑 然而从这一次的反击 他才知道 陆明山不简单 仔细想想也对 连大师兄都找了他的道 他岂会简单 陆明山的阴律之术 真的那么强 比你还强 雪凡心有些不太相信 毕竟阿九的阴律之术 真的很强 这世上真要找出一个 阴律之术 比他还强的人 真的不太可能 但事实摆在眼前 他只能认了 这个陆明山 还真是个强劲的敌人 夜九商一想到陆明山 就觉得各种疑惑 因为轮回转世历劫的原因 还有各种因素 他离开星界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尤其是对陆明山的接触 更是少之又少 如今 他对陆明山的了解 只处于几百年前 至于近几百年来的陆明山 他还真是不太了解 之前他一直以以前 对陆明山的了解来应付 并没有把它放在眼里 总以为陆明山 能够嚣张到现在 全都是仗着陆一白 这个哥哥撑腰 所以才能这样为所欲为 可是这段时间 他回去简单查了查 发现陆明山 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尤其是 他在发现 白玉阳体内的阴控树 被发现并清除掉时 他才明显地察觉到 陆明山的异样 如今的陆明山 和以前完全不同 无论是心性 实力 智商 全都不一样 就连性格也变了 他可以理解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 会发生改变 但是陆明山的改变 太过诡异 让他觉得不正常 他回来做了一番调查 越调查越觉得疑惑 一开始 他怀疑陆明山是假的 但随着后来的调查发现 陆明山不假 他的的确确确是陆明山 是陆一白的妹妹 也没有被人夺舍 只不过变化很大 就因为他这段时间 一直在调查陆明山 所以才知道 陆明山将奉兴在 五周十遇的事 暗中传给星神殿 这一个机缘巧合 让他知道了 星神殿那边最新的动向 所以及时做出应对之策 原本他估算还有半年的时间 但是现在来看 能够两个月的时间就不错了 他并不是害怕跟星神殿对上 只是担心 因为星神殿的事 会影响星儿获取神格 晋升神境 获取神格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如果中途遇到什么人和事打扰 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甚至有可能会受到反噬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必须保证星儿 在获取神格晋升神境期间 能够有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 如此一来 只能提前开启落格秘境 虽然这样要付出一些代价 但是他愿意 雪凡心没有见过陆明山 从来就不了解这个人 所以夜酒商跟他说的这些事 他都没办法给出什么分析和建议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应对接下来的事 阿九 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去上门 随便找个在百人榜上的人挑战 将其打败 然后等着进入落格秘境 夜酒商简单明了地说道 虽然他可以直接利用权力 把百人榜最后一名给踢除 将雪凡心弄上去 但这样做会有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 而且百人榜上多多少少 有那么几个讨厌的人 这讨厌之人未必是最后一名 所以挑战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这其中的弯弯绕绕 雪凡心动 不过 他并没有浪费心思去想太多 因为落格秘境很快就要开启 也就最近几天了 所以他要赶紧去找人挑战 争取上百人榜 获得进入落格秘境的资格 如果是一般情况 以他现在处于中门弟子的身份 根本就没有资格挑战百人榜 但他有紫牌 有特权 那块紫牌的身份令牌 总算是派上用场了 雪凡心和夜酒商好好相处了一天 两人快快乐乐 甜甜蜜蜜地腻歪在一起 以解这段时间的相思之苦 随后两人便分开 各自去忙各自的事 虽然他不知道阿九最近在忙什么 但他知道阿九所忙的事 大多都是为了他 所以短暂的分别 他是能够理解的 也不会去抱怨什么 阿九为他做的已经够多了 他唯一能回报的就是好好努力 成功获得神格晋升神进 因为有紫色的身份令牌 雪凡心即便积分不够 他也有资格入上门 更何况是上头的老大已经发话 再加上雪凡心最近在神野门的名头很大 后面还有九幽王撑腰 所以神野门都没人敢找他的麻烦 不管你再羡慕极度恨 最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什么都不能做 也不敢做 哪怕是神野门那些负责人 面对雪凡心的时候 都是好生好气的 果然是上头有人好办事 雪凡心很快就来到了上门 上门才是神野门真正的核心地带 只有在这里 才能得到神野门真正的培养 当然 想要获得更多的修炼资源 那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实力 百人榜 就是实力强弱的标准 但凡是上了百人榜的人 都是神野门里最为优秀的弟子 所以 只有进入百人榜 才有资格进洛格秘境 拥有机会获取神格 晋升神境 雪凡心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找个在百人榜上的人 对她挖出挑战 将她打败 抢占她的位置 至于挑战谁 这个得好好琢磨琢磨 毕竟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被她打败的人 将会失去这一次 进入洛格秘境的资格 所以她得找个讨厌的人挑战 不过在这之前 她得好好了解了解 百人榜上的人 这样才能知道 谁是讨厌的人 就在雪凡心琢磨着 该找谁挑战的时候 一道紫色的身影 突然堵住了她的去路 一个穿着紫色裙衫的女子 堵住了雪凡心的去路 她那一身神秘的紫色 给她增添了不少色彩 整个人看上去 气质非常出众 人又长得美 所以格外的万丈光芒 那女子专门堵住雪凡心的路 眼中竟是不满和不屑 这时女子身边的跟班 则是站出来 出言呵斥 谁让你穿着紫色衣服了 难道你不知道 在神隐门 只有子如姐姐 可以穿紫色衣服吗 瞧你面生得很 应该是新来的吧 新来的不懂规矩 我们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现在跪下来 给子如姐姐磕头认错 再把这一身衣服给脱了 今天的事 咱们就算了 不然你的下场 可是会很惨的 清清 你跟一个新人废话 那么多有什么用 她恐怕连子如姐姐 是谁都不知道 又一个跟班站出来 羞辱雪凡心 也对 得先告诉她 子如姐姐的身份 我们子如姐姐 可是神域神城济家的 千金小姐 是神宫千妹上神的外孙女 所以你要是识相的话 赶紧按照清清的话做 否则 你别想在神眼门混下去 祭子如任由身边的人 大肆介绍自己的身份和来历 她因此为傲 一副自命清高的样子 等着雪凡心 给她跪下磕头认错 雪凡心正犯愁着 该怎么去找讨厌的人 谁知 刚打瞌睡 天上就掉下个枕头 这个什么 祭子如着实挺讨厌的 如果她在百人榜上 那就完美了 你叫祭子如 请问百人榜排行多少 雪凡心毫不畏惧地问 显然没把刚才那些话 听进去 更没有放在心上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说话的语气 还有些冷硬 如果是普通人听着 不会有多大感觉 但是像祭子如 这种自命清高的人 雪凡心这样的冷硬态度 在她看来 就是不把她放在眼里 让她很是不爽 祭子如往前站了一步 抬起下巴 傲视眼前的人 用一种自命不凡的口吻说道 既然你找死 那本小姐就成全你 不过 本小姐今天心情好 所以在你临死之前 愿意回答你这个问题 本小姐在百人榜排行第十 这个答案 你满意吗 听祭子如那傲娇的语气 好像百人榜排行第十 是非常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事 是她最大的荣耀之一 神隐们弟子千千万万 能够进入百人榜 已经是相当了不得的人物 更何况是进入百人榜前十 所以祭子如的傲娇不是没有道理 她有资本骄傲 只可惜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做人千万不能太傲娇自满 否则很容易踢到铁板 排行第十是吧 正好 那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雪凡心这话一出 惹得祭子如身边的跟班哈哈大笑 不断地对雪凡心冷嘲若讽 这是哪里来的黄帽丫头啊 那么的大言不惭 竟然敢挑战子如姐 真是不自量力 哎呀 瞧她长得有几分姿色 大概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吧 这种井底之蛙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见 有什么好奇怪的 就算是井底之蛙 刚刚子如姐已经说了 她在百人榜排行第十 这个丫头难道没有听清楚吗 还要挑战子如姐 我看呢 她八成是脑子有问题 雪凡心没有理会那些冷嘲热讽 反正很快 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所以她直接问祭子如 怎么样 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你确定要挑战 祭子如依然不把雪凡心放在眼里 当她是个不自量力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毛丫头 我确定 那你要不要接受我的挑战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那你敢不敢现在就跟我上擂台 请带路 祭子如见雪凡心还真的要挑战她 心里满是不屑 她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这个黄毛丫头 谁知对方这么的不识相 居然还真的打算跟她上擂台 她这两个月在外头做任务 今天才刚刚回来 难不成才两个月的时间 这里的人就不知道她祭子如了 既然如此 那么今天她就杀鸡尽猴 让神野门的人更加清楚地记得她祭子如的名字 此时周围已经有不少人认出雪凡心 知道她是打赢剑心灵的少女 但没人出声都在暗暗地笑着 然后朝擂台赶去 等着看热闹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旧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四百五十五集 随着雪凡心挑战祭子如的事传出去 越来越多的人赶往擂台看热闹 此时擂台下面早已人山人海 大部分的人都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样子 脸上挂着讥讽的笑容 不过并没有人多嘴 就算是说话也不会说什么有用的信息 现在只有白痴蠢货才会跟雪凡心打 所以说季子如现在真是够白痴够愚蠢的 他们就等着看这位高高在上的天之娇女的笑话就好 从下面一群人幸灾乐祸 等着看季子如的笑话 可想而知 季子如平时有多么的不得人心 否则也不会直到现在 也没人告诉她关于雪凡心的一点消息 季子如以为 擂台下面那些人是在看雪凡心的笑话 所以一点感觉都没有 此时正在想着将雪凡心打败之后的场景 她一定要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丫头 让神眼门那些人知道 得罪她季子如的下场是什么 更让那些人记得 她季子如不是他们能够惹得起的 小妹妹 开打之前 你是不是应该做个自我介绍 好让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免得以后没人记得你的名字 我叫雪凡心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有的话就赶紧问 没有就开始打 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雪凡心很敷衍地回答季子如 然而雪凡心这种敷衍的态度 在季子如看来就是傲慢无礼 对她的无视 这让她很不爽 哼 既然你想那么早败在我的手中 那么我就成全你 季子如话还没说完就动手 一开始 她并没有把雪凡心放在眼里 出手的时候并没有用全力 但为了安全起见 她也不敢掉以轻心 所以用了七成功力 她以为这七成的功力 就算不能杀死雪凡心 也能够将它重创 可结果却是连对方的一根毫发 都没伤到 反倒是自己 却没能借助对方的反击 被一股气势震退 紧接着 被脚下冒出来的藤条捆绑 怎么可能 季子如费了好大劲 才将身上的藤条挣脱 之后立即出招 这一次 她带着极大的怒火 用上了十成功力 想要将雪凡心杀死 但结果依然让她吃惊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她用的是技嘉成名的绝招 很少人能够躲得过 即便是神静修为的强者 面对那个绝招 也会有一点点的压力 可是这个雪凡心 轻轻松松就化解了她的绝招 而且反其的攻势更强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掌 就将她打飞 打落擂台 季子如被打下擂台 下面的人立即散开 眼睁睁地看着她摔在地上 一个个都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 在那里幸灾乐祸地看笑话 而被打下擂台的季子如 此时整个人都懵了 脑袋轰隆隆作响 完全不知道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以她的实力 怎么可能连对方的一招都接不住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 就被打下擂台 因为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季子如受到的打击太大 傻愣愣地看着 站在擂台上的雪凡心 一动不动 久久没能回神 雪凡心虽然不太喜欢季子如 但也没打算做得太过分 她要的只是进入百人榜 其他的不想做太多 至于季子如以后如何 那不关她的事 如果季子如还要来找她的麻烦 那她可不会再客气 不过 她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季子如以后 肯定会再来找她的麻烦 那种傲慢不可亲的千金大小姐 她见得太多 所以对这种类型的人很了解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百人榜排行第十 季姑娘 承让了 雪凡心不想跟季子如多说废话 丢下一句 便跳下擂台走人 季子如听了雪凡心的话 气得火冒三丈 想要爬起来再战 但却被她那些跟班给拉住了 季如姐姐 她是雪凡心 九佑王妃 你打不过她的 季如姐姐 你这两个月 一直在外做任务 不清楚门里发生的事情 这个雪凡心实力废同一般 即便是建兴林师兄 在她手里 最多也只能走十招而已 就连建兴林都不是雪凡心的对手 更何况是季子如呢 所以这一战 季子如注定会败 什么九佑王妃 哪里冒出来的九佑王妃 季子如听着跟班们 将雪凡心的来历 实力一一说来 心里更为混乱惊慌 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人 不知道打哪里冒出来的 居然将她给打败了 而且还是一招就将她打败 如此丢脸的是 若是传到神域神诚 她还有何脸面出现在人前 她将会成为神域神诚的笑话 季子如那些跟班 知道季子如现在深受打击 情绪很激动 但该说的话 他们还是要说 否则事情会更加糟糕 季如姐姐 我们也是刚刚才打听到的消息 这个雪凡心 现在是整个神眼门 最为红火的人物 虽然才刚刚入门 大半个月的时间 但却已经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她的实力很强 花斋美师兄与她是旧事 其他四位公子 跟她的交情似乎不错 而且我还打听到 雪凡心刚入神眼门的时候 是门主刘云上神 亲自接待的 就连雪凡心的身份令牌 也是门主亲自办理的 能够得到流云上神 亲自接待的人 来历绝非一般 除了当初的九幽王 恐怕这个雪凡心 是第二个 就连五大公子 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待遇 更别说是季子如 虽说雪凡心攀上了九幽王 但他的实力摆在那里 在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 实力就是硬道理 季子如本来还想着 找雪凡心算账什么的 但随着听到 有关于雪凡心的消息越多 他的心里就越打鼓 可他习惯了高高在上 受人吹捧 此时此刻 让他如何能够咽得下这口气 什么九幽王妃 即便是九幽王 也不过是五周十玉的 一个玉王而已 岂能与神玉的上神相提并论 他的外婆 可是神功的谦媚上神 他还是神城技家的 抵出千金 以他这样的背景势力 难不成 还怕一个区区的九幽王吗 只要弄死了九幽王 对付一个幽王妃就不难了 雪凡心 你给我等着 雪凡心将季子如打败之后 就去查看百人榜的排名 看看自己的名字 有没有出现在上面 百人榜是神隐门 一个重要的排行榜 因为涉及到各种利益和权利 所以门里的人争破脑袋 都想进入这个榜 唯有进入百人榜的弟子 才能得到神隐门 最为核心的资源 也就是进入落格秘境的资格 想要上百人榜 必须得是上门弟子 然后才有资格 向百人榜上的人发出挑战 发出挑战后 只有对方应战 并且在擂台将其打败 才能替代对方的排名 规则是这样 其中的弯弯绕绕不少 许多人为了保住自己 在百人榜上的位置 一旦遇到强大的对手 他们宁可不应战 若是不应战 则要扣取极大的积分作为惩罚 所以说 如果你的积分不够 那就只能乖乖应战 否则一旦扣取的积分为零 即便你还在百人榜上 依然会被赶出神野门 神野门的弟子千千万万 即便是上门弟子 人数也有好几百万 几百万人都在挣那一百个位置 可想而知 平时的竞争力有多大 尤其是排名比较靠后的那些人 时刻都要面临着被挑战的事 一旦挑战失败 要么排名倒退 要么被打落下榜 如果不接受挑战 则要付出很大的积分惩罚 不过 百人榜前二十的排名 一直都比较稳定 前十更加稳定 已经好几十年 都不曾有过任何变动 雪凡心一来就把排名第十的 季子如打下去 这件事引起了很大轰动 但在众人看来 这是意料之中 也是意料之外的事 雪凡心能够打败季子如 这是意料之中 然而雪凡心挑战季子如 这是意料之外 不管是意料之中 还是意料之外 如今百人榜上排名第十的 已经不再是季子如 而是雪凡心 季子如被雪凡心打败 此时他已经不在百人榜上 对于这些事 雪凡心一点兴趣都没有 查看了百人榜第十的位置 已经改成自己的名字 这才放心离开 随便找个地方住下 花姐与一听说 雪凡心在擂台上 打败了季子如的事 就急忙赶来 只可惜 他错过了擂台上的精彩好戏 于是跑去找雪凡心 雪师妹 你简直太厉害了 竟然把季子如给打败了 你知不知道 我刚刚来的路上 不巧碰到了季子如 他那张脸呢 臭得不要不要的 都快气得火冒三丈了 而且现在 到处都拿他看笑话 他恐怕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敢出门了 最起码这几天 肯定会窝在自己的洞穴里 只是不知道 他会不会逃回神域避难 花师姐 你脸上 写满的幸灾乐祸 雪凡心一来神隐门 就认识了花结宇 对花结宇的印象还不错 所以花结宇找来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犹豫 便让他进门 还拿出灵茶招待 在他的印象中 花结宇是一个十大体 一板一正 规规矩矩的女子 可谁知 她也有那么活泼开朗的一面 尤其是在说 季子如的大笑话时 瞧她乐成那个样 显然跟季子如不合 花结宇因为太过高兴 一时忘形 所以才一个劲地说个不停 想要把心里对季子如的 不满和不爽 全都发泄出来 但她很清楚 季子如的身份 所以一听到雪凡心 一有所指的话 就逐渐地控制好情绪 将脸上那种 幸灾乐祸的表情收好 雪师妹 实不相瞒 我跟季子如 的确有些过节 可是我的身份 和她的差距有些大 实力又不济 所以不管心里再怨再恨 都只能往肚子里吞 如今见到季子如 丢这么大的脸 会有着前所未有的爽快 一时难以控制 所以抱歉 没关系 反正我跟季子如不是朋友 你要是想多说几句 嘲讽她的话 也无所谓 雪凡心并不介意 花结宇在自己面前 嘲讽季子如 对于无关紧要的人 她向来不会在乎 雪师妹 得罪季子如 可不是一件小事 所以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季子如是神城 季家的嫡出千金 是千妹上神的外孙女 背景靠山极大 她要是报复你的话 你会有极大的麻烦 我不怕她 花结宇见雪凡心那么淡定 心里挺为她着急的 雪师妹 我知道你的实力很强 背后还有九幽王称妖 可你这样的背景势力 真的不敌季子如 除非你能得到五大公子的庇佑 否则 扛不过季子如的 五大公子的背景势力 虽然很强 但你与他们交情不深 他们不太可能为了你 而跟季子如后面的背景势力对上 所以 雪凡心听着花结宇一连串的话 知道她是真心为她着想 所以应付几句 花师姐 你放心吧 我做事一下有分寸 不会有事的 看在花师姐是真心实意关心我的份上 我跟花师姐小小说个事 什么事啊 花姐语认真听着 再过几日 落个秘境就要开启了 所以花师姐可要好好保护自己的排名 这不可能啊 离落个秘境开启的时间还要三个月呢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而且落个秘境开启的时间 千万年来都是固定准时的 凡事总会有例外的 这件事 花师姐只要自己知道就好 莫要多言 不然你在百人榜上的位置 可能不保哦 花姐语看到雪凡心 不像是在开玩笑的样子 由一开始的不相信 慢慢地半信半疑了 如果落个秘境 真的在几天之后开启 一旦这个消息传出去 这几天会有一窝蜂的人 对百人榜上的人发出挑战 他的排名不算高 实力也只是中等 被打下榜不是没有可能 雪师妹 你急着挑战季子如 该不会是因为 想要进入落个秘境的资格吧 不然你以为 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上列台 跟那个季子如浪费力加 花姐语瞄懂 刚才还只是半信半疑 现在他有九成的肯定 落格秘境提前开启是真的 哼 季子如现在 已经不在百人榜上 这几天 他肯定会躲起来发火 所以不会急着 对谁发出挑战 也就是说 季子如很有可能 会错过这一次 进入落格秘境的机会 如此的话 那么这件事 他绝对保密 绝不能让季子如知道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 腹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四百五十六集 花结宇和季子如的过节 由来已久 所以 他对季子如 非常的了解 正如花结宇说的那样 季子如回去之后 就窝在自己的住所 每天大发雷霆 各种打杂 除了派人出去打听 关于雪凡心的消息之外 他什么都不做 也不出去 确切地说 是不敢出门 他不想看到别人 对他那种嘲讽 轻蔑的目光 不想听到别人 对他的冷嘲热讽 所以他只能躲着 等过几天 这件事的热度 降低一点 他再出去 雪凡心 不管你是谁的徒弟 谁的王妃 我都要你死无赠身之地 这几天的时间 外面都在疯传 雪凡心的伟大事迹 尤其是雪凡心 在擂台上 一招打败季子儒的事 更是被人当作 饭后的话题来闲聊 要不是因为 顾忌到季子儒的身份 他们会说得 更加的天花乱坠 而这几天的时间 雪凡心都待在 自己的住所 等夜酒上的消息 无聊的时候 就到空间里 捣鼓别的 为去往洛阁秘境 做好充足的准备 花杰宇因为 从雪凡心那里得知 洛阁秘境 要提前开启的消息 也在暗中 做各种准备 他的身份在神域 很是普通 否则 他也不会到 神眼门来求一点出路 对于神域 那些天之骄子而言 神眼门 只不过是一个 稍微上得了 一点台面的地方 有权有势 有身份 有背景 有天赋的人 都不会到这个地方 可是他不同 神眼门 是他唯一的出路 他努力了这么多年 就是希望能够进入洛阁秘境 就算不能获得神格 能够晋升神境也好 关于洛阁秘境提前开启的事 除了雪凡心之外 就只有花杰宇知道 而其他人几乎都跟平时一样 尤其是这几天 他们大多都在谈论某个人的笑话 三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夜九商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之后 就直接来找刘云上神 将提前开始落格秘境的事告知于他 刘云上神虽然是神眼门的门主 可是对于落格秘境提前开启的事 却是全然不知 直到夜九商告诉他 神主 落格秘境还有三个月就要开启了 您为何要大费周章的 提前这点时间呢 提前开启落格秘境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哪怕是神主 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办到 其他的你无需多问 按照本主说的去做便是 通知下去 明天便开启落格秘境 百人绑上那些人能来就来 不能来就作罢 还有 暂停百人绑的挑战 本主不想看到 开启落格秘境之前 有什么混乱的场面出现 另外 你可以告诉众人 此次落格秘境开启之后 需要千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开启 什么 为什么 刘云上神震惊不已 急着想知道原因 可一看到夜酒商那满是寒夜的眼神就害怕 即便再想知道原因也不敢多问 千年的时间才能再次开启落格秘境 这千年的时间 神爷们会乱得不成样 那些结果他连想都不敢想 但神主不愿意多说 他也不敢多问 所以只能这样 没办法 谁让人家是神主呢 夜酒商到流云上神这里交代一些事之后 就去找雪凡心 看到坐在院子里泡茶烤肉的人 眼里瞬间买是宠溺和柔情 在夜酒商出现的时候 雪凡心已经感觉到他的气息 抬头看去 开心笑道 嘿 阿九 你来了 烤肉就快好了 你稍等一会儿 尝尝我的新手艺 主人 好香好香啊 小白虎闻着烤架上的烤肉口水滋溜 好几次都忍不住 想要把烤架上的烤肉吃掉 可是主人说还没熟 所以不能吃 主人 还要等多久才可以吃啊 小白猫也等不及了 死死地盯着烤架上的烤肉看 小兰也不例外 和小白猫小白虎并排坐着 眼睛里只有烤肉 三只小家伙 全都选择无视夜酒商的出现 只盯着烤肉看 这烤肉的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 他们没心情看其他的 夜酒商也闻到了很特别的烤肉香味 他并不是第一次见雪凡心烤肉 只不过这次的烤肉味道似乎和以前不一样 光是闻着就能让人有一种失控的感觉 星儿 你又弄了什么好东西 夜酒商走过来 坐到雪凡心的身边 再看了看烤架上的烤肉 突然很有食欲 也恨不得马上就能够吃到 虽然他以前也很喜欢吃星儿做的美食 但还没有达到那种失控的境界 可是现在他有点失控的感觉 准不住想要将烤架上的烤肉拿来吃 原来这世上真的有能够令神都失控的美食 昨天我无意中看到那本菜谱上的一个调料秘方 于是就试着捣鼓 结果还真给我弄出来了 这个调料是以灵果为主料 加入上百种珍稀的灵药调制而成 在制作的过程中 各种材料的比例 制作的手法 温度的掌控等要素 都要严格做到 我弄了一整天 才弄出一小瓶来 不过这种调料放在烤肉上 味道更好 你闻闻 雪凡心将一串差不多熟的烤肉 放到夜酒商面前 让他闻闻 夜酒商闻了一下 干脆张嘴直接吃了 嗯 味道确实不错 小白猫小白虎小蓝 看着夜酒商 津津有味的吃着烤肉 羡慕极度恨哪 他们等了那么久 结果先吃到的却是别人 唉 好忧伤啊 真的好忧伤 雪凡心想不到 夜酒商也被这些烤肉着迷 连形象都差点不要了 有些无语 但更多的是开心 阿九喜欢就好 他真的很少见到阿九 为什么东西感兴趣的样子 除了他之外 其他的人和事以及物 他都一副马不在乎的样子 雪凡心见夜酒商喜欢这些烤肉 毫不吝啬地将所有的调料用完 烤了好多烤肉 让大家吃个够 吃饱喝足之后 夜酒商才说落格秘境的事 因为早有心理准备 所以雪凡心并不吃惊 进入落格秘境的事 我已经准备好了 别说省明天 今天都没问题 阿九我要跟你说个事 说吧 我得罪了季子如 听说他是神城技家的嫡出千金 还是那个什么千妹上神的外孙女 不知道你跟那个千妹上神的关系怎么样 他对神域并不了解 对神城神功更不了解 所以他得先打听一下 看看那个千妹上神厉不厉害 夜酒商最近一直在忙着提前开启落格秘境的事 回来就直接去找刘云上神 接着来找雪凡心 所以近期一些与雪凡心有关的事 他倒是不太清楚 但是不管发生什么 哪怕天塌了 他都能摆平 什么千妹上神 他都不知道是哪号人物 既然他不知道千妹上神是哪号人物 说明这个人不重要 也没多大影响力 所以不用放在心上 得罪就得罪了 没什么大不了 一个小小的上神而已 翻不出什么浪花 我了解你 若不是对方先招惹你的话 你不会无缘无故地得罪对方 就算你是无缘无故地得罪对方 那也是对方太过碍眼 错不在你 反正不管如何 他的心儿就是没有错 雪凡心享受着夜酒商 无微不至的宠爱和保护 心里满满的幸福 小鸟依然地靠在他怀里 嘻嘻笑道 哼 阿九 你这样会把我宠坏的 你瞧 我现在做事 都慢慢地变得随心所欲 完全不计后果了 说白一点 就是嚣张霸道 说得难听一点 就是仗势欺人 如果是以前的他 在面对季子如这种 有着强大背景的敌人时 他一定会深思熟虑 绝不会那么鲁莽冲动地 就把对方给得罪了 但是现在的他 别说是得罪一个季子如 哪怕是得罪上神 他都不会害怕 果然是背靠大树好成梁啊 他如今的行事作风 是越来越嚣张霸道了 夜酒商将雪凡心搂在怀中 在他额头上深情一吻 我允许你嚣张霸道 允许你仗势欺人 只要你开心就好 我才不是那种人呢 我的嚣张霸道 仗势欺人 可不会胡乱攻击人 谁要是不知死活地 撞到我的枪口上 那我绝对不会客气 无需客气 谁不知死活撞上来 你就把他往死里弄 阿九 你这是把我带到 坏人路上的节奏 好坏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开心就好 阿九 遇到你 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雪凡心双臂紧紧抱着夜酒商的腰 把头埋在他的胸膛里 感受着那一片天地的温暖 夜酒商把雪凡心抱得更紧 感受着拥抱他的幸福之感 能遇到你 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那我们是彼此之间最大的幸运 好丫头 赶紧快快获得神格 晋升神进 不然我真的没办法再控制自己 直接把你给吃了 夜酒商忍着体内的邪火 为了好大的劲儿才压制住 雪凡心当然知道 夜酒商话中的真正意思 双脸刷得一下红透了 羞涩地稍稍低下头 作为一个医者 一个经历两世的人 他岂会不知道阿九的生理需求 更何况 阿九经常把自己的欲望写在脸上 若是换做其他男人 恐怕早就扑上来把他吃干抹净了 哪里还管他的死活 因为阿九太过爱他 不忍心让他受到一点一滴的伤害 所以他才一直忍着 控制着 他欠阿九的太多太多 如今能回报他的 只有他自己 他会努力让阿九幸福 无论是深还是心 想要让阿九幸福 首先 他必须要获得神格晋升神进 所以进入洛格秘境之后 他必须要努力 在雪凡心和夜酒商浓情蜜意的时候 神隐门却是炸开了锅 乱成一团 洛格秘境提前开启的事 刚刚从上面传下来 下面的人立即疯狂地差点失去理智 尤其是那些有机会 可以打入百人榜的人 纷纷大闹 可是不管他们怎么闹都没用 因为这件事已经确定 让他们气愤的是 现在不能对百人榜上的人发出挑战 也就是说 即便你有实力 这一次也没有资格进入洛格秘境 只能等待下一次 然而这还不止 有一件事让他们气急地想要吐血 上头传来消息 此次洛格秘境开启之后 要等一千年才能再次开启 也就是说 他们想要再次进入洛格秘境 只有等到一千年之后 一千年的时间对于修行者而言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是这个世界时刻在变化 一千年的时间真的会改变很多 谁知道一千年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更何况 一千年后 他们已经错失太多太多 季子如还不知道 落格秘境提前开启的事 即便已经过去好几天 他依然躲在自己的住处不出去 虽然他那些跟班会把外头的消息带给他 但却不能在第一时间 此时此刻 季子如还在怨恨着雪凡心 琢磨着该如何地报复雪凡心 这时 季子如的一个跟班急急忙忙 跌跌撞撞地跑进来 惊慌着急地大喊 季子如姐 大事不好了 大事不好了 季子如正在气头上 心情一点都不好 看到跟班这么慌慌张张的样子 让他很是不爽 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难道天塌了不成 你最好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否则 我扒了你的皮 因为季子如这段时间心情都不好 脾气更加不好 所以他那些跟班 只不过是时不时的来给他报告一点外面的消息 平时基本都不来 因为来了都会成为兽气筒 可是这一次的事非比寻常 无论如何 他们这些跟班都得让季子如知道 否则事后倒霉的会是他们 子如姐 真的是大事不好 落个秘境提前开启 开启的时间就在明天 而且从现在开始 停止百人榜的挑战 季子如前几天刚被雪凡心打败 这几天他又没有去挑战谁 所以他此时并不在百人榜上 这意味着他将会失去此次 进入落个秘境的资格 你说什么 季子如不笨 仅仅听着这简单的消息就知道很多事 又急又气 落个秘境 为什么会提前开启 不知道 这件事是门主亲自说的 具体原因无人知道 而且此次落个秘境开启之后 要一千年的时间才能再次开启 子如姐 你的名额已经被雪凡心抢了 所以 雪凡心 我现在就要你死 季子如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怨恨和怒火 冲得跑出去 他原本只需要再等三个月 就可以进入落个秘境 可是现在 因为雪凡心这个贱人 他这些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这口气他实在难以咽下 今天非要把雪凡心教训一番不可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腹黑九皇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孟凡之音 光脚的无邪 第457集 雪凡心这会儿正在跟夜酒商合奏 珍惜相处的快乐时光 顺便也练练音律之术 琴笛合奏 美妙的乐曲极其动听 仿佛拥有生命一般 将周遭的生灵带动 一只又一只鸟儿闻音飞来 就连小白虎和小白猫 以及小蓝都沉醉在那美妙的音乐中 然而这样的美好时刻 却被一阵阵的敲门声和咒骂声给破坏了 妓子如前两天 就已经让人打听到了雪凡心的住处 所以气冲冲的赶来 到门外就使劲的敲 使劲的骂 雪凡心 你这个贱人 立即给我滚出来受死 你害得我失去这一次 进入洛格秘境的资格 我一定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贱人 快点滚出来 要不然 我一定要你付出更惨的代价 今天你要是不出来 我明天就让人将荒语移为平地 把你那些亲朋好友全都杀得干干净净 雪凡心 你这个该死的贱人 赶紧给我滚出来 因为祭子如的骂声太大 而且来的时候气势汹汹 所以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围观看热闹 暗地里对祭子如指指点点 祭子如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些 只想着找雪凡心算账 然后再想办法弄到进入洛格秘境的资格 以她的身份背景 想要弄到一个名额不难 只需要把她外婆的名头抬出来 即便是刘云上神 也会给她几分薄面 就在祭子如打着各种算盘和小九九的时候 突然一股强大的威压袭来 直接将她震得双腿下跪 口吐鲜血 体内的五脏六腑感觉快要被压碎了 疼得厉害 在旁边围观的众人 因为突然出现的强大威压 而吓得赶紧退开 没人敢靠得太近 生怕受到牵连 就连祭子如平日里那些跟班 以及狗腿子都离得远远的 众人一退开 唯独剩下祭子如 显得格外冷清 呼应单理 但没人同情她 也不敢同情她 更不会同情她 大部分人都在幸灾乐祸地看热闹 就在这时 一道极其简单的琴声 从雪凡心的住所里传来 只是蒸蒸的几个单音 听着没什么音律可言 但是那琴弦声 却蕴含着极强的阴沙术 姬子如受到琴弦的攻击 脑袋突然疼得厉害 疼得她无法忍受 抱着头在地上痛苦地打滚 她感觉 自己的石海被千刀万挂着 疼得难以忍受 整个脑袋仿佛要裂开了 是刚刚那几个琴弦发出的声音 那是阴沙术 能够毁人神石的阴沙术 一想到自己的石海会被毁掉 姬子如就恐慌不已 可是她的脑袋实在是太疼了 她连求饶都做不到 只是抱着脑袋在地上滚来滚去 发出极其痛苦的叫喊之声 好在流云上神及时赶来 在门外向里面的人求情 幽王 可否看在我的面上 饶他一命 随着流云上神的话一出 众人才知道九幽王在里面 更知道 刚刚商计子如的是九幽王 雪凡心是九幽王妃这件事 在神野门 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 他们听说过不少 关于九幽王的事迹 知道九幽王很强 可是万万没想到 会这么的强 即便他们没有见到本尊 单单是那个恐怖可怕的威压 就让他们无比的忌惮 九幽王不是浪得虚名 因为流云上神出面求情 所以夜酒商才收起阴沙术 不再攻击祭子如 即便他现在收手 祭子如的石骸也已经被毁得差不多 哪怕用再珍惜的灵丹庙药滋养 最多只能恢复一两成 以后会如同废人一般 他倒要看看 变成废人的祭子如 神成技家 还会不会为了他大动干戈 虽然夜酒商已经停止阴术攻击 但祭子如的脑袋依然疼得厉害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的石海快要崩溃了 如果再不及时治疗 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白痴 祭子如很害怕自己会变成一个白痴 所以趁着理智还在 赶紧拿出保密的丹药服下 最起码要暂时保住自己的石海 其他的以后再说 他原本只是想来找雪凡 先算一算账 哪怕没有办法真正地教训他 骂几句出口恶气也好 谁知竟然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此时的他 别说进入什么落阁秘境 能够保住本来的实力就已经不错了 毕竟他的石海受到了重创 日后的修为会下降 他好恨 真的好恨 明明是雪凡心抢走了他 进入落阁秘境的资格 明明是雪凡心 害得他成为神隐门的大笑话 为什么最后惨的会是他 这不公平 老天爷一点都不公平 不管祭子如再如何的怨恨不甘 现场都没人理会和在乎 由此可见 他平日里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若不是因为祭子如有些背景势力 刘云上神恐怕也懒得开口为他求情 神隐门是一个竞争力很大的地方 几乎每天都有人在竞争中死去 所以死亡是很正常的 你若是没有足够的实力 不够强大 死了只能怪你既不如人 刘云上神很嫌恶比夷地看着祭子如 没好气道 你要是不想死 就赶紧离开 否则没人能救得了你 雪凡心是在擂台上 光明正大的将你打败 并不存在什么算计谋害你 你最好清楚这一点 不要再来找他的麻烦 若是得罪了九幽王 那你只有死路一条 言尽于此 你好自为之 对祭子如这个人 刘云上神早就看不爽了 因为他实在是太过嚣张霸道 仗着自己的背景靠山 在神隐门为所欲为 竟然还要求其他人 都不能穿紫色的衣裳 这简直是太霸道了 原本他对祭子如这些事没啥兴趣 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反正神隐门到处都存在竞争 可谁知这个女人那么倒霉 偏偏得罪了雪凡心 现在还得罪了九幽王 得罪了神主 也罢 反正这事跟自己关系不大 祭家和千妹上神要真是闹起来 有神主顶着呢 祭子如刚刚已经见识过九幽王的厉害 此时受了重创 哪里还敢多言 就算有再大的怨恨和不甘 也赶紧灰溜溜地逃走 免得再受到什么伤害 他现在要立即回祭家找医师医疗 至于什么落格秘境 已经不再重要 等他回去之后 一定会让家族里的长辈 为他报仇的 雪凡心 还有那个什么九幽王 你们给我等着瞧 祭子如狼狈地逃走之后 现场观看热闹的人逐渐散去 但今天这件事使得雪凡心的名头传得更大 九幽王的名声也传得更小 关于九幽王 神城那边一直都有相关的事迹传播 数千年来 对于九幽王这个神话一般的强大人物 传得越来越神秘 但是大多数人只是听说过九幽王有多么多么的厉害 却从未见过他 因为没有亲眼所见 所以很多传言的威信度便不再有 许多人对那个传言中的九幽王没多大感觉 可是就在刚才 只是九幽王的威压就让他们无比的恐惧 只是一道简单的阴术攻击 就能让季子如要死要活的 可想而知 这九幽王有多么的强大 就连刘云上神似乎都很忌惮 还好 他们没有得罪九幽王妃 要不然 他们的下场会比季子如惨得多 毕竟他们没有季子如那样的身份背景 不过 这个季子如也是活该 谁让他平时那么嚣张 老是仗势欺人 这下踢到铁板了吧 对于季子如的下场 大多数人都觉得很爽 没有人同情他 那些跟季子如有过节的人 更是幸灾乐祸不停 雪凡心没有理会外面那些人和事 手里的雪游笛还在 看着夜酒商那把紫色的琴 想着他刚刚施展的阴沙术 他已经能够预料得到季子如的下场 以阿九的功力 哪怕只是简单的几个琴弦波动的声音 杀伤力也是极强的 季子如那点能耐 根本就承受不了阿九的阴沙术攻击 如果季子如成为废人 神城技家还有那个什么千昧上神 会不会找他们的麻烦呢 夜酒商一眼就看出了雪凡心在想些什么 直言道 不必管什么神城技家和千昧上神 如果他们不识好歹 要来找我们的麻烦 我会让他们彻底消失 阿九 你觉得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太过了点 本来只是一件小事 结果闹到这种地步 我担心 你担心什么 你知不知道 在二十一世纪 流行一种小说 叫做炮灰逆袭 要是炮灰的怨气足够强大 就有可能获得某种机遇 让一些拥有逆袭系统 和各种能力的人附身 并回到过去 改变他们的人生 那又如何 夜酒商压根就不懂什么炮灰逆袭 不过 他去过地球 看过很多那里的书 对于地球上流行的那种网络小说 也有一点点的了解 当然 他了解的只是皮毛而已 具体内容全然不知道 显儿说的那个什么炮灰攻略 大概是由强大的怨气而来 不过 那又如何呢 他是这个世界的神 是这里的主宰 谁敢来坏他的好事 他就灭了谁 哪怕是那个什么 逆袭系统也不例外 我也不是在担心什么 只不过是觉得 凡事没有必要做得太绝 尤其是对于那些无辜的人 若是技家要为技子如出头 那我们只对付相应的人就行 无辜的人就不要伤害他们了吧 炮灰也是挺可怜的 管什么炮灰 你现在该做的 是努力获得神格 晋升神尽 遵命我的老公大人 雪凡心并没有再去想弃子如的事 也没有想什么炮灰逆袭 专门为明天进入落格秘境的事情做准备 这世上那么多炮灰 哪里个个都能被逆袭系统选中 被选中的只是千万分之一而已 更何况 他做事向来问心无愧 而且他也不是笨蛋 要是真遇到那些什么逆袭系统的人 如果惹到他 他一定搞死搞残 姑奶奶弄死的炮灰那都是罪有应得 活该有那样的下场 谁敢给他们搞逆袭 他就弄死谁 因为落格秘境提前开启的消息传了下来 百人榜上的人都赶紧匆忙地做准备 就连五大公子也不例外 五大公子之所以还在神隐门 为的就是进入落格秘境获得神格 他们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很久 自然是不会错过的 一些原本没有足够实力待在百人榜上的人 这一次因为停止百人榜挑战的缘故 所以才有资格进入落格秘境 他们格外地珍惜这个机会 因为落格秘境提前开启 已经成为定局 名额也确定了 而且落格秘境要一千年后才会再次开启 所以那些没有办法进入落格秘境的人 已经开始在想新的出路 不再去大闹 到了第二天早上 落格秘境开启的时候 来观看的人少之又少 除了百人榜上的一百人 偌大的广场就只有数百人来观战 和以前落格秘境开启的场景相比 简直是天差地别 以往开启落格秘境的时候 少说也有数万人来开热闹 可是现在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反正那些人来了也没什么作用 流云上神和神野们的一些长老直视 都来到了现场 说了一些话 就打开落格秘境的出入口 因为落格秘境这一次是提前开启 里面有什么变化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消息能够说的 能做的只是像往常一样提点几句 落格秘境的开启 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繁琐的仪式或者手续 只需要等待时间一到 当虚空中出现一道光门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落格秘境的出口出现了 雪凡先站在落格秘境的出入口前 在进入之前回头看了看四周 想找一找叶酒商的身影 只可惜没找到 但他也没什么失落 收回视线便进入那道光门之中 很早之前他就知道 落格秘境是他人生的分水岭 一旦他在落格秘境获得神格 并晋升神境 他就要肩负起自己该肩负的责任 并且能够成为阿九真正的女人 所以无论如何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他都必须要在落格秘境获得神格 晋升神境 叶酒商没来送雪凡心 是因为他要在暗中输出自己强大的力量 来开启落格秘境的出入口 即便这个出入口只是维持了半刻钟 他也消耗了极大的力量 完事之后 他累得有些虚脱 轻微地喘着气 这时一道声音从虚空传来 小九 消耗数万年的功力 让这个秘境提前开启三个月 真的值得吗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金氏伊菲赴黑酒黄书》 作者 绿衣 演播 光脚的无邪 孟凡之音 第458集 夜酒商无视虚空里传来的声音 看着已经成功开启的秘境大门 看着已经安全进入秘境的雪凡心 他喜悦地微微一笑 用无所谓的口吻回应虚空中的人 只要愿意 那便值得 随着夜酒商的话落下 一道彩光便从虚空里飞出 落地化作人影 一个邪魅无双的男子 就这么凭空出现 唉 我家小九九真是太有情意了 这样的爱情 真是让人感动啊 小九九 没想到你这么的有爱 简直是太感人了 阿师兄为你感到骄傲 咱们九个师兄弟中 表面上 是你最冷情冷酷 实际上是你 最有情有义 能为一个女人 做到这个份上 恐怕只有你一个呀 阿师兄 你有何事 夜酒商只是随意地打个招呼 虽然说话极冷 听着没有一丝一毫的情感 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只有对在乎的人 他才会开口打个招呼 否则连坑一声都懒得 小九九 你能不能对我稍微温柔一点 热情一点啊 如果你能拿 对你媳妇的十分之一的热情 来对我的话 我一定会爱死你的 如果你来这里 只是为了跟我说这些肉麻的话 那么现在已经说了 可以走了 他听了几千上万年 这种肉麻的话 早就麻木了 如今 他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如果二师兄 不跟他说这么肉麻细细的话 他还觉得二师兄不正常 小九九 你对二师兄 真是太无情无义了 二师兄好伤心啊 说正事 行行行 不跟你闹了 小九 新神殿那边已经加大力度 关注五周十遇 十殿的殿主恐怕都会到来 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啊 当然 如果你想现在就跟新神殿的人对上 那就直接把他们杀了吧 反正他们不是你的对手 此事我已知晓 新神殿那边 你不用再盯着了 去盯一盯陆明山吧 叶九商一想到陆明山的诡异 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虽然新神殿在新界很强 但却在他的掌控之中 即便再强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因为他能把新神殿看得很透彻 可陆明山却不同 可能因为调查的时间太短 所以他直到现在 还没有完全看透这个女人 总觉得很是诡异 这个女人不得不防 小九 那个陆明山 是不是又给你闹出什么幺蛾字了 二师兄听到陆明山这个名字 就不太高兴 可以想到他是大师兄的妹妹 而且大师兄非常疼爱这个妹妹 他也是相当的无奈 要不是因为大师兄 这女人哪能翻出这么多的浪花来 他这般招惹小九 只怕早就被小九给灭了 可是没办法 大师兄罩着陆明山 所以对这个女人 他们只能一忍再忍 不过看小九的样子 似乎不想忍了 陆明山有些问题 你暗中盯着便是 这段时间 我无暇顾及其他 你帮忙盯着 其他的事 你自己看着办吧 夜九商不再跟自己的二师兄废话 化作一道紫光消失不见 此刻最为重要的是心儿 其他的先一边去 落格秘境宛如仙境一般 到处可见鸟语花香 绿水青山的美景 完全不像其他秘境那样凶险 即便是这里的魔兽 看起来也是那么的可爱无害 让人不忍心伤害 这里不仅风景美妙 还有不计其数的奇珍异宝 一眼望去 全都是珍奇的菱花菱草 地上随处可见真品零食 金石 玉石 每一样拿到外头都是价值连城 可在这里 却遍地都是 秘境 一般都是危险重重的地方 可是这个落格秘境 却是一点危险都没有 这里是那么的宁静祥和 那么的风景秀丽 那么的美轮美奂 让人有一种 想要落根于此的感觉 而且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 才刚刚进入秘境没多久 就已经有不少人 被这里的美景迷住 慢慢地 忘记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沉溺于灵气慢慢的先进之中 只有少部分意志力坚定 坚守本心的人 还能保持一些理智 哇 好多金石啊 有了这些金石 想要晋升神进 绝不是梦啊 哇 这里好美好美啊 我决定 要在这里常住 住一辈子都愿意 难怪说 落格秘境是可以让人 晋升神进的地方 原来所言不虚 进入秘境的只有一百人 此时已经有大半的人 在美轮美奂的 宛如世外桃源的仙境迷失 还有一小半的人处于迷迷糊糊 懵懵懂懂的状态 能够保持理智清醒的人 不出实质之术 雪凡心见过比落格秘境 更为美丽的地方 九幽圣地就是其中之一 和九幽圣地相比 落格秘境的美丽 其实不算什么 所以他的感觉不大 至于那些奇花异草 金石玉石灵石 他更是不缺 如果单靠这些金石玉石 还有奇花异草 真的就能晋升神境 五周十遇的神境 早就一大把了 想要晋升神境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便拥有足够的灵石 也要看自身的天赋和心境 而且后者尤为重要 别人怎么样 雪凡心不在乎 不关心 他现在想的 只是该如何在落格秘境中 获得神格 如果他像其他人一样 被这里的美景 与奇珍异宝所迷 恐怕会忘记 自己此行的目的 沉溺其中 所以他要时刻 保持理智才行 好在 他见过的好东西 太多太多 所以这里的东西 没能让他提起什么兴致 雪师妹 我听说你是个炼丹师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 高级领药 你有没有想过 拿来炼制丹药呢 那么多的高级领药 即便成功率再低 也能炼制出一些丹药来 是不是啊 一个神隐门的弟子 拿着一把高级领药 来找雪凡心 希望他能帮忙炼丹 还没等雪凡心 做出回应 又有另外一个弟子跑来 目的一样 雪师妹 我这里也有很多领药 你随便拿去用 只需要炼制出丹药之后 给我一两颗便好 抱歉 我没有时间炼丹 而我的炼丹术 并不怎么样 雪凡心直接拒绝 也不管拒绝之后 对方会如何作响 转身就走人 他来落个秘境 可不是为了炼制丹药 如果拒绝会引来 这些人的不悦和厌恶 那就让他们不悦和厌恶去吧 因为雪凡心的拒绝 后来便没人敢来找他炼丹 毕竟 他的实力很强 不太好惹 所以即便那些被拒绝的人 心里很不爽 也得忍着 雪凡心没有理会其他人 在秘境里四处走走 想要找出这里的玄机 落格秘境 既然是一个可以获取神格 和晋升神境的地方 那么 就绝对不会 只是风景秀丽那么简单 更不是满地可见的珍宝 想要破解这里的谜团 恐怕要费些事 除了雪凡心之外 五大公子 也没有被这里的风景和事物所着迷 不像其他人那样 抱着金石玉石或者奇珍异宝而疯狂发酵 虽然他们也惊叹这里的一切 但依然还能够坚持本心 没有陷入癫狂之中 丫头 你一个人瞎晃什么呢 怎么不去争抢那些宝物 虽然这里的奇珍异宝很多 但你瞧那些人 一个个都跟土匪似的 用不了几天 这里的好东西可都被抢光了呀 花斋美无意中碰到了雪凡心 见他什么东西都不拿 于是上前与他说着 虽然他没有被这里的奇珍异宝所迷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拿了一些 而且心里那种对奇珍异宝的欲望 越来越强烈 似乎也像其他人那样疯狂地争抢 他极力地压制这种欲望 才能勉强保持一些理智 这世上不会有那么好的事 就算有 也不会无缘无故就能得到 更何况这里是秘境 这其中必定有蹊跷 你别只顾着说我 你自己还不是一样 雪凡心对花斋美没有那么排斥 所以跟他见面的时候 有心情和他聊几句 你这鬼精灵的丫头 想从你这里套些话 可真是够难的呀 你想套我的什么话 以我们之间的交情 你大可以直接问 能回答的我一定会回答 那我可就直接问了 问吧 花斋美不在客气 直接问道 在进入洛格秘境之前 酒上一定跟你说了不少 关于这个秘境的事吧 能说些出来 分享分享不 花大公子 我很诚实地告诉你 在来这里之前 阿九什么都没跟我说 所以我和你们一样 对这个秘境一无所知 雪凡心认真回答 没有半分玩笑之意 对于这个答案 花斋美并没有觉得失望 泰然接受 嗯 这洛格秘境变化万千 的确没什么可说的 丫头 你可要多加小心 切勿被这里的东西所迷惑 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 你个臭丫头 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我只是实话实说 瞧你手上 花斋美手里还拿着一颗极品紫金石 而她眼里暗含着对这里那些起真欲保的欲望 虽然她极力压制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显露出来 这里的东西太过珍惜 哪怕是在神域也难得一见 哪怕是那些上神来了都会动心出手争抢 更何况是他们 但理智告诉她 这里的东西不能拿 所以她一直控制着内心的欲望 不让自己失去理智 被雪凡心这么一说 花斋美的理智更为清醒了 不过 其他人的状态可就没那么好 已经变得越来越疯狂 一百个人进入洛格秘境的时候 一开始还能勉强保持一点理智 可随着见到的好东西越来越多 逐渐开始出现出手争抢的情况 而且情况越来越激烈 不到一个时辰 已经有不少人为争夺东西而大打出手 场面随之混乱起来 就在雪凡心和花斋美闲聊之际 有两个人打着打着 就打到他们前面来了 打得那叫一个惨烈 简直就是拼命 这里的东西那么多 有必要抢成这样吗 大头 对于这些事 你怎么看 花斋美也觉得 这些人打成这样有点不太正常 毕竟秘境里到处都是好东西 随处可见 根本没有必要大打出手 事出反常必有妖 看来 他得走点心才行 不然很有可能 会变成这种疯狂的人 我劝你 不要拿这里的任何一样东西 之前拿了的话 现在就丢掉 雪凡心郑重其事地说 丝毫不是在开玩笑 花斋美听得出雪凡心话中的严肃认真 赶紧将之前拿的东西一箭不留地丢出来 丫头 你这话听着挺吓人的 赶紧跟我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具体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但直觉告诉我 这里的东西有问题 碰不得 更是拿不得 能够进入神眼门摆人榜的人 无论是天赋还是实力 意或者心境 都不是常人所能及的 像这样的天之骄子 怎么可能轻易为了一些东西而失去理智 除非这些东西是有问题 听你这么一说 丢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的脑子似乎清醒多了 这说明我的直觉是正确的 花斋美感慨一笑 看了看前面那两个已经打得快要两败俱伤的人 再看看四周不远处 那些同样为了保卧而各种争强的人 对于这些人 他并不在乎 心里想着 只是自己那几个兄弟 有些担心他们 丫头 我打算去找洛盛南他们 你要不要一起 不了 我想四处看看 回头再见 雪凡心跟花斋美简单的挥手 然后随便朝一个方向走去 花斋美想开口挽留 但终究是什么都没说 看着雪凡心渐渐远去的背影 微微笑了笑 随后也离开了 不过 他并不是跟着雪凡心走 而是去找自己的几个兄弟 赶紧告诉他们 这里的东西不能拿 至于凡心那丫头 以她的能力 还有福运 不会有什么事 更何况 她身上保命的东西多的是 就算遇到危险 也不会有什么性命之忧 雪凡心并不喜欢有人一直跟着 所以才拒绝了花斋美的邀请 独自一个人在秘境里悠哉地瞎逛 不管看到什么东西 她都没兴趣 要是看到人 她就当作没看见 走自己的路 随他们慢慢打 慢慢抢 她要怎么样 才能在落格秘境里获得神格呢 这其中必定有什么玄机 所以她要想尽一切办法 找出其中的玄机 就在雪凡心琢磨着这些事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声惨叫 于是抬头看去 发现 前面竟然有许多的落雷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